25年前,老刘那个时候还年轻,才三四十岁,媳妇常年病奄奄的,老刘和媳妇的关系并不是很好,但是却和同村堂侄子一家关系非常好。 他那个堂侄子也是很老实的人,和当年的刘玉远差不多老实,只是他在外地做建筑工,案发的时候,他还在外地工地上根本就没回来。 所以,当年没有人怀疑到老刘的大侄子。 至于老刘侄子,因为不在家,他家一些农活老刘就帮着干了。 虽然村里有些风言风语地传出来,但是老刘的侄媳妇骂过几次后,倒也没有什么人当面说。 25年前的时候,那两个孩子出世的时候,有同村人看到老刘托黄泥巴补烟烟叶的房子,也有人看到他一直在烤烟叶的房子,外面烧火。 因为农村人都知道,烤烟叶房子是特制的,里面得用黄泥巴壶好后,在下面点火。 一烧就是三四天才能把一炕的烟叶烤好。 而且烤的时候,烤烟叶的炕里是不能断火的,要有人一直添火。 所以,那个案子发生后,没有人去怀疑老刘,何况老刘家和那户家隔得不远,两家也是亲戚。 那户人家的孩子,每次见到他,都是喊大伯。 重要的是,案发的时候,老刘在忙着烧烟叶炕,一直没离开过,村里不少人都看到。 所以,当年老刘搬出去后,人们最多笑笑他的风流使,说他哗哗肠子,但是却不会去怀疑他。 可凡事都有例外,在老刘带着侄媳妇回来翻修房子后,村里又有人在嘀咕。 说是老刘在媳妇还没死的时候,就和他侄媳妇不甘不敬了,两人常常在一起优惠,而且还差点被人撞破过之类的话。 甚至有人说,当年的两个孩子,会不会是撞破了什么事情? 说着话的是刘玉清,他是用开玩笑的语气说出来的,但还没到晚上,老刘就气呼呼地冲上门,要和刘玉清拼命, 并且对他大骂起来。 好你个赤脚医生,你自己有病也不给自己看看,一把年纪了还像野狗一样乱咬人,谁当年不甘不敬被人撞破了? 那两个孩子是刘玉远杀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有病,你赶紧吃药去,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我媳妇在家哭,都说要死在你家里。 那老刘堵住刘玉清的门,不依不饶地骂,还把原本的侄媳妇拿出来威胁,那意思是,刘玉清再敢乱猜,就让媳妇吊死在他的家门口。 刘玉清这回也不恼,只是呵呵干笑两声,看到屋子里,还有一群看热闹的村民,和他带回来的二个同事,并不害怕。 老刘呀,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和你侄媳妇那点破事。 你以为你瞒得紧,其实现在谁不知道? 当然,大家伙也是最近二十年才知道的,二十五年前,知道的人可不多,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你家考验的房子,距离你家侄媳妇最近吧。 刘玉清这话一说,那边几个闲坐的人,这会也是哄堂大笑起来,都拿着老刘开玩笑。 老刘,你当年怕是早就和侄媳妇睡一起了吧,要不,你媳妇一死,你侄媳妇就和你私奔去外地了,嘿嘿,把你大侄子活活给气死了。 是啊,他家的考验业的房子,可不是距离他大侄子家最近,而且,那边有树遮掩着,又偏僻,他们就是大半天想干啥点,谁会知道呀? 还是老刘有能耐啊,当年水灵灵的侄媳妇,隔着辈分,差着年纪,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其实这也没啥,你媳妇没了,人家男人没了,这事都敞开了,当年啊,你侄媳妇可在湾子里骂过街的。 刘玉清屋子里不少人都在开着玩笑,当时大家并没有恶意,但是也有人在想,刘玉清的话有点过了,虽然老刘和侄媳妇不清不白,但是现在,都结婚了,都一把年纪了,这事也没啥了。 当年的人都不在了,现在大家也就取笑一番,羡慕一下老刘的好福气而已。 也是啊,我记得当年那两个孩子,最喜欢藏茫茫,你们说,要是藏到抗烟业的房子里,会不会? 有人话还没说完,老刘跳起来就要打人,还威胁他们。 你们一个个都疯了,在胡言乱语,我就告你们去,把你们统统抓去坐牢,一个个,都是吃饱撑着没事干忙,杀人犯好好地关在牢房里。 我招惹谁了,一个个把屎盆子往我身上扣。 还有你刘玉清,你再敢胡言乱语,村里再有什么风言风语传出来,我凭着这条命不要了,我把你房子都给烧光,简直欺人太甚。 老刘还是有几分的狠气,骂骂咧咧地大发脾气,大家伙本来也就是过过嘴皮子饮,有时候开一些婚诉不计的玩笑而已,真看到老刘发痕了,也没人敢再说什么了。 全部都老老实话不说话了。 老刘打闹刘玉清家,让村里那种谣言,一下子止住了,村里似乎又恢复平静。 直到过了一二天,这个老刘的侄媳妇,说是拉肚子,打算去镇上去看病,却被隔壁拉着,去了刘玉清这边。 说他家有两个医生,看病不花钱,而且特别有效果,就算是刘玉清乱说,但是人家二倍医生,可没乱说什么。 所以,老刘的侄媳妇还是拿了点要回来服下了,说来也怪,那要喝下去后,他肚子倒是不疼了,可是一晚上却翻来覆去的,一直睡不着。 在床上像烙饼一样,总说窗户有人,别一声一鬼的,明天请的挖土机把那烧烟炕的房子推到后,我再待一二天就去城里,再也不回来了,睡吧睡吧。 老刘去摸媳妇,拉着他睡下,却见媳妇惊叫一声,突然使劲地推他。 别,别睡了,你快听听,外面有哭声,小孩子哭声,好像,好像是大宝小宝的声音。 老刘的媳妇声音都变了,他说的大宝和小宝,就是当年死去的两个孩子,那个时候,他们还只有几岁,要是他们还活着,此时都应该结婚生子了。 你又胡说什么?睡觉,睡觉,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反正过一二天,我们就回城里了。 老刘压着怒火,其实他声音都变了,但是他,还是装作生气的模样骂媳妇。 我好怕,真的好怕,我这些年一做梦就梦到他们,我的手都会发抖,我说不回来,你偏偏要回来,你看一回来,他们就找上我们了。 你胡说什么?大宝小宝都死了二十多年了,早去投胎转世了,你瞎说什么,自己吓唬自己。 老刘压低了声音,生怕别人听到了,不过一想到这是他们的家,能有什么人听得到了? 谁没事会爬墙脚,疯了吗?你说我们当年的事情,是不是很多人知道? 而且那件事,是不是被人发现了?怎么有人风言风语的? 其实,那次就算是被人发现了,我们一走了之,也好过人家命都没了,我好后悔啊。 老刘的侄媳妇这回呜呜地哭起来,这回气得老刘呼的一声坐直了身体,冲着媳妇骂。 你疯了,这个时候后悔了,当初你怎么不后悔? 小宝,还是你亲手掐死的,是你说害怕,被人发现咱俩的事情? 那会你怎么不后悔了?这种话你丢我烂到肚子里,到死都不要说出来。 你自己想死,别拖累了我。 老刘恶狠狠地骂着这蠢女人。 当年他们俩人偷情的时候,就选在那抗烟烟的房子里,不知道有多快活。 谁知道有次两人正舒服的时候,却被捉迷藏的大宝小宝给撞破了。 大宝小宝叫他现在媳妇嫂子,而叫他大伯。 当年,他的媳妇还没死,大侄子也没死。 两人真的在一起被抓,那是大事。 而且,辈分也乱套了,所以当时他们又气又急,开始只是害怕被戳穿了。 没想到却失手,把两个孩子弄死了。 后面老刘用装烟烟的车子,把尸体运出去的时候, 却看到刘恤远在玉米地忙着摘玉米。 那袋子和麻绳都扔在路边,他顺手就拿了一些。 最后把两个孩子的尸体,弄进了水库里面, 然后装作托木柴回来后,直接点了烟炕。 为此,他还在村里转悠告诉人家,上午都在烧烟炕了,还得烧一二天。 利用这孩子死的时间,还有农村烧烟炕的习惯,来麻痹了那些村民。 等到出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在家烧烟炕,一直没离开过。 甚至有人还说,他家烟炕的火一直没熄灭过。 谁会想到,那烟炕就是第一案发地点。 他用黄泥巴糊住了,里面放了大量的烟液。 警犬在村里子到处找的时候,根本就没找过他那烧得通红的烟炕。 因为里面都是烟液,味道很冲的那种烟液,就算是有点血腥味,也被黄泥巴糊住了。 而且当时的老刘一直在烧炕,里面温度非常高。 警察在整个村子牵着警犬到处寻找,但是就没想过进那个烧炕的地方找。 而且,就算是他们进去了,都是刺激的烟液的味道。 谁会想到,这个地方就是那两个孩子被杀的地方。 这些秘密都埋藏在他们的心里面。 几年后,老刘的媳妇死了,然后老刘带着侄媳妇离开了村里。 他大侄子在外面也出事了,这时慢慢就被人淡忘了。 两人在外面过了很多年,但是后面又听到一点风声,在他们的心底总是惦记着,当年那个抗烟液的房子总觉得只有推倒掉,心底才踏实一点。 所以才匆匆地赶回来,说弄房子之类的,却没想到被人挖了一个坑,故意吸引回来的,特别是老刘的侄媳妇,其实已经吃了真话完。 要不是今天晚上,他也不会疑神疑鬼,把压抑在心底的真话,像倒豆子一样地说出来了。 两人在屋子里说话,谁也不会想到,屋子外面还藏着有人,就是同刘玉清一起回来的医生,这一切都是他们故意做的局。 就是为了洗刷刘玉远清白的同时,还想着把真正的凶手给挖出来,所以才会在这村里布下天罗地网,到处都弄了监控,一直在监视着所有人,而这个老刘就自投罗网了。 刘玉清他们故意说出种种的猜测,其实就是一个目的,让村里的其他人,也都用心想一想。 当年那个凶手,真的不是刘玉远。 因为他一个人,真的没能力把两个孩子抓住弄死,反而有二个大人,才更轻而易举地,把二个孩子控制住,然后弄死,再悄悄地把尸体运出村子。 两个人的谈话,被录音并且弄出视频,送到了张凡那边去,剩下的行动,就看张凡最后点头确认后,荣之康手下的人,才会再一次运作起来。 本来二十多年前的事情,要不是真话完,老刘的侄媳妇肯定不会把和憋在心底的话语说出来,因为他都憋了二十多年,这些话要是真的被人知晓,他们都会死,或者牢狱之灾等着他们。 收网吧,让清白的人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多养一些有用的人,以后类似的事情多,用得着。 张凡在收到荣之康送来的那些视频和录音后,整个人都轻松起来了。 现代化的科技,加上天地当铺一些宝贝,再加上雄厚的财力和一些有用的人意结合,感觉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所以,当初和宋小娥签订这个契约,眼看就要完成了,所需要的就是时间而已。 是,是,我马上会去办。 而且还会帮着张先生笼络各种的人才,未来人才才是最值钱最珍贵的。 荣之康看到张凡对他办的事情还算是满意,心底压着的大石头,这才算是落下来了。 他办的事情,只要张先生满意,他就一颗心放到肚子里去了。 而且,自从张先生给了一个财神也给他们,说来也奇怪,荣家的生意好得不得了,不管是做什么,都能赚得盆满钵满的,挣得钱顺畅地让人瞠目结舌。 越是这样,荣之康才越是感觉到,难怪当年的宋家,那么快就成为首富。 就这赚钱的速度,想不发财都难,因为那钱真的是财源滚滚来,全部都进了荣家。 而且,张先生还给了他们几箱子金砖变现,一想到这里,荣之康觉得有点事情,必须要和张先生说一声。 张先生,上次我这边只是变现一部分金砖,剩下的都放在仓库里,荣家这边已经接收完宋家的产业了,保守估计已经快达到千亿的资产,钱太多了,你看着要怎么花。 原本荣家的产业估计在四五百亿左右,这才不到半年的时间,几乎翻一翻,比荣家以前几十年积累的财富还要多。 而这些财富荣之康也不敢随便处置,所以这会正好请示张凡。 毕竟钱太多了,动辄几百亿上千亿不是小数目。 先放在那里,如果有地方发生灾难,要舍得多捐钱,钱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咱们也只是过一下手而已。 用这钱训练一批有用的人,能办事的人,要舍得花钱,回头我有用钱的地方,会通知你。 从前几毛钱,张凡都要算计一番,到现在上千亿的钱,张凡都没机会花出去。 这也不过很短的一段时间,他的心境也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钱,已经成了他的奴隶,会为他服务,而不是他被金钱所困扰。 是,是,张先生,你的卡我这边已经给你升级了,无限量刷的黑卡,最高的额度一千亿,你可以随便使用。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先告辞了,等到刘宇远出监狱的时候,我会通知你。 荣志康恭恭敬敬地向张凡告辞。 等走出雅居阁,他忍不住回头看。 这个雅居阁从外面看过去,就像是某个景区公园开的一个私房菜馆之类的。 但是谁也不会想到,这路边看着平淡无奇的地方,却是能搅动商界风云荣家的幕后主人。 荣家就是在他的扶持下,一步步登顶。 有些权贵想见荣志康一面都难,一提起荣家都羡慕不已。 但是没有谁会想到,荣家背后的人却是张先生。 张哥,我看你这几天都兴致不高,要不咱们换地方吃点夜宵去。 我知道有家菜做得很地道,要不我们去尝尝。 徐子君知道张凡对什么事情都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对于吃,他是从来都不肯亏待自己的。 也只有吃能让他兴致勃勃。 果然听到徐子君推荐有好吃的地方,张凡点头让他来安排,而徐子君则马上开车带他和花月营去了一个美食一条街。 在这个美食一条街则是古香古色的明清巷子,在巷子的中间种着一棵二三个人和布拢的大银杏树。 空气中弥漫着烤串的香味,而徐子君带着张凡来到一个院子里,院子用轻轻的绿竹子围起来的,里面摆放的都是那种竹边的桌椅。 古香古色的,比上次徐子君带自己去的那种凳子都要自己搬的地方,环境好了太多。 张哥,你坐,这家有几个招牌菜铁锅鱼,外带扎巴包,还有锅巴粥也是别具特色。 这家已经在这边开了二三代人了。 徐子君也是个吃货,对于江城那家菜做的地道好吃。 那家面馆味道好,它都是如鼠家珍,因为它本身就善于吃,也会做。 而能让它记住的,愿意来吃的地方,那绝对会给人惊喜。 果然,这家上的锅贴鱼就嫩得不像话,只是最简单的鱼,居然让做的外面无比煎香,里面爽嫩鲜香。 张凡吃了一口的时候,都没猜出来是什么鱼,一直到快吃完了,才发现,我天居然是最普通的鲫鱼。 这鱼,少见,好吃。张凡很难得地点点头,它的嘴巴也叼得很。 虽然喜欢吃家常菜,但是因为徐子君手艺好,并不是所有的美味都能让它赞一句好。 哈哈,这鱼肯定好,它家的鱼都是中华山的清水鱼,都是山泉水养的兽鱼,别看这么大一条鲫鱼,没有三年长不大这么大。 所以,它家的铁锅鱼才会特别的出名,一般人设不得这样下本钱,有舍得的, 又没着耐心做几十年的口碑。 徐子君见张凡此时兴致不错,心底暗自庆幸,自己把张哥请出来是对的。 而这家餐馆大院子里有一堵墙,为了吸引客人,再放一些投影新闻之类的。 张凡在一边吃一边等菜的时候,被一则新闻吸引了注意力。 新闻,其实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 因为涉及到的人,居然就是宋小娥的丈夫刘玉元。 新闻上说,因为经过有关部门的调查,当年这个案子因证据不足,已经重新审理中。 而且,当年刘家湾有新的证据出现,当年的凶杀案的凶手,可能是另外有其人。 以为张凡注意看这个大荧幕,所以徐子军也在注意看,一看就愣住了。 刘家湾?这不是那天我和你们说过的25年前的一个旧案吗? 当年传得那么凶,杀人凶手居然不是那个刘玉元。 还另外有人,这几十年的就案子,怎么就破了? 则则则,这谁,这么厉害。 徐子军这回是则则称奇,因为当年这个案子实在是闹得太大了,许多人都听说过。 而徐子军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有点大。 在他身边不远处,也有一桌人也看到这新闻,看到他谈论这个话题,其中也有人忍不住开枪。 是啊,这都几十年的案子,居然翻案了,真是不可思议。 这刘玉元居然是被冤枉的。 而且冤枉的坐了几十年的牢,真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国家会不会补偿一下,人家实在是太惨了。 有人说到这个刘玉元的案子,旁边又有人揭枪。 不知道这刘玉元用什么法子,最终把自己冤屈洗刷清白了,还找到了凶手,他的运气真是好到爆炸。 而且说来,国家是应该好好安置一下人家,坐牢都坐了几十年。 是的,这刘玉元实在是太幸运了,这样的案子都给翻案了,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国家的政策真是好呀,也说不定这个刘玉元遇到贵人了。 本来大家都在等餐,但是看到刘玉元的视频新闻后,这回都不冤而同地议论起来。 都纷纷地感叹,刘玉元肯定是遇到贵人了,居然有这么好运气。 这样几十年的案子,都能被破掉了,他正是被上天眷顾的人。 运气好到爆炸。 听到不少人在议论刘玉元的事情,都在无比地羡慕他运气好,说不定遇到贵人之类的话语。 还有人在说,谁有这个能耐,肯定是国家发现了这是个冤案,才会重新审查。 所以这个刘玉元的案子,只是运气好之类的话语。 几个人越说越是热闹,许子军开始还在听,这回也忍不住开枪。 我猜测,肯定是刘玉元遇到贵人了,要知道国内的案子,肯定还是有很多误判的,但是几十年前的就案子,没有人干涉,绝对不可能被翻出来。 想一想,这可不是运气好可以解释的,就是人家一个农民,到底是遇到什么贵人了。 许子军其实并不知道,张凡命令荣志康的一些事情,他就是刘玉元的贵人。 所以吃饭的时候,他还在羡慕不已,觉得那个刘玉元的运气也太好了。 这样的好运气,出狱后应该去买彩票,说不定都能中个特等奖,一辈子都不用愁了。 听到许子军那无比羡慕的语气,还有周围那些不知道真相的时刻,闲聊的时候一个个嘖嘖称奇,无数种猜测的语气,张凡都想偷着乐。 想笑! 那些时刻的想象力,真是太丰富了,什么样的猜测,都有,简直要笑死人了。 本来张凡来这里吃饭,感觉环境不错,外带着食物也可口,再听到这些人议论纷纷的话语,觉得整个人都愉快起来了。 而一边的花月影,开始没说什么,只是向许子军打听了一下事情的原委后,突然他盯着张凡看了一下后,笑了。 因为他知道,在稀奇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于天地当铺来说,都不算什么。 只要张凡想去做,一切都很容易。 因为天地当铺的实力,早已经超出所有人的想象,是这些凡人根本就想象不到的。 这一顿饭吃的张凡十分的痛快,特别是那锅巴粥,一边喝着香喷喷的粥,一边看许子军和周围的那些食客,就刘玉远的事情,争吵得面红耳赤的模样,他就想笑。 能改变别人命运的感觉,真的不错,让人有种愉悦的快乐。 接下来的一二天,刘玉远的事情在全网发酵了,因为监狱已经把他放回了家里。 而刘家湾在刘玉远回来的时候,整个的都沸腾起来了,刘玉明和宋小娥甚至在家放起了鞭炮。 他们在告诉所有人,刘玉远不是杀人犯,老师没有杀人,他是清白的。 荣之康那边也送来了刘玉远回家的视频,比一些新闻放出来的时间都早了许多。 看着视频中刘玉远回家的时候,跪在家门口嚎啕大哭的场面,看到他抱着自己年迈的母亲痛哭流涕的画面,张凡鼻子也酸了。 好在这种,画面没有维持多久,就看到刘玉远洗澡换上新衣服,胸前带着一朵大红花。 脸上的眼泪已经干了,他一手牵着母亲,一手牵着媳妇,脸上露出幸福节后重生的笑脸。 那笑容可真好看,屋外还有不少围观的那些村民,有刘玉清,还有一些刘玉远熟悉的人,他们都在打招呼,一直闹到深夜后才离开。 而这些人离开后,刘玉远夫妻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情。 他们两人拿了很多香烛,这然后跪在院子里,对着月光烧纸钱,特别是宋小娥一边烧纸钱,一边念念有词。 感谢菩萨托梦,感谢菩萨保佑,感谢菩萨救下了我家男人。 你的大恩大德,我们一家人都会铭记在心,永远都会记住的。 原来宋小娥和刘玉远一直觉得,这突如其来的方案,就是菩萨看到他们可怜,这才帮了他们一把。 要不当初宋小娥怎么会做那么奇怪的梦? 这一切都靠菩萨的点化和恩赐呀。 看到这里的张凡笑了,其实她和宋小娥不过是各区所需的交易,天地当铺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宋小娥得偿所愿而已,一切都是那么好。 雅居园又恢复了宁静,花月影没事的时候,就在那边种花种草,可惜死得居多,活得少。 徐子军一天到晚捣咕着,弄点什么新花样的美食给张凡尝一尝。 他对做美食有种执念,哪怕就是最简单的蛋炒饭。 他都想做出独特的,让人回味无穷的美味来。 而张凡最喜欢的就是家常最普通的美食。 所以,徐子军做出美食的时候,张凡倒是很乐意品尝,这日子过得悠然自得。 只是天气渐渐热了起来,张凡不大乐意出门,总是在屋子里吹空调,吃冷饮刷手机。 而在另外一个界面,本来蔚蓝的天空像是着火了一般赤红赤红的一片。 而那一座座的山峰则是寸草不生,在山峰最高处则有炙热的岩浆不停地流出来。 这方圆几百里都像是被烧焦了一般,无数被晒得有黑的人赤脚地跪在地上,不住地冲着天空叩拜。 还有人急匆匆地哭着急急跑过来。 对着个正在举行着祭祀求语的老者,焦急地说着什么话。 公主,公主她抛弃我们了。 她说,现在只有天地当铺能救我们,让我们日夜向天地当铺祈祷,才能获得活下来的机会,我们的族人才能得以繁衍生息。 那老者听到族人的话语,嘴里不住地刀念着,天地当铺,天地当铺。 天呀,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个天地当铺,难道是老天爷要灭亡他们一族吗? 公主,公主真的抛弃他们了吗? 这老者心底刚有这个念头,就看到和他一起求语的人群中一阵骚乱,然后就看到有人倒在了求语的祭坛下面。 那老者赶紧冲了过去,那倒下的人嘴唇发裂,嘴里不住喃喃自语。 睡,睡,快取水来。 老者焦急地喊了一句,却许久没有人动,大家手里谁都没有水了。 这再不下雨,所有人都会像这倒下的人一样,都会死掉。 这老者看到那不住挣扎着,却因为缺水怎么也站不起来的小伙子,流下了浑浊的眼泪。 这是老天爷要往我们啊。 那老者跪下地上,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悠扬的风铃声再一次响起,张帆抬起头了,这些天闲着无事。 但是,他在天地当铺看羊皮券和看仓库明细单的时候比较多。 就像今天,他正在仓库里查看那些慢慢变多的物品。 风铃声音响起,这就预示着有交易的客人来了。 一个穿着麻布衣衫缠着额头的老者,一手拿着拐杖,颤巍巍地走进了天地当铺。 他吃惊地看着这里,眼睛都直了。 因为他是族中的长老,也是族中的智者,可是就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奢华的地方。 简直就像是仙境一般。 吓得这老者赶紧跪下了地方,头都不敢抬起来,然后嘴里不住地喃喃自语。 神仙啊,拜见天地之间最尊贵的神仙,求你大发慈悲,救救我的族人吧。 那老者不住地冲着张凡磕头哀求,虽然他不敢抬头,但是他也偷偷地瞄了一眼张凡。 那威压的气势和清楚面容的脸,让他就认定了一件事情。 眼下,他是真的看到了神仙,而只有神仙能救下他的族人。 所以这老者是苦苦地哀求。 张凡看了一下他的服饰,示意他站起来说话。 既然能来到天地当铺的,那就是说明天地当铺有他们急切需要的宝贝。 我是八百里火焰山脚下的村民,以前每年这个时候,火焰山上喷出溶浆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请铁扇公主救我们,请他用降下甘露,让我们的庄稼和牛羊有水喝。 可是今年我的族人带着礼物去求铁扇公主的时候,据被告知,他已经救不了,要想解决这个难题,只有求助于天地当铺。 这老者小心翼翼地说着话,他还看到了天地当铺四个字。 这里应该就是铁扇公主说过的地方。 公主说,只有这里,才能救他们出水火之中。 公主?是铁扇公主吗? 张凡开始还没弄清楚,这个老者来求的是什么东西。 但是当他听到老者一再提到公主几个字的时候,突然想起来,铁扇公主当初求字的时候,曾经把铁扇当给了自己。 那可是好东西,只是铁扇一直放在天地当铺的仓库中,却是一直没机会拿出去。 没想到,今天有老者求到天地当铺来,求他就遗救他的族人。 这里是天地当铺,所有的物品都是标好了价格,我可以帮助你,甚至可以一直帮你们解决火焰山炙热无语的情况。 但是,你们要拿东西来交换,或者当掉你们觉得最珍贵的东西。 张凡有他自己的原则,虽然他心不坏,但是他不会去做什么烂好人,别人求他,他就会主动出手。 规矩,天地当铺有天地当铺的规矩,那就是一定要拿东西来交换,而且交换的东西价值一定要大于他想得到的东西,要不然这交易无法完成。 天地当铺是不会做亏本的买卖,我们最珍贵的东西是土地,我愿意把土地献给神仙,求神仙庇护。 那老者恭敬地想张凡磕头,表示,在他们哪里最珍贵的就是土地,愿意献出土地给神仙,求得他的庇护,求得风调雨顺。 因为那炙热的岩浆一直在喷发,简直没有停歇的时候,所以只要能求得风调雨顺,他们愿意献出最珍贵的东西。 土地! 多少土地,在那,我愿意献出八百里的火焰山,献给神仙,只求一年四季风调雨顺,让我们有活命的机会,让我们能种点庄稼,有活下去的机会。 火焰山?这个老者敬献的,居然是火焰山? 那地方,张凡想起传说中火焰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推翻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而那火焰山的火,并不是普通的火,而是三味真火。 而且,那个火焰也是可以熄灭的,只要用芭蕉扇就可以轻松地灭掉,而且完全可以让那一片地方风调雨顺。 但是,外带还可以把三味真火给收服过来。 花月影,去准备一份契约,让这个老者和天地当铺签订契约,然后你在火焰山修炼,学习控火的能力。 五行中,曾经的花月影可以控水,自然也可以控火的,只是天地当铺衰落后,花月影这个能力就消失掉了。 是,主人! 花月影忙答应了一声,在天地当铺之中,花月影是气灵。 而张凡掌控天地当铺,只要花月影能掌控的能力,他也能轻易地掌控,比喻控水。 契约拿来了,那老者看着张凡,很快就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委,才知道请神仙出手,是要写一份契约的。 而他不但写了契约,按上手印,还特意按上了印章。 而张凡也拿出天地当铺的金印后,盖上金印,这份契约就算是成功了。 他的金印盖下后,就看到契约上面有山峰石影石线,就像是火焰形状出现在那羊皮卷上面,这就表明八百里的火焰山已经成了天地当铺的产业。 没想到这个老者说的话,一点都没错。 你可以离开了,我随后就会派人过来,让你们那边风调雨顺。 张凡许下了一个承诺后,手一挥,那老者就不见了。 这个地方既然已经签了契约,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他打算和花月迎走一趟,就当是出差了。 家里这边也没特别的事情,要交代。 张凡只是告诉英柔柔自己要出去几天,让他在天地当铺收拾打理仓库,并且把这边打扫好即可。 成员那边张凡告诉徐子军,自己要出去几天,成员就交给他了,有事情解决不了,可以找荣家,或者喊上七姐妹,他们也可以帮忙。 张凡经常像这样失踪好多天,徐子军已经见怪不怪了,自然是满口地答应。 至于张凡说的,有事情找七姐妹帮忙,他还真没放在心上。 反正,成员能有什么问题? 真有问题了,可以让荣家人来解决。 他们现在的实力可不小,在江城商界已经是老大一般的存在,不管是出了什么事情,应该都可以摆平。 张凡交代完这些事情,很快就带着花月影去了神界那边,惦记着八百里火焰山的情况。 他打算在自己接受的这块土地上到处看看。 太阳鸣晃晃地照耀着,张凡都觉得有点头晕,实在是晒得慌。 这就像是人界三福天最热的时候,张凡保守估计这边肯定有三十六度以上,可是看一下四周,树木叶子都枯黄了,路上扬起的灰尘,黄沙漫天。 走上几步,可嗨嗨,感觉吸进来的都是灰尘。 难受?这,这还有多远啊?这也太干燥了,咱们得借助一下工具才行。 靠着一双腿走路,怕是一天也走不了多远的距离。 张凡此时已经在神界某个地方,据花月影说,这边距离火焰山已经不远了,再向前走一段路,估计就到了火焰山了。 所以这回,两人正在向火焰山赶去。 走了不到十分钟,张凡就有些不耐烦了,花月影居然让他不行? 这也太不称职了,就算是没有飞机和汽车,在这边肯定还有其他的交通工具。 反正,他是坚决不肯走,这么热的天,八百里,要命。 他本来就是那种懒得只喜欢坐在窗户前面刷手机的那种人,想让他在这里走路,门都没有。 主人,你那边歇一歇脚,我去给你看看。 花月影看着张凡一脸不情愿的模样,有些理亏,自己倒是忘记了主人的性格,他是怕自己走路,半点都不肯动的那种人,其实就是懒。 能躺着,就不愿意坐着的人。 路边灰尘大,树木也少,但是前面倒是有一个歇脚的地方,那是卖茶的一个铺子,门前倒是有一棵大树,树叶还有些绿色。 大树底下,就是围起一个院子,院子外面都是马匹和骆驼,然后里面就是喝茶吃饭休息的地方。 张凡进去的时候,本来热闹的茶铺子,一下子安静下来了,所有人都好奇地看着他,以为他的打扮真的有些奇怪,平头,偏偏皮肤干净的不像话。 跟周围人一比,那些人都活脱脱一个月没洗澡的模样,而他身上干净的一尘布染,还穿着白色衬衣,和周围人更是格格不入。 难怪所有人目光都看向他。 喝茶? 幸好,这里货币都是一样的,这个世界就任金子和银子张凡甩出去一个小碎银子。 马上有穿着清凉的姑娘来上茶,那姑娘露出肚皮,走到她跟前的时候,还忍不住深呼吸一口气,冲着她飞了一个眉眼。 可是,太黑了,而且身上虽然喷洒了香水,但是也掩盖不住身上的汗臭味。 而且,这里的人感觉都好脏。 一个茶棚,虽然做的人不算很多,但是臭烘烘的,一瞬间让张凡有些怀念在沉原。 多干净呀,到处一尘布染,而且充满了绿色和花朵。 那里像这里,到处都是沙子和灰尘外加汗臭味道。 自己原本不是那么讲究一个人,但是来到这里跟周围人一比,自己就是最干净的那个人。 主人,骆驼和马车都来了,你稍等一下,我让人把马车上的东西全部换掉,太脏了。 张凡刚喝了二口水,就听到外面花月影的声音响起,原来他在外面给买了一辆马车还有几匹骆驼,只是那马车的布曼什么实在是太脏了。 花月影都看不过,又花钱买了干净的布匹,让茶铺的老板派人把车里面的布曼都扯下来,然后重新用干净的布匹铺那个马车。 花月影这操作,看待了所有喝茶的人,连带那茶铺的老板不住地问他。 客人,你那扔掉的布曼还要吗?我能买下来吗?送给你,都送给你。 你帮我把骆驼喂养一下,洗一洗。 听到花月影居然把那么珍贵的布曼送给他。 这茶棚的老板开心得不得了,这些布曼在他们这里很值钱的都快赶上沙漠的水了。 不过,听到要喂养那骆驼,还要给骆驼洗澡,这边就不住地比划要钱。 而且要很多很多钱,因为这边雨水少,这些都要水,水就很值钱,很值钱。 最后,花月影硬是给了他一小块金子,那茶棚的老板,才笑眯眯地让人给那三匹骆驼洗刷和喂食。 等到花月影搞完这些,太阳已经偏西了,张帆在灌了一肚子茶水后,这才被花月影请上干净的骆驼车里坐下。 这才在茶铺众人羡慕的目光中离开。 那茶棚老板,在张帆他们背影消失后很久,还用手摸摸那金子后,使劲地咬了一口,脸上露出笑容。 这是他见过的,最干净,也是最大方的客人。 真好呀! 这鬼地方条件真差,主人你就多体谅一下,很快,很快我们办完事,就可以回去了。 花月影在赶车,张帆半躺在马车里,骆驼走得慢, 这马车一晃悠悠地走得很慢,而且地上坑坑洼洼的,简直把车里的张帆颠簸得要晕过去。 而坐在前面,赶车的花月影,只觉得说话的时候,口气里都是沙土,呸呸呸,太脏了。 这地方,根本就没有上次女儿国那次愉快,坐在牧船上顺着子母河往下飘,怎么也比这满口的沙子好多了。 这鬼地方,连花月影都抱怨。 太差劲了,比人家环境都差很多呗。 住在这里的人,真不容易啊。 嗯,八百里,幸好只是保证人家风调雨顺,要是太难了,就真不划算了。 原本一个约定换来八百里的土地,这回一看,要都是黄沙漫天,这土地真不知道拿来干啥。 八百里,真的不值钱,难怪那个老头那么大方,一下子就献出了八百里的土地。 原来这地方的环境这么恶化,感觉都不适合人居住了。 就是,看看这里,我觉得成员和女儿国就是天堂了,呸呸呸,都是沙子。 我觉得我浑身都是沙子了,好想找地方洗一洗。 花月影觉得说话的时候,嘴里都有沙子,而且浑身上下都有沙子,连带衣服上都有这些东西。 难受啊,太难受了。 两人都还在那边抱怨的时候,就看到不远处黄沙弥漫,扬起的沙土几乎迷住了眼睛,而且遮天蔽日的,看起来阵仗非常大。 花月影一下子停止前行,有些好奇地看着前面,气势汹汹的骆驼队。 等到那些人冲到眼前后,漫天的黄沙让马车里的张帆都可恕起来,太呛人了,一嘴一口煞的。 这里的老百姓日子可真苦。 这生命力得有多强大,才能在这里活下来。 留下金银马车,还有骆驼。 滚! 这几十号都是男人,只是有老有少有高又矮,除掉领头的人很健壮外,剩下的人看着都很黑瘦。 眼眶深陷下去,身上的衣服早已经看不清颜色,都是黄色的灰土。 随着他们在骆驼上的移动,不是抖落不少肉眼可以看见的灰尘。 可嗨嗨,太脏了,这些人居然还抢劫? 花月影愣了愣,突然想笑,却看领头的那个健壮男人,用鞭子指了指花月影。 这个,也留下,伺候我飞骆驼。 这是看中了花月影的水灵。 至于坐在马车里的张帆,直接被这些飞贼给忽视了,因为他看起来太弱了,留下来还得浪费粮食和水。 这些东西在这里,那可是好东西,能救命,给一个没用的奴仆,浪费。 哈哈,你确定,敢让我伺候? 花月影看着这一群灰不溜秋的马贼,像是遇到世界上最好笑的事情,忍不住咯咯咯地笑起来。 这些人真是活腻了,居然敢招惹他们。 就是神仙,想对付他们,估计都十分困难。 这一群烦人,还真是敢想,对,留下来伺候我,当我女人。 那飞骆驼眼睛直直地盯着花月影,这可是他见过的最美最干净最纯洁的姑娘。 美帝就像是传说中能在水里盛开的花。 能得到这样女人,一辈子死而无憾了。 呵呵,随着花月影呵呵二声,他手中的赶骆驼的鞭子就飞了出去, 一下子抽在了那飞骆驼的脸上,把他一张脸抽开了花。 露出里面森森的血肉。 原本花月影打算控水,把地下的水抽起来,狠狠地教训这个口无遮拦的人, 却发现这里水分实在是太少了,还不如直接用鞭子抽来的解气。 这人真是找死。 谁也没想到,娇滴滴的花月影一言不合,就用鞭子抽伤了飞骆驼。 彪悍的飞骆驼,此时脆弱的,就像是一个出生的婴儿, 在花月影面前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 剩下的那些马贼一看这些,吓得骆驼不住地往后退, 但是没退几步,却又猛地上前,有去救他们的大哥飞骆驼。 有人不怕死地去围住张帆和花月影过的马车, 还嗖嗖地都掏出了兵器,有长枪大刀,还有匕首。 一个个面露凶光,有人甚至不住地朝着车里的张帆瞄, 那模样想抓住张帆危险花月影。 他们足足有二三十人,还对付不了这两个娇滴滴干净的外乡人吗? 我缺一个人带路去火焰山附近,如果你们想报仇, 我觉得你们可以在后面跟着来。 那花月影慢吞吞地说了一句,然后下一句话还没落下, 就看到那二十几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 不约而同全部落马摔落在地上,然后都捂住了肚子, 一脸惊恐地看着花月影。 这是妖精啊,实在是太厉害了,那些跌落在地上的马贼, 此时一个个惊恐地看着娇滴滴花月影,心底不敢再生出反抗的念头。 一个个趴在地上,连头都不敢抬起来了。 而那原本被花月影抽伤的马贼头领, 却是被花月影鞭子一带,让他坐在了马车前面。 想活命,乖乖地给我赶车,呸呸,这风沙也太大了。 花月影人影子一晃,已经坐到马车里,只觉得满嘴都是沙子, 这什么鬼地方,简直让人无力吐槽。 八百里的土地,要是都是这样的鬼地方,太亏了,太亏了。 那飞骆驼只感觉到脸上都是血,可是他生性彪悍, 此时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血,冲着趴在地上的那些手下实眼色, 自己则坐在马车前面,真的就老老实实地给他们赶车。 要去火焰山,呵呵呵,那就是送死的地方。 既然是要死的人了,他就不计较那么多了。 想到这里的飞骆驼,觉得脸上也就不那么疼了。 然后他仰起鞭子,真的就给花月影他们赶起车来。 而他的那些手下,则一直远远地跟着。 还以为花月影不知道,其实这一切都落到了张帆和花月影眼里。 只是真没当回事。 大象士从来就不会在意蚂蚁在想什么。 主人,前面有村庄,要不咱们下去歇歇脚。 好在在太阳快下山的时候,颠簸的他们总算是看到一个村庄的模样。 只是村庄外面的胡杨树都干巴巴的。 而村庄里几乎看不到一片绿色,都是黄沙漫漫,到处都是灰尘。 屋子虽然都是石头做成的,但是屋顶上都压了一层厚厚的沙土。 整个村庄都是干巴巴的,连地上的草都是那种枯草状态。 点一把火用来当木柴,肯定是极好的。 整个村落看起来很大,房子很多,但是整个村落都是静悄悄的,花月影推开好几个大门,都没人。 而且,他们还在这里发现干枯发裂的河床,连带河床边的水井,也都见底了,一滴水都没有。 不用白费劲了,这边村落都是这样,没有水,留下来只有死路一条。 逃出去,说不定还能活下去。 那飞骆驼的脸上的血,已经干了。 此时看着脸上很猙獰,他盯着张帆和花月影,表情很奇怪,似乎是想不通。 所有人都在往外面逃,为什么他们会往火焰山那边去? 找死吗? 这边的人了,都去那里了。 逃荒,哪里有口饭吃就去那里,那里有水就去那里,当奴隶,当马贼,只要能活下来就好。 你们这些连风沙都不能吹的老爷,是无法想象的。 飞骆驼面露讥讽之色,哼哼,这些贵族老爷们连点风沙都不能吹,还要去火焰山,那边的人活得更惨。 今天还在说话,说不定下一秒人就倒在了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以前这里也像这样吗? 以前还能活,很多很多年以前,我老人说,这边的到处都是青青的草地,还有蔓延的河流,那水干净的能照清楚人的脸。 说到水,这个飞骆驼无比的虔诚。 而刚下马车的张帆,突然扭头向一个地方看去。 那边有人,可以去看看。 张帆指着一个方向,表示那边有人,那飞骆驼却是冷哼一声,万分看不起这娇贵的连风沙都不愿意吹的少爷。 这少爷懂什么? 这样的村落早没人了,怎么可能还有人在? 飞骆驼不信,但是花月影相信了。 他冲了过去,很快从那边找出来一个有黑干瘦的像马赶的两个男人。 居然一个是爷爷,一个是孙子。 那爷爷看不出年纪,看着非常的苍老,不住地咳树着。 好像下一刻就要咳断气了,估计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个爷爷才不能离开这个山庄。 另外一个是孙子,看着又瘦又黑,脸上身上都是脏兮兮的,只有一双眼睛,还算是灵活。 看到花月影的时候吃了一惊,却是护在了爷爷面前。 啊,他不住地比划着,表示不要伤害爷爷。 飞骆驼呵呵一声,原来是一个哑巴。 这边有没水,带我们去找水,还有食物,我们要吃东西。 那飞骆驼的马鞭子扬起,抽得蹦蹦响,不住地吆喝着,要让那俩人给他们找吃的河水。 却见花月影瞪了他一眼,没出现,你们等着,我去弄吃的。 再难的地方,也难不到花月影,没过多久。 他居然提回来一只野羊,足有好几十斤,这还不算。 而且,他手里还有水,水桶里都是干净的清水。 那飞骆驼,眼睛都直,看花月影像是见鬼一样。 那小伙子和那爷爷也看待了,突然那爷爷不住地推那小伙子,冲着花月影跪下。 姑娘,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找到水源的,我们这个村庄已经有上百年了, 但是最近十年,已经找不到新的水源了。 我从小,在这个村庄长大,我死都不想离开这里,可是不走,没有水,只有死路一条。 求你,求你指点一下我们,给我一口水吧。 这老者已经颤颤巍巍的,说完这些话,可恕得更加厉害了。 但是他的眼睛盯着花月影的那些水,喉咙不住地咕嘟咕嘟地动着,看到出来对着水是极度的渴望。 啊,这边水其实很少,我能打到水。 但是这法子告诉你们,你们也取不到水。 不过你们,要想活下去,可以跟着我们,也可以留在这村子里,过不了多久,会下雨的。 啊,花月影算是看出来了,这边极度的缺水,这里的人对于水的渴望,超乎他的想象。 而且,越是往火焰山的方向走,越是如此。 他甚至有种感觉,主人那八百里的火焰山,可嗨嗨,搞不好都是无人区,没有人能在那边居住。 因为,实在是太热了,太缺水了。 没有水,万物都无法生长,人也活不下去了。 会下雨,这里已经一二年没下雨了,听说,我们这里是被公主放弃的地方,连公主都不要我们了。 这老者眼神中满是绝望。 下雨,这里已经很多年,很多年没下雨了,而且天气越来越热,他都快忘记,雨水是什么模样了。 公主,是铁扇公主吗? 她要生孩子了,还真没时间来这里,不过没关系,我家主人会让这边风调雨顺的。 这里靠近火焰山那边,以前铁扇公主可以刮风下雨,熄灭火焰山的溶江。 所以,那边还有人生活居住劳作,连带这边也有上百年的村落。 可是铁扇公主很久没来了,这边都没有水了,火焰山那边环境自然更恶劣。 估计,寸草不生,人能活着都是好的。 你家主人,那个焦贵的少爷,他要是有这本事,别说让我给你赶车,我可以让这里所有马贼,都尊你为主人。 那飞骆驼面露鸡讽,那连风沙都不能吹的少爷,还能让这里风调雨顺。 这是哄小孩子,都没经过脑子吧。 呸呸呸,马贼二爷,给我做奴仆我都嫌弃。 还想给主人当奴才,真是痴心妄想。 好了,你会不会做食物,弄烧烤给主人吃一些? 花月影呸呸几声,这飞骆驼实在是太抬举自己了,还想给主人当奴才。 真是痴心妄想。 他最后的那句话,是对那黑兽的小伙子说的,只见那小伙子指点头,表示自己什么都会,这会赶紧点火做饭杀羊。 好在游水,飞骆驼虽然被花月影奚落得不行,但是沙羊包皮是一把好手,只是那黑兽的小伙子做饭赶紧不大行。 肉烤得,不香还黑乎乎的,连花月影都嫌弃。 太差劲了,许子军在这边就好了。 最后,花月影也不吃那人弄的羊肉,而是细心的烤羊腿肉,专门地送给张凡享用。 只是他的手艺也不是很好,张凡吃了一口就摇头,表示给花月影吧。 我可以不用吃东西的,都给你们吧,主人,给你泡杯茶吧,下次,下次我就记住了,把你惯用的东西都带上。 不行,让七姐妹或者许子军都跟上。 此时花月影才后知后觉发现,这一趟出差对于主人来说,实在是太辛苦了。 以后,以后多带些人伺候他。 花月影在这边给张凡泡茶,那边剩下几个人脸上都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这,贵族大少爷可真是浇惯无比。 这么美味的羊腿,居然都吞咽不下去。 这,这怎么能在这里活下来? 花月影的茶水泡好了,张凡喝了一口。 皱眉,这里水质不好,泡出的茶叶都是苦涩无比。 好难喝。 你弄的是这里的地下水吗? 怎么这么难喝? 嗯,这边到处没有一点水,就别说雪山水和山泉水。 我费了很大劲,才弄到地下水。 这地下水质也不好。 这里如果不想办法,估计最多一二年,会变成一片沙漠。 花月影也叹了一口气。 这里生态恶化,没有水。 人想活下来,真的是太难了。 就算是有了芭蕉扇,能熄灭那火焰山。 但是想雨水充足,就得另外想办法。 而且,这里环境如此恶化,没有大量的水源。 这八百里火焰山,送给天地档铺,就是一个巨坑。 主人,这鬼地方,我们吃大亏了。 花月影越想越起,只觉得太不划算了。 火焰山八百里地当给了天地档铺。 天地档铺得让这边风调雨顺。 原本花月影以为,用芭蕉扇把火焰山的大火熄灭掉。 然后,偶尔下一场雨,基本问题就解决了。 谁会想到,这里干燥得厉害。 连地下水都快没有了。 这要保证,这里风调雨顺。 这得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改变这八百里土地的环境。 这一波,好像是亏了。 没事,慢慢来,这里生活的人也很多。 生存的环境好了,八百里可以住下很多人呢。 张凡倒是没在意,这里,因为干燥,都在沙化的边缘,都快变成沙漠了。 不过真要想解决,三界中有水的地方那么多,让黄金龙去东海走一趟就好。 很容易。 两人在一起说着话,却见那边飞骆驼和那小伙子正在狼吞虎咽。 甚至为了食物抢夺起来,那飞骆驼仗着身形彪悍,一把抢过最肥美的羊腿。 打算就是吃不完,留着慢慢吃,这边食物和水,都是最珍贵的。 而那小伙子不声不响,却是死活不松手,他要把羊腿留个爷爷。 而且,这有大半只羊,如果弄得好,可以让他们活半个月。 这些羊肉,是救命用的。 所以那小伙子直接把匕首都拔出来,对着飞骆驼寸步不让, 气得飞骆驼,敢想给他一巴掌,却见鞭子一下子飞出来,把他的手给缠住了。 原来是花月影出手了,而那小伙子趁机把那羊肉抢到手,都塞给了爷爷。 张凡看到这一幕,突然站起来,就走到他爷爷那边蹲下。 你如果想让你爷爷活下来,就不该让他拿这么多羊肉, 匹肤无罪怀必其罪的道理,你懂吗? 何况你是个女孩子,在这里也不安全,我们身后有大批的马贼,都是他的手下的。 我看,到时候你和我们一起吧,保证不会饿死你,还会让你有个家。 张凡的话语,让一边的花月影好飞骆驼都愣了一下, 特别是飞骆驼忍不住多看那小伙子二眼。 很快,他也发现了端倪。 因为光线太暗了,他一直没注意到这小伙子,没有猴杰,果然是一个姑娘。 少爷,我老了,走不动了,是个拖累,我家孙女就交给你们了,求你给他一条活路。 那老头可恕起来,眼神坚定,这一男一女这么干净,而且在这里都能找到水源,跟着这样的人能活下去。 但是他已经老了,走不动了,留着也是拖累。 爷爷,你不走,我也不会走的,要死我陪着你一起死。 这姑娘突然开口了,声音很清脆,花月影此时恍然大悟。 难怪这姑娘一直在装哑巴,她虽然外形能骗过别人,但是只要一开口说话,就瞒不过别人了。 好了,好了,你们用水洗一洗,洗干净一点,明天和我们一起去火焰山。 张凡吼了一句,觉得他们太吵了。 而他这话一说,爷孙两人彼此对事一眼后,眼神中却是有惊喜。 只是张凡让他们洗洗的水,谁也舍不得用。 而是把水烧开后,放到好几个水囊里面,这样就算是一时半会找不到水源,也不用担心会渴死。 花月影看到这一幕,也没说什么,只是提着二个桶离开。 等来的时候,水桶里满满都是水。 除掉张凡所有人都惊呆了,包括那藏在暗处的马贼, 他们还一直跟在马车的后面,而且在暗中亲眼看到花月影在水井中打水。 但是等到他们去水井打水的时候,却发现里面早已经干枯,一滴水都没有。 可是,他们明明看到花月影可以在水井里面打到水,而且有好几桶,这,这也太神奇了。 等到飞骆驼借口去撒尿,听到他手下人禀告这件事情后,他整个人也呆住了。 你们确定,那个姑娘是在水井里打的水? 对,没错,我们五个人十只眼睛都看到了,就是村口那个水井。 那个已经干枯的水井,我们还下去看过。 你里面都发裂了,没水,真的没水。 那几个马贼都非常的激动,以为他们发现了花月影的一个大秘密。 他们在这个地方都可以弄到水,简直就是奇迹。 你们在后面跟着,不要轻举妄动,这两个人不简单。 这点水藏着,留着保命用。 飞骆驼色给他手下二个满满的水囊,越靠近火焰山的地方,水越发得珍贵,这些水都是可以救命的。 根本不能浪费。 这一夜,张帆睡得不安稳,中途他还起来一次。 把自己小印中的黄金龙放出去了,让他去一趟人间的东海,在那边多取一些水来。 张帆倒是没有花月影的那种抱怨。 既然那八百里的火焰山变成自己的,他就要把这火焰山改变成花果山,室外桃源。 让生活在这里的人都能安居乐业活下去。 第二天一早,飞骆驼就老实地起来喂骆驼,准备赶路。 用他的话来说,早晚赶路,中午太热了,必须得休息。 要不然会被晒晕倒的。 这距离火焰山,到底有多远? 花月影有点不耐烦。 这火焰山,怎么还没到? 快了,快了,还有五六天就差不多到了。 这已经,距离不到七八百路了。 原来,这已经还是火焰山的八百里的范围内。 只是骆驼走得特别慢,八百里得六七天才能走完,一天最多也就百来里路。 这样算下来,方圆八百里,其实这面积,其实挺大的。 那姑娘和老者他们上了骆驼,张帆还是坐在马车上,说来也奇怪。 这一路上虽然走得慢,但是居然再也没遇到打劫的。 只是后面跟着的马贼越来越多了。 而从第一天开始,花月影每天都可以提好几桶水回来,甚至还专门给张帆洗澡洗衣服用。 那一幕看的那些藏在暗处的马贼,都要抱走了。 那可是水啊,无比珍贵的水。 却被那个贵族少爷用来洗澡,要知道他们这些人,有人一辈子也就洗三个澡。 出生一次,结婚一次,死亡的时候一次。 但是张帆不一样,他居然每天晚上都要洗澡。 简直,让那些藏在暗处的人,只觉得这少爷奢侈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好在这里的日子过了几天后,天气越来越热,热得随处可见一堆堆的白骨。 而且,那些人脸上都很麻木和冷漠,似乎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在张帆他们这一行人,走到一个石头堆砌的城堡外的时候,被人拦住了去路。 而在那个石头城堡上,有一个巨大火焰标示。 飞骆驼表示,这就是火焰山的城堡,在这里住着火焰一族。 他们世世代代都居住在此时,是距离火焰山最近的人类。 而那些人有黑干兽的,让人无法直视。 而且,有些人身上的穿衣打扮,让张帆想起那天和自己做交易的老者。 那个老者好像是叫莫汉尔,这次他们就是来找他的。 花月营走上去交涉,直接找莫汉尔,却被人用刀剑指着,全部送到一个阴凉的地方集中起来。 而且,看守他们的人都是虎视眈眈,连同飞骆驼的刀,还有那小姑娘的匕首,都给收走了。 不过他们,都偷偷地看了看花月影,见她没说话,谁也没啃声。 这一路走来,他们每天都有新鲜的食物和水。 那食物都是一头头的野羊,甚至几百斤的野牛,谁也是一桶干净的水。 而且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这对于他们来说,花月影就像是神。 偏偏这个神还恭恭敬敬地伺候着那个少爷,尊称他主人。 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可是在不可思议,只要有谁有食物,他们都选择默默地跟从,特别是飞骆驼。 开始的时候,还想过反抗,让手下人跟在后面,想着袭击张繁他们。 可是当他看到花月影徒手提着一个牛和鸡桶水的时候,立刻打消这个念头。 他带着一群马贼的时候,都遇不到一头牛,也找不到水源。 但是这个娇滴滴的小姑娘,每次出去不到一会的功夫,不管是什么动物都能弄到。 而且还能找到水源,这,就是神仙一般的存在啊。 这样的人,他们那里还敢生出反抗的心思。 莫哈尔这些天,都是心事重重的,他的族人不但地倒下,而他愁眉不展,传说中的天地当铺,他也去过一次,甚至献出自己的土地,供奉神仙。 但是神仙还是没有来,天依旧是那么热,他的族人不但地死亡,一切似乎,没有任何的改变。 他甚至都在想,再找不到新的水源。 他们这一族人都要想办法迁移,离开这族族辈辈居住的地方,要不然等待他们的,就是灭族的危险。 他们再没有活路了。 突然有人来报,有一群穿着很奇怪衣衫的人来找他,其中有两个人,干净的就不像是本地人,他们一尘不染非常的干净,就像是昨天刚洗澡的人。 莫汉尔差点就跳起来,他让人搀扶着自己,赶紧出城,等在城门口看到张凡身边的花月影的时候,惊讶地一下子跪倒在地上,眼泪差点就掉下来了。 主人,你们终于来了。 他不敢确认张凡的身份,但是他认识花月影,当初在天地当铺签订契约的时候,就是这个姑娘在旁边,此时他判星星判月亮,总算是把他们给判来了。 等到莫汉尔确定了张凡的身份,他立刻召集全族最重要的人,全部来城门口跪迎张凡。 而且还举行了最盛大的迎接大典,就是把水洒在路上,请张凡的脚踏在那刚洒上水的地面上,一步步地走到这城堡最高的位置。 而当张凡的脚踩下去的时候,四周发出阵阵的欢呼声。 那是对张凡和花月影最崇高的敬意,也是莫汉尔一族最高的礼节。 水,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命,他们愿意把命拿出来,让张凡踩在脚底下,这是对他的一种莫大的尊重和崇拜。 而莫汉尔所有的族人,此时穿戴上节日的盛装,开始在歌在舞,一直围着张凡和花月影,他们跳舞,那脸上的笑容丝毫不作假,看着格外的纯真。 只是天气太热了,那些人狂欢不到一个小时,就又有人晕倒了。 而晕倒的人被人抬下来,喂一点点水在那边休息。 城中类似这样的人太多了,大多数人都躺着不能动弹,只盼着天上能下一场雨就好。 那飞骆驼一直和那姑娘一直都跟着张凡,寸步不敢离开。 他们也万万没想到,张凡居然会是火焰城堡的主人,也是这八百里火焰山的主人。 只是这火焰山太热了,这边也没有水。 但是,跟着他,好歹死不了,还能活下去。 主人,这里很干燥,地下水几乎干枯了,这边水井里都弄不到水了,整个城里,也只有这城堡底下有一口泉眼。 花月影可以控水,自然是对于水源十分敏感。 他发现这个火焰城堡,那么多居民,但是水井都干枯了。 只有这老族长请他们去的地方,还有一口泉眼,这一个城的人都靠着这口泉水活着。 难怪这里的水源就是命,那是因为真的太少,太少了。 嗯,告诉莫哈尔,我一会去火焰山,芭蕉扇我已经带来了,先把火焰山溶浆给熄灭了, 然后你去火焰山吸收三味真火,我再让黄金龙把东海的水运过来, 在火焰山顶造出一个天池来。 这火焰山方圆八百里内,几乎是一个沙漠。 就算是用芭蕉扇把火焰山的火熄灭掉,没有大量的水, 人们连生存的环境都没有,就根本没办法把这里变成绿洲,变成天堂。 它的土地,它的子民,怎么可能过得那么惨? 这里没有水,大不了造一个天池,让天池的水源源不断,日夜不停地往下流。 八百里,有那个天池,它可以让这里变成沙漠中最美的绿洲, 让火焰城堡包括周围的人都变成人间的天堂。 好,我这就去办。 花月银也看到这里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 它们得快一点,要不然还会有更多的人死亡。 而且,来的那几天,它们已经把这火焰山周围八百里, 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把这里变成人间的乐土。 张凡的想法很不错,可是还没开始实施, 就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火焰山面积太大了,芭蕉扇是可以熄灭, 但是最好的办法是飞上天去,这样比较快。 但是芭蕉扇的口诀,只能张凡驱使,花月银都不行。 现在问题是,张凡还不会腾云驾雾, 最多也就骑在黄金龙的头上, 或者张凡在想,骑在花月银身上。 似乎也不是很合适。 我带着主人你腾云吧,实在是不行, 就飞低一点,或者慢一点。 最后还是花月银没法子, 表示带着张凡飞,像上一次他们去广寒宫一样, 先想办法把火焰山的荣浆熄灭掉, 然后把三位真火找到。 莫哈尔听说张凡要去火焰山, 带着全族的人都来送行, 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是那一双双期盼的眼神, 炙热无比。 此时,他们把全部的希望都压在了张凡的身上。 要是还不行, 他们只有离开这里, 远走他乡了。 在众人注视中, 花月银招来了一朵云彩, 整个人踏上云朵之间, 顺手挽住了张凡的胳膊, 看着两人站在一起, 风轻云淡的。 其实花月银也有点着急, 太热了, 哪怕在云朵之上, 都感觉像是在火炉中烤。 估计普通人靠近火焰山的话, 不出半个小时都会脱水而死。 太热了。 而此时他们位置, 距离火焰山还有上百公里, 只能远远地看到那高耸露云的山峰, 喷出一团团的火苗, 那热气喷的人的头发, 简直都要烧焦了。 张凡伸出了手, 露出那个小惊印, 而他嘴里念念有词, 很快惊印不见了。 他的手里出现一个小小的金色的芭蕉扇, 那芭蕉扇迎风就长, 一下子变成一米多长, 张凡心里也不慌, 念动了一下咒语, 对着那熊熊燃烧的火焰山, 就是三下。 只见狂风呼啸飞沙走时, 天一下子暗淡下来, 那些本来就是欢送张凡的火焰山城堡的人, 此时一阵欢呼声, 有人都跳了起来。 已经快三年了, 这里就没下过一次大雨, 也没有像今天这样, 昏天地暗的一看, 就是要下雨的架势。 这要是真下雨了, 那比过最盛大的节日, 还要让人开心。 飞骆驼此时浑身发抖, 脸色苍白, 天呀, 他是有多大的胆子, 连在天上飞的人都敢抢, 真是找死呀。 这次没事, 以后他会多白白菩萨。 火焰山的火苗似乎熄灭了, 周围的温度也降低了很多, 这让张凡心底一喜, 这芭蕉扇的效果很强了, 真不错。 张凡索性再来了二扇子, 却见天上乌云密布, 雷鸣火闪得, 瞬间天都黑了, 然后痘大的雨滴就落了下来, 有人发出一声的尖叫。 下雨了, 终于下雨了, 快, 下雨了, 终于有雨水了。 无数的欢呼声音汇聚在一起, 响彻整个火焰山城堡, 就看到无数人把家里能装水的东西都拿出来, 锅碗瓢盆, 都放在地上接雨水。 水, 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最珍贵的东西。 而且不少人, 都站在雨水中欢呼不已, 开心地大喊大叫, 欣喜若狂, 那种狂喜是会感染人的, 所有人脸上都洋溢着, 怎么也掩饰不住的笑容。 在雨水中哭着笑着跳着, 让雨水滋润着自己的身体, 在大雨中, 身体也能被洗刷得干净, 多少人, 只有在结婚的时候, 才会认真地洗个澡。 而今天的大雨, 却是让所有人都能在雨水中冲洗干净。 那种喜悦, 发自内心的那种喜悦, 让在云端之上的张帆, 都可以感觉到, 原本有点累的身体, 此时也忍不住笑了。 这场大雨, 来得实在是太及时了。 花月营, 你去找三位真火, 这火焰山上, 最珍贵的, 不是八百里的土地, 是三位真火。 这火焰山方圆八百里的地方, 张帆并不是特别的在意, 只是觉得环境太恶劣了, 尽量弄好点, 要不, 有损他的名声啊。 至于三位真火, 就是让花月影练习控火的能力。 嗯啊。 雨还在继续下, 张帆则围着那火焰山看了一圈, 很快发现一个地势相对低的地方, 那里要是再凹下去, 可以弄成一个天池。 当然, 就算是不像天池, 它也可以动手改造, 把这天池弄大, 然后装上东海的水就好了。 花月影送走了张帆, 自己重新落到了火焰山的山头, 这边原本有那么多岩浆, 说不定三位真火就在这里, 所以, 花月影很用心地寻找。 这火焰山不像其他的地方, 这里的火都是天火, 只有找到那三位真火, 并且炼化掉, 才能彻底解决这边的隐患。 而且还能得到最好的火苗, 一举二得。 当初主人答应莫汉尔, 就是因为火焰山的火, 跟别处的不一样。 可惜, 花月影为着那火焰山找了一圈, 不知道为什么, 岩浆没有了, 但是他也没有感觉到三位真火在那里。 似乎, 一场大雨过后, 连火的气息都没有了。 怪事, 花月影不死心, 索性那里都不去, 就端坐在那熄灭的熔江旁边, 然后闭上眼睛, 静静地感受着周围的变化。 他倒是要看看, 那三位真火到底去那里了? 雨继续在下, 但是有轰隆的声音从火焰山上传出来, 有人好奇地向那边张望, 但是更多的, 还是用盆子来接水。 这样从天而降的雨水, 对于他们来说, 实在是太难的了。 简直就像是老天爷, 特意地恩赐, 所有人都沉浸在这里狂喜之中, 直到一声巨响, 才让所有人都惊恐不已。 什么声音? 这么大的暴雨中, 有这样声音, 是不是山崩地裂了? 快看, 大家快看, 火焰山, 火焰山那边出事了。 有人惊呼一声, 这声音不大, 但是却让所有狂欢的人都停止了动作, 奇奇地扭头, 看向火焰山那边。 只见那边原本滚滚地炙热的红色绒浆, 此时居然消失了。 这还不算是让人惊讶的, 让人惊讶的是, 那原本高耸入云的山峰似乎变了模样, 好像真的是山崩了, 那个山顶不见了。 看到这一幕的所有人都慌了。 火焰山虽然炙热, 燃烧了几百年, 但是这可是他们的神山, 传说谁要是动了神山, 他们这些人只有死路一条。 有人跪下来, 冲着火焰山磕头, 一边磕头, 一边喃喃自语地祈祷, 祈祷火焰山的山神千万不要发怒。 他们祖祖辈辈住在这里, 从来就没有见过, 火焰山上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哪怕每一次的熔江爆发, 也没有像这样, 整个山顶就像是削平了。 雨继续在下, 但是所有人都跪在地上, 脸色苍白, 都不知道接下来的会有什么样的灾难。 莫哈尔领着族人跪在雨水中, 不住地朝着火焰山跪拜。 他们的脸上都惊恐不已, 这刚刚下雨有了希望, 真的不希望接下来火焰山会倒掉, 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飞骆驼和那姑娘也跪在了地上, 面色紧张, 惶恐不已。 一座山峰的被削掉, 那该是多么大的力量, 会是谁做的? 飞骆驼想起了那个干净的 一尘不染的姑娘, 心底打了一个哆嗦。 神仙啊, 神仙的手段啊, 除掉他, 他无法想象, 还有谁有这么大的手段? 碎石乱飞, 花月隐黑着脸, 到处寻找着, 三位真火, 三位真火到底去那里了? 这么大的火焰山, 荣江已经熄灭了, 三位真火应该还在? 难道是躲到了地底下去了? 不行, 自己要把他得找出来, 哪怕把山头给扫平了, 他也得把这三位真火给找出来, 当初主人和这里老者签订契约, 可不是看中八百里的火焰山, 他看中的, 可是火焰山里真正的精华, 三位真火, 控制了三位真火, 才算是能控制住天下的火焰, 真正的学会控火, 可是现在这三位真火都找不到了, 花月隐有些急, 目光在火焰山中到处寻找, 而天空中, 一个巨大的金银形状的东西, 不住地砸那火焰山, 下的火焰山, 那已经缩到火焰山底部的溶浆, 都不敢轻举妄动, 只是紧张地注视着外面的变化, 那个男人好强, 手里的金银更强, 要是一个不小心被发现, 肯定会被灭掉的, 咦, 那个女人似乎有点不对劲, 她实力似乎被压制了, 比起那个男人差多了, 比起那金银更差, 是不是可以从他身上想办法逃出去, 这里太危险了, 地下的那些熔江像是有了生命一般, 不住地在地底下流动着, 然后快速地靠着进着花月营, 然后盯着她注视了几秒钟后, 迅速顿走, 咦, 刚才有人在偷窥我, 谁, 谁, 正在闭目养神的花月营猛然睁开了眼睛, 四周查看一番后, 却是大吃一惊, 以为眼前景色已经变了, 原本一直喷发岩浆的炙热火焰山, 被张帆用金银给砸出一个巨大的天坑, 那坑可真大, 一眼望过去, 似乎都望不到头, 比原本的火焰山间还要大出许多, 而那天空雨还在不停地下着, 天空中一条金龙的龙在云端之中时影时现, 而且油水从天空之中倾盆下, 水都往那巨坑中流去, 涓涓溪流都会进了巨坑之中, 这雨下了一夜, 这个火焰城的人们也是一夜未眠, 有惊喜有担忧, 也有害怕, 莫哈尔一直在等待着, 等待着张帆他们归来, 可是等了一天一夜, 雨水眼看快要停下来了, 张帆他们还没见回来, 而火焰城的子民们, 一个个脸上笑逐颜开, 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样, 开心富足过, 因为每家, 每户都储藏了非常多的雨水, 这些雨水足够他们和牲口生活很长一段时间, 要是这其中再下一次雨, 今年生活就无忧了, 飞骆驼这回也坐不住了, 他带的那些人, 本来也是附近的村民, 因为实在是活不下去了, 这才聚集在一起, 抢劫为生, 而且, 他们也有自己的村落, 也有自己居住的地方, 在那里妇女老幼, 也都在种粮食和庄稼, 这次有了水, 粮食肯定有好收成, 下半年都不用担心饿肚子, 而去抢劫了, 而且, 那个张先生不在, 花姑娘也不在, 这就是说, 他要是想离开, 这次是最好的机会, 可是走不走, 飞骆驼很犹豫, 自己在城外不停地乱逛的时候, 眼神都是看向火焰山的山峰, 想一想月影姑娘的厉害之处, 飞骆驼叹一口气, 不走了, 月影姑娘这么厉害, 就是做她的奴仆, 都是万幸万幸, 这个时候就是有机会走, 她也不会走, 而且, 花月影在那个村子捡到的老头和她孙女, 这回也没有离开, 不过他们, 还是想着会村子, 因为这个叫大米的姑娘, 担心爷爷身体, 而爷爷一直想落叶归根, 最后, 肯定要老死在村子里才安心, 至于一个好好的姑娘, 为什么叫大米, 飞骆驼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大米在他们这里, 是顶顶金贵的东西, 所以心疼孩子的父母, 给自己的姑娘取名叫大米,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还有叫小雨, 大米, 和苗的, 都是家里父母, 最喜欢最看重的孩子, 大米姑娘, 我是打算在这里等着张先生和月影姑娘, 不过我那边也有兄弟带消息过来, 说是都下雨了, 庄稼能收一计, 估计饿不死人了, 飞骆驼脸上还是那道伤疤, 但是疤痕已经很淡了, 对此飞骆驼蛮不在乎, 月影姑娘抽的, 这是荣耀, 一个大男人, 身上没点伤疤, 都不好意思, 说自己是男人, 我, 我也想再等几天, 要是月影姑娘他们不回来, 我打算回到原来村落, 因为月影姑娘当初是想让我们 活命, 才会带着我和爷爷的, 有了这场雨, 我们就能活下去了, 在哪都是一样的, 大米则打算实在是等不到花月影, 就带着爷爷回村里, 他的想法, 就是让爷爷在村里落叶归根, 能安心地离开, 等送爷爷走后, 他再过自己的生活, 就好, 两人正在这里说这话, 目光还是一直都落在城外的那条大路上, 因为这条路, 是唯一通往火焰山的路, 当初张先生和花月影姑娘, 就是从这条路去火焰山的, 他们要是能回来, 就只有从这条路回来了, 哎呀, 飞骆驼大哥, 你看, 你看那边是谁回来了, 大米突然眼睛都亮起来了, 因为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只是这个身影有点奇怪, 居然只有一个人, 是月影姑娘, 月影姑娘, 他回来了, 咦, 怎么就没看到张先生, 飞骆驼激动地直搓手, 赶紧往前冲过去, 他可是眼巴巴地, 一直守在这条路上, 这次看到花月影的身影, 自然是要冲上去, 等看到花月影的时候, 连忙冲着他行李, 还不住地打听, 问张先生怎么没回来, 火焰山那边不稳定, 张先生留在那边了, 我就掀下来了, 你们怎么在这里, 打算做什么? 花月影有点惊讶地 看着面前这二个, 对他十分恭敬的二个人, 没有说话, 等到这二人恭恭敬敬地告诉他, 一直在这里等着他的时候, 花月影脸上的表情 似乎有点微妙, 看得出来还是很高兴, 最后等到他弄清楚, 大米想回到原来的村里, 而飞骆驼也提到 原来他们马贼聚集的山里, 但是他也说, 不管做什么, 肯定是要跟着月影姑娘, 他们都听月影姑娘的, 那我去飞骆驼住的地方吧, 大米要是愿意, 你就跟在我身边做一个丫鬟, 可以带上你爷爷, 你要是不愿意, 你就回原来的村落生活, 都可以, 花月影做出的决定, 让飞骆驼是喜出望外, 太好了, 月影姑娘居然要去他那里, 真是让人惊喜啊, 月影姑娘可不是普通人, 要是愿意维护他们的话, 他们所有的马贼都可以过上好日子, 嗯, 我只有一个请求, 就是爷爷身体不好的时候, 我想送他回村子落叶归根, 可以吗? 没问题, 花月影是一口答应了, 大米这边也喜滋滋的和飞骆驼一起, 他们都回到马贼住的山上, 这边因为下了异常雨水, 山上杂草众生, 而很多人正在除草, 花月影看到的时候, 随手一挥, 那漫山遍野的杂草就开始燃烧起来, 而这一幕让前来迎接他们的马贼是目瞪口呆, 然后跪在地上不住地膜拜着花月影, 这让花月影一颗心突然松懈下来, 笑眯眯地点点头, 打算就在这里住下, 可还没过一天, 就有人匆匆忙忙地来报, 有人要来站山头, 是他们的死对头山鬼那边的人, 一直想趁着飞骆驼不再来占便宜, 这个山鬼也是一个马贼, 他们人数众多, 但是最厉害的山鬼和飞骆驼交手过, 却是一次都没有打赢过, 所以他就只敢趁着飞骆驼不再的时候, 想来吞下他的寨子, 等到他回来就会无处可依, 最后的下场还是死路一条, 山鬼就可以完美地干掉了飞骆驼, 可惜山鬼的人却没想到, 飞骆驼不但回来了, 还请回来一个花月影, 他们人在那里, 带我去, 还有附近有谁敢看你们不顺眼, 统统的, 全部的都干掉, 花月影一发话, 飞骆驼, 那个高兴呀, 洗的嘴巴, 都合不拢, 等到他们站在身后, 带着上百人的山鬼面前的时候, 花月影根本就没废话, 只是看着那脸色有点难看的山鬼, 看到他坐下那匹火红的马匹的时候, 冷哼了一声, 我不喜欢这匹马, 花月影这句话刚落, 就看到那匹马突然跳了起来, 把马上的山鬼, 一下子甩到了地上, 气得那山鬼觉得, 在这么多人面前落了面子, 手里拿着鞭子, 就想给这畜生挤鞭子, 却见, 那匹红色的马一声惨叫, 他身上居然着火了, 然后熊熊的火焰不住地燃烧着, 让那匹马金恐不已不住地跳跃着, 狂奔着, 往山鬼那些手下那边跑, 引得那些严阵以待的马贼, 此时全部慌了, 骑着的马匹也不受控制, 一个个像是受到巨大的惊吓, 发疯一般地把身上的主人摔下马, 还用蹄子践踏, 一时间场面瞬间失控, 那飞骆驼长大嘴巴, 久久不能合拢, 吃惊地看着花月影, 这也太厉害了, 有花月影姑娘在, 那是所向披靡, 谁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呀, 这山鬼被马屁摔在了地上, 还没挣扎着起来, 就被飞骆驼的人用刀架在了脖子上, 然后再看自己带来的那些威风凛凛的手下, 得了, 全部被人收拾了, 而那条闯祸的枣红马, 此时浑身都是火, 挣扎着撕叫着, 往山下冲去, 却还没有冲到一百米远, 就扑通地倒下, 只剩下熊熊的火焰, 还有一阵阵皮毛烧焦的味道, 而那团火还在烧, 烧得那匹马不准地翻滚着, 往有泥巴的低洼处翻滚, 虽然最后身上也有泥巴, 但是也被烤干了, 很快被烧死了, 发出阵阵肉香, 看到这一幕的山鬼, 脸色苍白, 浑身都在发抖, 只有坐在马屁上的他, 才感觉到异常的震撼, 因为他明明没有看到火焰, 但是自己坐下的这匹马, 却被活活地烧死, 要是这人目标是他, 人还不如这马, 估计几个呼吸的功夫, 也就烧成了黑炭, 这, 飞骆驼本来就彪悍无比, 再有了这样本事, 这, 整个火焰山一带, 恐怕他就是王者, 谁也不敢再生出和他作对的想法了, 我投降, 我愿意归顺, 只要留我一条命, 我愿意奉飞骆驼, 大王为主, 那山鬼虽然也是刀口上填写的人, 但是他也很惜命, 跟知道力量的悬殊, 原本自己想仗着人多势众, 还想占便宜, 一看这飞骆驼今非昔比, 立刻就怂了, 马上投降, 反正只要有口饭吃, 有飞骆驼这棵大树, 说不定会让他活得更好, 山鬼, 你不是奉我为主, 咱们都得听月影姑娘的, 她才是这火焰山的王者, 快, 想活命的都跪下, 求月影姑娘收下你们, 飞骆驼可不敢拖大, 他脸上的鞭子还是花月影赏刺的, 他还是花月影的奴才, 此时这山鬼能不能活命, 也只能看花月影姑娘怎么想, 她想杀了山鬼, 自己也只有遵命的份, 在这里, 能说话的发号失令的, 也只有花月影, 以后这山上, 自然也只能她说了算, 西西, 留下, 都留下, 飞骆驼你看着办, 不听话的可以杀掉, 听话的就留下来, 为我们所用, 对了, 我还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问你, 花月影此时两只眼睛亮晶晶的, 脸上充满兴奋, 而她的话语和表情, 让飞骆驼心底咯噔一下, 好慌, 月影姑娘的表情, 怎么有点不对劲, 记忆中, 她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样兴奋过, 似乎什么东西, 都不被她放在心上, 不, 如果说那些天, 有什么东西能让花月影姑娘很紧张的, 就是那个秀气的贵公子, 就是那个干净不像话的张先生, 花月影姑娘都嫌弃她们, 笨手笨脚, 不会伺候人, 张先生都是她亲力亲为, 哪怕端茶倒水, 都是她亲自来做, 生怕向自己或者大米, 冒犯了张先生, 让张先生不高兴, 而且, 只要是张先生发了话, 说的什么事情, 花月影姑娘可没说过一个不字, 虽然只是短短几天的时间, 飞骆驼可是明显地感觉到, 要是得罪了花月影姑娘, 也许只是被抽几鞭子, 但是如果得罪了张先生, 哪怕张先生不说话, 花月影姑娘都会把人弄死, 可是, 这见到花月影姑娘, 这都一天了, 都没见她提到过张先生, 而且, 她这明显有点不对劲, 收服一个山鬼而已, 她怎么会这么高兴, 所以对于花月影姑娘问她话的时候, 飞骆驼没有来得有些紧张, 月影姑娘, 请讲,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死对头, 或者对手之类的, 或者其他的山贼, 统统的都告诉我, 我要全部把他们收编过来, 由你来帮着统领, 花月影这话, 让飞骆驼又喜又惊讶, 这会指的告诉她, 在火焰山一带活动的, 还有好几伙山贼, 像山鬼这样的, 都算是势力大一点的, 有些纯粹就是一些村庄的老百姓, 活不下去了, 脸一蒙, 就成了山贼, 这样的实在是太多了, 花月影姑娘, 如果想收服的话, 最少有上千人, 就怕需要时间久一点, 因为不好找, 没事, 我有的是时间, 西西, 我要组建一只彪悍之士, 花月影喃喃自语, 她太没有安全感了, 要是手下有些小喽啰, 哪怕就是去送死, 人多了, 估计那个人也会有所顾忌, 她总不会把人命当成玩笑, 很快, 花月影不但收服了山鬼, 还顺便把山鬼的地盘, 也给接收过来了, 还有一些飞骆驼的敌人, 一个个都被花月影干掉了, 这不到几天的功夫, 飞骆驼已经名震火焰山一带, 成为所有马贼的老大, 而且在她的手下, 足足有上千人, 这是以前她从来就没有想过的事情, 上千名马贼啊, 这看着都让人发愁, 好在她还没想着, 怎么样活这些人, 火焰山发生了一件大事, 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 因为火焰山顶, 居然有水流下来, 这是从风雨交加的那天晚上开始, 这水越流越大, 开始只是涓涓溪流, 后面就变成一条小河, 慢慢地就变成变成一条十多米宽的大河, 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 河水, 这在火焰山最近上百年, 不, 几百年来都不曾有过, 只有五百年以前, 似乎这边也有过河流, 有过蜂窝的土地, 看到河流的人们都疯了, 跳到河里去洗澡, 拼命地用罐子去装水, 他们从来没有想到, 水可以变得随时可以取, 不用再担心, 会不会渴死, 而河流, 二边开阔的地方, 有人开始建房子, 有人开始种庄稼, 也有人开始把这些河水往家里引, 然后修建一些储水的小水塘, 类似这样的事情多了, 莫哈尔开始带领着族人, 管理这条河, 因为这条河水的源头, 就在火焰山的山顶, 就像是天上的水流下来, 所以这条河就叫天河水, 这条天河水, 无论是流到那里, 那里就变一片的绿洲, 就会引得人在那边定居, 原本一些废弃的村落, 也开始慢慢有人居住, 至于那原本以为无水, 被人扔掉的田地, 也开始有人抢着耕种, 只是更多的人担心, 那天河之水会有变小, 或者有一天没有了, 所以, 莫哈尔带领着族人, 艰难地爬到了天河水的源头, 却惊讶地看着张帆, 正在湖边观察着水势, 而那原本巨大的坑, 已经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天池, 无边无际的水, 灌满了整个天池, 让看到这一幕的莫哈尔, 率领着族人, 一下子跪在了张帆的面前, 此时, 他们终于明白了, 这天河水是从哪里来的, 还有那场救命的大雨, 是从哪里来的, 都是眼前这个年轻人赐雨的, 我无上的神底啊, 是你救了我们所有人, 赐给我们雨水和天河水, 这里以后就叫神池吧, 这里将是我们的圣地, 你是我们族中唯一的神, 也是唯一的主人, 莫哈尔跪在地上, 老泪纵横, 他们是一群被神仙抛弃的人, 要不然, 这几百年来, 为什么一直生活在炙热之中, 一直没有谁肯来, 解救一下他们, 就连以前的铁扇公主, 也只是, 偶尔会让火焰山的戎江熄灭掉, 那个时候就会下雨, 不过雨水很少, 只能让他们艰难地活下去, 但是想种庄稼, 种粮食, 养活牲口却是不行, 几百年来, 他们一直在死亡的边际挣扎着, 做梦都不敢想, 有一条会有一条天河水, 从天而降, 他们也可以过上, 不用担心水源, 只要肯动手, 就饿不死的好日子, 真是让人做梦都不敢想, 有了这条河, 这边就可以真的过上风调雨顺的日子, 嗯, 我们的契约已经完成了, 以后火焰山这边, 完全可以风调雨顺, 你们可以修建水渠和池塘, 用来饮水, 或者浇灌庄稼, 不过, 我还要在这里等几天, 因为有样东西, 始终没有找到, 张帆设想的天池水, 已经给弄好了, 有了这神池的水, 这八百里的火焰山, 就会变成世外桃源, 人间的乐土, 这里的人就再也不用担心, 以后会被渴死, 也不用担心, 庄稼没有收成, 更不用担心, 以后会干旱的人, 没法子活下去, 只是, 这风调雨顺, 还有附近八百里的土地上生活人, 是没有后顾之忧了, 只是他想要的东西, 却一直隐藏着, 让他们无处寻找, 当初签下那契约, 张帆可是冲着那三位真火去的, 因为要让花月影, 找到三位真火, 并且炼化它, 完全吸收后, 它就有了控火的能力, 可是, 这三位真火, 不见了, 张帆在这天池几天, 在等着天池水满的时候, 也在感觉这火焰山的变化, 原本八百里火焰山, 之所以那么炙热, 是因为有三位真火落下来了, 然后这三位真火, 在自己拿出金印后, 砸出天池后, 那气息就完全地不见了, 似乎一下子消失掉了, 然后变得无影无踪, 怪事了, 三位真火不可能消失了, 肯定是藏在哪里, 说不定是地底下, 说不定就在这天池附近, 一直隐藏在暗处, 只是这东西, 气息掩藏得真好, 这几天, 张帆居然一直没感觉到, 他具体的位置, 自然也是无从抓紧, 而且, 张帆看着天池谁也快满了, 这谁也流了下去, 只要控制着水流, 让这天池水常年都保持不干枯的状态, 过不了多少年, 火焰山都会变成一片绿色, 不知道尊主有什么东西没找到, 我可以让我的族人, 四处散开, 让所有人都去寻找, 我们能为神底做一些事情, 会感觉到格外的荣幸, 莫哈尔关切地看着张帆, 非常主动地表示, 他们愿意帮着寻找神底需要的东西, 你们找不到的, 我刚好有点时间, 索性在这四周转转就好, 说不定会有所发现, 对了, 我当初留下的几个仆人可还在, 三位真火, 不是凡人可以感觉到的, 而张帆觉得, 天池到处都是水, 会不会把三位真火的气息压制住了, 所以他打算巡视一下这八百里火焰山, 体察一下明晴后, 顺便也寻找那三位真火, 如果万一寻找不到, 自己可以先回天地当铺, 但是让花月影留下来就好, 尊主走后, 你那几个仆人也离开了, 因为他们都是你的人, 我们在他们离开的时候, 并没有阻拦, 还特意每人都送了一些礼物, 让他们留下地址, 说是如果有需要, 我们会和他们联系的, 尊主需要召唤他们回来吗? 莫哈尔有些担心, 他并不知道尊主这几个仆人是怎么回事, 但是他当初也不敢得罪, 飞骆驼和大米要走的时候, 他还都送出礼物, 让他们留下地址, 说是方便以后联系, 这已经是高看他们了, 只是没想过, 他们没有尊主的命令, 怎么会离开? 没事没事, 我就是随口一问, 张帆笑笑, 他骨子里没有那种尊卑, 只是顺手救下的人都是他的子民, 以后不管是在那里生活下去, 只要能活命, 日子都会越过越好, 这样他也没啥好担心的, 当初收留他们的初衷, 也不过是让他们过得好而已, 很快, 张帆在莫哈尔的宫营下, 离开了火焰山顶, 此时已经被命名为天池, 或者叫神池, 因为这里有水, 由火焰山居民赖以生存的水, 张帆下山的时候, 受到了神明一样的接待, 他一下子, 就看到跪在天和水两边密密麻麻的人群, 无论老幼大小, 全都以一种绝对的膜拜, 扑伏在他的面前, 那种发自内心的感激, 让他有些惊讶, 他见过这些老百姓, 因为没有水, 活得很狼狈很苦, 所以才想着, 熄灭火焰山的溶江后, 顺便弄出了天池水, 也算是完成了当初和莫哈尔的契约, 却没想到, 他只是开出一条天河水, 会受到那些民众的无比的拥戴, 那些男女老少, 无论老幼还是年轻人, 一个个都在喃喃自语, 向他叩拜摩拜, 此时, 自己在他的心目中, 已经不是凡人了, 那是神仙, 降落在火焰山的神仙, 甚至有人匍匐在地上, 一定要恳求张凡, 从他们后背上走过, 以为只有这样, 他们才感觉自己, 是被神明眷顾的子民, 还有一些人, 跪在地上, 不住地哀求着, 这让准备离开的张凡, 停下了脚步, 你们, 有何事? 看到眼前一群人, 眼神中期盼的目光, 张凡停下脚步, 刚才有人要自己, 从他们后背走过, 他没答应, 觉得有点脏, 而且不习惯, 没把人踩在脚下的习惯, 哪怕他们脏兮兮的, 那也是人, 神明啊, 我们想抚摸亲吻一下你的脚, 以表达我们对你最崇拜的敬意, 这是我们一生的荣耀, 领头的是一个老者, 站在他身后的是上百人的队伍, 都跪在地上, 亲吻脚, 这, 张凡有些无语, 这都是什么习俗, 一个比一个难以让人接受, 尊主呀, 他们也是火焰城的居民, 也是火焰城除掉我们之外, 最大的一个家族, 他们家族的人善于经商, 把我们火焰山的宝贝, 运到外面去, 把外面的好东西运回来, 他们是火焰城最富裕的家族之一, 他们也是想做你的奴仆, 表达对你的敬意, 不同于刚才哀求, 想让自己踩着他们后背走的那些人, 莫哈尔小声地在张凡的耳边介绍, 原来那个老者和莫哈尔的地位差不多, 也是这城里另外一只古老家族的族长, 莫哈尔一族控制着火焰城的军队, 还有水源, 然后管理着一个城, 而这个老者的家族, 则靠着巨大的财富, 在火焰城也站稳的脚跟, 对于莫哈尔来说, 这个家族和他们联姻最多, 也是他们最强的盟友, 所以, 此时莫哈尔会为这个老者说话, 哦, 那既然这样, 我就接受你们的好业, 张凡看到莫哈尔哀求的目光, 再看看这些人似乎要干净一点, 似乎都换了干净的衣衫, 穿着也讲究一点, 这才点点头, 示意他们可以亲吻自己, 不过, 得保证每个人都沐浴过, 手脚都得是干净的才行, 不然, 不接受他们亲吻自己的脚尖, 是, 尊主放心, 我会在这里举办一个盛大的赐福仪式, 让火焰城里想来叩拜尊主的人, 都能有幸得到你的赐福, 莫哈尔听到张凡答应了跪下地上老者的哀求, 心底大喜过望, 尊主的威望太高了, 他们作为尊主的奴仆, 原本是控制着军队河水员, 现在水员不愁了, 为了让他们的管理, 能像以前一样顺利, 实在是很需要, 得到尊主的信任, 要是尊主能给他们一个举办盛大赐福仪式的机会, 莫哈尔一族, 还能是这火焰城尊主的最体面的奴仆, 看到莫哈尔大喜过望的表情, 考虑到自己很快会回到人界, 回到天地当铺, 这八百里的火焰山, 还是会交给莫哈尔打理, 那么就需要赐给莫哈尔一些权利, 而自己此时被众人拥戴, 当成神明的时候, 正好可以给莫哈尔一族数威, 毕竟自己离开后, 这里他还是打算让莫哈尔一族代为管理, 如果他们做得不好, 自己才会考虑坏人, 所以张凡点点头, 表示可以回到火焰城里面休息, 然后给莫哈尔一天的时间, 让他筹备盛大的赐福仪式, 得到张凡首肯的莫哈尔一族, 惊喜过望, 尊主不愿意踩着人的后背行走, 但是愿意接受一些沐浴后的奴仆, 跪下来亲吻他的脚尖, 那么他得马上通知所有的族人, 今晚上都得洗刷干净, 要把自己洗刷得像出生的婴儿那样干净, 然后跪在地上亲吻着尊主的脚尖, 张凡被迎进了火焰城最好的位置, 住下,那里有一口泉眼, 而且在不远处还有一个池子, 池子里有干净的地下水, 这里守卫森严, 曾经被莫哈尔一族视为最神圣的地方, 莫哈尔一族正是掌控这个底下泉眼, 有水源才能控制着火焰城, 而此时, 他们视为神圣之水的水池, 张凡正在里面洗澡, 他习惯了人家的生活方式, 每天都洗澡, 出汗换衣服洗澡, 每天保持着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 这在人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是在一生只洗三次澡的火焰城来说, 就是最奢华的事情, 当然, 他是神底, 他做什么别人只能跪拜, 没有人发出任何的疑问, 有轻盈的脚步声传来, 有妙慢的女人穿着薄薄的纱衣, 然后翘无声息地走到了张凡的身边, 半跪在地上, 伸出纤细的手指来帮着张凡沐浴, 哪怕是逼着眼睛, 那些人的脚步很轻, 张凡也知道, 来了四个姑娘, 她的目光在这些女人身上扫了一眼后, 看到一二个有些熟悉的人, 那穿红色沙衣的, 好像是莫哈尔的孙女, 看到张凡的目光扫落过来, 那穿着红色沙衣的姑娘羞涩地低下头, 手上却不慢, 帮着张凡按摩着身体, 都出去吧, 这些姑娘应该是莫哈尔一族进贡的, 让他来享用的, 尊主, 爷爷说, 你是我们一族的神底, 能伺候你, 是我们无上的荣耀, 我们是心甘情愿的, 那穿着红色沙衣的女人, 忙跪在地上头都不敢抬起来, 她是莫哈尔的孙女, 也是他们族中最漂亮的姑娘, 也是整个火焰城中, 所有男人心目中最美的女神, 所以, 她才会被有幸选择, 来伺候尊主, 要是被送出去, 她会被爷爷责罚的, 因为尊主对于他们一族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了, 只要你们不心怀二心, 善待火焰城周围的子民, 这里还会是你们帮着打理, 张凡说完这些, 就闭上了眼睛, 示意这些姑娘可以出去了, 说实话, 火焰城的女人, 她看不上, 火焰城最美的女人, 不要说和花月影比了, 就是比亲信和阴柔柔, 或者七姐妹中任何一个, 都没有一点的可比性, 差距太大了, 一个个黑黑的, 虽然也把自己努力洗得很干净, 可张凡总觉得这些人, 洗一次凿, 肯定洗不干净, 这水池子不大, 她怕这些姑娘们下来后, 会把本来干净的水池子, 弄得浑浊起来, 那就不美了, 看到张凡这副模样, 那穿着红色沙衣的姑娘, 鼻子有些酸, 眼睛也红了起来, 一滴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似乎下一秒就要落下来, 可是他们不敢哭, 只敢跪在张凡面前行礼后, 又悄悄地退下去了, 莫汉尔和他几个儿子, 一直焦急地在那边踱步, 然后不时看看桌边的沙漏, 算计着时间, 要是红儿这次能得到尊主的喜欢, 咱们一族的地位, 谁也震撼不了, 而且, 不要说以后的火焰城了, 就是更远的地方, 也能被我们掌控, 正说着话的莫汉尔, 突然抬起头, 就看到已经包裹了一层衣衫的孙女, 满脸的泪水站在自己的面前, 正在小声地哭泣着, 而他在看眼前的沙漏, 进去时间这么短, 尊主, 让我们兜出来, 谁也没有留下来, 什么? 你们是不是哪里惹尊主不高兴吗? 你们已经是我们火焰城中最美的姑娘了, 一边莫汉尔的一个儿子惊呼一声, 只觉得不可思议, 侄女的美貌是有目共睹的, 尊主居然根本就看不上, 哎, 你们, 尊主还说了什么? 莫汉尔此时有气无力, 就像是被双打的茄子, 脸色异常的难看, 尊主没有碰他们, 这是看不上他们族中的美少女, 哎, 他们一族前途很危险呀, 没有吉利尔一族会管理财富, 他们的地位很危险呀, 莫汉尔很着急, 尊主说, 只要你们不心怀二心, 善待火焰城周围的子民, 这里还会是你们帮着打理, 这是他的原话, 我一个字都没听错, 这红儿浑身瑟瑟发抖, 这会有些忧怨地说了一句, 却见爷爷和叔叔的脸上, 已经由音转情, 瞬间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此时喜气洋洋, 高兴得满脸都是笑容, 甚至还夸奖了他一句, 让他不要多想, 让他先回去休息, 红儿被人簇拥着, 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看着那能照出人身影的玻璃镜子, 想着这昂贵的镜子, 在火焰城不超过三个, 而自己这里就有一面, 所有见过自己的人, 都夸他长得美貌, 可是今天, 尊主连看都没看自己一眼, 主人可真漂亮呀, 有贴身的丫鬟, 看着镜子里的红儿, 由衷地赞美着, 却见他叹了一口气, 都说他美, 可是, 为什么尊主看不到, 自己都差点脱光了, 还是无法入得了尊主的眼睛, 哎, 自己哪里长得美了, 而在另外一个人, 大米姑娘正在伺候着花月影, 此时仰着头, 也由衷地赞叹了一句, 主人, 你真的好美啊, 是我见过的最美最美的姑娘, 张先生真的好福气啊, 张先生, 张先生是谁, 花月影疑惑地问了大米一句, 这个张先生, 他好像听过很多次, 只是开始不知道是谁, 但是听到他们提的次数很多, 而这回只有大米在身边, 大米算得算是, 对他最忠心的一个人, 虽然只是在他身边, 很多人畏惧他怕他, 但是他感觉到, 只有大米对他最好最忠心的一个, 他可以为了他的一个命令, 去对抗所有人, 就像昨天中午, 他告诉大米, 自己要休息, 不要让任何人打扰自己, 所以那天中午, 哪怕是山寨里面着火了, 飞骆驼硬要往里面闯, 都被大米给死死地拦住了, 甚至拔出了随身带的匕首, 因为他的话对于大米来说, 就是命令, 谁也不能违背, 这样的大米, 花月影很喜欢, 也很相信他, 所以才会在只有两个人的时候, 问他张先生是谁, 啊, 张先生你, 主人, 其实, 是我们不对, 不应该叫张先生, 应该也跟着你叫主人, 可是, 我们都没资格啊, 我们, 张先生让我们这样称呼他了, 此时的大米, 说话都有些结巴, 因为他感觉到, 有点不对劲, 明明花月影每次都叫张先生主人, 而他们都没这个资格, 只是张先生很和蔼, 让他们叫自己张先生就好, 其实, 他们应该尊称张先生为主人, 或者, 张先生在他们的眼里, 已经是高高在上, 无所不能的神体, 只是, 他们觉得, 这个世界从没有谁叫先生, 他们这样尊称张先生, 是因为张凡曾经这样说过, 所以大米和飞骆驼, 才敢这样称呼他, 记得当时花月影也在旁边, 只是没有说什么而已, 你说的什么啊, 什么, 先生, 先生是什么意思啊, 乱七八糟的, 我就问你, 张先生到底是谁, 你见过吗, 长得什么模样, 花月影都起嘴巴, 有些不高兴地来了一句, 却把正在给他打水的大米, 吓得打了一个哆嗦, 惊恐地看着他, 像是看着一个陌生人, 好一会他才反应过来, 连忙说了一句, 张先生很干净的一个人, 就像是一个贵族的少爷, 鼻梁很高, 很白, 和我们这里的人长得不一样, 我觉得他应该是住在天上的神仙, 可是神仙哪有像他那样善良呢, 大米说着这话, 心底还在想着, 当初要不是张先生可怜他, 说不定他和爷爷早死了, 那会有现在这好日子, 在这寨子里, 不管是谁见过他, 都会恭恭敬敬地喊一声, 大米姑娘, 他的地位可不比飞骆驼低, 甚至飞骆驼见了他, 也会特别地客气, 恭敬地也喊他一声大米姑娘, 可是当初对张先生最恭敬, 最体贴的丫鬟花月影, 居然在这里问自己, 张先生是谁, 好可怕, 哦, 还有这样的人, 嗯嗯哪, 也对, 那种很干净的人, 我当初好像见过, 不过不敢靠近, 距离很远, 远远地看过一次, 好了, 好了, 你先下去吧, 对了, 我明早晨要吃你说的什么五谷粥, 花月影似乎没多想, 直接告诉大米, 他明天早晨要吃粥, 却没有发现, 大米此时有些魂不守舍的, 从花月影这里出来后, 大米在屋外占了一盏茶的功夫, 然后却是悄悄地去了飞骆驼的那边, 飞骆驼听到有人来报, 说大米姑娘要见他, 这会连衣服都是随意披在身上, 就冲出了房间, 看到大米魂不守舍的模样, 也是吓了一跳, 喂, 你被骂了吗? 没事了, 月影姑娘脾气不好, 心肠却是不坏的, 她还抽过我, 我现在不也没事了吗? 飞骆驼第一次见到花月影这个模样, 还以为他被骂了, 这边还出声安慰了二举, 却见大米脸色苍白, 浑身在发抖, 然后突然凑近了飞骆驼, 向他低声说了一些话, 你, 你有人能不能去火焰城, 打听一下, 张先生的消息, 我,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月影姑娘, 不对劲, 大米这话还没说完, 浑身发抖, 整个人就像是生病一样, 摇摇欲坠, 只因为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说, 实在是太吓人了, 我, 你也感觉到了, 也其实也早察觉了, 这个花月影姑娘会玩火, 和以前的花月影姑娘, 有点不对劲, 飞骆驼长嘘一口气, 终于有人也发现了不对劲, 可是他们这么做, 万一被花月影姑娘知道了, 会不会愤怒之下, 要了他们的命, 可是大米都发现不对劲了, 自己也发现了, 他们也不能掩耳盗铃, 这事真的派人去找张先生, 很快, 飞骆驼想到一个主意, 这事情喊谁去他都不放心, 还不如自己亲自走一趟, 两人又商量了一些事情后, 大米这才回到自己住处, 然后手里还提着一袋子五股杂粮, 他还记得花月影说过, 明早要吃粥, 月光洒落在大地上, 花月影有点睡不着, 索性起来走走, 打算在附近看看, 山上有没有好吃的东西, 给自己打打牙记, 可等到他起来后, 却看到厨房里依旧是灯火通明, 大米, 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碌着, 正在低头数着什么, 这让花月影很奇怪, 大米, 你在干什么? 啊, 我在找这种梨, 这种煮粥不好吃, 我想把它们都挑出来, 而且, 熬粥得好几个钟头, 我想把粥熬好后, 主人你一早起来就可以吃了, 大米有些惊慌地站起来, 他没想到, 这都大半夜了, 花月影居然还没睡下, 傻丫头, 你怎么这么傻? 对我, 怎么这么好?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大米的话语, 在看桌子上他挑出来的那些米, 花月影的眼睛就有些湿润, 从有记忆开始, 似乎从来就没有人对他这么好过, 大米可真好, 他实在是很喜欢它, 想到这里, 花月影突然跑到大米的跟前, 一下子把他抱进了怀里, 紧紧地拥抱了一下, 花月影的这个轻腻的动作, 让大米瑟瑟发抖, 脸色更加苍白了, 也更加坚定了一件事情, 这个花月影, 不是他们认识的那个花月影, 怎么办? 那个曾经救下他, 给他和爷爷一碗饭, 给他们水喝的花月影, 不是眼前这个人, 他也不是张先生的奴婢, 他们不是一个人, 那么, 眼前这个人是谁? 大米觉得自己都要崩溃了, 可是这些他不敢说, 什么都不敢说, 只能接下来熬粥, 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掩饰他心底的惊恐和慌张, 飞骆驼第二天一早就出门了, 说是去查看周围还有那些马贼, 反正花月影也不怎么管他, 所以他的离开真正的原因, 只有大米知道, 而大米也更小心用心地服侍花月影, 哪怕只是熬一碗粥, 都非常的用心, 这让花月影对他十分的满意, 高兴的时候, 甚至直接开口, 让他在大厅接受众人参拜的时候, 让花月影站在自己身边, 这再一次地彰显着, 花月影对大米姑娘的重视, 让这山寨之中, 众人心目中知道, 除掉花月影姑娘, 也就大米姑娘地位最高, 所有的马贼都异常羡慕地看着大米姑娘, 谁也没想到, 此时的大米藏在心底的秘密, 经过一夜休息的张帆, 穿上白色的衣衫后, 精神抖擞, 他身上这件衣衫, 是早晨穿戴整齐的红儿, 亲手伺候穿上的, 虽然通体都是白色, 但是袖口灵口等地方, 都用黄金拉成金丝制成的, 这就让件衣服变得很有分量了, 张帆本来不打算穿的, 可是看看红儿准备的另外几件, 几乎全部用黄金打造的衣服, 他还是选择这件, 鞋子, 张帆也选择了一双白色的鞋子, 因为在人界白衬衫是很正常的, 但是在这里, 白色就是最奢侈的衣服, 没有人敢穿白色, 风沙尘土太大了, 白色衣服最多只能穿一天就要清洗, 水, 以前很珍贵, 而现在, 张帆似乎很喜欢白色, 所以在火焰城, 就有了一道不成名的规定, 火焰城以白色为尊, 所有人除掉张帆以外, 没有谁可以穿白色, 这是只有他才能穿的颜色, 而去火焰城镇中心最高的宫殿的时候, 张帆是被人用白色的软胶抬着去的, 不这样的话, 张帆就要踩着一群群, 匍匐在地上人的后背上, 走到大殿上去, 他觉得, 抬着去比踩着人后背强, 而等到张帆坐在那特制的, 最高的椅子上, 低头俯视他的那些人的时候, 突然生出一种坐在云端, 低头俯视众生的感觉, 而在下面, 默罕尔一族在老族长的带领下, 全部扑伏在地上, 等到一事开始的时候, 老族长开始第一个亲吻张帆的鞋子, 那下跪的姿势, 无比的虔诚, 整个人都趴在了地上, 真的满怀着崇拜, 亲吻他的脚尖, 那种感觉, 张帆有点别扭, 默罕尔的族长年纪也不大了, 孙女比自己小不了多少, 可是人家乐意这么做, 而且还是第一个上来, 他亲吻鞋子的表情, 张帆可以感觉到, 周围有不少羡慕的目光, 看着老族长, 而那老族长也觉得无比的荣耀, 他可是第一个亲吻尊主鞋子的人, 随后, 默罕尔一族重要的族人, 一个个都来亲吻鞋子, 而张帆只用坐在那里, 就可以感受到, 那些来对他行跪拜里的那些人, 一个个激动的心情, 因为他, 跪拜在自己面前的时候, 一个个喃喃自语, 眼神都带着炙热, 好像是在做什么无比庄重的事情, 甚至还有当他面发誓的, 我发誓, 永远地忠于尊主, 忠于我的神明, 一生一世都都不会背叛, 类似这样誓言, 实在是多的张帆都不想去记了, 而等到默罕尔一族全部跪拜后, 吉利尔一族则激动地带着族人, 上来向张帆行礼叩拜, 并且激动地亲吻着他的脚尖, 这吉利尔一族的族长站起来后, 手一挥, 就看到从他身后走出来十来个奴仆, 而那些奴仆的手里, 都端着一个很大的盘子, 盘子里面都是礼物, 有漂亮的水晶, 打造的各种精美的摆件, 还有各种红宝石蓝宝十足母绿, 和翡翠做成的首饰, 璀璨夺目, 让默罕尔一族的人眼睛都直了, 这些宝石好漂亮, 而火焰山城里虽然出产宝石, 但是像这么美丽的宝石, 在市面上买都买不到, 全部被吉利尔一族给收藏起来了, 这次都献给了尊主, 而且, 吉利尔一族这次的手比可真大, 这么舍得, 估计这点东西, 差不多掏空了吉利尔一族的一半身家还不止, 毕竟这些东西太值钱了, 默罕尔的族长脸上有点不好看, 吉利尔一族献出这么多好东西, 他们送去的美女尊主都不要, 这, 他们又该送一些什么东西, 总不能送尊主一些水吧, 原本那些水也很值钱的, 尊贵的主人, 这些都是奴仆们献给你的礼物, 我知道这些东西不成敬意, 但是还请你收下, 感受一些吉利尔一族对你的忠心, 这个吉利尔一族不愧是做生意的, 送礼的话说得也好听, 张凡本来被人亲吻脚尖, 心底还是有些别扭, 没想到这个吉利尔一族这么上岛, 送的礼物比黄金贵重多了, 天地当铺虽然有钱, 但是好东西谁不喜欢, 收了, 收了, 都收下了, 不过等到吉利尔一族亲吻他的鞋间后, 张凡则是一默罕尔的老族长, 他脱下鞋子, 放到了那座椅上, 表示, 以后谁想表示对他的尊重, 可以亲吻这个鞋子, 至于他本人, 则不愿意再这样被人亲吻脚尖了, 别扭, 张凡这一举动, 让默罕尔一族和吉利尔一族十分高兴, 毕竟整个火焰城, 也只有他们两家近距离地亲吻过尊主的鞋子, 别的家族想献殷勤都没机会了, 外面叩拜的人特别地多, 一层又一层, 而且张凡发现, 那些远远向他叩拜的人都换了一身新衣服, 身上也都沐浴过, 看起来相对干净点, 而空气中也不像自己刚开始来的那样, 臭烘烘的, 看来, 被人崇拜着行叩拜礼, 好像也不全是坏处, 至少能让这些火焰城的居民, 慢慢在改变自己以前生活习惯, 改变一生只洗三个澡的传统, 张凡想到这里很欣慰, 而他不知道, 远处有一匹猎马, 正疯狂地向火焰城赶来, 吃鬼东西, 到底跑到那里了? 还在火焰山上的花月影, 气愤地骂了一句, 这都多少天了, 自己守在火焰山上, 一直在静静地感受着, 想寻找到三位真火的踪迹, 可是, 这三位真火, 就像是从来就没有在火焰山出现过, 一点气息都没有, 都快把他给郁闷死了, 这让他想到, 这些天, 只有一次, 好像有被人偷窥过, 可是那一次时间太短了, 还没有等到他确定, 是被谁偷窥, 人家就消失不见了, 郁闷, 这再找不到那三位真火, 主人怕是都要生气了, 自己估计一时半会都回不了天地档铺之中, 毕竟随着天地档铺里面的物品增多, 他们交易的客人, 也变得越来越多, 越来越杂, 实力也慢慢会增加, 而这个时候, 作为气灵的他, 实力必须强大起来, 控水控火, 等到他能掌控天地间所有的无形之物, 那就会变成无比的强大, 那个时候, 带着一群天地档铺的奴仆, 横冲直撞地去天庭要寨, 就不是什么难事, 哼哼, 到时候倒要看看, 那个广寒宫的嫦娥, 还好意思再次避开躲战, 再敢躲战, 他把广寒宫都给拆了, 一想到这里, 花月隐心底, 就生出无限的豪气, 然后继续寻找三位真火, 围着那天池, 到处寻找三位真火的气息, 他就不相信, 这火焰山存在了五百年, 这三位真火, 也存在了五百年, 就这样突然消失了, 连一点蛛丝马迹都不会留下, 在火焰城里的张凡, 心情有些不好, 虽然没有被人亲吻脚尖了, 但是莫哈尔一族, 说是想请他上马车上巡城, 让让所有人都瞻仰一下尊主的光彩, 而莫哈尔族长给他准备了一个金光闪闪的马车, 那马车差不多有七八米高, 由石头马匹拉着, 马匹上都打着纯金的马鞍, 看着奢华无比, 这莫哈尔一族还挺喜欢黄金的, 和他的爱好差不多, 看着手里的那些宝石, 再看看莫哈尔的老族常跪在地上哀求, 张凡勉为其难地坐上了马车, 那马车虽然华贵无比, 但是四周的布曼都被取下来, 张凡坐在里面, 哪怕就是躺卧着, 火焰城的那些臣民都可以看到张凡远远的白色身影, 这对于那些人来说, 已经够了, 其实, 张凡坐在马车里还算是舒服, 他在看一些书籍, 一些讲述火焰城传说的故事, 在这里没有手机刷好无聊, 只能用这些来打发一下时间, 而且在马车的上面, 还放了很多宝石供他把玩, 让他的出行不至于太无聊, 但是, 当他看那些传说故事的时候, 却让那些跪拜在地上的子民更加激动了, 他们匍匐在地上, 只觉得高高在上的尊主, 还在繁忙地学习着, 处理着公务, 真是一代让人无比敬佩的圣主, 人群中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这声音很大, 让正在看书的张凡愣了一下, 手中的书差点掉到地上了, 这谁, 怎么这么喊, 他抬头向喊出声音的人指了指, 马上有把那有些害怕的人, 带到他的跟前, 张凡却觉得这人有几分亲切, 因为他居然, 也是黄皮肤, 这种皮肤在火焰成人眼里, 其实就是特别白的那种人, 就像自己, 见, 见见, 那人没想到, 自己因为一句话, 被带到了尊主的面前, 也不知道是是服事货, 这回吓得瑟瑟发抖, 一句话都说不利索了, 你以后, 可以穿白衣服, 黄皮肤的人, 穿白衣服, 很好看, 张凡这一句话, 像是天籁之音, 让跪在地上的那个人惊喜不已, 不住地冲着张凡磕头, 白衣服可是火焰成最尊贵的衣服, 自己可以穿白衣服, 是不是就是说, 自己以后就算那上市火焰成的贵族, 可以和尊主一样, 穿白色的衣服, 谢谢尊主荣安, 万岁, 万岁万万岁, 这人反应很快, 马屁拍得砰砰响, 这让张凡有点脸红, 觉得这八百里的火焰山, 就自称皇帝太荒唐, 可是想一想, 那女儿国的国王, 还在她哪里当奴仆, 也就释然了, 一个称呼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 这些奴仆喜欢怎么称呼, 就怎么称呼吧, 有人见那人受到尊主的赏赐, 这回也都学乖了奇奇的高呼,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这种呼声好像会传染, 很快火焰成类似的呼声是越来越多, 张凡所过之处, 到处有人喊万岁, 他看着心情不错, 这让莫汉尔一族大喜, 也都跟着喊, 整个火焰成这种, 到处都是这种呼声, 弄得张凡哭笑不得, 哈哈, 以前的皇帝, 最多的时候, 也就是被朝中大臣这样喊, 没想到这火焰成里的子民, 都这样喊, 不过声音挺大的, 就图一个高兴, 心情好就行, 接下来, 还有无数的歌舞表演, 再歌再舞, 到处都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这种欢乐, 按照莫汉尔族长的意思, 那就是要大庆十天十夜, 可是张凡觉得烦了, 打算让人庆祝一天后, 就该散去了, 而他则打算去巡视一下, 这八百里的火焰山周围, 看一看天和水流下来后, 这些人是怎么利用这些水源的, 所以在当天晚上, 张凡就驾着一个干净的马车, 换上了一件黑色的衣衫, 出了城门, 而在他刚离开火焰城门后, 飞骆则冲进了火焰城, 因为速度太快了, 被看门的守卫根拦住了, 但是当他表明自己身份飞骆驼, 是尊主的最中心的仆人, 此时想见一见尊主的时候, 连莫汉尔族长就惊动了, 这个飞骆驼莫汉尔族长还记得, 以为尊主当初下山的时候, 曾经问过他一声, 此时见到飞骆驼, 说是有万分紧急的事情, 要求见尊主后, 他犹豫一下, 还是让红儿去禀告张凡, 飞骆驼求见, 只是进去禀告的红儿, 很快就面色苍白地冲了出来, 惊呼了一声, 不好了, 尊主失踪了, 这句话像是晴天霹雳, 让根本就没有休息的飞骆驼, 只觉得一阵眩晕, 站都站不稳的他, 只觉得眼前一黑, 突然就栽倒在地上了, 他本来在路上, 听到有人说到尊主, 甚至提到尊主寻接的事情, 飞骆驼大喜过望, 恨不得马上飞到火焰城, 对于他来说, 只要见到了张凡, 把他和大米的担心告诉张先生, 那么剩下的, 就没自己什么事情了, 可尊主失踪了, 谁也不知道他去了那里, 这, 他们该怎么办, 面对着一个假的花月营, 提心吊胆的, 还不知道怎么面对, 是服事货, 来人, 赶紧送飞骆驼去救治, 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有人在用凉水擦拭飞骆驼的脸颊, 这让飞骆驼睁开了眼睛, 却是摇摇头, 既然尊主不在这里, 那么他只有快快地离开这里, 早点地赶回山寨去, 要不然大米在那边, 肯定不知道怎么面对, 两个人在一起, 多一个人守着秘密, 多一个人商量, 总归是好的, 只是找不到张先生, 他觉得一阵绝望, 他们, 该这么办, 难道一直跟随着这个假的花月营, 一头走到黑, 万一, 万一哪一天张先生发现了, 或者那个原本脾气, 也暴躁的花月影发现, 有人假冒他, 火气上来了, 那还不宜鞭子把人给抽死, 飞骆驼满脸的愁容, 真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 他在替自己的未来无比地担心, 太难了, 真的是太难了, 没有张凡在, 他都不知道怎么解决, 张凡的马车走得很快, 反正他也没有怎么赶车, 这马愿意怎么走, 就怎么走, 喜欢去那里就去那里, 反正附近几百里都是他要去的地方, 等到这边事情告一段落后, 张凡就打算回天地当铺去, 这边剩余的事情就交给花月影就好了, 哎, 花月影不在, 徐子军也不在, 这就不好玩了, 虽然是让马车随意地行走, 张凡却决有点怀念徐子军做的美食, 这些天无论是吃什么美食, 总觉得像是吃不饱一样, 而且有花月影在, 自己什么都不用操心, 简直就是过着饭来张口, 依赖伸手的好日子, 他们都不在, 虽然这些技能自己都会, 但是张凡都不想去做, 看来那句话说得再正确不过, 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减难, 想到这里的张凡索性睡了一下, 这一觉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等到他被喧哗声吵醒的时候, 赫然发现自己的车外, 有很多马贼用刀枪指着他, 你是谁, 马匹交出来, 你给滚下来, 那些马贼的打扮都很像, 张凡一看到, 这些人就想起飞骆驼, 所以看到这些人后, 他就没有什么动作, 这些人不会去杀人, 所以他也没反抗, 他倒是要看看这些马贼, 倒是会怎么对待他, 而且, 这火焰城周围, 还有这么多马贼, 总归不是好事, 应该让墨汉尔一族的人, 把这些马贼都处理掉, 不管是让他们归顺, 或者收编他们都是一个好法子, 心里想着事情, 那些马贼捆绑他的时候, 张凡故意问他们, 咦, 你们马贼, 不是纸杰财物不要人的吗, 为什么还要抓我, 你这家伙, 居然还懂马贼的规矩, 那是以前没水的时候, 怕浪费水源和粮食, 现在有天河水了, 所以你就剩下两个选择, 一个是加尔我们, 第二个, 就是变成我们奴隶, 给我们挖矿干活, 抢劫张凡的马贼, 其实就是山鬼, 这几天飞骆驼不在, 大米姑娘一直在伺候月影姑娘, 这山寨里, 赫然她就是老大, 所以打劫的事情, 都是她带着干的, 因为她也想在花月影面前刷一刷好感, 运气好, 说不定就是山寨的老大了, 我, 我还是当马贼好了, 张凡装作害怕的模样, 表示想当马贼, 而那山鬼打量一下张凡, 只觉得他长得太干净了, 皮肤太好了一点, 就像是一个贵族的少爷, 这样的人让他挖矿, 估计干不了三天, 就一命呜呼了, 而这样小白脸, 长得好看, 戴在身边, 要是被大米姑娘, 或者那位看上, 嘿嘿, 少不了对他也另眼相看, 这山鬼很聪明, 因为他发现大米姑娘, 对着山寨的男人不假颜色, 但是对于那种相貌白皙, 文质彬彬的男人, 则是和颜悦色, 前二天抓来一个男人, 本来要送去挖矿, 被大米姑娘看到后, 直接要到厨房那边去, 说是让他帮着匹柴干点杂货, 可把山鬼给羡慕坏了, 可是, 人家大米姑娘, 根本就不正眼看他, 但是事后, 对他倒是客气了一点, 这不, 飞骆驼走后, 他就成为山寨的老大一般, 所以, 这一次, 山鬼还是打的这个主意, 看到张凡眉清目秀的皮肤白皙, 比上次那个小白脸, 好看许多倍, 要是大米姑娘再看中了, 他绝对会飞黄腾达, 成为这山寨的实权人物, 张凡那里会想到, 一个小小的马贼, 会有那么多心思, 所以他跟在山鬼的身后, 看似老实地当了小跟班, 跟着他在山寨里转悠, 随便看了几眼, 就有些皱眉, 以前听飞骆驼长刀念着, 他有几十个手下, 但是寨子里, 还养着一百多人, 所以负担太大了,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 他家的山寨, 在马贼中, 算是势力比较大的, 可是今天, 张凡目光看到的, 这个寨子可不小, 不但面积大, 而且人数更是多, 就他跟着这个叫山鬼的马贼, 下面管的马贼, 就不下一千人, 这还不算那些马贼的家属, 要是那些大大小小男女老少都算上, 这个山寨足足有三千人以上, 算得上一个很大的村落了, 马贼, 居然还有这么多人, 还有这么大的存在,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这些人要解决掉, 默汉尔一族一直盘踞在火焰城, 就没有注意到城外还有这么大一股势力, 山鬼带着张凡寻山一遍后, 就大摇大摆地带着他, 往山寨后院走, 路上, 他还好心地提醒张凡, 我说小子, 一会爷爷送你一场富贵, 你要小心地巴结那两个女人, 她们才是我们寨子王, 你哪怕是被其中的丫鬟看中了, 你小子也有想不尽的福气了, 到时候可千万别忘记拉扯爷爷一把呀, 这山鬼嘴里还再不甘不敬, 但是这样心思却让张凡祥给他一脚, 他怎么时候需要靠美色吃饭, 一会进去后, 你小子对我方乖巧一点, 千万别乱说话, 要不然你会被送去挖矿的, 还有富贵了, 千万别忘记了, 我给你的好处, 那山鬼还在絮絮叨叨地, 就看到一个竹子围起来的院落, 有人在院子里腌制肉, 而那瘦瘦的身板, 让张凡看着有几分眼熟, 还没有等到他想起来是谁, 就听到山鬼冲着院子里讨好的喊了一声, 大米姑娘, 这些粗活呢, 需要你来做, 来来, 我给你带来一个干粗活的小子, 是我刚从山下抢来的, 这个山鬼故意讨好着大米, 自己往一边一闪, 就让张凡走在他的前面, 他还十分得意地为自己的聪明露出笑容, 只见那大米看到张凡的时候, 手里本来在腌制的肉, 差点就摔在了地上, 一张嘴巴更是惊讶得怎么都合不拢, 他惊喜的眼神落在山鬼的眼里, 让他觉得自己猜测得不错, 大米就是喜欢这样的小白脸, 看, 这个小白脸就让大米都失神了, 自己抢来的这小子, 福气可真好呀, 哎呀, 这肉好好的, 可别摔倒地上去了, 扶好, 扶好, 张凡看到大米的时候笑了, 自己顺手收留的一个姑娘, 没想到在马贼窝里, 混得还不错的模样, 山鬼, 你刚才说, 这位先生是你从哪里请来的? 啊, 山下抢来的, 嘿嘿, 我厉害吧, 随便抢了一把, 就弄到一个, 咦, 你刚才说什么先生? 什么先生? 山鬼刚想自夸一把, 却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他可是知道的, 飞骆驼和大米经常在一起, 说什么张先生, 那种崇拜简直让人侧目, 而且先生这个词, 他还是第一次听人说, 反正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看大米的模样, 先生应该是非常了不起的称呼, 大米姑娘居然喊这个小白脸先生, 山鬼心里一慌, 觉得有点不对劲, 就看到那大米脸一黑, 盯着山鬼来了一句, 你好大的胆子, 敢抢劫张先生? 啊, 这个是飞骆驼和大米嘴里经常刀念的张先生, 听说, 听说甚至是花月影姑娘的什么非常重要的人, 反正是他山鬼绝对惹不起的人, 再看平时都是和颜月色的大米, 脸都黑了, 死死盯着他, 那眼神都能吃人了, 一想到这山寨之中大米姑娘的地位, 这山鬼慌了, 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大米和张凡的面前, 然后伸手就给了自己一巴掌, 一边打, 一边嘴里还在喊着, 叫你有眼无珠, 叫你连张先生都敢抢劫, 不劳烦大米姑娘动手, 我自己打自己, 这山鬼都要哭了, 自己这是拍马屁拍在马腿上了, 而且自己还把这个张先生当孙子, 这, 这可把大米姑娘得罪狠了, 完蛋了, 此时山鬼都慌了, 他只觉得自己要完蛋, 得罪了大米姑娘, 不要说自己想在这山寨里当老大, 估计都无法在这里, 立足了, 这可怎么办才好, 山鬼心底一慌, 赶紧往张凡面前爬去, 张先生, 你就大人有大量, 千万别跟我这样的马贼一般见识, 求你大慈大悲, 就饶了我吧, 这山鬼哭丧着脸, 却见大米冷哼一声, 让他马上滚蛋, 别在这里碍眼了, 因为大米虽然不知道飞骆驼见到了张先生没有, 但是他却想告诉张凡, 花月营有问题, 等看到山鬼离开后, 大米突然就跪下了张凡的面前, 张先生, 不知道花月影姑娘在那里, 我们山寨里面, 也有一位月影姑娘, 她和以前的姑娘, 不像是一个人, 她是假的, 大米急匆匆地说完这句话, 突然感觉到周围的空气都有些不对了, 一扭头, 却看到花月影站在距离他不远的地方, 整个人浓罩着一层让人畏惧的黑气, 而且,她一直盯着大米, 也没有看张凡, 只是一步步靠近着大米, 然后一字一顿地说着话, 你说我是假的, 你一直在骗我, 一直都知道我是假的, 为什么, 我对你那么好, 我把你当成第一个可以信任的人, 可是你却骗我, 宁愿去投靠一个你刚刚才见面的人, 也要来背叛我, 这个有着花月影模样的人, 此时异常的痛苦, 她每走一步地上, 已经冒出嫩芽的青草, 就瞬间被烧焦了, 而且随着她越来越靠近, 周围的空气都变得炙热起来, 这种气息, 让张凡有种熟悉的感觉, 三味真火, 眼前这个花月影, 是三味真火, 那团火焰成精了, 她居然可以变换出花月影的模样, 然后跑到寨子里来, 真是让人想不到, 她是张先生, 她不是刚刚才见面的人, 我当初是她救下的人, 我才是她的奴仆, 可是她从来不把我当仆人看, 她让我喊她张先生, 我也从没有把你当仆人看, 我把你当成最信任的人, 我所有的东西, 你都可以拿去, 这个寨子的人都知道, 你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这三味真火怒吼着, 她是第一次相信一个人, 却没想到大米骗了她, 还说她是假的花月影, 是的, 她是假的, 当初就是在暗中偷窥花月影后, 就变换成她的模样, 但是她对大米是真的好, 也特别相信她, 甚至会问她张先生的事情, 那是真没把她当成外人, 可是大米, 却背叛了她, 投靠这个什么张先生, 那不一样, 我终于的是张先生, 包括飞骆驼, 是我让她去寻找张先生过来的, 你不是花月影姑娘, 大米此时, 面对这三味真火, 却是很冷静, 而她越是冷静, 那边的三味真火, 却越是愤怒, 她以为, 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熬夜煮粥, 那就是喜爱和信任, 可是为什么她最信任最喜爱的大米, 在看到张凡后, 只是瞬间功夫, 就投靠了她, 出卖了自己, 所以, 此时的愤怒, 让三味真火动了真怒, 我要烧掉你们, 烧掉这里所有人的, 三味真火, 觉得自己苦苦修炼了几百年, 幻化成人形后, 就被骗了, 她的愤怒到达顶点后, 原本的花月影乎的, 一下子不见了, 留在张凡面前的, 则是一团一人多高的火焰, 这才是三味真火的本帖, 三味真火是天上的火, 可融化世间的万物, 本来就厉害无比, 而这三味真火, 又在火焰山修炼了五百多年, 这才幻化成人形, 只是此时她心底无比的愤怒, 只觉得大米欺骗了她, 人都不是好东西, 所以, 下一刻这愤怒的火焰, 就想着, 把世间所有人的东西, 都烧得干干净净, 把这里重新变成, 那熊熊燃烧着的火焰山, 所以下一刻, 从她的脚下开始, 一团火苗冲天起, 另外一团火苗, 一下子包围了不远处, 正在偷窥这一切的山鬼, 只听到一声惨叫, 那山鬼还没有来得及逃走, 就看到熊熊的大火, 把她给吞没了, 而那火苗再次窜出去, 一团冲向大米, 一团冲向张帆, 还有一团冲向远处, 正在砍柴的一个马贼, 发怒的三味真火, 已经打算, 把这里一切都给毁灭掉, 人既然是不是好东西, 那就让他们都被烧死算了, 而且地上已经变得赤红一片, 到处都是火焰, 那正在砍柴的马贼, 本来是大米看着, 有点像张帆的斯文, 动了侧影之星留下来的, 却没想到突然遭受到大火, 而且因为他身边都是木柴, 所以他还没反应过来, 火苗已经把他给吞噬了, 他在地上不住地打滚哀嚎着, 那边的大米脸色苍白, 看到熊熊燃烧的火苗, 一下子闭上了眼睛, 这个假花月影的火, 太厉害了, 他亲眼看到过他随时随地可以变换出火焰, 可以在瞬间烧毁一切的东西, 而且还可以控制火焰的大小, 如果他在愤怒的时候, 他甚至可以一个呼吸的功夫, 烧死无数的人, 要死了, 大米只觉得再没有生的希望了, 在他闭上眼睛的时候, 却没有感觉到疼, 只是感觉到周围的温度似乎降低了, 并不像刚才瞬间那么炙热, 等到他睁开眼睛的时候, 却看到他们住的地方已经起火了, 而山寨到处都是火苗, 但是张先生手里却有一把芭蕉扇, 他拿着那扇子, 对着那修炼成人形的三位真火, 轻轻一扇, 就看到周围的火焰全都变小了, 原本漫天大火, 瞬间就熄灭了大半, 而山寨里到处有人哭喊声, 惊慌失措的声音, 还有没有摸清楚状况的马贼, 跑到这边来报信, 希望花月影能出手, 可是一道后院, 就看到地上烧焦的, 几乎认不出面目的山鬼, 还是靠着地上山鬼常用的那把大刀, 才让那马贼认出, 眼前的人到底是谁, 再看, 花月影已经不死心地在烧山, 那些马贼才反应过来, 刚才漫天的大火, 原来是他们一直最尊重的花月影, 姑娘造成的, 这里已经变成最危险的地方, 快跑呀, 有人逃走的时候, 偷瞄了一眼张凡, 只觉得这个人太傻了, 都这个时候了还不跑, 那是想留在这里, 活活被烧死吗, 你多管闲事, 火焰山是我的, 这里所有人本来都应该沉浮于我, 大迷也应该是我的, 我都避开你了, 你还找上门来送死, 我跟你拼了, 那三位真火, 此时恼怒成羞, 本来他召集起这么多马贼, 其实就是想着, 有一天他感受到气息可怕的张凡来到时候, 这些人能当炮灰用, 至于大迷, 他倒是真的, 把他当成了最信任的人, 当成了自己人, 却感觉到被背叛的痛苦, 在想到自己处处忍让逃脱, 依然被张凡抓住了, 那无边无际的愤怒, 还有背叛的痛苦, 让他简直崩溃了, 什么都不想去想, 他只想灭掉张凡, 这才是他痛苦的起源, 要不是因为他, 自己在八百里的火焰山修炼, 不知道有多么惬意, 要不是他, 自己不会到处躲藏, 甚至幻化成花月影的模样, 要不是他, 对自己最忠心耿耿的大迷, 不会轻易地就背叛了他, 所以这个张凡必须死, 只有他死了, 自己的好日子才会来了, 这火焰山才能再次变成自己的乐土, 所以下一刻, 三位真火化成一团巨大的火焰, 足足有几十米高, 直接往张凡的身上冲过去, 那架势所过之处都是一片焦土, 他要把这里变成第二个火焰山, 放肆, 张凡怒吼一声, 手里的芭蕉扇也没有闲着, 一扇子又扇过去, 只见天空变色, 有雨水稀里里地落下, 而那三位真火被这雨水一浇灌, 火势小了不少, 原本几十米的高的火焰, 很快就只剩下四五米高, 但是这三位真火, 还是不死心, 地上开始冒出溶江, 而那边的大米已经慌了, 他被张凡给推了出去, 让他和那些马在一起, 快点离开, 这里环境恶化, 搞不好所有人都会死, 毕竟凡人, 是根本没法子在充满溶江的地方待一秒钟, 只有大米他们离开得远远的, 张凡才能放开手脚, 使劲地删出芭蕉扇, 才能灭掉拼死一搏的三位真火, 山寨的人太多了, 三四千人, 一下子遇到这么大的火焰, 人马骆驼各种慌乱践踏, 哭喊声呼救生不绝, 大米没有先逃走, 而是站在了高处喊, 都跟我来, 不要慌, 大家死不了的, 大米平时在山寨地位就高, 此时山鬼死了, 有些摸不清状况的人们, 直接把他当成了主心骨, 看到他喊, 马上跟着他往山外撤走, 而有些见状的马贼, 则被大米安排着, 灭掉一些灵性的小伙, 好让更多的人跟着撤离, 等到这么多人跑下山的时候, 大米扭头看一下后院位置冲天的火焰, 有些失神, 大米姑娘, 我们怎么办, 往哪里撤离, 我们这么多人, 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安置, 这可怎么办才好, 有人惊慌失措地问, 却见大米已经找到了爷爷, 此时和爷爷商量以后, 眼神坚定无比, 我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 哪里, 可以让所有人活命, 大米搀扶着爷爷, 让他上了一辆马车上, 然后他们朝着一个方向走去, 而在山上的张凡, 看到周围终于安静下来了, 那些马贼, 似乎绝大部分已经离开了, 他也放开了手脚, 拿出金银和芭蕉扇, 准备给这三位真火一个重击, 只是眼前出现, 让张凡万万没想到的一幕, 主人, 你怎么在这里, 突然, 他的面前撬生生地, 站着花月影, 主人, 你怎么要伤我, 而另一个花月影, 也站在张凡的面前, 还嘟着嘴巴, 非常不解地来了一句, 看着站在眼前的, 两个一模一样的花月影, 张凡就有些愣住了, 怎么会有两个, 你不是在神池那边吗, 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张凡目光盯着眼前, 两个花月影, 冷着脸问了一句, 很明显, 这两个花月影中, 肯定有一个是假的, 可是谁是假的, 一时半会, 他还真的有点猛, 这可比双胞胎还难猜, 毕竟双胞胎还略微有点不同, 而眼前这二个人, 无论是穿着打扮动作神态, 一笑一评都完全是一样的, 我不是在寻找三位真火吗, 这边气息这么浓, 我自然就赶过来了, 主人你没事吧, 那个人是谁, 他怎么和我一模一样, 眼前这个花月影皱眉, 那表情就和平时在张凡身边 伺候的花月影一模一样, 他心底刚想确定, 这个就是真的花月影, 而他旁边那个就是假的花月影的时候, 却见另外一个花月影也来了一句, 主人, 你发现了三位真火, 就应该喊我一声, 这个时候不应该让我出手吗, 这个三位真火实在是太可恶了, 让我在火焰山守了那么久, 他却跑到这里来, 还变成我的模样来哄骗你, 让我出手灭了他, 这个花月影一说话, 则让人感觉到, 他才是真正的花月影, 只是这两个人都像, 显然要根据他们的声音动作形态说话的语气, 来判断真假, 根本就不靠谱, 反正, 张凡是判断不出来的, 但是他也有办法分辨, 两个人谁是真的, 谁是假的, 花月影, 控水, 谁会控水, 谁就是真的花月影, 张凡盯着这二个人, 他们中其中一个肯定是三位真火, 而三位真火会控火, 但是肯定不会控水, 所以用这个法子一检测, 肯定有人会露线, 露线的那个人, 直接砸伤就好了, 这后院本来有一个大水缸, 是大米, 用来做饭的, 虽然被蒸发了一些, 此时还有半缸水, 站在张凡左边的花月影, 此时眼神一动手一挥, 就看到那半缸水像是被什么东西牵引着, 嗖的一声就飞起来了, 然后在半空中连成一片白链, 稳稳当当的也不曾落下, 那控水的能力, 几乎炉火纯青了, 这让张凡一下子, 盯着他右边站的那个花月影, 你是假的, 站在左边的会控水, 那么站在右边的, 自然是就是假的花月影, 主任, 你千万别弄错了, 我也会控水啊, 站在右边的那个花月影一声惊呼, 只见手一挥动, 就看到那原本在半空中的水, 突然落下来, 掉落到地上后, 又突然从地底下被吸出来, 一上一下之间, 让人目瞪口呆, 这个花月影, 居然也会控水, 而且控水的能力, 也是相当的熟练, 控火, 你们来控火, 主任, 这个, 我还真没学会, 你就饶了我吧, 是奴婢太笨了, 让主任你为难了, 站在左边的花月影, 一脸的为难, 表示自己不会控火, 因为他只会控水, 这控火的能力还没学会, 要是真的学会了, 他还用得着, 到处寻找三位真火吗, 主任, 这个我真的不会, 不过等我收复了三位真火, 给我一段时间, 我肯定能学会控火,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主任, 右边的花月影, 也是一脸的为难, 表示自己不会控火, 而这两个人表情动作语言, 根本就分辨不出来, 再看他们身上的气息, 居然也是一模一样的, 根本就没有张凡, 开始遇到那个花月影发怒的时候, 身上充满了狂暴的火焰气息, 此时的两个人, 就像是一个人, 估计谁也分辨不出来, 谁是假的花月影, 可是张凡, 也不能我不问青红皂白, 直接把人砸死, 毕竟, 真的花月影也在其中, 怎么办, 怎么办, 张凡看着眼前二个, 似乎也是很纠结, 很无奈的两个花月影, 没有说话, 脑子里却在想, 这到底用什么法子, 才能把两个人分开, 大米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 还没有走多远, 就看到那边有一群被冲散的马匹和骆驼, 正在路边吃草, 这些马匹和骆驼, 却真是山寨里养的, 这会被大火冲散后, 又聚集到有水草的地方, 悠闲地吃草, 浑然忘记了, 不久前让所有人惊恐万分的大火, 快, 把那些马匹收拢, 然后留一些人, 在这里等候着消息, 剩下的人继续跟我来, 我们回老家去, 大米, 是打算把这一群人, 带回他原来住的村落, 那边以前是没有水, 才会村落凋零, 连人都没有, 现在有天河水了, 地下水也会变多了, 老家村落那边水井中, 肯定会有水, 而且, 要是引来了天河水, 在村落附近都可以种庄稼, 他们这么多人, 也可以好好地生活下来, 而且, 这寨子里除掉一些马匹和骆驼, 其实也有些粮食和经营兵器之类的东西, 只是这些东西藏的地方, 目前只有飞骆驼, 和原来的花月营, 以及大米之道, 飞骆驼此时不知道在哪里, 大米打算等到后面稳定后, 他再悄悄地回来, 取那些东西, 有这些东西, 他们这些人有手有脚的, 都能很好地安定下来, 要是那些彪悍的马贼, 可以让他们进山去打猎, 随着雨水的增多, 万物复苏, 山上的猎物也变得越来越多了, 大米姑娘, 寨主回来了, 寨主回来了, 前面有人惊呼着, 却是碰到骑着马飞帮来的飞骆驼, 他惊讶地看着这群熟悉的人, 一个个无比的狼狈, 不少人身上还被烧伤了, 有些人脸上也黑乎乎地, 根本就看不清楚面目, 但是他们一看到飞骆驼的时候, 有些人眼泪就落下来了, 大米赶紧迎接上去, 把情况讲了一遍后, 飞骆驼立刻决定, 自己留下来看情况, 让大米带着那些人回村落, 等这边稳定下来, 他会过去, 而张凡那边, 面对二个真假花月影, 终于祭出大招, 花月影是气灵, 它是天地当铺的气灵, 而自己手里有天地当铺的精英, 这东西也是有灵性的, 它的气息和花月影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 张凡直接祭出了精英, 既然我分辨不出来, 你们谁是真的花月影, 那么索性都杀了, 宁可错杀一千, 不可放过一个, 我的奴婢多的是, 也不在于少了一个两个, 张凡盯着, 眼前的二个花月影, 这话说得十分绝情, 而且, 他的眼神都变了, 眼神中只见灵力, 却不见丝毫柔情, 这让他面前的两个花月影心里都一紧, 是他, 他们都是奴婢, 以张凡的能力和权势, 别说收一二个奴婢, 就是收十个二十个奴婢, 也是小事一桩, 这些人的死活, 对于张凡来说, 确实不值得一提, 与其这样麻烦的分辨, 也分辨不出来, 还不如索性全部杀死, 这样假的花月影, 自然就逃不掉了, 主人, 你不能这样心狠呀, 主人, 我对你可以一向忠心耿耿呀, 你不能这样对我, 两个花月影此时都急了, 不住地哀求着张凡, 似乎下一刻, 他真的会出手, 不问青红皂白地打死他们, 一想到这里, 有人就无比心慌, 他可不想死, 既然是我的奴婢, 你们的性命, 自然就是我的, 主人为难分辨, 不出来真假的时候, 你能死在主人的手里, 应该万分庆幸才对, 所以, 去死吧, 张凡这一番话, 让那两个花月影都是脸色大变, 然后他们就看到那晶硬无限的变大, 瞬间就像有一个屋子大小, 静止砸了下来, 此时不跑, 真的会死的, 那三位真火在心底一阵哀嚎, 花月影是张凡的奴婢可以死, 但是他不能呀, 他也不想死, 所以下一刻搜的一声, 就变成一团火焰, 只往一个方向冲去, 要逃, 得快点逃走, 这个张凡太厉害了, 他打不过, 只能逃命了, 跑到一个地方隐藏起来, 过上几十年几百年后再出来, 依旧还是能活下去, 可是他还没冲出去, 就发现一团金光围在他的周围, 把他紧紧地控制住, 而巨大金印像是盯住了他, 静止就砸了下来, 只听到一声惨叫, 原本十几米的火焰, 一下子被砸得只剩下巴掌大的猩猩之火, 还在勉强跳动着, 这三位真火已经没法子维系人形了, 而且被那么多水包围着, 随时就有熄灭的危险, 只要真的熄灭了, 他就彻底地消散于天地之中了, 还是把你给找出来了, 你既然已经开了灵质, 而且还变换成花月影的模样, 那也算是和他有缘分, 你就和他融合吧, 你要是足够地厉害, 但某一天,某一个特殊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苏醒地, 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 要不然, 你只有消散于天地之间, 或者让花月影慢慢地吸收掉你, 张凡的话语, 这三位真火听懂了, 看着上面精硬的威压越来越大, 他知道, 只要自己一反抗, 那么下一刻在精硬下面, 肯定会被砸得魂飞烟灭, 再无半点的生机, 当然他自己也有价值, 说不定张凡会留他一条性命, 让他在最最虚弱的时候, 让花月影把他给吸收掉, 这三界之中就再也没有他了, 他不想死, 虽然张凡给了他一个缥缈的机会, 但是那也是希望对不对, 也许多年以后, 他还能重新苏醒, 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 到时候, 想变成谁就变成谁, 对, 他要活着, 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一想到这里, 这三位真火, 静止往花月影的身上冲去, 而且此时他全无攻击性, 火焰变得异常地平和, 这让花月影又惊又喜, 原本融合这样三位真火, 说不定需要一年半载, 但是他主动投入, 也许只要十天八天就可以了, 想到这里, 花月影欣喜地闭上眼睛, 开始融合这三位真火, 只是最后总是有一缕的火焰, 在不停地跳动着, 充满不确定的因素, 因为这一缕火焰, 实在是太小了, 所以花月影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把它放在手心, 然后想了一下, 看到地上有一小块石头, 就捡起了石头, 那一缕火苗, 慢慢地跳动着, 很快进入了石头之中, 那本来平淡无奇的石头, 因为多了一缕火苗, 就变得格外的晶莹剔透, 主人, 这个给你吧, 也许以后这一缕小火苗, 会再一次幻化成人形, 不给他一点点希望, 他会彻底崩溃的, 花月影可以感受到, 体内火焰的力量, 此时气息很平和, 想来那些不甘心和狂暴的气息, 说不定就在这一缕小火苗中, 花月影想来想去, 就把这石头给了张凡, 然后冲他竖起大拇指, 主人, 你要杀我的表情, 让这三位真火吓坏了, 立刻就露出了原形, 他那里知道, 我是气灵呀, 花月影咯咯地笑起来, 他才不担心张凡会杀他, 他就是有再多的奴仆, 他也是最特殊的一个, 主人才舍得杀了他, 再说, 金印真的砸下来, 他可以躲到天地当铺里面去呀, 完全不用担心, 他会被砸死, 希希, 因为他和金印, 都是出于天地当铺呀, 就你鬼机灵, 我其实已经从最后你们情绪变化中, 感觉到了, 谁是三位真火, 今日彻底地找到三位真火, 也解决这个隐患, 算是当初张凡和莫汉尔一族签订的契约, 最重要最珍贵的三位真火, 已经到手了, 这才是八百里火焰山里最好的宝贝, 此时的张凡, 心情格外舒坦, 笑呵呵地和花月影准备下山去, 不过走之前, 他让花月影给这山寨下一场雨, 是怕有的灵星火苗会死灰复燃, 而犀利利的小雨落下来的时候, 整个山寨里本来燥热的空气, 很快就变得清凉起来, 两人站在雨水中, 那雨滴自动地避开俩人, 他们身上都干干净净地无比地清爽, 而看到这一幕的飞骆驼张大着嘴巴, 异常地震撼, 张先生真是神人眼, 此时赶紧要去见一见, 而飞骆驼跑出来后, 赶紧向张凡见礼, 又说起大米, 带着许多人去了他家乡的村落, 这让张凡眼睛一亮, 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事情, 正好, 这边事情解决后, 我也去一趟你们村落, 张凡想看看, 那几千人是怎么安置的, 要是这件事情在处理好后, 他也该离开火焰山这边了, 这八百里火焰山, 也算是成为了天地当铺的产业了, 这里自然是要经营好, 好, 我在这边山寨里, 还放了一些粮食和经营, 到时候都运送过去, 要不然, 那么多人, 吃喝都是问题, 毕竟, 人太多了, 就是庄稼粮食, 也不会那么快就长出来, 三四千人,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些人每天消耗的粮食, 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要是没有粮食, 没有钱, 他们支撑不到收获庄稼的时候, 到时候这些人, 说不定又会变成到处流窜的马贼, 嗯, 缺什么东西, 告诉我, 不管是莫哈尔一族, 还是吉利尔一族, 他们住在火焰城, 用火焰城的宝石矿等东西, 还是可以换取不少的粮食的, 而且这个山寨, 好像也有一个矿, 挖出来的矿, 也是一个很好的收入来源, 这么多人, 张凡想看看, 他们是怎么安置的, 一二天后, 张凡来到了那个熟悉村落, 原本很大的村子里, 此时变得很热闹, 不但原本那些空置的房子, 都住满了人, 还有很多空地被开发出来, 有人在那边建石头房子, 而村里本来有条小河, 因为下雨的缘故, 居然也有一点溪流, 大米发现, 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 有天河水的流过, 就带着一群人, 去挖沟渠, 把天河水, 引到村落里来, 原本这村落的几口水井, 此时也都有了水源, 那些四处逃荒的村民, 也回来了一些, 看到村子里变得比镇子上还热闹, 他们开始吓了一跳, 但是等看到大米的爷爷后, 倒是松了一口气, 原来也都是熟悉的人, 那就不碍事了, 村落小了, 可以扩建, 他们可以在河边, 在山上只要有土地的地方, 都挖出一点点地方, 种上各种的粮食, 精心伺候着, 村落里的土地很肥沃, 原来是因为没有水源, 才会被人荒弃, 现在能引来天河的水源, 山寨上的人手那么多, 每一块土都分给一户人家, 这些原本马贼的家属, 干活的积极性特别高, 大米还号召在村落周围, 可以随便开荒种地, 谁开的荒地就是谁的, 到时候, 山寨也只会收取一成, 或者二成的粮食, 用来养一些人, 用来守护村子的安全, 这个村落又本来靠山又有坡地, 人多力量大, 很多荒地被开出来, 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一片, 而一些身手好的人, 则去山上打猎, 家里留一些人重备开荒, 把这原本估计的小山村, 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而附近有些人听到消息, 也会来这边看看, 或者, 拿粮食换取他们手里的一些东西, 比喻兵器, 或者铁矿, 或者是山上打来的猎物, 大米干脆特意, 开辟出一块空地, 让大家都来交易, 他们保证所有人的安全, 却又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这样的好事传出去后, 这个山村就变得更热闹了, 甚至吉利尔家族的, 也有人来这边观望, 等张凡过来后, 看到的就是这样欣欣向荣的一幕, 他也惊叹, 大米这个有黑的不起眼的姑娘, 居然还挺厉害的, 所以, 张凡在这里住下几天, 教导那些村民修渠道, 把天和水往田地里引, 教他们坐水车, 把低处的水引到高处去, 还教这些人, 把挖到的铁矿石, 加工成铁器, 做成菜刀镰刀之类的农具, 还教会了这些村民, 把一些活捉的野牛野山羊野兔子, 都圈养起来, 张凡的脑子里, 似乎有无穷无尽的本领, 让跟在他身边的大米和飞骆, 是惊叹佩服不已, 这只有神人, 才会有这么聪明的脑子, 好像什么都会, 简直厉害的, 让人不敢相信, 你们生产力太低下了, 我在这边再住二天, 教教你们, 火焰山不该是只能填饱肚子的地方, 它应该变成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 张凡本来只是好玩, 实在是看不惯, 指点一二, 但是没想到这些人聪明好学, 而且一个个求之若渴, 纷纷求教怎么发展这个村子, 想着这也是八百里火焰山的地盘, 这些人其实也是自己的子民, 张凡倒是很大方, 把自己知道的一些简单的种田技巧, 还弄了些玉米土豆, 以及小麦稻谷之类的粮食, 教他们种植, 张凡这随口说的, 都是这个世界里最先进的东西, 那些人简直欣喜若狂, 恨不得跪下来膜拜张凡, 而他给默汉尔和吉利尔带了一些口信, 让他们在适当的时候, 可以给这个村庄提供一些帮助, 而他则打算离开了, 只是走的时候, 把大米叫到一边去, 大米, 你只是个普通的凡人, 你是个女人, 但是你很聪明, 这个东西留给你防身用, 用心地运养, 说不定多年后, 另一个山寨里的月影姑娘, 会重新出现, 这一缕火苗蕴含着三位真火, 哪怕只是一缕, 对于凡人来说, 已经很强大了, 张凡是看着大米很能干, 可惜是个凡人小姑娘, 所以就把这石头送给他, 而且当初的花月影, 对于大米带着一种执念, 让他来酝养, 是再合适不过了, 谢谢尊主, 我一定会按照你的意思, 来管理好这个村落, 嗯, 我出来许久, 也该回去了, 其实张凡也没出来多久, 但是惦记着那边的生意, 这份契约忙完后, 他是该回去了, 不过花月影暂时给留在了火焰山天池上修炼, 并且在神池边打算建一个传送门, 让以后天地当铺来火焰山更加的容易, 大米抹了一下眼泪, 他也知道尊主, 根本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他有他该去的地方, 而这一次回去, 张凡也没有费什么劲, 直接招来在神池待着的黄金龙, 让他把自己拖回去了, 而张凡刚回到天地当铺, 一杯茶还没喝完, 外面的风铃又响起来, 这让张凡怀疑, 这天地当铺, 是不是故意的, 只有等自己回来, 他才会安排客人来交易, 这一次进来的一个客人, 是一个穿着长衫的读书人, 那长衫虽然洗得干净, 但是已经有好几个补丁, 只是缝补的用心, 不仔细看根本就注意不到, 而这个读书人约莫四十来岁, 丝丝闻闻地, 一进门就好奇的东张西望, 但是看到阴柔弱的时候, 脸一红低下头, 却不再直视, 那模样, 应该在遵守着, 非礼物事, 这里是天地当铺, 你来这里, 是想当什么东西, 或者, 想得到什么东西, 对于这样一个读书人, 张凡也没有怠慢, 只是例行公事地问了一句, 这么长时间, 天地当铺没客人, 而这能被天地当铺选中客人, 肯定有特殊的地方, 当东西, 我家已经家徒四壁了, 那还有当铺能看中的东西, 家里有一把祖传的斧头, 很有些年头, 祖上有传说, 是上古的神仙用过的, 你要是看到钟, 就请收下吧, 这陈良才苦笑一声, 其实那把斧头, 确实是祖上传下来的, 但是因为祖上记录得太过离奇, 说是这斧头是自己飞过来的, 可是他们家守着这斧头好多年了, 也没有见有什么出奇的地方, 以至于后来陈良才家到钟落后, 家里能荡掉的东西都荡了, 陈良才也曾经把这斧头拿出去荡掉, 因为他们一家都是读书人, 弄一把这样斧头在家里, 实在是没什么用处, 还不如荡掉换一些笔墨纸验, 运气再好点, 还能换一些盘缠, 可以让他去赶考, 只可惜陈良才把这斧头拿到当铺里去, 那些当铺的嘲讽都在笑话他疯了, 一个破旧的斧头也拿来当, 最后有档铺虽然收下, 却是只肯给十个铜板给他, 这让陈良才又羞又怒, 还是把这把斧头带回了家里, 当晚上他躺下后, 却是迷迷糊糊的就做了这个梦, 然后陈良才就来到天地档铺, 遇到有人问他, 可有东西要荡掉, 当, 要当就只能当这个斧头了, 咦, 就是这把斧头, 先生可以看看, 这陈良才心底纳闷了, 自己做的这么稀奇古怪的梦, 梦中居然还能把这把家传的斧头给带进来, 真是怪事, 陈良才摸了摸脑袋, 赶紧把突然出现在身边的这把斧头, 送到了张凡的面前, 这把斧头真的是平淡无奇, 黑黑的斧头柄看起来脏兮兮的, 而斧头上面也是铁锈斑斑的, 怎么看就是一把普通的斧头, 张凡拿起了斧头, 却是在斧头的柄上看到几个甲骨纹, 他仔细地辨认一番后, 却是, 开天斧, 开天斧, 这好大的口气, 张凡突然笑了,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口气的斧头, 居然叫开天斧, 而且, 这斧头怎么看, 都感觉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 张凡不动声色, 再一次打量着这斧头, 却见下面的那陈良才, 此时也有些不好意思地陪笑着, 我族谱上有记载, 说是在家中祭祀祖先的时候, 这把斧头不请自来, 就躺在了祭祀的桌子上, 而当时也有人认出开天斧三个字, 所以就把它一直都供奉在祠堂里, 细算下来已经有二三百年了, 有人说, 我们祖上出过神仙, 这斧头当初就是祖宗的神物, 但是我们陈家这么多年来, 日子却是越过越清贫, 我们家已经数百年来, 没有出过一个文武官, 如今子孙不孝, 只能靠着变卖祖产过日子, 来凑齐去赶考的路费, 这斧头享受了我们家几百年的祭祀, 不管是不是神物, 应该也有点灵性吧, 所以, 你要是想要, 就拿去吧, 陈良才苦笑一下, 他们家供奉了几百年的斧头, 在当铺里, 人家就给十个通版, 既然自己做了这个奇怪的梦, 居然有人愿意收这斧头, 真是人一做梦, 梦中什么都会有的, 张凡拿着这斧头, 眼睛盯着一直看, 突然觉得, 这斧头似乎变重了, 他没说什么, 深呼吸一口气, 发现斧头又变重了, 这一下, 他眼睛眯了一下, 这斧头怕是个宝贝, 一个凡人拿着这斧头, 很有可能是不识货, 所以才会说出那样的话, 这斧头我收了, 你想要用斧头, 换取什么东西, 你最缺什么, 就可以换什么, 张凡说着话的时候, 又掂量了一把那斧头, 发现居然又变重了, 而且, 这一次重量可不轻, 这把不气岩斧头, 最少也有几百斤重了, 这才不过几个呼吸的功夫, 这要是无限增加重量的时候, 他怕是会有上万斤了, 甚至几十万斤, 这样话, 确实是可以被称作开天赋, 缺什么换什么, 我家上百年都没有出过状元或者将军, 我家的文运似乎断了, 要是能让我这次能高中, 或者以后陈氏一族能再次崛起的话, 我倒是愿意用这个斧头来换, 陈良才苦笑一声, 只觉得自己说的话, 口气太大了, 这也幸亏是在做梦, 也只有梦中, 自己才敢说这样不靠谱的话语来, 换成别的时候, 他肯定不敢这样说, 就算是这样说了, 还有谁能改变别人家的文运, 能让他高中, 能当个一官半职的, 谁要是有这本事, 那就不会开什么当铺了, 那就是神仙了, 我明白了, 我这里还真的有一族的文运, 你若是想要, 就用你这开天府来换吧, 张凡突然想起, 天地当铺仓库里, 还真的有一份家族的文运, 这东西, 陈良才应该用得上, 真的, 还是假的, 真的可以用这破斧头来换吗, 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 我, 这个陈良才说着说着, 就激动地语无伦刺起来, 反正他也搞不明白, 反正这个梦他太喜欢了, 真是一个美梦, 而等到张凡拿出一份羊皮卷, 和他签订契约的时候, 这个陈良才又彻底地惊呆了, 他整个人都混混顿顿地, 按照张凡的提示, 签下自己的名字, 按上了携手印, 张凡看到陈良才做完这一切后, 很自然地拿起手中的精印, 一下子按下去, 一道金光闪过, 这份契约就算是生效了, 而那边本来有黑不起眼的开天府, 在羊皮卷的金光闪过的时候, 却是突然发生了异常明显的变化, 陈良才眼睛眯了一下, 似乎有点迷糊, 但是看看那羊皮卷, 再看看面前虽然看不清楚真面目的张凡, 他心底却是闪过一丝狂喜, 这, 这人似乎很靠谱, 给他一族的文运, 甚至还和他签订了契约, 他这不是占了大便宜, 一想到这里, 陈良才有些不安, 非常诚恳地想张凡道谢, 我, 我以为是在做梦, 梦中信口雌黄, 没想到, 没想到, 我这是占了大便宜了, 我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 我这是做得不地道, 有辱斯文呀, 这陈良才是非常不好意思地说着话, 因为对于他来说, 一个破烂的斧头, 怎么可以和一族的文运相比, 那他是占了天大的便宜, 这样的好事, 让他简直不知道说什么, 显得非常的激动, 最后想了想, 冲着张凡跪下磕头, 我虽然不知道你是奈陆的神仙, 但是, 我会把今晚上做的梦都记录下来, 然后让后人子孙供奉你, 也发誓, 如果子孙后代有人功名有成, 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 我愿意献出, 我最杰出的子孙, 成为你的奴仆, 这样我就不欠着你什么了, 睡觉都能安心, 这陈梁才说完, 这些长须一口气, 似乎心底的负担都变轻了, 因为他觉得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 像这样是要遭天谴了, 因为老天爷都看不过去, 哈哈, 错了, 错了, 是我占了大便宜了, 你这斧头, 怕真是开天府, 只是你只是凡人而已, 根本就看出来他的好处, 张凡还是第一次遇到像陈梁才这样的人, 做交易, 居然因为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 而心底异常不安的人, 所以他难得地选择说了实话, 这斧头不是凡物, 怕真是神仙用的宝贝, 别说是异族的文运, 就是, 比这在珍贵十倍的东西, 也换不来这开天府, 这一次, 天地当铺是赚大了, 这可是好宝贝, 要仔细地珍藏起来, 啊, 神仙用的宝贝, 真的能开天,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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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祖上的传说居然是真的, 这一下陈梁才有些不淡定了, 他是万万没想到, 祖上的那些荒诞的传说居然是真的, 这斧头还真是宝贝, 可是在珍贵的宝贝, 在他们凡人手里总是无用的, 哎, 这是命啊, 他们家就没这个命, 好东西几百年了, 还是留不住, 太惨了, 真是愧对祖宗, 带着愧疚, 陈梁才离开了天地当铺, 而走的时候, 张凡把以前收藏的文运, 加持到了他的身上,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陈梁才, 这一次一定会高中状元, 而且会带领着整个陈家兴旺起来, 陈家从他这一代后, 会连续很多年都会文运昌上, 作为代价, 陈家失去的是一把绝顶的仙器, 这东西, 甚至能自行选择主人, 甚至能让凡人成仙, 继而影响整个陈氏家族, 比起在陈梁才在俗世间的一些文运, 强的就不是十倍八倍, 可是这个机会, 被陈梁才生生地错过了, 张凡可就没有陈梁才那么多郁闷和落寞, 相反他心情是格外好, 得到了八百里火焰山, 而那火焰山都快变成一片世外桃源, 还得到了火焰山里的三位真火, 让花月影学会了控火的能力, 就凭着这控水和控火的能力, 此时的花月影就算在天庭里, 凭借着实力都不会受一点的委屈, 而天地当铺的仓库里, 终于弄到一把仙器, 还是一把等级绝对不低的仙器, 有了这把仙器, 张凡觉得, 就有机会打开天庭的大门, 就可以尝试着找那些欠债的神仙讨债, 一点点地把以前的仙器都要回来, 天地当铺有实力后, 看谁还敢躲债赖账, 出了天地当铺, 张凡回到了陈梁, 闻到陈梁清新的空气, 张凡都通体都舒坦起来了, 这里的空气比起火焰山, 氧气离子明显高出许多, 呼吸到这样的空气, 人脑子里都转得快一些, 舒服呀, 张凡出现在陈梁的时候, 正好是第二天一早, 精神不振的徐子军一看到他的时候, 洗得赶紧跑到他身边, 然后用手摇晃了一下他的肩膀, 这才笑珠颜开, 哎呀, 张哥你可算是回来了, 这些天都把我憋死了, 就是吃个烧烤想烤全羊, 看看那烤全羊那个头, 我吃着也浪费呀, 你回来了, 晚上烤串夜宵烤全羊的走起, 你再不回来, 我都担心我的手艺荒废了, 徐子军看到张凡的时候, 激动得不得了, 那种高兴近, 是怎么都掩饰不住的, 张凡不在的这些天, 徐子军都感觉没目标了, 也懒得做菜了, 因为做出来一桌子菜, 总感觉没人吃, 浪费呀, 他曾经几次想做烤全羊, 可是, 想想一只羊, 自己怎么也不可能吃完, 而送给别人吃, 他又觉得兴致全无, 唉, 弄得这些天, 干啥都不得尽, 只有看到张凡回来后, 他整个人才活了过来, 烤全羊, 哎呀, 要的, 要的, 你一说我口水都出来了, 赶紧准备准备, 晚上我们吃烤串和烤全羊, 你没看我这些天都瘦了, 吃不好呀, 和徐子军这个吃货一起, 张凡觉得自己才像个普通的凡人, 对于他来说, 在火焰山天天被人跪拜, 还不如徐子军弄点美食, 吃得过瘾舒坦, 那边的食物, 实在是太不合口味了, 吃不惯呀, 好, 好, 张哥你喜欢吃烤全羊, 我马上去弄, 让容乐成那小子, 给弄最新鲜的羊肉, 我现在就开始弄, 争取晚上我们吃上烤全羊, 徐子军一听到张凡说想吃烤全羊, 那兴致就来了, 只觉得自己终于有点用处了, 至少, 能让张哥惦记着厨艺, 那就是让人骄傲的, 好, 我还想吃青菜, 烤茄子, 海鲜粥, 清汤一点的, 这些天出差的地方, 太热了, 都快上火了, 给弄点凉茶, 不说吃得还好, 一说到吃得张凡, 就觉得口水都快出来了, 别人动不动, 都会跪在他面前叫神仙, 他觉得, 真要是当神仙, 他也是个吃货, 满足不了口腹之欲, 就是当了神仙, 能长生不老又如何, 张凡回来的消息, 很快荣家人就知道了, 荣乐成接到了许子军的电话, 让他弄一只吃草的山羊, 还必须得一年生的那种羊骨, 因为那种羊骨的肉质最鲜美, 不大不小刚刚好, 再弄点新鲜的食材过来, 我一会给一个清单你, 我给张哥再熬点凉茶, 还有从明天开始, 恢复正常食材的采购, 我看张哥瘦了黑了, 得好好的给他补补, 张凡回来了, 许子军感觉自己整个人像活了过来, 和荣乐成说话也变得啰嗦了, 不像前阵子, 他接到电话都不耐烦, 三句二句话就把电话挂掉了, 今天他都有心情和荣乐成慢慢聊, 一点点的叮嘱, 脾气都变好了许多, 荣家从荣乐成这边也得到了消息, 知道张凡终于回来了, 荣志康赶紧放下手中一切的事情, 赶到陈元来见张凡, 出门的时候, 他的车队和保镖都跟了上来, 现在的荣家在江城, 已经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管是走到那里, 只要被人发现, 都会被围起来拍照求签名, 甚至荣家的动向, 都会被商界的人留意, 只因为最近几个月, 荣家不知道什么原因, 在原来的首富下落不明后, 迅速地崛起来, 在江城已经成为首富, 而且还有问鼎全国全世界的意思, 只是荣家异常地低调, 荣志康都很少露面, 所以他一旦露面, 身边跟着的保镖等就非常多, 没办法身份在那里, 为了安全不得不谨慎, 毕竟, 现在对荣家虎视眈眈的可不少, 不少人都盼望着荣家倒下, 他们能奋一杯羹, 但是那些保镖跟着荣志康到陈元后, 他让车停下来, 让保镖不要跟着, 自己不行, 王雅居隔那边走去, 老板, 还有这么远, 我开车送你吧, 再说, 这边也不是很安全, 让兄弟们跟在你身后好一点, 荣志康的贴身保镖队长, 很谨慎地表示, 荣志康这样做有点危险, 要是在这里, 有人伏击荣先生, 那就糟糕了, 不用, 整个江城, 这里是最安全的, 而且, 你们送我, 这太没礼貌了, 不要再说了, 你不用再跟着我了, 我和乐城过去就好, 荣志康少见的固执, 如果说江城这里不安全, 那么整个世界都不安全了, 而且, 他只是张先生的一个仆人, 自己要端正自己的位置, 不要弄错了, 一个仆人带着一众保镖, 直接坐车到雅居阁, 这像什么话, 仆人, 就得有仆人的态度, 要不然, 江城那么多家族, 为什么只有荣家, 能入了张先生的眼睛, 这就是因为荣家, 比别的家族谨慎, 也比别的家族更明白自己的位置, 所以, 别看荣志康在江城市首富, 但是去见张帆的时候, 还是毕恭毕敬地站立在一边, 张先生你回来了, 这是最近荣家收购的一些公司, 还有荣家的一些发展规划, 以及赚的利润等, 趁着张先生回来, 我拿给你看看, 看有没有需要注意的, 荣家有了那财神爷后, 顺风顺水, 随便买块地, 都能遇到城市重新规划一条地铁线, 这运气真是好到爆炸, 所以荣家最近赚了一些钱, 不用看, 现在也不缺钱, 你用心做事就好了, 等我需要用钱的时候, 我会找你, 张帆根本就没有翻看那些资料,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一个荣家只要不是目光过于短浅, 此时他们就不会做出自掘坟墓的事情来, 再说了, 荣家现在还很弱小, 也没必要从这里抽血, 哦, 对了, 这里有些东西, 你看把我卖掉吧, 反正我也用不上, 张帆说这话, 顺手从沙发上拿出一个小袋子, 然后把袋子口解开, 就看到一堆的红宝石和蓝宝石, 从袋子里滚出来, 有人宝石居然比大拇指还大, 璀璨夺目, 好看得让人一不开眼睛, 哪怕是见多识广的荣志康, 眼睛都直了, 我天, 这宝石的橙色也太好了, 这随便一颗都可以给普通人家当传家宝了, 而且, 有些宝石那是可遇不可求, 有时候拿着钱都不一定买得到, 张先生, 你想把这些宝石便卖掉, 这些宝石都太罕见了, 随便一颗都能卖出好价钱, 只是这样的宝贝拍卖出去, 怕都会被人收藏起来, 再也不会出事了, 以后再想买这样的好东西, 可不容易了, 荣志康委婉地告诉张帆, 这样的宝石太罕见了, 要是卖出去的话, 以后想再花钱买回来, 人家肯定不会卖, 而且, 好东西留下来也是会升值的, 他不建议卖掉, 没事, 这样的宝石很多, 我也用不上, 留着也只能当漂亮的小石子丸, 还不如卖掉, 谁稀罕, 谁就花钱买, 张帆满不在乎地说了一句, 火焰城那边虽然炙热, 但是那边出矿, 也出产宝石之类的东西, 当初吉利尔家族上供给他的宝石, 可不止这一袋子, 他是把一些最看不上的都拿出来, 让荣志康来处理掉, 很多, 有多少, 要是张先生有这方面的路子, 我觉得, 荣家, 可以开办一个珠宝公司, 别的不说, 就这袋子宝石, 都可以当成公司的珍藏品, 遇到大客户拿出来卖, 那才是真的赚钱, 荣志康听到张帆的话语, 眼睛都直了, 这样宝石之所以贵, 那是因为罕见, 而且越是罕见的宝石, 成品和裸石之间的价格差距, 是非常大的, 多几棵像这样的石头, 就足以撑得起一个珠宝公司的利润, 而且, 有拿得出手的高品质的宝石, 再配上一些宣传, 就会形成一种特别火的品牌, 有些珠宝品牌深入人心, 那也是一种价值的体现, 珠宝公司利润也是非常惊人的, 而且能打开全国的市场和国际市场, 荣志康是越想越动心, 现在唯一担心的是, 张帆手里只有这一袋珠宝, 而且, 以后这样的珠宝, 再也没机会弄到手, 啊, 那里就组建一个珠宝公司吧, 这种品质的珠宝, 虽然不至于说要多少有多少, 但是一年给你几袋子, 应该不成问题, 张帆想了想火焰城那情况, 觉得这提供这些漂亮的小石头, 应该不成问题, 他却没想到, 他今日随口一说, 会引起多大的波浪, 几袋子, 荣志康整个人都实话了, 他忍不住地又低下头, 好好地研究张帆递给他的那袋子珠宝, 拿出其中最小的一个, 左看右看, 甚至还掏出了眼镜, 然后戴上眼镜对着灯光, 仔细地看, 张先生, 我可以喊一个人过来吗? 他是珠宝鉴定的专家, 跟我有几十年的交情, 两家算得上市通家之好, 这个刘庆云人品不错, 嘴巴很严, 他不会泄露你的行踪的, 荣志康觉得, 这些珠宝的品质, 实在是太好了, 可是这么好品质的珠宝, 在博物馆都不多见, 这样的好东西, 一颗二颗, 就已经算得上市镇垫之宝, 这还有一袋子, 他拿不准, 他担心自己不够专业, 还是说, 现在高品质的珠宝产量多了, 他把控不好现在珠宝的行情, 所以才想喊在珠宝行业, 摸爬滚打三十多年的刘庆云过来, 嗯, 可以, 张凡一点头, 荣志康这才给刘庆云打了一个电话, 说是让他来, 沉渊一个地方, 并且表示, 会让儿子荣乐成在那边接他, 毕竟雅居阁这个位置, 看着很偏僻安静, 旁人是想不到的, 接到荣志康电话, 刘庆云可不敢大意, 马上把手里的事情安排出去, 往荣志康说的成员赶来, 心底还激动不已, 要知道, 荣志康现在的地位, 在江城那是非同小可, 现在江城商界都隐隐地以荣志康为首, 甚至今年商会的商会会长, 很多人都觉得, 非荣志康莫属, 更有人觉得, 江城想在全国商界展露头角, 只有荣家这样的大家族能拿得出手, 只是荣家太低调了, 目前只是涉足了地产业, 还有原本的超市行业, 其他的行业似乎不是很感兴趣, 刘庆云就曾经提醒过荣志康, 荣家有钱, 他有能力有技术, 可以帮着荣家, 组建一个珠宝公司, 现在太平盛世, 珠宝才是最赚钱的, 利润比房地产强多了, 而且, 珠宝是赚有钱人的人, 赚有钱人的钱, 可比赚穷人的钱强多了, 雅居阁, 从外面看也就像一家私人宅院, 不过那绿化的环境真的好, 刘庆云被荣乐成带着走进这里的时候, 只觉浑身都舒坦起来, 连呼吸都轻快了许多, 甚至空气中有丝丝凉爽的风吹来, 让他觉得无比的畅快, 好地方呀, 真是好地方, 刘庆云走进雅居阁, 一抬头就看到了荣志康, 刚想着和他打一声招呼, 目光突然就呆滞住了, 因为他看到桌子上有几颗随意摆放的红宝石, 那颜色那品项让看惯高档珠宝的他, 眼睛都直了, 我天, 好东西呀, 真是好东西, 那红宝石漂亮的, 让人不敢眨眼睛, 那蓝宝石简直举世罕见, 还有那钻石, 他觉得比某国王冠上的那颗都要大, 亮度和纯净度都要高许多, 这都是宝贝啊, 哪怕在珠宝界摸爬滚打几十年, 他都很少看到这样宝贝, 所以这会连招呼都顾得不打, 赶紧拿出自己全套的鉴定工具, 什么都没说, 一个个红宝石蓝宝石等都拿起来一一鉴定, 刘青云鉴定的时候, 呼吸声都小了许多, 眼睛一眨都不敢眨, 手上哪怕戴着白手套都轻微地颤抖起来, 因为他心里激动又很慌张, 生怕一失手, 把那个宝石落在了桌子上, 这些东西实在是太珍贵了, 那边的张凡就没那么多顾忌了, 正在吃徐子军给他做的冰镇饮料, 咯蹦咯蹦的冰块咬在嘴里真是过瘾, 上次在火焰山温度一直很高, 但是没有冰块冷饮吃, 遗憾啊, 他吃得欢快无比, 一抬头, 那边刘青云已经把桌子上的珠宝都检测一边了, 此时他手指都在发抖, 激动地说话都在打哆嗦, 他一把捏住旁边荣智康的手, 荣大哥啊, 你真是好本事啊, 小弟佩服佩服, 你在那里弄来的这些珠宝, 简直, 平生仅见, 这质量实在是他好了, 我敢这样说, 国内十大珠宝公司的珍藏品, 都拿不出来这种货色, 你要是有意进军珠宝剑, 我建议你把这些珍藏品拿出来, 每月推出来一款, 绝对劲爆, 而且, 可以把让你公司的名声快速地打出去, 用不了多久, 国内高档珠宝也只能看你家的了, 刘庆云此时是无比的激动, 荣智康真的太厉害了, 这样珍贵的宝贝都被他找出来了, 自己一个在珠宝街首屈一指的鉴定专家, 都被蛰伏了, 这些宝贝的品质可见一斑, 可嗨嗨, 刘兄弟, 这些东西都是张先生的, 我拿不准, 想请你来鉴定一下, 我是有一丝想弄组建一个珠宝公司, 当然, 这得看张先生的意见, 你懂珠宝这行业的利润和风险, 我想请你来向张先生介绍一下, 专业的东西交给专业的人, 荣智康觉得让刘庆云来, 就是让他向张凡描述一下, 珠宝公司的前景, 还有未来发展, 以及他们组建公司的可行性, 以为看张先生的那意思, 他还没有组建珠宝公司的想法, 只是想着把这些东西拍卖掉, 作为商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这些珠宝与其卖掉不如组建公司, 而且刘庆云作为资深的珠宝专家都叹为官职, 那就是说明张先生这批珠宝的品质相当高, 已经超出他们想象了, 张先生, 这么年轻, 刘庆云吃惊地看着坐在那里大咧咧地吃东西的张凡, 再看看恭敬站在一边的荣智康, 整个人都不好了, 荣智康, 江城首富, 还这么恭敬地站在这个年轻人身边, 就像, 就像是一个仆役, 这, 简直不敢想象, 谁敢把荣家的家主当仆役, 刘庆云只觉得颠覆自己的三观呀, 他整个人都有些呆滞, 特别是看到, 那个年轻人很随意地扔给他一个小布袋子, 那袋子就是平常人装杂物的, 有时候会扔垃圾箱的那种, 但是荣智康接到后, 用手掂量一下, 脸上男眼惊讶, 他一双眼睛都有些发红, 看张凡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随即, 做出一个让刘庆云差点晕倒的动作, 荣智康突然扑通一声, 跪在了张凡面前, 惊得那刘庆云嘴巴张开后, 久久和不拢, 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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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智康那可是江城首富, 在江城的商界打一个喷嚏, 江城商界都要抖三抖的人物, 自己都是几家珠宝公司的总顾问, 但是见了他, 都是毕恭毕敬, 为了他一个电话, 退掉一个月前别人预约的商业宴会, 他在荣智康面前都只有做小弟的份, 在刘庆云的眼里, 整个江城荣智康都可以横着走, 就是在全国全世界, 估计也没有谁可以让财大气粗的荣智康低声下气, 但是今天, 他算是开了眼界, 江城首富荣家的组长, 居然跪在了一个年轻人的面前, 刘庆云离开雅乐居的时候, 整个人还是猛逼的, 混混顿顿的没反应过来, 一直到他跟着荣智康回到荣家老宅子后, 亲眼看到荣智康从打开两个小袋子后, 整个人才清醒过来, 随即是浓浓的羡慕, 那二袋子可都是宝石啊, 那么贵重的价值连城的宝石, 就是自己, 恐怕也会跪下吧, 随即对于张凡的身份, 刘庆云心底留下数不尽的遗团, 他心底只有一个声音, 那就是, 这个张先生怕是整个江城, 或者整个世界上最为神秘的人, 甚至荣家的快速崛起, 是不是因为他的缘故? 这些刘庆云只能在心底猜测, 根本就没有机会从荣智康那边证实, 但越是如此, 张先生在刘庆云的眼里越发的神秘, 此时的张凡正在细致勃勃地看徐子军准备那烤羊肉, 一只新鲜的羊骨被荣乐城送过来了, 徐子军忙着清洗腌制, 用一些生姜葱蒜放进羊骨的肚子里, 还特意加了一些小土豆, 这是一只全羊, 徐子军用刀把羊肉的表面割开, 用佐料腌制好, 早早地开始在烧烤架上烤起来, 这只羊肉实在是太大了, 哪怕徐子军用刷子沾上油, 一次又一次地刷, 那也烤了足足一二个小时后, 才有诱人的香味飘散出来, 他们的烧烤架, 依旧架在雅乐居外面, 为了让张凡吃得舒坦, 徐子军还特意烤了一个蒜蓉茄子, 再弄了炖了一个清淡的鸽子汤, 外带煮了一个海鲜粥, 以及一些大黄鱼等, 哎呀, 可惜花月影没回来, 只有我们几个吃饭, 要不, 把七姐妹也叫上, 热闹一点, 一只羊骨, 哪怕烤熟了, 也足足有二十多斤, 还有那海鲜粥, 以及鱼等, 实在是徐子军惦记着张凡有些日子没回来, 怕他吃不好, 索性把张凡平时喜欢吃的烧烤, 都弄了一点, 虽然分量不是很多, 但是架不住种类多, 再加上容乐城端上来的红酒, 还有各种饮料, 一张大桌子都放不下, 那么大一张桌子, 就做张凡一个, 那个容乐城最多只敢坐半边椅子, 更多的时候都是站着伺候张凡吃东西, 或者帮他倒饮料等, 这些人中也只有徐子军敢喊张凡张哥, 在不知道张凡真实身份后, 敢喊大家和他一起吃夜宵, 行,只要你不嫌弃累, 都叫过来吧, 我也喜欢热闹, 张凡心情不错, 在火焰城都是别人跪拜他, 甚至亲吻他的鞋子, 其实他很不习惯, 他喜欢热闹, 人和人之间亲近一点, 所以他对徐子军的提议, 马上点头了, 很快, 龙乐城去喊七姐妹过来, 一起用夜宵, 而那边七姐妹回来后, 因为比较闲, 而且好些天没有去天地当铺了, 闲得慌的时候, 就开了直播, 遇到龙乐城喊他们的时候, 红猪的直播视频还没有关, 索性直接开着视频来雅乐居外面吃夜宵, 那边绿猪则和张凡打了一声招呼, 张先生, 我妹妹正在直播, 还有十分钟就下直播间了, 希望没有打扰到你, 对于直播, 喜欢刷手机的张凡, 其实也是经常看, 所以他也没当回事, 但是却提醒了绿猪一声, 可以直播, 但是最好不要让他出现在镜头里面, 不影响到他用餐就好了, 放心吧, 张先生, 十分钟, 我们就拍一下许子军烤全羊就好了, 绿猪笑了一声, 说来他们姐妹在直播平台的人气非常高, 以前只是弄一些小视频, 后面嫌弃小视频不好玩, 就偶尔上一下直播, 但红猪的直播间, 出现许子军的时候, 直播间一下子沸腾了, 好帅的小哥哥, 好酷, 哇哇哇, 怎么有人长得比我还好看, 不过我好喜欢呀, 烤全羊, 小哥哥居然会做美食, 真是暖男, 是我梦想中的老公哦, 老公, 老公, 七姐妹在直播间的人气本来就很高, 所以, 正在烤全羊的许子军一露面, 立刻有十多万人围观, 那人气质更是蹭蹭地上涨, 许多的观众, 都为许子军超帅的颜值折服, 直播间很快有人喊老公, 还有人刷火箭, 还有不少人在下面留言, 老公好暖心, 真是全能, 不但长得好看, 还会做饭呀, 超级喜欢, 超级想吃老公做的烤全羊, 口水都出来了, 隔着屏幕都闻到了香味, 老公, 抬头笑一笑呀, 老公, 我给你刷火箭, 十个, 有个昵称就喜欢帅哥的粉丝, 在直播间不停地刷屏, 火箭嗖嗖地刷着, 就想着让许子军冲他屏幕笑一笑, 可惜正在烤全羊的许子军根本就没有理会, 而是小心翼翼地, 把手里烤好的一条羊腿切割出来, 然后用盘子装好, 再撒上碧绿的葱花, 准备送给张帆, 那边容乐城端着一杯调好的鸡尾酒, 准备送给张帆的时候, 突然被直播的镜头扫了一下, 直播间有人惊呼一声, 主播, 主播, 我干打赌, 刚才那过去的人影, 是江城第一豪门, 容家大少爷, 绝对错不了, 就是容家大少爷, 直播间有人像是炸开锅, 有人不敢相信, 怎么可能, 谁有这么大面子, 让容家大少爷像小丝一样做事, 你眼睛花了吧, 我看着老公准备的那条羊腿, 好馋, 好想吃呀, 这个弹幕一弹出来, 下面一群人在后面复制粘贴, 而很快, 有人惊讶地发现, 这个美少年居然真的笑容可居地端着一条羊腿, 往一个方向走去, 而那个信誓旦旦说, 刚才端鸡为酒的少年, 是容家的大少爷, 而那个大少爷区区的方向, 和许子军去的方向一样, 这就让那些看直播的粉丝不由猜想到, 在这个直播现场, 应该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人, 他坐在那里, 让那个被不少粉丝喊老公的美少年, 笑眯眯地给他烤羊肉伺候他, 而另一个被人猜测, 很有可能是容家大少爷的人, 也恭恭敬敬地往那边走, 很有可能也是为那个人服务, 有人在屏幕下方打出字幕, 让直播赶紧拍一下, 许子军把羊腿端给了谁, 可任凭那些粉丝在下面发弹幕, 本来正在主播的红猪, 这回突然离开了, 直播间没主播了, 而不少被一些转发吸引来的粉丝, 刚一进直播间, 发现主播都没了, 还有这样事情, 这主播也太任性了, 一个招呼不打, 人直接就离开了, 真是, 太任性了, 也不说一下, 刚才坐在那边, 被人送羊腿, 被人送鸡尾酒的, 到底是那路神仙? 太幸运了, 他们这么多粉丝眼巴巴地看着, 又是发评论, 又是发火箭的, 连人家背影都没看到, 而刚才被那么多人喊老公帅气小哥哥, 一直心甘情愿地在那边烤全羊, 将称最有钱的富豪大少爷, 居然还给那人端茶倒水的, 这, 这, 真是让那些粉丝羡慕妒忌恨, 偏偏, 他们心底恨得痒痒的, 却不知道, 这个人到底是谁, 甚至那个认出融乐城的粉丝, 还在没有主播的直播间评论, 打赌, 那个神秘人到底是谁, 谁要是有办法找出这个人, 悬赏一百万, 一百万, 这让直播间里再次沸腾了, 甚至不少人狂乎红猪, 希望他赶紧解开谜底, 把这个人暴露出来, 一百万啊, 这可是一百万, 有人一辈子都挣不到一百万, 可惜, 此时的红猪, 也被桌子上好吃的吸引了, 那里顾得上什么直播, 再说, 他们姐妹对于直播就是随缘, 他们可没忘记, 他们只是想留在天地当铺, 这个成员, 还有这个直播视频什么的, 只是他们, 打发无聊日子的一个小玩意, 又怎么会放在心上, 张凡似乎和花月影关系特别铁, 这会有趣理会那些粉丝的功夫, 还不如想点办法, 讨好一下张凡, 打听一下花月影的下落, 因为天地当铺的尊主, 似乎也是好多天没露面了, 所以对于那么多人, Elly红猪, 红猪和剩下的几个姐妹, 都是直接无视掉了, 而此时的张凡, 也不知道自己被那么多人惦记着羡慕着, 张哥, 你尝尝我做考全阳, 许子军一双眼睛满怀着期待, 一直看着张凡, 这可是他忙碌几个小时的成果, 只想得到张凡一个赞许的眼神和夸奖就行, 不错, 再烤焦黄一点更好, 我喜欢吃表面这层焦一点的, 脆脆的, 好吃, 羊肉的山味, 加上焦黄香味, 让吃一口烤全羊的张凡, 忍不住露出笑容, 就是这个味道, 真的是很棒, 而他目光看了一下面前那鸡尾酒, 一直注意着张凡的荣乐成, 马上殷勤地端起酒杯, 放到了张凡的面前, 那种恭敬和殷勤, 让一边准备吃东西的七姐妹, 有些目瞪口呆, 他们彼此对事一眼后, 心头却有一种压力, 他们虽然是尊主的丫鬟, 但是却连荣乐成, 对张先生都比不上, 这, 差距太大了, 看, 看, 人家这两个男人, 做得比他们都好呀, 惭愧, 七姐妹甚至生出一种危机感, 这要是不给尊主留下好印象, 万一最后被尊主驱赶出天地档铺, 那, 他们的好日子可就到头了, 在神界, 他们在想不坠轮回寿如天旗, 那是不可能的, 只有在天地档铺, 他们才有一丝的希望, 可是尊主好久没回天地档铺了, 而他们的顶头上司花月影姑娘, 也好久没看到了, 上一次还是和张凡在一起, 后面张凡回来了, 但是花月影姑娘还没回来, 想到这里, 七姐妹也对张凡变得殷勤起来, 开始端着酒杯向张凡敬酒, 张先生, 以前还是多有怠慢, 是我们姐妹不懂规矩, 还望你原谅, 你这次回来了, 不知道花姐姐为什么一直没有见踪影, 绿珠成为了七姐妹中的老大, 说话也更有分量, 他提到了花月影, 剩下围坐在张凡旁边几个姐妹, 也都侧身倾听, 他们都特别地关心, 花月影为什么没回来, 哦, 他还有点事情没处理完, 过些天, 应该很快就会回来的, 你们不用担心, 他在那边好得很, 好了, 吃肉, 都尝尝, 张凡不想过多地说火焰山那边的情况, 因为花月影在那边融合三味真火了, 还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需要过些天才会回来, 而张凡这一说, 七姐妹他们倒是不好再问下去, 只是看张凡的眼神有些不一样了, 听他那口气, 这些天应该一直和花月影在一起, 他被尊主选为人界的代理人, 主要打理人界这边的生意, 能和花月影一起出去办事, 而且上一次他们姐妹碰到的时候, 都可以感觉到, 花月影姑娘对他可是客气得紧, 这让七姐妹越想, 越觉得张凡应该多巴结一下, 所以这会有人站起来给张凡切肉, 有人给他端酒杯, 有人给他递纸巾, 还有人夸张地给他打扇子, 猛然一看, 虽然一大张桌子上有十多个人, 但是这些人无论男女, 都围着团团转, 把他重心捧月般簇拥在最中间, 好在张凡不知道见过多少类似的阵仗, 对于这点, 他神色如常, 该吃就吃改喝就喝, 怎么舒服怎么来, 潇洒自如得很, 而他全然不知道, 那个已经没有了主播的直播间, 此时还有几万人没有散开, 不少人都在绞尽脑汁, 想着怎么赚到那百万悬赏, 弄清楚, 那个神秘的人到底是谁, 能让有些酷似荣家大少爷的人端茶倒水, 能让那么帅气小哥哥的人给烤全羊, 能让漂亮女神主播, 扔下数十万粉丝跑掉的人, 到底是男是女, 到底是什么来头, 有一辆白色的奔驰车从路上开过, 开得很快, 年轻的司机, 看了一下周围的那些步行的骑着单车的人, 满满的优越感, 像他这么年少有为, 年纪轻轻就有一辆豪车的人, 已经是人生的赢家了, 就他坐的这辆车, 差不多已经是一套房子的价钱, 开在大街上, 自然是备有面子, 不过他也有烦心的事情, 女朋友总是耍小脾气, 自己在忙碌的时候也得去哄着, 没办法, 谁叫他的女朋友长得好看了, 一想到自己的女朋友那漂亮的脸蛋, 这年轻人心底就甜滋滋的, 女人啊, 特别是漂亮的女人, 肯定是有脾气, 就像是漂亮的花朵, 需要男人一直去呵护着, 需要男人去宠着, 去放低身段讨好她, 而且那种漂亮的女人, 不是那个男人都能讨好的, 有的混得差的男人, 连和漂亮女人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一想到这里, 他嘴里吹着口哨, 打算绕行一下去见女朋友, 他绕行的地方, 刚好是雅乐居外面, 他在拐弯的时候, 开得非常慢, 而在他车窗外, 他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简直颠覆他三观的一幕, 一个看似普通的男人, 也没见开什么豪车, 穿着很普通的坐在那里, 而身边七八个漂亮的像天上仙女的姑娘, 都围在他身边, 殷勤地向他劝酒, 那七八个姑娘, 哪怕相貌最普通的一个, 也比他引以为傲的女朋友, 漂亮有气质, 不, 随便一个姑娘, 都比他女朋友美十倍, 那一个个堪比大明星啊, 可是这样美貌漂亮的女人, 却围着大咧咧, 坐在那边吃烤全羊的男人身边, 笑语盈音的献殷勤, 这一幕, 只看得这个宝马男, 两眼发直, 原本开豪车的优越感, 瞬间就崩塌了, 他开着豪车, 有什么用, 女朋友闹点小脾气, 他还慌里慌张地过去安慰, 费尽心思地去讨好, 哪有街边这个吃烤串的平凡男人幸福, 泽泽, 酸死了, 这宝马男把车子开出去好远, 还从后车进上去, 无比羡慕地看张凡, 而他却不得不去面前自己那个, 自以为长相漂亮, 但是脾气不小, 蛮横无礼, 却不肯像刚才那个几个美女一样, 哄自己的女朋友, 人生好惨呀, 这一刻, 这宝马男只觉得人生, 太没意思了, 他好羡慕人群中的张凡, 此时的张凡吹着惬意的风, 桌子上各种的美食, 那些烤圈羊都被红猪用小刀, 把肉都给挑出来了, 那边的绿猪还在给他倒酒, 另外几个姑娘, 则在唱着小曲, 活跃着气氛, 一边的容乐城陪笑着, 却一直不敢坐下来, 只是不时帮着徐子军端新鲜的烤串上来, 夜风徐来, 这边欢声笑语穿得很远,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轮满月挂在了天空上, 映衬着那些路灯都有些暗淡, 兴致勃勃的张凡, 抬头看了一下天上月亮, 只觉得像白玉盘一般, 好大好圆, 今晚上的月亮真是漂亮, 张凡随口称赞一句, 就听到那边的容乐城盲在一边接话, 今天据说是最近百年来, 月亮最圆的一次, 网上很多都在发超级月亮的朋友圈, 张先生你看, 那月宫上那块影子, 像不像桂花树? 雅勒居外面其实也种了很多的桂花树, 这个时节已经有星星点点的黄色小花, 随着夜风吹来, 桂花的香气四溢, 飘散得到处都是, 而容乐城说起的桂花树, 这让张凡想起, 上一次去广寒宫的时候, 好像还真的就闻到那种桂花的香味, 而且还看到那棵遮天蔽日的大树, 只是没有看到传说中的吴刚, 想到这里的张凡微微一笑, 接过来红珠递过来的一杯冰镇饮料, 一饮而尽, 好渴呀, 这劳作何日才是个尽头啊, 广寒宫前的桂树生长繁茂, 有五百多丈高, 此时的面容憔悴不堪, 身上衣服都有些破烂的吴刚, 长叹了一声, 忍不住向下界张望, 今天天界上少了很多的云朵, 让他能看一看下界的山河, 可惜啊, 当年的自己, 因为知道这月桂树的花, 可以治疗人间的瘟疫, 而当时的他, 却是从凡人偷偷地登上天梯, 来到广寒宫偷采那桂花, 只是因为时间不够用, 心急之下, 使劲地摇晃着月桂树, 折损了桂花树的不少之鸭, 也让满树的花朵都落到了人间, 他那里会知道, 当年那小小的月桂树, 也是仙界的宝贝, 人间根本就没有, 自己的一方操作, 却是让这桂花树流落到人间不少的角落中, 而他却是违反了天条, 被玉帝责罚, 在这月宫中砍伐这月桂树, 当年玉帝曾经下旨, 你什么时候砍断了神贵, 你就自由了, 让吴刚没有想到的是, 这原本看着不大的月桂树, 随着自己砍伐却是越来越大, 不过上千年却是长得高达五百多丈, 而且这珠神贵不仅高大, 而且还能自己愈合辅伤, 吴刚没砍一辅, 浮起而树伤就马上愈合了, 所以他也只好不断地砍下去, 这日日夜夜的都不得休息, 却怎么也砍不断这月桂树, 眼看又是一年, 都快要到中秋节了, 自己还是一个人孤零零地, 在这个月宫中砍伐着桂花树, 未来的日子没有一点的期盼, 这都过了几千年了, 还是这个模样, 眼看着再过千年, 估计还是这个样子, 永无休止地不停地砍着桂花树, 吴刚觉得当年玉帝惩罚实在是太重了, 自己不过是看着人间遭难, 用月桂树来救人, 把天上的桂花树散落到人间去, 玉帝就硬是惩罚自己几千年不停砍伐劳作, 却是根本就没有希望砍断这棵神树, 自己太惨了, 玉帝太虚伪了, 不过是一棵桂花树就如此惩罚自己, 一棵痘大的眼泪从吴刚的眼里落下,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味道伤心处, 他的苦楚和绝望, 又谁能够理解, 谁又能够帮他一把, 让他脱离这种永不休止的劳作, 前面几千年, 他还指望着自己能感动玉帝, 让他宽恕自己,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心一点点冷下来了, 可是除掉玉帝, 还有谁能帮他, 沮丧中的吴刚越砍树越是没劲, 手一松, 自己的斧头就落在了地上, 差点就砸住了他的脚, 看到这一幕, 吴刚心底的酸处越发的难受, 索性把斧头扔在一边, 转身往广寒宫那边走去, 因为他想弄点水喝, 这边实在是太渴了, 只是还没有靠近广寒宫的大门, 就看到南天门一个叫擎天柱的天将, 正在广寒宫的门口, 和玉兔说着什么, 一看到他来了, 就皱起了眉头大声训斥他, 吴刚, 你好大的胆子, 不在那边砍桂花树, 却跑到广寒宫来干什么, 别以为过了几千年, 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到处乱逛, 玉地下的旨意, 可是不敢断桂花树, 你永远不得自由, 这个天将是当初压借吴刚来这里受罚的人, 当初他还用脚踢过吴刚, 而且, 这些年看到吴刚那是非打即骂, 从来就没有正眼看过他, 吴刚在他眼里, 就是一个低到尘埃里的犯人, 不打死就算是好的, 秦将军, 小人只是因为口渴, 想来广寒宫讨一杯水喝, 还望玉兔姑娘成全, 吴刚此时对狐家虎卫的秦天柱, 虽然十分厌恶, 可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他只能自认倒霉, 今天碰到了秦天柱, 吴刚大哥, 你稍等一下, 我马上给你取水, 这玉兔心肠很是不错, 对这几千年来的邻居吴刚, 倒是颇多的照顾, 这会赶紧进广寒宫, 却给吴刚端来一大碗清水, 本来要不是秦天柱在这里, 玉兔会像往常一样, 请吴刚进门喝水, 一碗清水被端出来了, 而那秦天柱却黑着脸, 十分不悦, 因为刚才玉兔把他搁在一边, 静止去给吴刚端水, 这个吴刚算什么东西, 喝口水而已, 能比他南天门的将军还重要吗? 该死的, 想到这里, 他的手一扬起, 玉兔一个不及防, 手里的那碗清水, 却是一下子落在了地上, 玉碗被摔得粉碎, 而那碗谁也滚落在青石板凹下去的地方? 喝水啊, 你不是要喝水吗? 跪下来, 喝水。 这个秦天柱看到吴刚惊恶的眼神, 想着刚才被玉兔冷落的模样, 而且, 今天自己的事情没有办好, 心底本来就万分不快, 也不敢冲着这玉兔发火。 转身就把怒气发到了吴刚的身上, 一脚踢到吴刚的身上, 然后用脚压着吴刚, 逼他跪下来再舔清石板上的水。 吴刚想站起来, 仗红了脸不住挣扎着, 却没有办法, 只能无比愤怒, 瞪着这秦天柱, 心底痛骂不已, 这混账东西。 岂人太甚! 秦大哥, 吴大哥好歹是我们邻居, 还求你高抬贵手饶了他吧。 玉兔看着被秦天柱一只脚压在地上的吴刚, 心底十分地不忍, 这吴刚也太惨了, 被一个天将欺负成这个模样, 让他像狗一样在地上舔水喝。 吴刚可并没有冒犯他。 哈哈, 他一个犯人, 怎么算得上是你的邻居? 玉兔姑娘, 我劝你心肠不要太软了, 像吴刚这样的人, 怎么配得上让人喊一声大哥? 秦天柱一双眼睛落在玉兔的身上, 他不敢肖想嫦娥, 但是这玉兔也乖巧亮丽, 实在是不错, 只是他有点不识抬举, 枉费自己对他诸多照顾。 他居然都不知道感恩戴德。 秦大哥, 吴大哥虽然被玉帝责罚, 但他也是天宫的人, 天宫还有玉帝了, 我家主子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 还请秦大哥高抬贵手。 玉兔此时无奈, 搬出了嫦娥, 毕竟他家的主人嫦娥容貌靓丽, 在整个天宫那是独一份。 每次玉帝有什么歌舞盛会, 都少不了嫦娥仙子。 要是这个秦玉兔做得太过分了, 他都想向仙子告状。 果然, 玉兔这一说, 那秦玉兔冷哼一声, 一抬脚重踢了吴刚一脚, 踢得吴刚心口一疼, 嘴角都有血流出。 今天, 就看到玉兔姑娘的面子上饶了你, 下次再看到你在广寒宫鬼鬼祟祟的不怀好意, 担心你小命不保。 这秦玉兔训斥着吴刚后, 再冲着玉兔得意地笑着, 一直在玉兔感谢中得意洋洋地离开了。 而那玉兔看着那秦玉兔走远了, 这才搀扶起吴刚, 示意他可以进广寒宫。 仙子不在, 你先进来喝口水。 哎, 真是作孽啊, 这秦天柱实在是太过分了。 玉兔叹息一声, 看着吴刚嘴角的血, 其实吴刚在这边住了几千年, 广寒宫有什么活, 只要招呼一声, 吴刚总会非常勤快地来帮忙。 远亲赶不上静灵, 玉兔可不觉得吴刚就是低贱的犯人。 仙子还没回来吗? 我记得他出去好些日子了, 以前很少像这样啊。 嗯, 上次不是那天地当铺的人来了, 仙子出去散散心, 估计是遇到好玩的地方, 多逗留了一段时间。 吴大哥, 这天地当铺实在是没落了, 要不然他们说不定能拉扯你一把。 好心的玉兔说到这里, 心底一动。 其实他是知道天地当铺的, 当年的嫦娥仙子, 哪有现在这样美貌无双? 他刚来天宫的时候, 因为法力低微, 处处被排挤。 但是后来在一次盛宴上, 嫦娥仙子带着面纱翩翩起舞后, 当众揭开了面纱。 当时他容貌让许多见惯了 美貌仙子仙娥的神仙们, 赞叹不已。 甚至有神仙当场表示, 天宫美貌的容颜有时, 嫦娥的容貌就占据了八分, 剩下了二分, 则给天宫其他的仙子评分。 从这个评价中, 可以想象嫦娥仙子是多么的美貌。 而玉兔却是知道, 他的主人变得无比美丽, 是因为去了一趟天地当铺。 而这天地当铺, 以前每次来收债的时候, 嫦娥仙子总是要借骨出去避债。 只是天地当铺示弱, 等不到嫦娥仙子, 却也只能不甘心地离开。 后来, 玉兔曾经听嫦娥仙子闲聊, 说起天地当铺终究是没落了, 要不然他哪里敢去躲债。 所以这回, 玉兔才会发出如此的胆叹。 因为当年的嫦娥, 不比现在的吴刚处境好多少。 只是嫦娥去了天地当铺后, 彻底改变了命运。 只是这个吴刚, 却是太惨了。 天地当铺, 天地当铺, 真的那么神奇吗? 为什么现在我不能去了? 嗯, 我听仙子的话语, 应该是可以满足你所有的愿望。 只是, 只是, 天地当铺的主人, 上一次来广寒宫的时候, 却是一个凡人。 我想, 凡人都能在天地当铺担主人。 那这天地当铺, 肯定是不行了。 玉兔犹豫一下, 说出自己的猜测。 其实更多的是因为嫦娥仙子的态度。 他敢赖账? 那就说明, 要账得不够厉害。 要不然, 谁还敢欠着天地当铺的账目不还? 既然不够厉害了, 吴刚这处境, 怕是谁也改变不了。 毕竟当初他的事情是惊动了玉帝, 虽然没有要他的命, 却是无形中夺去了他的自由。 两人说着话的时候, 玉兔已经又端来一杯茶, 递给了吴刚。 吴刚忙站起来表示感谢, 喝下那碗茶后, 又去帮着玉兔做了一点杂事, 帮他给广寒宫的花木都浇了一遍水, 这才转身告辞了。 他回到神柜那边的时候, 看着树上已经没有了刀印, 神树看着就像是从来没有被砍伐过。 自己努力了几千年, 都是一场空, 只是整个人被困在这里, 那里都不能去, 每天都是砍树砍树, 哪怕就到死, 都是在砍树。 想到这里的吴刚, 心底生出绝望, 他想到了天地当铺, 不管那个天地当铺是不是没落了, 只要他能一丝一毫地希望, 改变现状, 他都想去试试。 他不愿意被人踩在脚下, 连腰都支不起来。 这一夜, 张凡很开心, 回到自己住处时候, 都有些上头, 然后脚踩在地上, 都觉得像是踩在云朵之间, 十分的惬意。 很舒服。 临睡前, 张凡泡了一个热水澡, 等到他舒服地躺在床上想睡去的时候, 却是听到了风铃的声音, 这个时间还有客人来。 张凡看了一下时间, 都快半夜一点多了。 他走进了天地当铺的时候, 阴柔柔已经穿着一身淡黄色的工装, 恭敬迎接张凡, 看到他的时候, 还向他行了一个大礼。 恭迎尊主? 嗯, 有客人来, 你准备一下。 张凡扫了阴柔柔一眼, 这个西凉女儿国的国王, 还是喜欢代表着尊贵的黄色, 而且, 他哪怕跪下来向自己行李, 依旧像个高高在上的女王。 气度非凡! 虽然是个丫鬟, 还是更像个女王。 吴刚有些胆怯未缩地走进来时候, 一眼就看到了阴柔柔, 他愣了一下, 有些吃惊。 他在广寒宫外面砍树, 这些年看到最多的, 就是玉兔和嫦娥, 哪怕就是做丫鬟的玉兔, 那在神界也是极美的仙子。 所以, 吴刚看人的眼界很高, 即便这样, 他第一眼看到阴柔柔的时候, 也忍不住多看了二眼。 阴柔柔和玉兔是两个极端。 阴柔柔站在那里, 哪怕不说话, 就像是一个君临天下的女王。 而当一个女人这样的时候, 其实却别有一番味道, 让人印象深刻。 更为重要的是, 这样的女人也是极美的, 美的很高贵。 吴刚再看一眼, 那很明显的四个大字, 天地荡妥。 再看坐在上尉, 正在低头看羊皮卷的张凡, 那张凡他根本就看不清楚面容, 但是却可以感觉到, 这个上尉者给了他无限的压力。 这压力, 可比面对那个擎天柱墙多了, 甚至当年面对玉帝的时候, 也不过这个感觉。 眼前的人, 深不可测。 求尚先救我吴刚于水火之中。 吴刚一想到这里, 马上就跪下, 冲着张凡磕头, 而且内心还异常地激动, 没想到他, 心心念念的这天地当铺, 居然就这样在睡梦中进来了。 这, 真是老天爷垂帘, 让他有了一次可以改变绝境的机会。 吴刚? 你是广寒宫砍伐桂花树的吴刚? 张凡猛然听到吴刚两个字, 突然想到吃夜宵的时候, 荣岳成把网上不少网友拍摄的图片给他看, 还说什么超级圆月上可以看到吴刚伐桂花树的情景。 没想到, 这晚上就看到了吴刚, 他该这么干什么? 启炳上仙, 正是小人吴刚, 是那个千百年来一直砍伐着桂花树, 但是却一直不得休息, 一直辛苦复兴的吴刚, 求尚先救我啊, 我不想剩下的人生, 一点希望都没有, 我想踩下擎天柱, 我想出人头地, 不被人耻笑, 我想, 再也不想砍伐那桂花树了, 也许是太激动了, 这吴刚说到这里, 身体都哆嗦起来, 颤抖起来, 这是他千百年的愿望, 一直藏在心底, 谁也不敢告诉, 包括他的邻居玉兔, 谁愿意一直没有任何希望, 一直被人踩在脚下, 还不停地老作着, 不想看桂花树? 我倒是有办法, 只是你愿意为此付出代价吗? 你值得我出手吗? 我这里可是天地档铺, 档铺你明白吗? 张凡神情冷淡, 这些人走途无路后, 都可以向他求救, 但是他也得看看, 这些人有没有帮忙的价值? 天地档铺以前越来越差, 差得都快倒闭了, 张凡好好研究过, 发现以前的那个天地档铺的主人, 就有点烂好人, 什么人都帮忙, 不管那个人有没有价值, 不管那个人有没有可以当掉的东西, 以至于后面天地档铺入不敷出, 实力越来越差, 以至于后面仓库里的东西, 被人借出去后, 都被人赖账了, 没有原则的对别人仁慈, 就是对自己残酷。 档铺, 付出代价? 我已经身处绝境了, 我还有什么不能付出的, 只要你能改变我的现状, 让我, 让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我愿意付出的我的一切, 包括自由和性命, 我已经受够了, 上千年了, 此时的吴刚, 简直咬牙切齿, 玉帝虽然没有杀他, 但是让他砍了几千年的树, 一刻都不得闲, 而且在秦玉柱那样的人眼里, 他就是一个犯人, 一个被玉帝惩罚的犯人, 他不想剩下的几千年也是这样, 他想改变, 他想彻底地改变, 哪怕付出性命, 他也是在所不惜, 像这种炖刀子割肉的感觉, 吴刚已经受够了, 他觉得, 痛快地给自己一刀子, 比现在都要强, 我可以给你想要的, 你的性命, 以后就是我的, 以后你可以是天地当铺的奴仆, 在我需要的时候, 可以为天地当铺拼命, 如果愿意, 就签下这份契约, 张凡看着吴刚, 很快想到自己仓库有一个他很需要的东西, 开天府, 这东西给吴刚应该很合适, 这, 你怎么能让我不再砍那桂花树, 能告诉我办法吗, 这吴刚有些激动, 没想到天地当铺的主人真的有办法, 只是他想来想去, 都觉得似乎没有办法, 让他不再砍桂花树, 他有些不大相信, 所以想问一下张凡, 毕竟这是关系到他往后上千年的生活, 签契约, 签了以后, 我会给你安排, 张凡看了一下时间, 这都快到二点了, 他也不想和吴刚多说, 愿意就签契约, 不愿意, 他回去睡觉, 反正在这里, 他说了算, 这, 这, 吴刚犹豫了, 一双眼睛四处看, 想看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 可是看来看去, 就看出来, 这天地当铺的主人, 有些不耐烦, 再拖延下去, 怕是这份契约都签不了, 我签, 最终吴刚咬牙决定赌一把, 对于他来说, 已经是走图无路了, 还有什么办法, 最坏也不过像他现在这样, 生不如死, 一份羊皮卷契约, 被阴柔柔送到了吴刚的面前, 他眼睛扫了一下, 心底难掩震惊和好奇, 契约中保证, 可以改变他现在的局面, 让他不用再砍神术, 并且愿意借给他一把斧头, 这把斧头在他死后, 或者背叛契约后, 会被天当铺收回, 还有可能被抹去生命, 而他则得成为天地当铺奴仆, 为天地当铺服务, 只要当铺召唤他, 哪怕要他的命都得付出, 吴刚觉得, 这是你亲我愿的事情, 只是万一天地当铺做不到, 不能改变他的现状, 那么会怎么样? 签订了契约, 你们要是做不到, 我做不到, 生命都会受到威胁, 但是如果你们做不到, 怎么办契约上约定的条件, 怎么办? 不会, 天地当铺不会签订办不到的契约, 你若是有疑惑, 可以不签, 张凡这话说得吴刚无言以对, 他相不相信都不重要了, 因为他已经是无路可走了, 只要有人肯给他一点点的希望, 他都要去试一试, 所以他没有再犹豫, 直接签订了契约, 心底却是变得麻木起来, 最惨也不过眼前这样, 就算是死掉了, 估计也是一种解脱, 等到吴刚再一次抬头的时候, 他的眼前出现了一把斧头, 那斧头看着简单古朴, 上面有一层金色的光芒, 而在那上面还有三个字, 开天斧, 拿着这把斧头,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御地不是下旨, 只要你砍断了神柜, 你就自由了, 记住你今天签订的契约, 你是天地当铺的奴仆, 开天斧给了吴刚, 他在神树下醒来的时候, 整个人还处于很猛逼的状态, 要不是他起身的时候, 碰到一把金色的斧头, 他还会以为自己刚才不过是做了一个梦而已, 开天斧, 天地当铺, 这都是真的, 真的, 见见到那开天斧后, 吴刚整个人一阵狂喜, 手握着斧头, 抬眼看那颗五百丈高的神柜, 眼睛都红了, 这神柜, 他砍了几千年了, 耗费他无数的力气, 却依旧是砍不动, 无数次的拔刀, 最后还是变成了无用功, 想到这里, 吴刚举起了手中的开天斧, 冲着那神柜的树干狠狠地砍过去, 那一斧头披下去, 带着呼啸声, 而斧头就像是砍到了豆腐上, 瞬间那斧头就砍掉了神柜三分之一的树干, 这让那神柜的枝压开始剧烈地摇晃起来, 一边砍树的吴刚是目瞪口呆, 大吃一惊, 因为他清晰地记得自己砍了几千年的神柜, 每次砍过神柜后, 那神柜的树干又会快速地挥发, 所以不管自己砍了多少年, 这神柜根本就砍不断, 这才是吴刚无比的绝望的最终原因, 可是刚才拿着这开天斧, 一斧头就砍掉了神柜三分之一的树干, 哪怕那神柜之压剧烈地晃动着, 拼命地恢复着伤势, 但是恢复的速度太慢了, 吴刚加着雷霆之力, 第二刀, 第三刀, 当他的第三刀砍下去后, 整个遮天蔽日高达五百丈的神柜轰然倒下, 让广寒宫外地面甚至发出剧烈的颤动, 而此时正在灵霄宝殿饮酒的御地, 突然像是感觉到发地震一样, 不管是桌上摆放的瓜果, 洒落了一地, 就是那些桌椅都东倒西歪, 而且站在一边侍奉他的仙子和宫鹅, 此时都站不稳面色大变, 吓得御地一哆嗦, 顺势就钻进了灵霄宝殿的大桌下, 发号施令, 快, 快去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天宫是不是要塌掉了? 而南天门的天兵天将, 也感觉到天宫震动了, 他们此时也惊慌失色, 四处查看那引起震动的原因, 是不是又有那个神仙在捣乱? 可是, 天庭之上都有防御罩, 哪怕外人有人抢弓, 也不会发出这么大的动静, 最大的可能性, 是在天庭里面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很快, 吴刚砍断了神贵的消息, 传到了御帝的耳朵里, 惊得刚被搀扶起来的御帝, 是目瞪口呆, 手中的杯盏差点又落在了地上, 神贵居然被吴刚砍断了, 这, 这怎么可能, 快, 快传吴刚上来, 御帝似乎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会慌忙, 让人传吴刚前来问罪, 只是宣旨的天将刚离开, 就看到太白金星急匆匆地赶到, 启禀御帝, 天庭大喜啊, 这太白金星眉头眉脑的一句恭喜的话语, 让本来有些狼狈的御帝, 瞬间有些猛逼, 自从天庭被佛祖压制着, 御帝心底一直都很不快, 实在是想不出来, 如今的天庭, 还有什么值得大喜的事情, 只是太白金星, 一头花白的胡须, 笑容可居的模样, 也不像是在骗他, 这让他实在是疑惑得很, 爱卿, 这天庭之喜, 从何而来? 御帝忍不住问太白金星, 上一次齐天大圣闹天宫, 最后请的佛祖, 才把那猴子压在了五行山上, 虽然这事情是解决了, 但是, 也露出我们天庭的弊端, 那就是能打的, 一个都没有呀, 太白金星常叹一句, 玉帝老脸一红, 这话操理不操, 太白金星说得真是不错, 天庭能打的一个都没有, 不管是托塔天王, 还是那十万天兵天将, 还有那二郎神和四大天王等等, 平时都是享受着天庭的供奉, 但是天庭真的有危难的时候, 却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偌大的天庭, 最后还是佛祖出手, 而且, 听说佛祖有一想收服那猴子, 为他所用, 这让玉帝心底有些担心, 天庭上将是不少, 但是真的能用的, 有能力的, 打得过那猴子的, 还真没有, 这就像是一根刺, 一直刺在玉帝的心底, 让他寝食难安, 但是这事情也不好说出来, 只能藏在心底, 要不然, 就是灭了自己威风, 长了他人的志气, 玉帝啊, 你想一想, 这神跪是何等的厉害, 当年托塔天王的铁塔, 砸过无数次, 都把这神术没办法, 而如今这吴刚把神术砍断了, 完全是遵从了你的旨意, 他不但没有错, 还有大功劳, 向他几千年来, 遵从陛下的旨意砍术, 说明他忠于陛下, 而砍断神术, 则是实力深不可测, 这样忠于陛下, 实力深不可测的神仙在天庭, 可不就是大喜之事? 太白精心一番话, 说得本来怒气冲冲, 想让人捉拿吴刚问罪的玉帝, 眉头渐渐舒张开来, 心底那根刺似乎都被抚平了, 是啊, 真要是得了吴刚这种, 连神贵都可以砍断的门将, 这是天庭之福, 天庭之喜啊, 大喜, 大喜, 果然是大喜, 等到吴刚被带到了灵霄宝殿之上后, 玉帝已经改变主意, 笑容可居地看着他, 却是要大肆赏赐于他, 跪在下面的吴刚, 此时仰着头, 看着高高在上的玉帝, 第一次对他露出笑脸, 甚至对他赞许有加, 甚至还站起来, 亲自扶他起来, 神贵术一断, 吴刚自由了, 你能几千年来遵从我的旨意, 任劳任怨, 理应受到封赏, 今次与吴刚殿前大将军, 统领十万天兵天将, 卫护我天庭在建功绪, 此时的吴刚猛地抬头, 他真的是惊呆了, 原本在心目中, 自己砍断了神术, 闹出那么大惊动, 天兵天将气势汹汹地, 来抓他建玉帝, 他心底已经做好了授罚的准备, 还在琢磨, 玉帝真的惩罚他的时候, 他该怎么身边, 但是却万万没想到, 不但没有授罚, 还会受到奖励, 而且让他统帅十万天兵天将, 这, 这让吴刚几乎不敢相信他的耳朵, 只等到太白金星笑眯眯地, 拿着殿前将军的金印递给他, 并且让他去挑天兵的时候, 他才赫然醒悟, 在实力面前, 你看到的都是笑脸, 没有实力, 你就会被碾压, 会被踩在了脚下, 等出了林霄宝殿后, 吴刚心底还是难掩正经, 对于以前高高在上的太白金星失礼, 多谢老神先跑这一趟, 吴刚被封为殿前将军, 不但有自己的住处, 还有自己的清兵, 和数十万的天兵天将, 玉帝特意让太白金星, 陪同他去上任, 不过一天的时间, 吴刚一跃成为天庭中最有实权的人物之一, 玉帝的封赏, 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来, 这是把吴刚当成了心腹之人, 打算重用他, 而吴刚从以前一个连口水都难以喝到的凡人, 一跃成为了殿前将军, 特别是他去挑选天兵天将的时候, 一眼就看到了秦天柱, 那秦天柱, 本来心底已经在打鼓了, 等看到眼前的人, 居然是吴刚的时候, 两条腿都在发抖, 这, 这, 怎么可能, 可此时, 他可不敢丝毫地表现出来, 赶紧冲着吴刚媚笑, 恭喜大将军了, 贺喜大将军, 嗯, 就选你做我的将军侍从吧, 吴刚皮笑若不笑, 看着眼前惶恐不已的秦天柱, 心底的那骨子畅快, 此时才爆发出来, 这小子也有今日啊, 早知道今日何必当初, 将军饶命, 将军饶命, 我知道错了, 那秦天柱一听吴刚的话语, 整个人都不好了, 此时扑通一声跪下地上, 不住地向吴刚求饶, 自己捉弄过吴刚很多次, 这次吴刚点名, 让他跟在身边, 这是摆明了, 要折磨他, 这, 他跟在吴刚身边, 那就是羊入狼口, 肯定是不行的, 他看着求吴刚没用, 此时又跪在他原来将军的面前, 表示, 自己不愿意跟随吴刚, 却不曾想, 那将军却是咳树一声, 秦天柱, 这是陛下的旨意, 让大将军挑人, 大将军看中你, 这是你的福气, 可不能违背将军的旨意, 你好生伺候吴将军, 别丢了南天门将士的脸面, 得了, 秦天柱的顶头上司, 也不敢得罪吴刚这个玉帝眼前的红人, 而且他也听说过, 吴刚砍断了神柜, 那神柜都能砍断的猛人, 他们哪里敢得罪, 不过一个区区秦天柱, 吴刚想要走的话, 自然是随他的心愿, 何况这个秦天柱踩低捧高的一个鳄鱼小人, 也没什么真本事, 吴刚要挑选他, 谁也不敢说个不字, 就这样, 秦天柱就被吴刚带在身边, 去了殿前将军府, 说来这个将军府, 其实距离广寒宫并不远, 而且十分的气派, 门口都有天兵天将守候着, 比起广寒宫要戒备森严得多, 秦天柱进了将军府, 心底发毛, 一直担心着吴刚刁难他, 只是没想到, 这吴刚让他去请玉兔姑娘过来, 说是要在宫里举行一下乔迁宴, 至于吴刚本人, 则是去了自己专门的练功的后山, 而在那里四处无人烟, 还有一棵高大的桂花树, 长在山的半山腰, 像极了吴刚曾经砍断的那棵神树, 在没有第二个人在的时候, 吴刚手里突然出现那把开天斧, 看着这把斧头, 吴刚眼睛都红了, 他一下子跪下了地上, 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天地当铺, 不是天地当铺, 哪有他吴刚的惊天, 而在人界的张凡, 喝着下午茶, 正在刷手机新闻的时候, 突然刷到了一个让他觉得匪夷所思的新闻, 那个消息配着图片, 却是昨晚上满月的照片, 一共有二张, 那两张都是月亮的照片, 因为选的角度很好, 加上拍摄估计用了很专业的设备, 所以那月亮异常地清晰, 第一张甚至能让人看到月亮中有一棵很大的阴影, 就像是一棵大树, 而那种树给人以枝繁叶茂的感觉, 就像是雅居阁外面种的桂花树, 第二张照片也是月亮, 但是这一张照片却没有了那一次数的阴影, 反而隐隐地有亭台楼阁的影子, 那颗巨大的阴影不见了, 再看两张照片的拍摄时间, 一个是昨晚上半夜十一点钟, 一个是凌晨三点多钟的月亮, 不过三个多小时, 这月亮似乎就发生了变化, 这二张照片后, 下面还有一段文字, 写的是一个天文爱好者, 说是昨晚上拍摄难得一见的超级月亮的时候, 拍摄下来二张不同的月亮照片, 他在网上猜测, 月宫里面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 以至于会有一前一后, 二张截然不同的月亮的照片, 而在下面很多浏览过这二张照片的读者, 也在下面纷纷发言, 既然是天文爱好者, 就应该相信科学, 第一张照片肯定是地球影子落在月亮上, 第二张就没有了影子, 照出来的就不一样了, 我在超级月亮中, 是不是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发生, 神话中的传说, 是真的存在吗, 月亮上真的有亭台楼阁吗, 那个阴影到底是什么, 二张月亮的照片而已, 真是闲得无聊, 问这样无聊的问题, 在网上吃瓜的群中很多, 大多数也是闲得无聊留言, 但是这个网友拍着的照片, 其实引起了天文学家的关注, 他们开始调查, 打赌今晚上的月亮, 还会不会重新出现那阴影, 而且, 那阴影到底是什么, 张凡看到这个关于月亮调查的时候, 忍不住笑了, 这还不简单, 那天晚上来的是吴刚, 广寒宫外有一颗神柜, 遮天蔽日的, 吴刚用开天符把神柜砍掉了, 月宫中自然就没有了那神柜的阴影, 算一下时间, 吴刚的动作还挺快的, 张凡看看下面的网友的争论, 他想了一下, 索性在下面留言, 那阴影是神柜术, 被吴刚砍掉了, 所以, 月亮中的阴影就没有了, 写下这个评论的时候, 张凡顺便给自己取了一个昵称, 昵称叫我有一座当铺, 写完这些的张凡, 有种恶作剧般的感觉, 所以, 这会心情格外好, 想想天庭中的吴刚, 应该利用开天符, 砍掉神柜, 获得自由, 不, 他应该说是, 他达到自己梦想, 以后不用再砍神柜术了, 但是他以后, 就是天地当土的奴仆, 奴仆受得越多, 以后去要债, 底气越足, 这一晚上, 人间这边, 因为那个网友的二张照片, 引得不少人关心的网友, 也开始关注天上的月亮, 甚至张凡发现, 成员因为环境好, 周围没有污染, 引得成群结队的人, 都到这边, 来观察天上的超级月亮, 而让所有人惊讶的事情是, 今晚上, 月亮里面依旧没有阴影, 看起来还是光秃秃的一片, 这引得无数的网友热议, 为什么, 为什么, 甚至有人翻出很多年前的月亮的照片, 30年前, 20年, 十年前, 一年前照片对比, 每一张月亮的照片都有阴影, 都像极了那棵桂树, 可是就是昨晚上凌晨三四点的月亮照片, 还有今天的月亮照片, 上面没有那阴影, 很快, 有一种说法在网友中流传, 那就是, 这阴影还会不会出现, 其中, 有一个昵称叫, 我家有一座当铺的网友, 直接留言说没有, 以后都不会有阴影, 要想阴影出现, 除非天上广寒宫中, 再种一颗神桂, 这样的评论, 被很多人当成了笑话, 顶到了热搜, 张哥, 你天天刷手机, 刷到这个消息没, 这个傻屌网友, 居然说那月宫中, 阴影是神桂树, 被吴刚砍掉了, 所以, 月亮中的阴影就没有了, 哈哈哈哈, 这都二十一世纪了, 还有这样, 好笑的人, 真是一本正经的开玩笑呀, 这样的消息还上了热搜, 这天下午闲着没事的时候, 许子军还笑呵呵地找张凡聊天, 顺便和他讨论着, 现在最火爆的, 关于月亮上阴影的消息, 只是许子军全程都在笑, 他觉得这就是一个傻屌, 什么年代了, 还有人相信这个, 许子军在笑, 但是张凡没笑, 你觉得这个世界, 神话传说都是假的吗, 那你忘记了, 你的眼睛和别人不一样, 你不是可以看到, 很多人看不到的东西吗, 那为什么就不能相信, 这一次是月宫上的贵属, 被吴刚砍掉了, 张凡扭头看许子军说得很认真, 这让他愣了一下, 张哥, 这不一样好不好, 那些灵魂之类的东西, 也许有, 但是月宫上有贵属的事情, 我怎么总感觉不大对劲, 你该不是也赞同那个什么, 家里有当铺网友说的话吧, 那你猜测一下, 以后月亮上, 还会不会有阴影出现, 许子军这回也是闲得无聊, 反正下午一直都是他最清闲的时候, 这个时候和张凡说说话, 也是一种消遣, 有新的桂花术出现后, 就有阴影了, 你觉得现在的月亮不好吗, 张凡觉得网上这些人也是闲得无聊, 对于一个月亮还这么在意, 肯定不好了, 这月亮千百年来, 上面都有一块阴影, 看起来就像是桂花树, 还有很多的传说, 这以后看着这光秃秃的月亮, 怎么对儿孙奖故事, 许子军忍不住嚷嚷起来, 反正他一直觉得, 这月亮上还是有一棵树好一点, 要不, 真的很别扭, 就像是很多东西, 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会去在意, 但是当你一旦失去了, 你既会觉得处处的不习惯, 这是一样的道理, 哦, 那好, 三天, 最多三天, 我想, 我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 张凡笑笑, 低头在手机上发表了一个评论, 而那个评论, 再一次让后面跟帖的人过万, 三天, 最多三天, 月宫里面会出现另外一棵神柜, 张凡用我有一座档铺的网友昵称, 发布这个消息, 很快又被议论纷纷, 看过消息的不少网友, 在下面喷它, 你以为你是谁, 上帝还是玉帝, 上帝都管不了这事, 你能管, 你还真把自己当玉帝了, 哈哈, 这网上的蛇精病真是多, 还有人说这样的大话, 偏偏还有人相信, 这个社会啊, 什么人啊, 想出名想疯了, 这样言论信息是怎么过审核的, 举报, 举报, 估计最近关于月亮的热度太大了, 所以张凡这信息一发出出去, 立刻就被不少的网友评论转发, 还有越来越多人留言, 没有出意外, 几乎都是一边倒的喷塌, 看到浏览的人很快过了几十万, 评论的人也有上万了, 而且, 这个消息都上了热搜, 他笑笑没说什么, 反正这不是还有三天吗, 白天吃饱喝好, 晚上等许子军他们都离开后, 张凡这才去了天地当铺, 阴柔柔一直就在天地当铺中, 帮着整理那些羊皮卷和天地当铺仓库里的货物, 但是张凡一进来后, 他就赶紧迎接了上来, 参见尊主, 去吧, 吴刚的契约拿过来, 吴刚是天地当铺的奴仆, 有契约在, 而且天地当铺已经让他不用再砍神贵属, 算是完成对他的承诺, 那么现在就是吴刚作为一个奴仆, 要来见张凡了, 契约被拿来后, 张凡打开契约, 在心底默念一下吴刚的名字, 哪怕隔着三界, 还在天庭上的吴刚, 却已经感觉到了天地当铺的召唤, 很快, 他事宜跟随自己的众人退下, 他要休息了, 晴天柱等, 这才小心翼翼地退下去, 走的时候, 甚至把他的房门都给关上了, 这才去大门口守住, 而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吴刚去天地当铺的时候, 并不会从大门出去, 而是像在睡梦中, 魂魄进入了天地当铺, 见过尊主, 感谢尊主给了我希望, 让我不再砍伐神贵属, 这一次吴刚见到了张凡, 马上跪拜在地上, 久久都不愿意起来, 他此时对张凡是无限的感激, 上一次来, 身上穿着破烂, 连喝口水都要看人脸色, 而这一次来, 他穿着天庭大将军的巢服, 看起来威风凛凛, 一前一后差距这么大, 全靠天地当铺主人给了他那把开天服, 有了那东西, 哪怕就是在天庭, 他也是属于战斗力爆表的那种人, 甚至在此时, 在天庭里, 他都是玉帝的心腹之人, 在天庭中谁不尊重他, 走到那里, 众神仙都会尊称他一生大将军, 嗯, 我只是完成契约, 你愿意献出生命自由, 成为天地当铺的奴仆, 我自然是愿意帮你, 好了, 这次喊你过来, 就是让你办一件事情, 广寒宫外的神贵鼠, 虽然被你砍断了, 但是给你三天时间, 让那颗数死而复生, 张凡慢吞吞地说完这句话后, 乌刚一下子愣住了, 面露难色, 可是一想到他还没惩罚那秦天柱, 要是神术恢复原状后, 让秦天柱天天砍伐那神术, 那才叫真的大快人心, 恶有恶报, 是, 奴才一定想办法完成, 实在是不行, 我去东海求南海观世音菩萨, 这二日, 乌刚在天庭之中, 其实也感觉到了, 玉帝对于佛祖那边颇多为词, 只是并没有挂在嘴上, 心底却很忌惮, 乌刚就不相信, 整个天庭之上, 神柜被砍断后, 居然没有法子复原, 而且, 要是拿捏住玉帝的心思, 到时候提出请南海观音过来, 估计玉帝脸上会挂不住的, 这是天地当铺交给自己的第一个任务, 乌刚觉得, 自己一定要办好, 要不然就辜负了尊主的期望, 要知道, 天地当铺可是就太如水火之中, 好, 希望你三日之内能办好, 下去吧, 你在天庭要发展天地当铺的势力, 时刻别忘记了, 你是天地当铺的奴仆, 是, 是, 乌刚答应着, 这边赶紧退下去, 回到天庭后, 心底却是很快有了主意, 他去了玉帝那边, 送了一些礼物, 表示感谢, 顺便向玉帝提出来, 他听到一些风言风语, 说是他砍断了神术, 让整个天宫的灵气消散不少, 既然, 是他砍断了神术, 那就恳请玉帝, 派人修复这神跪, 灭得天庭里的人都以为, 只有南海观世音菩萨, 才有修复这神术的能力, 继而灭了天庭的志气, 长了佛祖的威风, 乌刚是玉帝一手提拔起来的战将, 此时玉帝, 还指望着, 让他对自己死心塌地, 以后好给他冲锋陷阵, 保卫天庭, 在听到吴刚说的十分有礼, 岁下令天上的清帝出马, 修复那神跪, 清帝掌管三界中花木, 神跪虽然罕见, 但是也属于他的管辖之类, 何况玉帝下旨, 那清帝不敢怠慢, 忙亲自去广寒宫, 看那颗已经被砍断的神跪, 清帝对着那神跪念念有词, 随着他口吐莲花般的咒语, 一句句地被念出来, 那咒语散开, 环绕着那神跪的枝叶上, 只见那树干飞起, 稳稳地落在了树桩上, 然后枝叶自己飞向那神跪, 不过一盏茶的功夫, 原本被砍的神跪, 已经恢复了原貌, 郁郁清清之繁叶茂, 看得那在一边的玉兔喜不胜喜, 而那吴刚忍不住长须一口气, 在心底默念了一句, 信不辱命, 第一次办事, 总算是没有让尊主失望, 而此时在人间, 那个昵称, 我有一座当铺的网友, 几乎被人群起功之, 不少人网友都在喷他骂他, 说他是神经病, 有人笑话, 那人口气可不小, 三天, 三天, 恐怕三年都不会再有以前那样的月亮, 因为, 最近有权威天文杂志发表了论文, 说是月亮出现这情况, 是因为月球自转加上公转造成的, 以后都会是这样, 不会再恢复原来的状态, 以后, 月亮不会再出现类似于树木的阴影, 许子军也会时常把这些网友的消息, 拿出来给张帆看, 只是这一日, 张帆突然变得兴致勃勃, 说是要让大家开开眼界, 晚上准备烧烤啤酒, 我们看月亮去, 雅巨阁的外面, 没有任何的遮挡, 是看月亮最好的景点之一, 这些天, 来来往往不少网友, 把这里当成看超级月亮的网红点了, 所以, 许子军烧烤摊子摆出来后, 居然有人来问, 老板, 给我来一些烤串, 来几瓶啤酒, 我这不爱卖的, 我不做生意, 许子军的解释, 让一些来打卡看月亮的网友, 异常失望, 但是也没办法, 又不能强买强卖, 人家不乐意, 他们只能干看着, 好在很快, 天上月亮吸引大家的注意, 很多人惊讶地发现, 月亮上似乎又出现了那箱树一样的阴影, 有人沸腾了, 赶紧把这月亮的照片发了出来, 而此时, 我有一座当铺的网友, 也被无数人at, 因为许多人这回才惊讶地发现, 这简直就是一个预言家, 他随后说的话, 几天后真的实现了, 还那么准确, 说三天内, 月亮上会重新出现贵数的阴影, 就出现了, 简直神了, 这谁啊, 网上的有本事的人真不少, 甚至有国家天文社的人, 还是向这个网友发出私信, 想联系他, 想邀请他来国家天文社参观交流一下, 想弄清楚, 他是不是精通天文学, 才会有这样惊人的推断, 而更多的网友私信他, 就是想让他录个面, 或者, 来一些更多的预言, 而在一个直播平台上, 寻找七姐妹背后的男人的那个悬赏, 一直还在, 只是有人提供了几张照片, 其中就有张凡的一张照片, 因为张凡有时候会在雅乐居路边吃夜宵, 而雅居乐那一片的背景, 很像那次七姐妹做直播的背景, 当初那个引人注意的人, 会不会就是张凡? 有人想得到这个悬赏, 想来调查张凡, 可惜还没怎么靠近他, 就被人警告了, 而处理这事情的, 却是荣家的荣岳成, 许子军和荣岳成隐约知道一点, 网上被人悬赏一百万, 还有那个预言网红, 好像就是张先生, 只是两个人怎么也不敢相信, 张先生怎么就这么厉害? 天上月宫的上的事情, 他居然也知道那么多, 此时的吴刚就站在神桂树旁边, 眼睛看着神桂树下, 努力砍伐神桂树的秦玉柱, 那秦玉柱此时身上的衣衫, 已经从高高在上天江的铠甲, 变成了粗布衣裳, 手里拿着以前吴刚曾经的用过的斧头, 正在卖力地砍伐那神桂, 看到吴刚过来, 心底虽然恨得牙齿痒痒的, 却是什么话都不敢说, 只能低着头不停地砍伐那神桂树, 只是每一刀砍下去, 过不了几个呼吸的功夫, 那被砍伐的神桂树, 却又奇迹般地恢复原状, 连树皮都没有一点的损伤, 就像是刚才秦玉柱用力砍下去的地方, 根本就没有一点伤痕, 这让秦玉柱觉得万分沮丧, 看断这神桂树, 他就自由了, 可是, 可是, 这样的神桂树, 怎么砍得断, 真是让人绝望, 自己不过在背后议论了吴刚几句, 说他没有真本事, 不过是运气好, 那神桂树, 并不像外界想象中的那样, 特别难以砍断, 倒霉的他, 就被吴刚参一本, 玉帝下旨, 让他砍神桂树, 秦玉柱以前是南天门的首将, 职位虽然不是特别的高, 但也是有名有姓的人物, 在天庭中知道, 认识他的人还是不少的, 他是凭借着实力, 一步步当上南天门的守门将军, 而他口出狂言, 顶撞殿前将军, 被惩罚去砍神桂树, 何尝不是玉帝在杀意警百, 提高吴刚这个殿前将军的威信, 也是为了笼络吴刚, 秦玉柱, 你就慢慢砍吧, 也许过不了多久, 你就能像我一样, 把这神桂树砍断, 陛下一高兴, 说不定也能封你一个殿前将军的职位, 吴刚脸上难得露出笑容, 本来他一个人常年累月在这里砍树, 不但受尽孤独寂寞, 还被这秦玉柱欺负, 这回风水轮流转, 这秦玉柱也有今天, 真是活该, 此时他什么都不用多说, 只用站在这里, 静静地看秦玉柱砍树, 心底就一片地畅快, 多亏了天地荡破, 他才有今天啊, 而此时有千里眼偷偷告诉玉帝, 吴刚此时站在神桂树下, 看秦玉柱砍树, 神情愉悦, 玉帝听到这个回禀, 心情也很不错, 他有些自得, 忍不住喝了一口酒, 就听到那千里眼恭为玉帝, 陛下对殿前将军如此厚爱, 那吴刚肯定对陛下万分感激, 会为陛下鞠躬尽脆死而后矣, 那千里眼这话说的玉帝哈哈大笑, 是啊, 他可是破例提拔了吴刚, 把他从一个无名无分的犯人, 一下子提拔到殿前将军, 可谓是一步登天, 这引得不少神仙羡慕不已,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 玉帝此时很急, 急需要一些有能力的心腹之人, 来应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吴刚就被他看好了, 施以重恩, 就是为了收买吴刚的心, 却没想到吴刚早已经是天地当铺的奴仆, 而他之所以能砍断神贵术, 改变自己的命运, 也全部是因为和天地当铺签订了契约, 玉帝不过是看他有能力了, 才想着来摘桃子的, 这道理, 吴刚心底有数, 所以他从神树那边过来后, 还特意去拜访了一下玉兔, 这一次玉兔很恭敬地把他迎进广寒宫, 并且给他倒了一杯茶, 恭喜吴将军了, 玉兔笑嘻嘻地, 此时倒是不害怕吴刚这个殿前大将军, 只是俩人说话的时候, 吴刚特意慎重其事地感谢了一下玉兔, 表示, 以前多谢他的照顾, 以后他若是有事情, 可以随时找他帮忙, 千万不要见外等等, 吴刚这话, 让玉兔嘻嘻一笑, 这回却突然一本正经地来了一句, 吴大哥还别说, 我这边还真的有一件有些棘手的事情, 压在心底一直很忐忑, 也不知道该不该实说, 而且, 我也担心, 怕你也帮不上忙, 玉兔犹豫一下, 看了一下四周, 这广寒宫中, 其实还有一些宫鹅伺候, 只是他白手示意, 那些仙鹅都下去, 他要说的事情, 不想让别人知道, 吴刚大哥, 是这样的, 我们家嫦娥仙子, 上次不是因为一点私事出门了, 然后按照以前的惯例, 他此时应该早早就回来了, 可是, 这都许久了, 他都不见回来, 也没有消息, 真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玉兔说到这里, 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他心底明白, 当初嫦娥为什么出门, 那是因为天地当铺来收账, 这个嫦娥直接就出门躲账了, 然后这样的情况, 以前也不是没有, 天地当铺来收账, 嫦娥一直都是用的这个办法, 以前通常是天地当铺的人, 离开三五日后, 嫦娥仙子就会回广寒宫, 可是这一次天地当铺的人要债, 都离开那么久了, 按照以前的规矩, 嫦娥仙子早应该回来了, 可是, 这一次却怎么许久没看到嫦娥仙子回来, 这让玉兔心底很慌很慌, 可这事情他也不知道找谁说, 只有吴刚算是他感觉比较亲近的人, 毕竟吴刚和他们做了几千年的邻居, 而且为人方证实在, 是一个可以相信的人, 此时, 玉兔只能把心底的担忧告诉吴刚, 嫦娥仙子是躲天地当铺的债务吗? 其实, 其实这样也不是办法, 吴刚此时也结结巴巴的, 因为涉及到天地当铺, 而他却是天地当铺的奴仆, 心底自然是偏向了天地当铺, 这欠债不还去躲债, 不管有多少理由, 总归不好, 哎, 是啊, 仙子其实也想了很多办法, 听说他到处寻找奇珍异草, 还有一些宝贝炼至绝世荣言, 可是, 没用呀, 嫦娥仙子也很着急啊, 如果有能力还债, 谁又愿意去赖账, 这不是没办法吗? 偏偏这一次, 仙子没有了踪迹, 我这边心底发慌, 玉兔这回找到了机会, 和吴刚诉说的时候, 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这些话, 他真的不知道找谁诉说, 有些高高在上的神仙, 是看不上他一个小仙鹅, 而嫦娥仙子失踪的事情, 又不好往上面报, 反正, 玉帝和王母也没有特意召唤过 嫦娥仙子, 至于其他的神仙, 就算是上门来拜访, 玉兔只用说一句, 嫦娥仙子防有未归就行了, 其中的真实情况, 只有他心底自己知道, 这回好不容易能遇到吴刚, 总算是能吐一吐心声, 玉兔姑娘, 你别着急, 说不定很快嫦娥仙子就会回来的, 你且放宽心, 我也帮你留意一下, 如果有嫦娥仙子的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谢谢吴刚大哥, 这玉兔对吴刚不住的作依感谢, 这会是万分的感激, 只觉得, 有他这些话, 自己心底就算是落下了一个大石头, 而那边殿前将军府的侍卫, 有人匆匆来报, 告诉吴刚, 玉帝召唤, 让他马上过去, 玉兔看着吴刚离开的声音, 羡慕不已, 像他们这样的人, 原本一辈子都难见玉帝一次, 没想到吴刚大哥从阶下求, 摇身一变, 居然变成了殿前大将军, 备受玉帝宠幸, 成为这天宫之上, 众神羡慕的对象, 做神仙做到吴刚这样完全逆袭的, 也真是让人望尘莫及, 满眼只有羡慕的份, 玉帝住的地方, 叫太威玉清宫, 这个地方特别大, 包括药王殿, 南天门和灵霄宝殿等, 至于玉帝平时休息的时候, 就会住在玉皇殿, 而这玉皇殿, 巍峨地在半空之中, 触眼望过去, 晶莹闪亮, 灼灼声辉, 气象万千, 在玉皇殿的后花园的亭子中, 玉帝接见了吴刚, 参见玉帝, 爱卿不必多礼, 快快请坐, 此时的玉帝, 和在灵霄宝殿上多有不同, 此时他穿着便服, 脸上还带着笑容, 示意吴刚赶紧坐下来说话, 这对于吴刚来说, 就是莫大的恩宠, 并不是谁都可以和玉帝平起平坐的, 吴刚心底诧异, 脸上却不显, 口称不敢不敢, 却被玉帝拉着坐下, 此时的玉帝对他十分和蔼, 这让吴刚心底生出几分不安, 此时的玉帝, 和当年那个, 要他砍伐神贵树, 大发雷霆之怒的玉帝, 可是同一个人, 虽然事情过了几千年, 他可不曾忘记过, 因为玉帝的一句话, 他硬是生生地砍伐几千年, 可那个时候, 玉帝在那里, 人家不过高高在上, 根本就不会看自己一眼, 要不是天地当铺, 他今天有机会走进这里, 能被玉帝赐坐吗?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吴刚在心底赋匪, 不过面色不显, 就算是老实人, 被人欺压了几千年, 也会变得聪明圆滑起来, 所以, 吴刚马上装成无比感恩的模样, 对着玉帝行礼, 他的动作果然是取悦了玉帝, 让玉帝暗自点头, 脸上的表情就更加愉悦了, 爱卿坐下来说话, 今天我找你来, 倒是有一件事情, 让你去做, 玉帝这话一说, 吴刚很快装作无比激动的模样, 表示愿意为玉帝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而等到玉帝说出他要做的事情, 却让吴刚心底暗藏疑惑, 因为这事情怎么看都透着一些古怪, 玉帝是高高在上的, 他怎么要知道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因为玉帝刚才告诉吴刚, 让他留心一下, 这天宫之上, 还有各路神仙门下, 是否有仙鹅童子, 或者坐骑, 或者有干女儿等等, 还得让吴刚看一下, 那些差不多是神仙门下仆役的人, 他们一些能力, 还有那些神仙的法宝, 以及有没有干女儿, 或者干妹妹, 或者其他亲戚之类在下界的, 玉帝高高在上, 居然关心起这些来, 这让吴刚心底疑惑越发的重, 但是他却什么都没说, 只是低头很认真地听着, 没有丝毫的不耐烦, 甚至还提点了一下玉帝, 这灵霄宝殿这边, 要不要查, 这边就不用查了, 其他都可以, 比喻太上老君, 托塔天王, 嫦娥仙子那边都可以去查, 这些是越详细越好, 报上来后, 我这边要过目点, 到时候有大用, 这事情, 你不要让任何人知晓了, 玉帝有些含糊其词, 但是落在了吴刚的耳朵里, 却是百思不得其解, 玉帝怎么会关心这些小事情, 而且还叮嘱不让任何人知晓, 好奇怪, 他想干嘛, 吴刚心底藏着疑惑, 却什么都没说, 只是在玉帝面前, 做出万分恭敬的模样, 吴刚这态度, 让玉帝很满意, 点点头, 果然是心提拔的人, 死心塌地, 也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 而且像吴刚这样单纯, 背后没有和任何势力相勾结的, 才是最好的, 不会多问, 老实办事, 又有实力, 这样的人才会被他看好重用, 好了, 好办事, 你先下去吧, 有消息, 再来这边向我禀告, 玉帝白白手, 示意吴刚可以下去了, 而那边吴刚很快从梁亭中走出来, 出南天门的时候, 被那首位的天兵天将看到后, 老远就齐齐地向他行礼, 见过殿前大将军, 不怪这些天兵天将, 如此巴结吴刚, 实在是最近吴刚风头太盛了, 就连派过去服侍吴刚的秦天柱, 就犯了一点小错误, 就被玉帝直接点名, 让他去砍伐神贵术, 当初的秦天柱, 还是一个天兵的将领, 比他们的等级高多了, 本来就是吴刚, 都没有权利随意处置他, 但是玉帝这做法明显的是偏袒着吴刚, 让他的权利和地位水涨船高, 现在天庭之中, 谁见到他敢不恭恭敬敬地喊一声, 殿前大将军, 吴刚冲着重兵将点点头, 甚至离开的脚步还特意放慢了一点, 满脸的微笑, 让这些守卫南天门的将士对他印象颇好, 一直到他离开了, 还有人在谈论着吴刚的事情, 听说秦玉柱砍伐那神贵术, 那神贵术却是纹丝不动, 你们想想, 秦玉柱原本可是将军, 比我们强多了, 再看到吴刚还是有真本事的, 居然把神贵术生生的就砍断了, 吴刚能砍断神贵术, 在这天庭之中还是第一人, 他能被玉帝宠幸, 那是有真本事的, 可不是, 要是那秦玉柱能这样, 肯定也一跃成为殿前大将军了, 看, 还是有本事好, 陛下多信任这吴将军, 无数的议论吴刚也听到了一些, 可他并没有骄傲, 只是静职就往将军府邸走去, 进门的时候, 门前守卫跪倒了一大片, 都在供应他回来, 吴刚去了后院, 一个人在后院喝茶散步, 心底却是一直在想, 玉帝到底想干什么, 这些, 要不要禀告一下天地当铺, 自己, 好歹也是天地当铺的奴仆, 类似于这样的事情, 要不要启禀一声, 此时的张凡正在喝茶, 聊天, 坐在他对面的是荣志康, 他正在向张凡讲述, 今天带来的那些茶叶, 我去广水一带的时候, 刚好看到人机罕至的一片茶叶, 那边有五棵明显的松树, 当地人叫五棵松, 那松树边边有一小块茶叶地, 因为地是海拔高的缘故, 五棵松那边, 常年云雾缭绕的, 气温比山下低了十多度, 所以这些茶叶口感纯厚, 嫩牙饱满, 品质特别的好, 今天特意带了一些来, 给张先生尝尝, 荣志康今天带来了一些毛尖绿茶, 此时这些茶叶泡开的时候, 就如同一片片的雀蛇, 还带着白色的绒毛, 在杯子里上下浮沉, 十分的好看, 张凡看着有趣, 就喝了二口, 只觉得唇齿间回味无穷, 鱼香绕梁三尺不绝, 不由点头, 不错, 这茶叶味道真不错, 没想到名不见经传的地方, 也有好茶叶, 张先生喜欢就好, 喜欢就好, 回头我再给你多送一些, 那个地方的清明前的春茶, 我全部包了, 回头就把那块给买下来, 荣志康本来担心, 这茶叶不合张凡的口味, 见他喜欢, 心底也大喜, 这些外物俗物, 只要张先生喜欢, 那就特供, 把那些地方买下来, 直接送给张先生, 享用就好了, 张凡也没有说什么, 反正荣家现在是今非昔比, 手里的钱除掉一些投资供养他外, 根本就用不完, 偶尔干点事, 买块茶叶地之类的, 无伤大雅, 荣志康见张凡的心情不错, 这回赶紧把前阵子他规划的, 准备办一个珠宝公司的事情, 告诉张凡, 顺便把资料什么都递给他看, 里面的法人就是荣志康, 至于顾问, 就是刘庆云, 张先生, 我们请专人评估过, 就是那些珠宝价值过百亿了, 稍微加工一下, 可以撑起来一家利润惊人的跨国公司品牌, 我想请张先生回头给赐个名字, 荣志康已经决定在这里开办一个珠宝公司, 第一批的材料, 就是当初张凡给他的那些珠宝, 这些东西随便拿出来一件, 都是十分罕见的宝贝, 原本张凡想卖出去, 荣志康实在是舍不得, 与其卖给别人, 还不如荣家直接开一家珠宝公司, 从生产到销售一条龙, 他能有这样想法, 关键就在于张凡那些珠宝的价值, 十分罕见, 这样好东西可遇不可求, 取名的事情随便, 到时候你们弄几个名字, 让我选就好, 张凡对这些事情并不是很上心, 有财神爷在, 有火焰成那些源源不断的珠宝, 加上荣家人聪明的头脑, 其实怎么做, 这珠宝公司肯定赚钱, 是, 是, 对, 张先生, 乐成说, 网上到处悬赏找你的人, 有人更是悬赏到了二百万, 甚至国家天文台, 还有一些关于预言的机构, 也在纷纷地寻找你, 还有那个七姐妹所在的直播平台, 也有悬赏找你, 你看, 我们是推出一个替身, 还是像以前一样, 张凡其实经常地刷手机, 自然是知道, 网上找他的人很多, 他算是在网上出名了, 不管是刷到那里, 都有关于他的传说, 现在甚至他曾经的留言, 被人当成了段子刷出来, 让张凡有点啼笑皆非, 这些网友呀, 也是闲得无聊, 还有那些悬赏, 张凡也没想到, 自己不过在七姐妹直播的视频中, 连脸都没有露, 就被人惦记上了, 甚至被悬赏, 甚至关于他的各种传闻, 都是满天飞, 很多自媒体都在蹭热度, 有人只要说, 自己知道他的庐山真面目, 就会有无数的点击转发, 吸引着不少人的眼球, 不用了, 用其他的新闻, 转移一下网友的视线就好, 张凡刚吩咐完这些, 突然站了起来, 示意荣志康可以离开了, 而他有事情要办, 我有点事情要处理, 你先回去, 回头我有空了, 你再约时间拜见, 正在喝茶的张凡, 突然打断了荣志康的话语, 这让荣志康并不敢多说什么, 忙恭敬地站起来, 赶紧退下, 只是离开的时候, 荣志康心底, 还是有一丝的疑惑, 两人一直坐在那边说话, 中间也没见有谁进来找张先生, 他本来喝茶还性质还挺高的, 但是怎么就突然说自己有事情, 而启荣志康离开雅乐居的时候, 偷偷地瞄了一眼, 张先生此时已经不在那个位子上, 这说明张先生那是真的有事情离开了, 并不是故意敷衍自己, 只是, 张先生好像是突然感觉到有事情, 他倒是是怎么知道的, 他的实力, 真是让人感觉到鬼神莫测, 荣志康揣着这样心事, 回家的时候也是心事重重, 而听到风铃声走进天地当铺的张凡, 此时看到当铺大门内走进来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 足有一米八, 面目英俊, 皮肤却是异常的苍白, 那男人一进天地当铺, 也没有多犹豫, 看到张凡的时候就跪在了地上, 白无常见过尊主, 白无常? 张凡突然想起来了, 那个时候, 白无常为了求孟婆汤, 自愿和天地当铺签下契约为奴, 就为了去人界投胎, 当然正常投胎转世, 肯定不会一下子变成成年人, 而没有抹去记忆的白无常, 肯定是借尸还魂了, 他作为民府的十大英帅, 那些勾魂使者都是他的下属, 行这一点方便, 应该不算什么, 所以, 张凡也没有大惊小怪, 只是点点头, 示意他起来, 你投胎转世也有许久了, 今日来这天地当铺, 可是有事情, 白无常虽然是天地当铺的奴仆, 但是天地当铺也没有征召过他去做什么事情, 所以, 白无常有段时间没有露面了, 这突然冒出来, 张凡都有些奇怪, 白无常恭敬地站在一边, 向张凡讲述自己投胎转世的情况, 他因为成员未了, 看中了一个身体, 而投胎转世, 本来他这具身体和他原本相貌相差不大, 而且因为从小是孤儿, 也没有什么麻烦, 更没有被人发现, 这具身体中的灵魂已经换成了白无常, 白无常投胎后, 就开始寻找一个人, 准确地说, 应该是一个姑娘, 说起这个姑娘, 还得从几百年前说起来, 那个时候, 还是明末清初的时候, 天下大乱, 一时间死去的灵体不少, 白无常带着手下的勾魂使者, 日夜奔波十分的辛苦, 有一日, 半夜路过一个茶铺的时候, 却是一个将要死的老头, 看破身形, 而那个老头, 还把他当成过路的旅客, 忙喊住他, 让他一个人, 不要向前行, 说是山那边很不太平, 不但有杀人的想马土匪, 甚至还有吃人的怪物, 当时的白无常也看出来, 这老头不过三五日的功夫, 就要死去, 因为阴气重的缘故, 所以看破了他的身影, 至于他好心提醒, 白无常并没有在意, 还是打算离开, 却不想被人用网兜捆住打晕, 而那网兜, 却是因为有猪杀黑狗血之类的东西, 让白无常有些狼狈, 索性装作烦人的模样, 被那老人弄晕, 他倒想看看, 这看着善良的老人, 到底想干什么? 却不想, 后面出来一个小子, 却是被换作红儿, 那小子把装晕的白无常搬进了屋子里, 用绳子捆好后, 却再没有其他的动作, 等到晚一点的时候, 这红儿居然换掉衣服洗干净后, 却是一个像出水芙蓉的一个姑娘, 这红儿生得极美, 眉心中有一颗红质, 平时里和爷爷相依为命, 为了安全起见, 故意女扮男装, 把脸弄黑穿上脏臭的衣服, 让人根本不会多想, 而这白无常以为, 红儿和他爷爷会对自己图谋不轨, 或者是建材起义, 却没想到, 自己只是被关了一晚上, 半夜里, 那红儿甚至给他送了一床被子, 等到天亮后, 老人告诉醒来后的白无常, 让他天亮后等待一些同伴, 然后再结伴行, 这样才安全一些, 而随后从山上有失魂落魄, 掉了一只鞋子的人跑回来, 才知道昨晚上, 这边山里有土匪杀人了, 白无常虽然不怕, 也感谢这老头的好心, 然后打算三五日后, 等到这老头阳寿已尽后, 再亲自来这边带着老头离开, 而且临走的时候, 他看了一眼那座男子打扮的红儿, 并且收了他送的一壶茶, 茶水很好喝, 是白无常从来没有喝过的好茶, 再想一想, 那晚上看到如出水芙蓉般美丽的红儿, 白无常的心居然怦怦地跳起来, 但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白无常以为, 这个小茶曲, 他会很快地忘记, 但是, 等到他来带老头离开的时候, 还没有靠近那小茶馆, 就闻到了强烈的血腥味道, 然后看到到处都是躺着不动的人, 然后白无常就看到, 让他永远忘记不了的一幕, 那个红儿手持着菜刀, 麻木的一手一个像是切西瓜一般, 把那些昏迷的人一个个的脖子全部都割开了, 血流了一地, 而他就像是从冥府走出来的恶魔, 浑身上下包括脸都被血染红了, 饶是白无常见怪生死, 可看到红儿的那一幕, 他也不由打了一个寒颤, 再看到地上那无数被红儿弄死的冤魂, 还有他爷爷, 只能默默站在一边, 你来了, 可惜来晚了, 为什么那天不留下来, 哈哈哈哈, 红儿像是认出了白无常, 又像是没有认出来, 只是哈哈哈哈地大笑着, 壮若癫狂, 而后居然当着白无常的面, 给了自己脖子一刀子, 那一刀, 也割断了他自己的生机, 白无常在这个小茶棚里, 带走了二三百个灵体, 而很多都是阳寿未尽的人, 这些人都被红儿杀死了, 他们去冥王那边喊冤, 按照冥府的规矩, 红儿是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后, 还要在受尽折磨不住地轮回受苦, 红儿的爷爷被白无常送走去投胎, 至于红儿, 却是让白无常异常的矛盾, 红儿每一次轮回, 白无常都看着他, 从奈何桥上走过去, 一次又一次, 但是每一次他都像记得什么, 都会冲白无常笑笑, 那笑容就像是出水的芙蓉, 就像是那一碗对自己的笑容, 这个笑一直折磨了白无常几百年, 让他心心念念, 心底总是放不下, 甚至有几次, 他趁着红儿回到冥府的时候, 特意去探望他, 问他为什么什么都不说, 为什么要杀了那些人, 如果他愿意, 他可以帮他洗刷冤屈, 也不用一次次轮回受苦, 但是红儿摇头, 像是不会说话一般, 什么都不肯说, 而后的白无常也托了同僚, 在百年前照顾一下这红儿, 最近几次轮回, 红儿遭受的命运要稍微好一些, 最近一次他投胎, 则是二十年前, 白无常没事的时候, 看着川流不息的望川河, 有时候就觉得, 自己已经没有什么牵挂, 他只想去投胎, 去投胎, 这个你念头越来越强烈, 最后就变成了他的执念, 所以他为了拿到孟婆汤, 成为天地当铺的奴仆, 他也要去投胎, 其实是白无常心底有牵挂, 而且实在是厌倦在冥府的日子, 他投胎后, 就开始寻找红儿, 本来在茫茫人海中, 寻找一个二十年前投胎的人, 那不知道有多难, 但是白无常也有自己的手段, 因为红儿每次投胎的时候, 眉心间都有一个红质, 而且, 他是二十年前投胎的, 现在年纪应该在二十岁左右, 功夫不负有心人, 白无常四处寻找许久后, 终于有了这红儿的消息, 却没想到, 红儿是一个哑巴, 却在一个会所里, 做前台的小姐, 故事讲到这里的白无常常须一口气, 似乎放下心底一直压着的大石头, 红儿眉心间还是有一颗质, 还是不怎么爱说话, 但是他依旧是那么美, 我本来想接近他, 然后带走他, 但是我没想到, 那个会所, 那个会所不是一般人开的, 那里面有其他的界面的神仙妖谷, 混杂在里面, 我不敢大意, 特意来回禀一下尊主, 白无常有些犹豫, 其实像明府的阴差们, 也会有一些停留在人间, 但是还从来没见过妖怪留在人间, 而且, 红儿又和妖怪们在一起, 也弄不清楚他是被胁迫的, 还是不知情, 重要的是, 人间有妖怪, 这, 很让人不解, 不管怎么说, 这事情他一定要告诉尊主, 人间有妖怪, 你确定, 你被他们发现没? 张凡并没有大惊小怪, 只是有点奇怪, 说来随着天地当铺的奴仆越来越多, 他得到信息和助力, 也越来越多了, 那些人是妖谷幻化的, 但是他们没有发现我, 我拿不准这些妖怪想干什么, 而且, 我想到尊主在人间, 怕他们搅乱了人界, 对尊主不利, 白无常此时说的冠冕堂皇的, 虽然有点扯着虎皮做大旗的味道, 但却是也让张凡有些警惕, 毕竟, 天地当铺选中人间的他, 本来就是一个谜, 而且, 天地当铺上一个主人活, 不见人死不见尸, 仓库里面的东西, 也都不见了, 也许人间并不像自己想象中那样太平, 嗯, 你先下去, 盯着点那个会所, 我知道了, 回头有什么消息, 你可以来雅剧阁找张先生, 而且, 我有事可以通知你, 张凡点点头, 试以白无常可以离开了, 白无常离开后, 那边阴柔柔探出后, 很快给张凡端来一杯茶水, 还有一些精致的小点心, 尊主, 要不要我给你点一只安息香, 你休息一下, 阴柔柔巧声地问, 他虽然气场强大, 但是在张凡面前, 也是温柔可意, 乖得就像是小花猫, 连肚皮都敢给你摸的那种, 嗯, 没事, 好像又有人来了, 张凡摇头, 目光却是看了一眼神戒那边, 那边又有风铃响起, 今天还真的是很热闹, 阴柔柔也抬起了头, 赶紧退下, 很快, 神戒的大门自动地打开了, 乌刚匆匆地走了进来, 见到张凡赶紧跪下, 见过尊主, 嗯, 可是有事, 乌刚这个奴仆, 倒是比白无常强的多, 收在麾下后, 会经常过来, 向自己传达一些关于神戒的消息, 天庭那边, 有什么风吹草动的, 似乎也瞒不过自己, 这种感觉挺不错的, 张凡一想到这里, 心情立刻变得愉悦起来, 尊主, 今天玉帝特意召见了我, 他和我说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让我调查天庭众神仙的奴仆, 或者杂役, 有没有下界, 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殷亲徒弟等, 有没有在下界的, 乌刚很谨慎地, 把玉帝安排他的一些事情, 像是捣豆子一样, 全部都向张凡说了出来, 甚至也说了自己的一些疑惑, 玉帝高高在上, 日理万机, 这些小事他怎么会想起, 而且, 关系到人间, 在天庭, 人间怕是很不起眼, 很容易被人忽视的地方, 玉帝为什么会那么在意, 还特意把我喊过去, 玉帝叮嘱我, 这件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 只能专门向他禀告, 我在想, 我被破格提拔, 被重用, 怕是就因为我和天庭谁都没有关系, 也没有后台, 要是被玉帝, 委派这件事情的话, 谁也不会想到, 也不会对任何人说起,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广寒宫的嫦娥仙子, 本来他是为了躲避天地当铺的债务出门了, 按照玉兔姑娘说的, 他最多在你们离开后, 三五天就会回到广寒宫, 可是这一次, 很久很久都没有消息, 嫦娥仙子这件事情, 看着不起眼, 可是尊主你有没有想过, 事出反常必有要, 嫦娥仙子是不是出事了, 或者和人界有什么关联, 我总觉得,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吴刚说这些话的时候, 还偷偷地看了一下张凡的脸色, 生怕尊主因为自己太过于啰嗦, 或者谨慎, 嫌弃他, 好在张凡紧皱着眉头, 脸上却没有出现不悦的神情, 吴刚说的这些, 也难为他如此细心, 而且玉帝肯定没想到, 他精心挑选的, 看似没有后台和天庭中任何人都没关系的吴刚, 却是天地当铺的人, 只是玉帝到底想干嘛, 那玉帝, 让你办那些事情, 还曾说过什么? 吴刚的话语, 终于引起了张凡的重视, 就像吴刚说的那样, 玉皇大帝日理万机, 管理着三界, 高居九重天之上, 这样的人, 不会闲得无聊, 去关心众神仙身边的一些小事, 他既然让吴刚去调查, 那必定是有深意的, 会不会和天地当铺有关系, 张凡不知道, 但是凡是防范于未然总是好的, 而且, 万一有什么大事发生, 天地当铺先知道, 也可以料敌先机, 从中得到一些好处, 当年, 花月影能带着一群奴仆横扫天庭, 也是因为天地当铺地位超然, 实力超群的原因, 玉帝说, 让我详细记录下来, 只能送达到他那边去, 不能让别人知道, 嗯, 好, 你先调查这些事情, 然后, 把这名单先送到我这边来, 让我看看端倪确定后, 再送到玉帝那边去, 张凡这一说, 吴刚只点头, 他根本就没有去想, 张凡的话语中有什么不对的, 反正在他的眼里, 只有天地当铺, 就没有其他人, 玉帝, 玉帝在他眼里, 也不算什么, 吴刚很快就离开了, 而那边的张凡看了一下周围, 想了一下写了一封信, 让黄金龙给花月影送过去, 让他控火后, 尽快地赶回来, 张凡觉得, 身边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真遇到点事情, 总不能自己下场, 哎, 他实在是太懒了, 他喜欢坐着刷手机玩, 收拾人的事情, 交给手下人去办, 特别是花月影, 他很放心, 从天地当铺出来, 张凡打了一个哈欠, 有些无精打采的, 那边徐子军赶紧过来, 关心地问了一句, 张哥, 是不是最近太累了, 要不出去散散心, 可以开着房车游山玩水, 也可以出去放松一下, 让人做个大宝剑按摩一下, 徐子军这话, 一下子提醒了张凡, 那个白无常, 不是说有个什么会所, 那边有点不对劲, 里面都是神仙妖魔的, 三界人间, 这个会所你知道吗, 张凡想起白无常和自己说的, 这个会所的名字, 好像就是三界人间, 只是当时他没在意, 具体不知道他的位置, 就问了徐子军一句, 却见徐子军掏出了手机, 在上面搜查着, 这年头有手机导航, 还会找不到地方, 三界人间, 张哥, 你确定是会所的名字? 这名字有意思, 难道里面按摩技师, 还有神仙吗? 徐子军这会挤眉弄眼地开着玩笑, 平时看张哥一本正经的, 经常说什么, 人生唯有美食不可辜负, 没想到终于也有感兴趣的事情, 用徐子军的话语来说, 男人呀, 就应该这样呀, 这样的张哥, 才像的男人, 三界人间, 张哥, 你确定名字没错吗? 我怎么在地图上找不到, 是不是新开的会所, 没挂招牌什么的? 徐子军这会在手机上搜的满头都是汗水, 却真的找不到这什么三界人间会所, 怪事了, 你呀, 一个厨子, 不知道这会所的地方很正常, 很正常, 哈哈, 张凡突然觉得, 此时徐子军的窘状很搞笑, 如果这个会所真的像白无常说的那样, 就算是徐子军在网上搜不到, 也是很正常的, 你去找找荣乐成, 如果实在是找不到就算了, 下次有机会再去, 张凡也没指望徐子军能找到那个地方, 他是打算他们实在是找不到, 就把白无常叫过来让他领路, 而徐子军却是见张凡难得有兴致, 说是要去会所完, 赶紧打电话给荣乐成, 让他帮着找一个叫三界人间的会所, 荣乐成接到电话后, 可不敢大意, 其实他也不知道这个地方, 但是他有自己的办法, 马上把电话打出去, 给江城最有名气的十个会所经理打电话, 亮明身份后, 直接告诉那些经理人, 我现在找一个叫三界人间的会所, 你们要是能在一个小时内找到地方, 奖励一百万, 然后两个小时内找到奖励五十万, 三个小时内找到这个地方, 只有十万的奖励, 一百万对于会所的经理来说, 那也是一笔巨款, 何况这是江城首富荣家的少爷, 亲自吩咐的事情, 只要这件事情办好了, 哪怕不要任何报仇, 荣少爷带一群少爷来玩一玩, 那提成绝对不会低, 运气好的话, 自己所在的会所, 能一炮打响, 成为江城最顶端的会所, 抱着这种想法的会所经理很多, 也有人想拿到高额的奖励, 所以很快, 这些人都行动起来了, 这些人能当上经理, 都是有些能耐的, 有的会所经理, 马上把手下的按摩技师和姑娘们, 都喊了过来, 开会, 询问他们谁知道, 三界人间会所, 只要是知道地点的, 重赏, 有人会所经理, 直接发万能的朋友群询问, 毕竟向他们接触的客人, 都是喜欢玩会所的, 还有一些是会所的按摩技师, 这些人人脉很宽, 见识也多, 说不定谁跳槽后, 就去了那个什么三界人间会所, 说不定那个客人, 就刚刚在那个三界人间会所消费过, 为了打探消息, 他们是花样百出, 什么招都想出来了, 整个江城会所里, 很快几乎都知道了, 三界人间会所这个名字, 一时间, 好像全世界都在找这个会所, 但是, 抱歉, 真的找不到, 那些会所的经理不但没找到, 有人还接到不少的电话, 那个三界人间会所到底在那里, 什么时候安排人带我们去玩玩, 现在圈里都在说这个会所, 我要是不知道, 是不是显得我很没文化, 在圈子里混不下去了, 赶紧的, 有这个三界人间会所的位置消息, 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我去捧场, 这朋友圈到处都在问这个地方, 容乐城很着急, 一个小时很快都要过去了, 打了几个电话, 居然都告诉他, 容先生抱歉啊, 这个一百万赚不了, 我再帮你想办法, 奖金可以不要, 我就想问问, 这个地方真的在江城吗, 会不会在国外, 容少爷, 你是不是记错名字了, 我打听过, 不要说江城, 就是整个国内, 都没这个地方, 一时间类似于这样的电话, 都打到了容乐城这边来, 这让容乐城都有点怀疑人生, 要是一个人, 说找不到, 他还觉得, 估计是有人没用心, 但是当十个人, 甚至二十个人, 都信誓旦旦地告诉他, 江城乃至国内, 都没这个地方, 现在只有二种可能性, 第一就是, 这地方在国外, 第二种可能性, 就是那个会所, 并不叫这个名字, 说的人多了, 弄得容乐城都觉得, 人家说的有道理, 所以他匆匆地赶去了雅居阁, 距离他寻找三届人间会所, 已经过去了二三个小时, 可是他一点有用的消息都没有找到, 电话, 却是接了上百个, 这回, 他是垂头丧气地, 站在张凡面前, 张先生, 真的很抱歉, 你会不会记错了名字, 我问过下面的人, 在这个会所行业, 混的人告诉我, 江城这边大大小小有上千所会所, 但凡是叫得上名字, 哪怕只有二三个按摩技师的那种小会所, 都有人知道, 但是这个三届人间会所, 真的没有人听说过, 而且有不下十个人给我保证, 他们一辈子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而且, 国内也没有这个会所, 你这会不会是国外, 或者, 名字换掉了, 荣岳成这回皂红了脸, 说话声音越说越小, 平时战战兢兢地给张先生办事, 倒是受到不少的夸奖, 张先生待人宽厚, 他吩咐下来的事情, 也没有一次办杂的, 没想到这一次, 真是很丢脸, 发动那么多人脉都没用, 徐子军也很不好意思, 这回看荣岳成这样, 也在一边帮腔, 张哥啊, 你肯定是很少去会所, 连会所的名字都弄错了, 要不, 让荣岳成请客, 请你去江城最好的会所玩玩, 放松一下, 咱们, 就不要去想什么三届人间会所, 这名字, 听着就变扬, 徐子军这话说的荣岳成, 也是指点头, 可惜张帆却是摇头, 不了, 我一会打个电话就好, 有人知道, 三届人间会所的位置, 张帆搜了一下手机, 翻找了一下号码, 他似乎记得白无常给他留过号码, 只是自己当时有点懒惰, 没有存, 但是时候拨打过, 应该会有记录, 很快电话打通了, 那边传来白无常很惊讶的声音, 喂, 请问哪位, 我要三届人间会所的位置, 我是雅居阁的人, 我想过去玩一下, 张帆一提到雅居阁, 电话那边的白无常立刻变得很客气, 也不再询问什么, 直接就把一个定位发了过来, 张帆转给了徐子军, 三届人间会所位置, 现在也没什么事情, 要不一起去玩玩, 此时天刚黑, 徐子军见自己和荣乐成找了几个小时, 都没有找到三届人间的会所的位置, 张帆不过一个电话就搞定了, 这回都有些不幸, 去, 去, 自然是要跟着张先生见识一番的, 荣乐成却是很兴奋, 他倒是想看看, 江城真的有着什么三届人间会所, 等一会去了招牌旁边拍一个照片, 可以马上打脸所有人, 不过荣乐成心底也不住地祈祷着, 千万, 千万那个什么三届人间会所, 好歹有个招牌或者大门, 千万别搞得就像乡下的瓦房, 那样的话发朋友圈, 估计自己会被人嘲笑了, 徐子军把房车开了出来, 让荣乐成陪着张帆在车里打扑克, 他则按照白无常发过来的定位, 朝着那边出发, 这个会所看着有点远, 差不多要一个多钟头, 要不, 张哥先在车上睡一觉, 徐子军看了一下时间, 这个时候不到晚上八点, 他速度快一点的话, 赶过去刚好九点, 做个大保健后再吃点夜宵, 也可以在那边开房, 或者在房车上休息都行, 这要张帆玩得开心, 他们怎么都好说, 嗯, 不玩扑克了, 我睡觉, 到地方喊我, 张帆也觉得有点累, 最烦坐车了, 借着这个机会刚好睡一下, 等到醒来后到地方就行了, 房车里床很软也很宽, 拉上厚厚的窗帘后, 视线里就是一片黑暗, 加上这房车的减震系统比较好, 所以张帆躺在床上, 感受着轻微的很舒服的抖动, 没多久, 他就睡着了, 只是迷迷糊糊间, 似乎听到徐子军在大声地喊他, 张哥, 张哥, 你快醒醒, 我们迷路了, 在这里打转, 一直都在打转, 徐子军的声音都带着颤抖, 那边的荣岳城也急得团团转, 他们能不慌吗? 原本一个小时的车程, 他们硬是开了三个小时, 还在这个树林子里打转, 一直都转不出去, 这回才慌了一般, 据含已经睡熟的张帆, 被他们吵醒的张帆, 伸一个懒腰, 打着哈欠起床后下了房车, 这才发现, 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了雾气, 漫天遍野都是白雾茫茫的一片, 视线非常的不好, 而周围依稀可见, 好像是一个树林子, 本来宽阔的路上, 却是只有他们这一辆车, 而徐子军拿来导航, 他们似乎已经到了, 那三界人间会所, 不到一千米的地方, 可是, 这漫天的白雾, 什么都看不清楚, 徐子军已经在这里停留了两个钟头, 都没有找到, 那不到一千米的三界人间会所, 他这才慌了神, 赶紧把张帆喊起来, 因为他总觉得, 这边不对劲, 就算是现在快十一点了, 这条公路上也不至于一二个小时, 只有他们这一台车, 而且这大雾也蹊跷, 一直笼罩在这里, 他们刚上路的时候, 也都看过了, 也没有那种漫天的雾气, 这回居然车子都被笼罩了, 根本就看不清楚, 这区会所, 居然遇到这样的事情, 一千米都找不到地方, 张哥, 要不让你朋友来接一下我们, 我实在是没用, 我找不到他说的那个三界人间会所, 徐子军脸上带着羞愧之色, 低着头, 非常的不好意思, 刚才还在吹牛, 只要有定位, 他就一定能找到那个地方, 可他没想到, 自己迷路了, 没事, 不用我那朋友来, 我来开车, 顺便再丢我一块黑布, 蒙上眼睛, 开车还要蒙眼睛, 徐子军和容乐成, 下的腿, 都要哆嗦了, 张, 张哥, 你开车, 蒙眼睛, 这, 这, 我没听错吧, 黑手帕, 给我戴上, 你没听错, 其实这么大雾, 蒙着眼睛, 才不会被这雾气干扰, 张凡看着外面的白雾, 再看了一下外面的公路, 心里已经有底了, 这白雾很诡异, 这个天气, 怎么会出现大雾, 而且白雾常发的那个地址, 刚好就在这大雾中, 说明这里, 还真的像他说的, 有点不一般, 等会去了这个会所, 让徐子军他们两个机灵点, 张凡开车, 真的戴上了黑手帕, 眼前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他凭着直觉向前开, 只下得一边的徐子军和容乐成浑身冒汗, 那徐子军为了安全起见, 一直坐在副驾边, 手里握着副刹车, 要是张凡真的往树上开, 他就赶紧拉刹车, 好在这种情况真没出现, 张凡虽然戴着黑手帕, 眼睛看不到, 但是他的车开得很稳当, 而且, 顺着路一直向前开, 偶尔有车轮子碰到草坪的时候, 他立刻会转动方向盘, 这样很快又会走到主路上来, 这样试探几次后, 徐子军惊讶地发现, 张凡的车多多转转, 居然开到了一个偌大的非常气派的庄园前面, 而在那里, 视线非常的开阔, 三界人间会锁, 真的是这里了, 这里没有白雾了, 随着徐子军的一声惊呼, 张凡也扯掉了头上的蒙着眼睛的手帕, 其实他蒙上眼睛不是为了故作玄虚, 实在是因为, 当周围都是白雾的时候, 眼睛看到的已经成了累赘, 这个时候, 最要紧的就是要相信自己的心底的判断, 人眼睛看不到, 心底判断才会最接近真实情况, 不过一千多米的位置, 冷静下来随便开, 就很容易找到那个地方, 等到张凡跳下车的时候, 那边的容乐城已经拿着手机不停地拍照, 那汉白玉做成的微额的宫殿门, 看着无比的气派, 三界人间会锁六个流金大字, 在黑夜中散发出五颜六色的光芒, 会锁的大门足有二三十米高, 一看就是那种五星级的酒店风格, 而且会锁里面隐隐传来姑娘的笑声似乎很热闹, 这让在外面的容乐城和许子军都有些兴奋, 找了那么久, 费了那么大的劲, 总算是找到了这个地方, 原来在江城还真的有这个三界人间会锁, 张先生没有骗他们, 是他们太孤陋寡闻了, 一会进去的时候, 你们记住, 就说出来玩迷路了, 看到这里来放松休息一下, 别说故意找来的, 记住了吗? 张凡还没进去, 就叮嘱了两人一番, 免得这两个家伙有点搞不清楚状况, 而且他还叮嘱二人, 看他眼色形势, 里面的东西他吃, 他们才能吃, 还有, 就是叫人按摩, 三个人一个房间, 什么时候他们都不能分开, 要是做不到, 那他们就在房车里待着就好, 啊, 张凡这一叮嘱, 许子军有点傻眼了, 他们不是来会锁大宝剑放松吗? 怎么听着, 想是进了龙潭虎穴? 可是出于本能, 他们都不住地点头, 表示听懂了, 荣岳成这会也没有那种嘻哈表情, 而是面色凝重地跟在张凡的身后, 放松点, 我们是来找乐子的, 不是来下地狱的, 张凡一看二人此时的表情, 忍不住笑了, 他们这表情那里是来玩, 看着模样就别扭得很, 经过张凡的提点, 荣乐成马上就调节过来, 笑呵呵地和张凡他们走在一起, 只是他的脚步刚一进这会锁的大门, 就像是踢住了什么东西, 差点就栽倒在地上, 整个人目若呆基, 连眼珠子都直了, 咋了咋了, 是不是看到美女了? 没这么夸张吧, 我天, 比我男扮女装还漂亮, 我天, 徐子军挤到荣乐成的面前, 喊了个我天, 然后不住地拉着后面的张凡, 眼睛也直了, 嘴里只顾着喊, 我天, 我天, 张凡一抬头, 就看到大厅的前台, 有一个穿着红衣的姑娘, 眉心间有一点朱砂质, 如凝枝般的脸颊, 在灯光下泛出柔柔的光芒, 而那眉眼就像是画上去的, 大大的信念微微上翘, 那妙曼的身材, 却是增一分嫌胖, 减一分嫌瘦, 张凡也没想到, 这人世间, 还有如此美貌的姑娘, 难道荣乐成和徐子军如此失态, 花月银也算是罕见的美女, 但是和眼前这个穿红衣的姑娘一比, 却像是春兰秋月, 各有特点, 至于七姐妹, 虽然美则美矣, 但是和眼前这个红衣姑娘一比, 却美得像没有灵性, 这个红衣姑娘, 哪怕什么话都没说, 只是冲着他们点点头, 笑笑, 就让荣乐成直忽受不了, 难怪白无常心心念念的几百年, 连名府的英帅都不愿意做, 甚至卖身天地当铺, 也为了能转世投胎, 这个红娃, 魅力可真不小, 先生, 请问你们一共三位吗? 是来放松一下的, 还是想住宿或者用餐? 前台有一个穿着白衣汉服的 一米六八的小姐姐, 赶紧迎接了上来, 那个姑娘其实长得不错, 穿着白衣, 俗话说, 要想翘一声笑, 这小姐姐穿白衣, 也显得清新脱俗, 可偏偏, 在她身边有一个红, 那红衣姑娘虽然不说话, 但是却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 让人几乎忘记了, 这个大厅的前台, 还有好几个小姐姐, 那几个小姐姐, 颜值也是非常高, 哪怕就是, 站在人群中, 也是鹤立鸡群的存在, 但是就是这么美貌的几个小姐姐, 被站在旁边的这红衣小姑娘一比, 立刻就显得容貌平庸, 没什么亮点, 没办法, 实在是这红衣姑娘, 实在是太美了, 美帝, 容乐成都有些魂不守舍的, 他也算是见过世面的豪门公子, 可是第一眼看到那红衣姑娘, 只有一个念头, 天啊, 这世间还有如此美貌的姑娘, 至于徐子军, 一直一来他都很反感, 人家把他和小姑娘相比, 今天他自己和这姑娘比了比, 他第一次发现, 还有比他女装更美的姑娘, 张凡也忍不住打量这红衣几眼, 只是随后这姑娘做了一个动作, 让他们三个人都大呼意外, 红姑娘不会说话, 你们可以给他打手势, 客人们需要什么, 可以告诉我们, 那穿着白色衣上的姑娘笑了, 冲着那红衣姑娘做了一个手势, 直接那红衣点点头, 然后用手势在喉咙边比划一下, 啊哑哑地说出几个含糊不清的话语, 眼神有些暗淡, 一边的徐子军和容乐成都惊呆了, 这么漂亮的姑娘, 居然是个哑巴, 老天爷, 这真是不公平啊, 两人眼神中流露出万分可惜的表情, 目光又在那个红衣的身上留恋了一会, 这才被那穿着白色裙子的前台服务员领着, 往楼上走, 先按摩吧, 要是有房间, 我们几个开一间套房, 今晚上就在这里住下了, 张帆并没有多看那个红衣, 反而在观察其他的几个姑娘, 这都大半夜了, 走, 自然是不可能的, 正好让他们可以住下, 好好地观察一下这个三届人间会所, 按摩可以直接来房间了, 他们要了一个大房, 一晚上五千九百九十九, 一共三个单独的房间, 连带一个客厅带娱乐室, 虽然贵点, 但是特别的方便, 按摩的技师是清一色的小姑娘, 他们表示娱乐室不是很方便, 希望他们三个人去地下室, 那边有专门的房间, 可以做各种的精油按摩, 非常的便利, 算了, 好嘞, 就在这里按摩后, 我好早点休息, 容乐成不住地打哈欠, 表示, 就在这个房间就好, 他可是记得张先生才曾经说过, 让他们几个人不能分散, 真去了地下室, 一个人一个房间, 谁知道, 最后他们仍会被弄到那里去, 好的, 先生, 那按摩的技师勉强地笑笑, 还是很静止地给他们按摩放松, 先放了一点音乐, 然后再点了一些香氛, 接着示意, 他们可以脱衣服, 给他们做警戒按摩的, 几个男人也没有扭捏, 就穿着浴袍, 在那边享受按摩, 技师的手法不错, 捏得不轻不重, 张帆都眯起了眼睛, 有些享受, 屋子里的气氛很不错, 突然外面响起一阵慌乱的脚步声, 还有房门被哐当一声打开了, 有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 探出半个头惊呼, 快走, 这里不, 那男人后面半句话还没有说完, 声音就戛然而止, 然后似乎被人拖下去了, 至于这个房间里, 三个技师, 还有张帆他们几个人, 却是五六双眼睛, 你看我, 我看你, 客人们先休息一下, 不要惊慌, 我们先去看看, 怎么一回事, 还是这店里的技师先反应过来了, 忙冲着他们陪笑着, 然后收拾一下东西, 弯腰离开, 房间里只剩下张帆他们三个人, 徐子军脚有些软, 张哥, 我刚才看到, 那人, 那人背后有一个黑影子, 他被拖下去了, 我们会不会有危险, 这里, 到底是什么地方, 要不, 今晚上我们赶紧离开吧, 徐子军原本以为, 这三届人间会所, 是男人最能享受的地方, 却没想到, 那奇怪的迷雾, 还有哑巴红儿, 以及刚才那一幕, 他此事要是还不知道, 这三届人间会所, 并不像他想象中的那样, 那才是真的蠢了, 走不了, 各自去房间休息吧, 张帆心底倒是不慌, 他早就知道, 这里不对劲, 所以, 这会很镇定, 可是他镇定, 徐子军和荣乐成却很不安, 执意要, 睡到张帆的房间里打地铺, 他们觉得, 哪怕就是打地铺, 也比分开睡安全很多, 怎么看这里, 处处透着诡异, 谁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外面又有凌乱的脚步声传来, 然后刚才离开的祭师去而复还, 手里还端着一大盘果盘敲门进来, 那祭师放下果盘, 对着张帆他们, 弯腰鞠躬陪礼, 对不起客人们, 刚才是有入住酒店的客人, 隐瞒了精神病历史, 他的家属已经带着他去就医了, 所以你们不要担心, 祝你们好梦, 那祭师临走的时候, 冲着徐子军甜甜一笑, 笑得他心底一紧, 脸色都不敢有什么异样, 门再一次关上了, 你们先休闲, 把房门关好, 我出去看看, 张帆觉得, 今晚上真的在这里睡觉, 可能什么都看不到, 而他让他们二人休息, 自己也没打算从走廊离开, 因为那边估计有监控录像, 所以他先给白无常打了一个电话, 主人, 已经来了, 我在跟踪那辆车, 今天有个客人逃跑,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那个客人被他们关在车里了, 不知道要去哪里, 你能走的时候, 安全地带走活吗? 他在这里也不安全, 白无常断断续续地压低声音, 和张帆说话, 很快, 他还传过来一段视频给张帆看, 那个曾经出现在他们房间里, 探出半个头的男人, 此时脑袋上都是血, 浑身都是血, 就像是一个血人, 被人从地上拖着, 直接像死猪一样, 扔在了一个白色的车厢里, 那个车厢的尾号666, 张帆站在窗户边往下看, 下面停车场里, 刚好有一辆尾号666的乡试货车, 很快有人去开车, 而他后面, 也跟着一辆黑色的小车, 白无常, 应该就在那黑色小车里, 看到这一幕, 张帆在看看无比紧张的许子军和容乐成, 想到自己要是离开了, 这两个耸货肯定不行, 而他们是自己送过来的诱饵, 用这二个诱饵, 才能引蛇出洞, 算了, 你给那个技师打电话吧, 我看他走到时候, 对你挺有意思的, 而且, 开始服务的时候, 那个技师就是专门给你服务的, 张帆这话, 是冲着许子军说的, 啊, 那张哥你别走, 我心里有点毛毛的, 许子军愣了一下, 却死活要不让张帆留下来, 今天那个差点闯进屋子里的男人, 他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这回要是张帆离开了, 万一他也出事咋办, 行, 你聊那个技师吧, 尽量让他进门服务, 万一不行, 你一个人下去, 我后面偷偷地跟着, 目前这会所的人, 还没有对他们齐心, 张帆倒是想看看, 这会所到底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会所的技师很好约, 许子军按照那技师留下的电话号码, 打过去聊了几句, 邀请人家上来服务, 不行啊, 你要是真想再舒服一下, 最好来地下室, 你那边人多, 这不是不方便啊, 你下来啊, 有电梯, 很方便呢, 电话里, 技师的声音很问题, 开了免提的许子军, 看向张帆, 却见他冲着自己点头, 嗯, 好, 地下市集了, 我过来了, 许子军挂掉了电话, 却被张帆把荣乐成叫过来, 然后叮嘱了一番, 听得荣乐成只点头, 许子军很快出了房门, 在一个房间里, 有摄像头对准着走廊, 然后看摄像头的人, 对准一个手机发出声音, 888号客人, 已经出了房门, 没过一二分钟, 荣乐成也紧登在许子军的身后, 而这一幕, 也被监控人员发现了, 很快发消息在手机里, 许子军直接坐电梯下来, 那个济师看到他后, 赶紧了迎接上去, 脸上堆满了笑容, 看起来十分的热情, 不久后, 荣乐成也走了下来, 开始东张西望的, 有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上前询问, 先生, 你找谁? 我跟着同伴下来, 想来放松一下, 你们这边有没有技术好的? 对了, 我在大厅进门的时候, 看到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姑娘, 那个, 那个可不可以上中? 荣乐成装成有些期待的模样, 问前来搭讪的女孩子, 只是那女孩还是在笑, 这个, 红儿姑娘是不上中的, 她只是前台的小姐, 先生,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 我帮你问问吧, 这姑娘还要再说话, 却突然感觉到手里, 被荣乐成色了一把钱, 粗略的估计, 足足有几千块, 而且, 那荣乐成还不住地向她作医, 小姐姐, 你就帮帮忙, 让那红衣姑娘陪我说说话就好, 不用上中都行, 小费我是少不了的, 你们上中的钱, 我也不会少, 不缺钱, 只是想看看她, 多谢多谢了, 此时的荣乐成, 一副花痴状, 而这一幕, 也被监控室里的人看到了, 她呵呵干笑了二声, 就对着手机说看一句话, 888号房的第二个客人, 估计是迷恋红儿的, 一个有钱的富家公子, 不用管他, 也只是一个普通人, 让红儿去接待一下就好, 许子军被那济师领到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房间里, 这房间里有一个巨大的浴缸, 还有一个圆床, 你先去洗澡吧, 许子军推了那女济师一把, 等到她进洗浴房间的时候, 许子军一双眼睛到处看, 还把这里的房间拍成了视频给张凡看, 然后问她, 这个要继续吗? 或者, 自己该怎么办? 观察吧, 按照我计划行事, 张凡那边很快流言, 而许子军背对着矿泉水, 对着里面放了一些东西, 那边的荣岳城, 在一个房间里十分不安, 来回地踱步, 不适地频频张望, 希望那个红儿能出现, 而他的表情, 落在监控室那边, 似乎落实了他爱慕红儿的一幕, 不过红儿那么美, 是男人看到了, 都走不动路, 这来的客人, 一眼就看重红儿, 哪怕他不能言语, 也不放在心上, 荣岳城没有等多久, 红儿终于出现了, 那一双大大的眼睛, 如同天上皎洁的明月, 看得荣岳城直发呆, 而看到红儿过来, 荣岳城十分开心, 虽然关了房门, 但真的没有动手动脚, 而是尝试和他沟通, 甚至还拿出笔纸张来, 写字给他看, 屋子里的张凡, 其实已经翘无声息地出来了, 因为白乌常发给他一个视频, 在那个视频中, 那辆货车带着一个浑身都是血的人, 在会所花园后面树林子里穿梭, 然后进了一个屋子, 去了那个屋子里后, 过了几道门后, 却是进入了一个手臂粗细的大笼子里面, 而在那个大笼子里, 却是有一个人趴在里面, 一动也不动, 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开着相视货车的司机下来后, 提着那个受伤的人, 似乎想把人扔进笼子里, 但是却没有打开笼子, 而是把那浑身是血的人, 扔在距离笼子还有四五米的地方, 然后他停下来, 却是暗动墙壁上的一个机器, 就看到从房顶上掉下一个东西, 那东西甩出一个钩子, 把那浑身是血的人的腿抓住, 只见那人还在抽搐, 应该没死, 白无常躲在暗处, 一脸的严肃, 他想不出来这些人想干什么, 他只是想带走自己心爱的姑娘红儿, 但是却发现这诡异的一幕, 好像有点不对劲, 很快, 那浑身是血的人被拖到栏杆旁边, 趴在铁笼子里的人, 脚动了一下, 脑袋也动了一下, 似乎是闻到空气中的血腥味, 他艰难地往铁笼子边的栏杆靠近, 却不知道这一幕, 已经被监控看得清清楚楚, 司机冷哼了一声, 转身就离开这里, 也不敢靠得太近, 这铁笼子里关着的人, 太恐怖了, 想活命, 离得越远越好, 白无常有些犹豫, 眼睁睁看着那司机离开, 此时不知道是跟着司机离开, 还是留下来看这个伤者, 白无常把这个视频发给了张凡, 让他看一下, 问他自己该怎么办, 点开视频后的张凡, 仔细地看那铁笼子, 看着看着, 就发现有点不对劲了, 那铁栏杆看着粗壮, 可他的四周似乎还有一层网, 虽然看得并不真切, 可是张凡却心里一惊, 因为那东西不像是网, 却很像是一种, 和捆仙绳材质一样的宝贝, 但是捆仙绳是绳子, 而这个是网丝, 就这东西可以困住一个神仙, 神仙? 张凡倒吸一口冷气, 这么说, 这个铁笼子里的奄奄一息趴在地上的, 很有可能是一个神仙, 这个三届人间会所, 果然有秘密, 哪里都不要去了, 盯着这里, 录视频, 对了, 隐藏好身形, 这里也许有藏在暗处的东西, 注意安全, 张凡的指令发过去后, 白无常愣了愣, 但还是乖乖地等在这里, 没想到他在人间, 这手机玩得太溜了, 关键的时候, 还得靠手机来联系, 那本来奄奄一息地趴在地上的人, 突然匍匐着趴到了栏杆处, 用手去拉扯那血乎乎的另外一个人, 只是拉扯的时候, 那栏杆上似乎有什么东西, 一闪一闪的, 让这被关的人十分畏惧, 但是他此时双眼通红, 就像是野兽, 一直盯着那人身上的血, 不住地舔着嘴唇, 喉咙发出一声声, 不像是人的怪叫, 猛然听起来, 很像是动物园的熊叫声, 那被关在笼子里的像野兽的人, 一把拖过来司机送来的血人, 然后像野兽一样, 咬住那人的手腕大动脉处, 拼命地吸着血, 并且发出野兽一般的吼声, 而那被司机故意送来的人, 无力挣扎, 只是抽搐着, 很快, 他的腿蹬了一下, 眼看就不行了, 白无常虽然见惯生死, 但是人吸血的情景,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 他心底有些颤抖, 只觉得眼前这个吸血的, 估计不是人, 或者是幻化成人形的妖怪, 可是妖怪, 人间怎么会出现妖怪, 白无常猛然间听到, 后面有一阵气息传过来, 他马上躲藏起来, 就听到有脚步声传来, 一个穿着黄色长袍, 裹得看不清楚, 脸的人走了进来, 哈哈哈哈, 你吃人了, 你喝血了, 你破了戒律, 你还有脸求观音菩萨收留你吗? 哈哈, 你已经被佛祖唾弃了, 已经坠入了恶魔的深渊, 永远不会成佛了, 还是投靠我吧, 成为我的人, 黄山人看到那妖怪, 哈哈地笑起来, 似乎十分地得意和高兴, 原来他让司机送来受伤的人, 就是为了勾起这妖怪, 藏在心底的兽性, 然后让他破戒被佛祖唾弃, 被观音大势驱赶, 看来, 他的目的达到了, 你是谁, 你太卑鄙了, 你会得到报应的, 你连我都敢算计, 菩萨是不会放过你的, 哈哈, 你说我要是让人把你弄死人, 喝人血的事情, 告诉佛祖, 告诉观音大势, 你猜, 你肯定会被镇压, 永世不得翻身, 这黄仪人得意忘形, 却不知道这一幕, 被白无常偷偷地都发给了张凡, 听着他们的对话, 张凡陷入沉思之中, 这, 那受伤的人提到菩萨, 然后被这黄仪人, 故意用杀人来要挟他, 而那捆仙网斯, 又可以让人判断, 这个人应该是一个神仙, 说不定是佛祖那边的神仙, 这个黄仪人到底想干嘛, 他是谁, 居然暗算一个神仙, 就为了拿捏他的把柄, 让他背叛佛祖, 处心积虑地弄出这一幕, 他究竟想干什么, 自己和白无常怎么无意间, 居然撞破了三界中的一个阴谋和秘密, 荣乐成靠近洪儿很近, 写了一些字给洪儿看, 可是洪儿却表示, 自己不会认字, 也不会说话, 只会打手势, 这让荣乐成不由唏嘘不已, 这么漂亮这么美的姑娘, 居然不识字, 雅宇, 他也不会啊, 怎么沟通, 荣乐成发愁了, 自己怎么把张凡交给他的, 要他和洪儿说的一些事情, 转告他, 让他知晓, 徐子军那边也发愁, 眼看那济师已经洗澡完毕, 穿着浴袍出来, 而徐子军却表示, 再给我按摩一些后背, 我腰酸背疼的, 你手撞一点, 啊, 这济师愣住了, 盯着徐子军, 看了足足有一分钟后, 还是给他用力的按摩, 只是力道用得很大, 徐子军都咬牙切齿的, 疼呀, 可这按摩也是力气活, 这济师不一会的功夫, 已经香焊淋漓, 然后端来了二杯水, 让他休息, 徐子军在玩手机, 对着那济师拍照, 却发现, 那济师倒水的时候, 时间用得太久了, 故意用后背遮住自己视线, 这跟自己网框泉水瓶子下药, 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套路呀, 真把他当色迷心窍的人一样偏, 哎呀, 我的车钥匙好像掉了, 你帮我找一找吧, 徐子军注意装作着急的模样, 喊那济师帮忙找车钥匙, 却趁着那济师低头的时候, 飞快地把那二杯水交换一下位置, 哎呀, 找到了车钥匙了, 随着徐子军装模作样的一声惊呼, 那济师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赶紧把那二杯水端给徐子军, 两人就这样气氛暧昧地, 把喝了一点水, 再继续按摩, 只是那济师按着按着, 手脚酸软无力, 最后软啪啪地倒在了地毯上, 徐子军费了一点劲, 这才把人弄到床上去, 刚想离开, 就看到手机上有张凡的信息, 你们都快点回来, 外面不安全, 徐子军一慌, 想了一下, 把那济师身上衣服扒开了, 还在床头留了一叠钱, 这样他醒来后看到钱, 估计不会大声嚷嚷, 自己刚好可以不引人注意地离开, 我可以带你离开, 安全离开这里, 我有钱有势力, 我不会伤害你, 出去后, 你可以自由去别的地方, 离开这里, 荣乐成不住地在红儿面前刀念着, 这个红儿虽然是哑巴, 但是他可以听得懂话, 他要是察觉到这里很危险的话, 听得懂荣乐成的话语, 就会真的跟他一起走, 红儿没有说话, 歪着头, 也没有做什么手势, 一直看着荣乐成, 这让荣乐成心底很慌, 只是不停地像念经一样, 在红儿面前刀念着, 我可以带你安全离开这里, 相信我, 我们有这个能力, 你可以获得自由, 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 这里, 你应该可以感觉到, 不安全, 这里不安全, 荣乐成头上都在冒汗了, 这红儿, 到底听不听得懂, 急死人了, 难道自己不能完成张先生交给他的任务, 怎么办, 怎么办, 这个红儿好像对张先生很重要, 张先生特意把自己喊过去, 叮嘱过的, 这, 这怎么办, 荣乐成急得团团转, 一时间真没什么好主意, 要是这个红儿不点头, 不表示自己听懂了, 愿意跟他一起走, 自己总不能把人打运带走吧, 不过, 万一万一, 没有好的办法, 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试试, 嗯, 啊, 突然红儿点点头, 却是一下子抢过他的钱包, 比划一下, 一会把钱包递给荣乐成, 一会又往自己手上比划, 弄得荣乐成很糊涂, 不过许久, 他算是, 搞懂了红儿的意思, 那就是, 他先回去, 自己一会送钱包上去, 这, 真是一个好主意, 不会被别人发现的好主意, 荣乐成立刻对红儿竖起大拇指, 至于自己的钱包里面, 是有几千上万块, 但是卡和证件他都拿走了, 就剩下钱, 但是一般人看到红儿, 却给他送钱包, 估计都不会想到, 他们有别的计划, 而且, 这个红儿聪明的, 不像个哑巴, 突然融乐成手机, 有消息传过来, 一个念头刚移动, 就一下子捂住自己的嘴巴, 因为他看到不可思议的一幕, 马上回房间里来, 这里不安全, 快, 信息是张帆发的, 因为他看到了白无常发给他的视频, 所以很快就确定一件事情, 这个三界会所的主人, 连菩萨座下的人都敢抓, 而且还故意设坑坑害别人, 这样的人把性命当成了儿戏, 许子军和荣乐成都是普通人, 他们得赶紧回来才行, 不管怎么样, 自己的人, 不能有任何的损失才行, 我先回八八八房间, 你要是想一起离开的话, 就借口送钱包过来, 到我们房间, 到时候, 我们想办法带走你, 荣乐成交代了洪儿几句话后, 看到他点头后, 就匆匆地离开了, 他出去后, 虽然也碰到几个姑娘, 和这酒店的工作人员, 但是并没有人阻拦他, 所以他回去得很顺利, 一进门就看到许子军也回来了, 此时张帆一脸地凝重, 你们没事就好, 一会, 你们就在我这个房间休息, 听到什么声音也不要惊讶, 等看到洪儿后, 我们带着他离开, 张帆的目的之一, 就是带走洪儿, 还有就是好奇, 好奇这个三界人间会所, 真的像白无常说的那样, 估计是妖魔鬼怪在这里作祟, 没想到, 今天是真的看到了, 他也没有为民除害的觉悟, 因为根本就不清楚, 这个三界会所的主人, 到底是那一路人, 是妖怪还是神仙, 在这种情况下, 张帆只想把洪儿带走就好, 其他的事情, 他只要知道就好, 没打算去雇一趟这个浑水, 所以, 让二人先睡, 自己也准备在沙发上刷一下手机, 然后等待洪儿过来, 窗户突然被打开了, 张帆呼的一声站起来, 手里已经抄起一个凳子, 打算看事情不对, 就用凳子去砸窗户, 却看到白无常从窗户外面跳进来, 是我? 看到张帆的动作, 白无常忙表明了身份, 告诉张帆外面到处都是监控, 他索性走了墙壁这边, 倒是挺安全的, 嗯, 那里先等一会, 那个洪儿估计一会会过来, 张帆也没多说, 是以白无常先休息一下, 他则在那刷手机, 只是这手机还没刷完, 他突然站起来, 我有些困, 先去密一会, 你们别来打扰我, 有事情等我出来再说, 说完这些, 张帆静止走到另外的一个房间里, 然后锁上房门, 因为刚才他听到了天地当铺的风铃声传来, 而他锁上这个房间后, 只用紧握着拳头, 在心底默念了一句, 天地当铺, 很快, 张帆的眼前的情景已经变了, 他已经从三界人间会所的客房里, 转眼就来到了天地当铺之间, 恭迎尊主回来, 这一次站在门口迎接他的, 不但有阴柔柔, 还有许久没有见到的花月影, 只见这花月影向他跪下的时候, 后背像是有一团火焰在跳远, 而且, 他一双手伸出来的时候, 一边是火焰, 另一边却是滚动的流水, 在他手掌心不住地变化着, 而原本就长相极美的花月影, 此时多了几分英姿萨爽, 看起来十分的精神, 控水控火术都掌握了, 不辜负尊主的厚望, 多谢尊主厚赐, 花月影此时意气焕发, 整个人神采飞扬, 看起来十分的开心, 这对于他来说, 这段时间收获不小, 他不敢收了三位真火, 还把控水和控火树炼的炉火纯青, 现在他的战斗力, 差不多比以前翻一翻, 很强, 特别的强大, 所以才会如此的高兴, 当然, 这一切都是拜张凡所赐, 所以, 花月影才会这样说, 你回来真好, 有客人来了, 一边伺候吧, 张凡摆摆手, 示意花月影赶紧在一边去, 而他则坐到了椅子上, 就看到从大门口处进来一个人, 不, 应该说更像是熊, 那人虽然长得人的脸, 但是进天地当铺的事, 一瞬间, 张凡看到他的真身, 是一头黑熊, 毛茸茸的黑熊, 这是天地当铺, 能满足人一切愿望的天地当铺, 可以让你无所不能的天地当铺, 但是却要点荡你灵魂和一切的天地当铺, 这个黑熊看到天地当铺的时候, 却是喃喃自语, 说的话声音不大, 但是张凡都听了清楚, 他居然知道天地当铺, 这是从哪里听到的, 这里是天地当铺, 可以满足你一切的愿望, 前提是, 你又有可以当掉的东西, 有可以让天地当铺看中的地方, 要不然, 张凡没想到, 这个黑熊精居然知道天地当铺, 只是理解有点错误, 他以为, 天地当铺会做赔本的买卖, 谁的愿望都可以去满足, 我, 我, 我被关起来了, 但是没想到在绝望的时候, 还能来到天地当铺, 这也许就是我唯一的希望, 我破戒了, 我吃人了, 我喝人血了, 我罪孽甚重, 这个黑熊精一说, 张凡猛然就想起, 白无常给自己看的一段视频, 那段视频中, 原来那个受伤的匍匐在地上, 被关在笼子里的, 就是黑熊精, 他居然在被人射套后, 在绝望的时候, 居然想着来到了天地当铺, 在这里可以满足他的一切愿望, 只是这个黑熊精的遭遇, 让张凡有些疑惑不解, 天地当铺, 有过那么多的客人, 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客人, 他想要什么? 你想得到什么? 你能当掉什么? 我想重新回到观音菩萨做下修炼, 希望观音大士, 能不计较我曾经杀人的过往, 能让人一心向佛, 至于我能当掉什么? 我愿意当掉一切, 所有的一切, 只要你能帮我实现愿望, 我可以当掉一切, 那黑熊精喃喃自语, 此时有点壮弱癫狂的模样, 观音菩萨? 黑熊精? 张凡脑子里灵光一现, 他总觉得有些不对劲的地方, 原来就是在这里, 西游记中, 不是有一个黑熊精, 曾经偷了唐玄藏的锦兰袈裟后, 被孙悟空抓住, 差点一棍子打死, 却是后面被观音大士求情救了下来, 把黑熊精收做了守山的大神, 而当初那个黑熊精却也非常厉害, 和当时的孙悟空都是逗了十几个回合, 不见落败, 只是这两个黑熊精, 也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 你原本在哪里修炼, 最擅长的是什么武器? 七柄上仙, 我原本在神界四处漂泊, 想败在观音大士名下修炼, 其实我刚在观音大士面前露个脸, 还没有来得及被菩萨点化守卫弟子, 就被人射击弄到那里去, 那恶人看中我一柄黑鹰长枪, 善于变化, 想逼着我破剑, 想我已经受戒十年, 这才有机会败在菩萨面前, 我苦等了十年的, 都被这撕破坏掉了, 我, 我, 我又被他困在囚笼之中, 求尚先救我, 这黑熊精一说到他的武器, 是一柄黑鹰长枪, 就让张凡想起西游记中的黑熊精, 也是用的一根黑鹰长枪, 这事情不会那么巧吧, 而且最后那黑熊精, 却是被观音菩萨说为守山大神, 并且对他的一身神通赞不绝口, 从菩萨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 这黑熊精确实有真本事, 而且就是眼前这个黑熊精, 这张凡觉得十分巧合的份上, 又觉得万分的奇怪, 记忆中的西游记和他现在看到的, 似乎不一样呀, 黑熊精, 不是应该在黑风山里面吗? 而且, 那黑风山的黑风洞中, 也应该是一处伏地, 要不然, 这黑熊精, 后来也不可能和孙悟空相斗十来个回合, 你既然已经杀人, 想再进佛门, 败在观音大师的座下, 那可不容易, 不过, 你要是肯当掉你的灵魂和自由的话, 这件事, 我帮你搞定, 张凡虽然现在, 不知道怎么帮这个黑熊精, 但是他却知道, 黑熊精最后多多转转, 还是被观音大师收作了守山大神, 这结果肯定能让黑熊精满意, 只是他现在并不知道, 所以才会在近乎绝望的时候, 来到了天地当铺, 求助自己, 张凡都想仰天大笑三圣, 还有这样的美事, 求到天地当铺里来了, 啊, 灵魂和自由, 我, 已经没有了自由, 也没有了灵魂, 在被囚禁的时候, 我都无法穿过那个笼子, 但是我还是能来到天地当铺, 我愿意, 我愿意当掉自己的自由和灵魂, 只求天地当铺, 能让我得偿所愿, 此时的黑熊精, 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如何, 他只是知道, 在他走投无路, 被困在囚笼里面的时候, 他却能奇迹般地出现在天地当铺, 而这个天地当铺, 在很久很久以前, 就有过关于他的传说, 没想到那传说中, 居然是真的, 那就是, 只要你进入这个地方, 它可以满足你的一切愿望, 但是前提是, 你得答应当铺主人一切的条件, 好, 那签订契约吧, 我先把你救出来, 然后让你达成心愿, 不过需要一些时间, 你得一切听我的安排, 张凡说, 救出黑熊精的时候, 就吓了黑熊精一跳, 让他的心意哆嗦, 异常畏惧地看了一眼张凡, 心底却想着, 天地当铺, 果然如同传说中的那么厉害, 自己就这样走进天地当铺, 丝毫都没有表露出来, 自己被关在那里, 但是这天地当铺的主人, 却轻描淡写地告诉他, 先把他给救出来, 这霸气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原本的还有一丝丝的顾忌,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所以, 花月影拿出契约, 让黑熊精签字的时候, 他没有一丝的犹豫, 签下自己的大名, 并且咬破大拇指, 直接按下去, 张凡也取出了天地当铺的印章, 然后在羊皮卷上盖上印章, 一道金光闪过, 羊皮卷上契约结成, 这黑熊精成为了天地当铺的又一个奴仆, 从此后, 他的灵魂和自由, 都当给了天地当铺, 可此时的黑熊精, 却是丝毫不后悔, 反而心底生出无限的希望, 他此时心心切切都是想着, 自己能脱困, 能逃离那个囚容, 能有一天, 败在观音大士的座下, 这将是他毕生的愿望, 为了这个信念, 他愿意付出一切, 黑熊精离开天地当铺的时候, 冲着张凡扑通一声跪下, 然后砰砰砰刻了三个响头, 天地当铺已经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 他已经没有任何的退路了, 去吧, 很快有人会来救你了, 张凡受了黑熊精一跪, 以后的黑熊精不管是多么厉害, 都会是他手下的仆役, 这个跪和磕头, 他受得起, 而且回头他会去救下黑熊精, 时间一点点流逝, 屋子里白无常和许子军他们大眼瞪小眼, 这样的情况下, 根本就睡不着, 只能慢慢地等待着天亮, 有人咚咚咚地敲门, 三个人互相对视一眼后, 容乐城去开的门, 打开门后, 门口站着红儿, 他旁边还有一个前台的小姐姐, 这位先生, 红儿姑娘捡到了一个钱包, 他怀疑是你的, 但是不确定, 你能告诉我, 你钱包里都有些什么吗? 那前台的小姐姐, 趁着说话的时候, 往套房里瞄了一眼, 客厅里空荡荡的, 洗手间也没人, 只有一个房间的卧室里, 还有光, 算下来, 那个张先生, 应该住在那个卧室里, 那么许子军应该还没回来, 里面有五千四百块钱, 对了, 你们能进来看一下吗? 这个洗手间的水龙头, 似乎有点问题, 我怎么拧不开? 荣乐成说自己钱包里的钱, 有五千四百块钱, 这让那前台的小姐姐, 顿时放松了警惕, 因为红儿捡到, 这前时候, 他们帮着数过的, 正好五千四百块, 而且, 红儿说是在包厢里捡到的, 当时这个荣先生, 是去过包厢的, 这样看, 这钱包, 真的是这个荣先生的, 这回听到他说, 洗手间的水龙头, 坏了, 他则打算看一看, 为什么拧不开, 可是刚进门只觉得后脑勺一疼, 就看到荣乐成把房门给关上了, 冲着动手, 打晕那服务员的白无常点点头, 并且给他竖起大拇指, 兄弟, 真牛, 白无常苦笑, 这点小事, 真的不值得一提, 正在他们办完这事的时候, 张凡那个门打开了, 他看到红尔也来了, 点点头, 冲着白无常做了一个手势, 你过来, 一会我们去干一票大的, 大家可以趁乱离开, 不用等到天亮了, 能走马上走, 张凡的话音刚落, 窗户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声, 荣乐成抢先站在窗户边往外看, 却见到一处冲天的火光, 那火可真大, 应该是燃烧了一处类似于厨房, 或者仓库的地方, 只见惊动了很多人, 都在外面喊着救火, 然后有人接着水龙头, 往那发火的地方浇水, 可是火势实在是太大了, 几乎映红了半个天空, 这让三界人间会所的人也有惊慌失措, 很快跑出来一群群的人帮着灭火, 而正在这个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那边着火的缘故, 突然, 三界会所这边一片漆黑, 停电了, 有人发出尖叫声, 应急灯马上亮了起来, 但是比起平时灯光璀璨, 却差了很多很多, 整个会所都陷入了一片慌乱之中, 谁也没有发现, 张帆带着红儿他们摸到了停车场, 而此时停车场那边的监控灯, 因为没有灯光的原因, 早已经模糊不清, 根本就看不清楚, 形同虚设, 去铁笼子那边, 我们去就一个人, 张帆这一次是对白无常说的话, 因为那个地方, 只有白无常知道, 很快, 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 他们开着房车来到了那个房子外面, 而本来房子外面还有人看守, 此时二个看守的人, 也垫着脚尖往火光处张望, 也不知道那大火是什么情况, 白无常出手利落, 很快把门口的二个守卫弄倒了, 他们一行人, 很快就进入那放置铁笼子的地方, 这里还有灯, 不过监控, 也被白无常出手弄坏掉了, 此时的脚步声, 也惊动得一直趴在地上的黑熊精, 他此时的精神还不错, 听到脚步声的时候, 挣扎着想站起来, 手不小心一下子碰到了那铁栏杆外面罩着的一层网, 只见霹雳啪啦声音不绝, 而黑熊精发出一声惨叫, 精神一下子尾顿下来了, 众人这才发现, 这黑熊精不是被铁笼子捆住了, 是被那鱼网形状的东西捆住了, 那才是他根本就逃脱不了的原因, 我来, 除掉那鱼网, 白无常站了出来, 他虽然曾经是明府的十大英帅, 但是他借尸还魂, 已经算是一个人, 这困仙网对于他来说, 应该是没用的, 所以他抢先过去, 抓住那困仙网, 想一把拿走他, 谁知道白无常的手, 一碰到那困仙网, 却像是被触电一样, 快速地把手缩了回来, 然后惊恐不已地看着那发出淡淡光芒的困仙网, 再看自己的手已经被烧得焦黑, 这让他的手疼得厉害, 他惊恐地看着那困仙网, 却不敢再上前一步, 这东西太厉害了, 他都不能碰, 有电, 这是什么玩意, 我来, 徐子军惊呼一声, 他小心地找来一个木棍子, 想着就算是有点, 木棍也不倒电, 他肯定是没事的, 可是当他的木棍碰到那困仙网后, 却是手一多缩手里的木棍扔得远远的, 一脸惊恐, 这, 什么玩意, 徐子军惊讶地看着那困仙网, 怎么也想不通, 这像网状一样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玩意, 像是有电一样, 比有电都厉害, 拿着木棍至少不过电, 但是拿着这木棍碰这东西, 就让人浑身发抖, 根本就受不了, 你的眼睛可以看到不干净的东西, 也不是普通人, 融乐场你去吧, 或者红二, 也可以尝试一下, 在场的这些人, 白无常这种借尸还魂的不行, 徐子军这种能看到灵体的也不行, 那么只能看融乐城和红二了, 实在是不行, 只能自己上, 我来, 融乐城这回看了白无常被烫得发黑的双手, 有点胆战心惊, 捡起那根被徐子军扔掉的木棍, 准备去试着把那渔网从笼子外面掀开, 却没想到站在一边的红二, 这会不声不响, 直接大踏步走过去, 直接就伸手去拉扯那困仙网, 白无常心里一慌, 但是随即又平静下来, 因为红二虽然是个哑巴, 但是他是正常人一次次的转世, 就是一个普通人, 这困仙网对神仙妖怪来说, 那就是最头疼的东西,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 却只是一个类似于渔网的东西, 根本不会主动攻击, 所以也没有什么危害, 啊, 一声惨叫声传来, 那红二刚发出这声音, 只见那渔网就像是被什么触动了, 噼里啪啦的火星乱剑, 而红二美丽的脸上极度的痛苦, 头一歪, 他居然晕倒了, 红二,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白无常差点疯了, 红二不是转世投胎的人吗, 怎么会被困仙网所伤害, 而且比他还严重, 甚至直接就晕倒了, 这, 这, 这说明在困仙网的眼里, 这个红二比他厉害得多, 可是, 可是白无常自己知道, 他没有被抹去记忆, 就算是戒尸还魂, 他身上的那些法力, 大多数还在, 所以他触碰困仙绳的时候, 才会被烧伤, 他只是, 双手被烧伤, 红二世人直接晕倒, 这, 这, 张凡看了一眼红二, 再看了一眼白无常, 却是弯腰抱起这红二, 直接往房车上送去, 这个红二怕是有问题, 他身上有法力, 而且还很强, 比白无常强多了, 要不是这个红二身上, 有什么隐秘的事情发生过, 那么这个红二, 说不定不是白无常心心念念 找了几百年的红二, 要不是红二, 他是谁, 张凡把红二放到了房车上, 让许子军看着点, 白无常这回是失魂落魄的, 似乎也想到这个问题, 只是他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个红二, 红二, 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骗了他, 要不然当初一个女子, 怎么能那么狠, 一把刀杀了几百人, 要不是杀孽太重, 他也不会轮回被惩罚了很多次, 白无常使劲地摇晃了一下脑袋, 他不想再去想这些问题, 头疼, 难道自己借尸还魂, 当掉了自己的灵魂和自由, 找到的却是一个假的红二,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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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无常此时都要疯了, 那边的荣乐城也快疯了, 他看着那么厉害的白无常, 双手被烧焦, 平时给张先生做饭的厨子, 整个人像触电, 哑巴的红弯, 整个人晕倒了, 那么轮到自己上, 这次是晕倒, 还是像许子军那样被触电, 荣乐城真的很绝望呀, 这, 他可怜兮兮地看了一下周围, 却发现, 这一次自己怎么都逃不过, 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哪怕被电死, 也得上, 张, 张先生, 万一, 万一的出事的话, 还请照拂一下荣家, 让我父亲在荣家过继一个孩子, 让他不要为我伤心, 我, 告诉他孩儿不笑, 这荣乐城, 此时拿木棍的手都在发抖, 说出来的话语, 更是像遗言, 因为此时, 他是真的很害怕, 不惨一点假的害怕, 张凡没说话, 但是忍不住给他一个白眼, 困仙王只对有法力的人有用, 你, 对你没用, 张先生,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 我, 我是独子, 我, 我拼了, 荣乐城鼓起一股子勇气, 猛地冲了上去, 手里的木棍, 已经碰到了那困仙王, 没有想象中的触电, 也没有想象中的晕倒, 荣乐城手中的一根木棍, 很容易地就挑起了那困仙王, 然后尝试拉扯了一下, 咦, 动了, 这困仙绳居然动了, 荣乐城心底一洗, 手中的棍子, 又用了一点力气, 却因为一个用力过猛, 差点摔倒在地上, 而他已经把那困仙王从铁栏杆上拉扯了下来, 那困仙王落地后, 突然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杜兜王大小, 也看不出来有一点点的危险, 荣乐城此时无比的狂喜, 张先生, 张先生, 这鱼网没有电我, 这, 咦, 鱼网了? 惊喜万分的荣乐城, 此时惊讶地发现, 刚才还在地上的鱼网, 怎么此时不见了, 他去那里了, 黑熊精, 困仙王已经解开了, 你还有力气, 自己挣脱囚龙吗? 张凡站在铁栏杆外面, 很冷静地问, 趴在地上的奄奄一息的黑熊精, 我, 我可以试试, 应该没问题, 你是尊主派来, 救我人吗? 尊主有没有什么吩咐? 尊主让你找到黑风山黑风洞住下, 等待时机, 他答应了你承诺, 一定会办到。 张凡说这些的时候, 压低的声音, 故意没有让一边傻愣愣地容乐成听清楚, 但是黑熊精确实听明白了, 黑风山的黑风洞, 那是那里, 但是, 听到张凡说尊主承诺的话, 他突然很虔诚地跪下, 冲着张凡他们行礼, 请你们让一让, 我, 我要出去。 那黑熊精, 此时神情虽然伪顿不堪, 但是却挣扎着起来, 示意张凡他们可以离开得远一点。 刚才他们这些人帮着取困先往的一幕, 他其实是知道的, 也知道这些人当中还有凡人。 而自己要出去的话, 动静肯定大, 凡人怕是受不了。 这才好心地提醒一下, 张凡是易容乐成赶紧离开这里, 最好钻到房车里面去, 然后自己开着房车, 向前走了一段路, 就听到砰砰的几声, 那声音非常的大, 大的容乐成忍不住从房车里探出头像后看。 这一看不要紧, 却是哇哇的二声, 一下子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那边开车的张凡, 其实从后车镜上也可以看到, 黑熊精果然是厉害, 都伪顿不堪成那个模样, 但还能把手臂粗的栏杆给扯断了。 生生地扯断了, 而且人消失了, 想来应该是听了自己的话语, 去了神界去找那个黑风山的黑风洞。 走吧, 趁着外面的火势没停, 赶紧离开吧。 张凡喊了一声, 脚下油门一踩, 呼的就往外面冲去, 而后面的动静, 其实也惊动了那穿着黄衣的人。 三界人间会所着火, 他倒是并不惊慌, 但是看到关押黑熊精的地方, 被人生生掰断栏杆, 而黑熊精也不见踪影后, 那黄衣人彻底地狂暴了。 谁, 是谁, 是谁放走了黑熊精? 是谁, 是谁偷走了我的困仙王? 这个人, 我绝对不会轻饶。 哪怕你上天入地, 我也要把你碎尸万段。 那穿着黄衣的人, 此时咬牙切齿, 而且他感觉, 这个据点是不是已经被人发现了? 而他筹划的事情, 说不定也被人盯上了。 一想到这里, 他也不敢大意, 只能无比恼恨地对手下人来了一句。 放弃这里, 另外在人间找合适的地方, 全力搜查今晚上可疑的人或者是, 这个人哪怕就是大罗精险, 我也不会饶了他。 这黄衣人气的浑身发抖, 这个苦心经营的据点废了, 但是他还得再选一个地方。 他想办的事情, 绝对不能半途而废。 一定要抓住今晚上带走黑熊精的人, 还有那突然燃起的大火, 用水都熄灭不了, 里面居然蕴含了三位真火的气息。 这让人又气又急, 难道是太上老君的人来了? 这黄衣人脸色变得阴逸起来。 那个老东西, 真是左右逢源, 想对付他, 还得从长计议, 自己可没有得罪过他。 车稳稳地开着, 迷雾再一次升起, 外面的能见度特别低, 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 看得一边容乐成和许子军是心惊胆跳的。 但是车被张帆开得很稳, 他几乎没有看路, 是凭着自己只觉开车。 这个地方, 本来就是三届人间会所那火人, 特意设置的障碍, 对于普通人有用, 对于他阻碍并不大。 一个小时后, 张帆终于出了迷雾, 周围的车辆也多了起来。 容乐成, 你来开车, 我去看看车里几个人。 张帆把房车停好, 车里还有还几个伤员, 以及昏迷的红儿, 他得去看看情况。 容乐成一看, 这条是开往江城市区的路, 路上也没危险了。 他是欣然下车去了驾驶室, 张帆则去了房车后面。 白无常警惕地坐在车门边, 他的一双手已经发黑, 都不能伸直了。 但是他脸上却没有疼痛的表情, 脸色很坚毅, 眼神却是很迷茫。 因为他实在是想不通, 自己寻找的红儿。 为什么在触碰困仙网的时候会晕倒? 难道他的法力比自己都高? 这,不可能啊。 可是自己耳听为虚眼剑总为实, 困仙网是不会骗自己的。 手伸出来, 这有一滴还魂汤, 你稀释一下, 用来疗伤应该问题不大。 天地当铺, 上次得到的还魂汤, 还有大一瓶子, 取出一滴给白无常智商, 应该是很容易。 只是白无常一听还魂汤, 脸色一惊, 然后恭敬地站起来, 正要向张帆行大礼, 却被他一把拉住。 白无常可是知道, 还魂汤是明府的至宝, 当年一直在明王的手里, 轻易不会拿出来, 自己在明府也受过好几次重伤, 但都无缘见到那个东西。 毕竟, 他死不了。 还没到被打成一堆乱泥, 只剩下一口气的程度, 这次手也是轻伤, 真的算不了什么。 万分感谢。 白无常心底叹息一声, 天地当铺真是大方呀, 还魂汤都舍得给他一个奴仆疗伤, 哪怕他只是轻伤。 跟我去看看红儿, 他的情况有点不对劲。 张帆看了一眼白无常, 带着他去了房车后面, 在那边红儿正在昏迷中。 他躺在那里, 脸色飞红, 眼睫毛还在轻微地抖动着, 眼睛却睁不开。 他那让人惊艳的容颜, 眉头轻皱, 就像是有什么抹不平的忧愁在里面。 张帆伸手摸了一下红儿的额头, 却是在发烧。 他想了一下, 为了一滴还魂汤, 这东西就是断气的人都能救活。 目前这红儿还没有断气, 有这一滴还魂汤, 估计人也能活。 不过这一滴还魂汤滴下去, 这红儿还是没醒来, 只是身上滚烫的, 烧得更厉害了。 白无常很紧张, 站在张帆身后,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红儿, 怎么会这样? 他身上有法力波动, 这人间, 就算是他从娘肚子里还是修炼, 也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实力。 他的法力比我高, 最低也是地仙以上了。 不, 他的实力是天仙以上, 大罗金仙以下, 他就是天上一些公额神仙, 都没他的实力强。 张帆的声音不大, 也只有白无常可以听清楚。 听到张帆这话, 白无常一哆嗦, 脸色异常惊讶。 不可能, 怎么可能? 这, 他的法力, 怎么可能这么高? 冥王也不过如此, 这, 不可能, 他前几次投胎, 我都跟着偷偷看过, 他身上没有法力的波动。 白无常一口咬定不可能, 要是红儿有这么厉害, 那么他根本就不用转世投胎, 直接在民府都可以分官职, 跳出冥王的管制, 也不用去生生世世地轮回。 我不会看错的, 也许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 这个红儿, 不是你要找的那个红儿, 你有没有想过? 啊, 白无常愣住了, 脸色苍白地看着床上的红儿, 他眉心中的红痣。 那红痣是标记, 红儿每一次投胎, 眉心间都会有一颗红痣, 前几次白无常也是凭借着这个标记, 找到他的。 而且, 他出生的时间偏差也不会太大。 只是前几次, 红儿虽然眉心有红痣, 虽然也很美, 但是却不像这一次, 美帝这样惊心动魄, 简直, 简直让白无常活了几千年, 平生仅见。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 不管是人界, 还是魔界, 这个红儿美得, 让人一见难忘。 自己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姑娘。 名符有梦婆有梦夭夭, 但是和此时的红儿一比, 就像, 就像是她的丫鬟, 不值得一提。 而天地当铺中, 最美的花月影姑娘, 也是美得惊人, 还有那个美得咄咄逼人, 十分有气质的英姑娘, 和眼前这个红儿一比。 英姑娘也就赢在气质, 若是轮漂亮, 还是比不上红儿。 至于花月影姑娘, 美却带有一种掠夺性, 让人第一眼注意到的不是她的美, 而是她的双面性, 在外人面前很张扬嚣张, 但是在主人面前, 却是殷勤周到, 恭敬异常。 所以, 花月影对于白无常来说, 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人。 但是这个红儿不一样, 美, 纯粹是容颜。 哪怕她不说话, 是个哑巴, 也让人无法忽视她的美。 这么美的一个姑娘, 在三界人间会所坐前台, 这从哪里找到的? 谁也不知道, 红儿在房车上, 一直到陈渊那边, 都没有醒来过。 他们下车时候, 花月影翘声声地站在门口, 前来迎接张帆。 许子军却是第一个跳了出来, 哎呀, 月影, 你总算是回来了, 看, 你那些半死不活的花, 这一下, 都死光光了。 许子军故意和花月影斗嘴, 其实花月影走后, 她的那些本来花草, 都在许子军的照料下长得很好, 比她自己照顾长才好多了。 哼, 算你有良心。 花月影笑盈盈过, 而这一次, 许子军再见她, 虽然人还是那个人, 在她身上, 却像是有点改变, 她整个人气场更强大了。 回来了, 张帆看了花月影一眼, 点点头, 她速度还是挺快的, 在三界人间会所的那把火, 其实就是她放的, 为了制造混乱, 然后趁乱让他们离开后, 花月影也赶回来了, 还在他们前面。 花月影的实力, 果然是大增了。 车上, 你去把活安置一下, 查一下她的身份, 我看着那人不对劲。 张帆冲着花月影交代一句后, 就进了晨元。 这一晚上在那边奔波, 回来要洗洗澡休息一下, 剩下的事情, 都交给花月影来处理就好, 她只管睡懒觉就好。 张帆还没进晨元, 就听到花月影的一声尖叫, 她愣了一下, 准备去看看, 转念又想, 花月影那么厉害, 在人间怕是没什么人能伤害她。 而且那惊叫声中, 更多的是惊喜, 却不是惊恐害怕的声音。 姑娘家, 这尖叫声就是大, 一惊一乍的, 真有事情的话, 她应该会来禀告自己。 想到这里的张帆, 也没有理会, 天都快亮了, 她习惯这个时候眯一会。 那边的花月影, 此时满脸的惊讶, 她看到红儿的时候, 忍不住发出一声尖叫, 吓了众人一跳, 特别是白无常, 第一个跳了出来, 紧张地看着她。 花月影姑娘, 这红儿怎么了? 她是个哑巴, 现在晕倒了。 当下白无常把这红儿的来历说了一遍, 并且表示, 自己也曾经一直在寻找一个叫红儿的姑娘, 而这个红儿, 也是眉心中有一个红点。 而且, 喜欢穿红衣, 人家也会称呼她红儿。 不, 不, 别人我不敢说, 但是这个人,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她绝对不会是红儿, 她和天地当铺的渊源很深。 我认识这个人, 绝地不会是你要找的红儿。 花月影这话说得白无常的心, 彻底凉了下来。 你认识? 月影姑娘认识她? 当然认识, 不管她怎么变, 这张脸, 哪怕故意伴仇, 但是, 我还是认识。 细细, 我认识她很多年很多年了, 没想到, 居然在这种情况下再次遇到了, 我先去安置她休息吧。 花月影这话说得没头没脑的, 白无常却是身以为然。 花月影姑娘, 可不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姑娘。 人家在天地当铺经历很多年, 什么人和事情没见过, 那根本就不是她一个小小的英帅可以比拟的, 就连当初在三才庄的无名庄主, 在她的面前, 也是一个小小的奴才。 她既然这样说, 那肯定就是对的。 红儿, 你到底在哪里? 白无常有些失落, 这一世, 她费了那么多功夫, 去寻找红儿, 可是找了许久, 居然找到了一个假红儿。 真是, 让人无语。 花月影亲自来抱这个红儿, 抱她的时候, 一双眼睛忍不住瞄呀瞄, 看着她红红的唇, 在看弯弯的眉毛, 还有那眼珠, 怎么看都美到了极点。 自己上次见到她的时候, 好像还是八百年, 还是一千年前。 这么久没见了, 她虽然故意把自己弄黑了弄丑了, 还把自己弄成哑巴。 呵呵, 是不是因为声音太好听了? 瞒不过, 别人才会装哑巴。 这, 可真有意思啊, 等主人醒来后, 自己一定给她一个巨大的惊喜。 花月影响到这里, 脚步都轻快了几分, 她想了一下, 特意把活安排在她的住处旁边, 等于靠张帆的院子很近很近, 在这里, 应该很安全。 有她在, 谁想玩什么幺蛾子, 也逃不掉的。 而此时在另外一个郁郁葱葱, 像原始森林的地方, 周围云雾飘荡着, 笔直的山就像是种下来的树, 飞鸟都无法停歇的感觉。 而在这陡峭的山上, 却有很大一片类似于客栈的地方, 连绵不绝一大片, 都是依靠着陡峭的山峰而建, 屋子背后就是悬崖峭壁。 站在这样的屋子里, 胆子小点的不要说住, 就是站在那边都会两腿发抖。 可是在这里, 还有无限的信号, 在一个屋子里有人, 在回放三届会所昨晚上的一切, 有当天进出, 住宿的客人, 有一些大火中逃离人的名单, 还有一些没有人注意到的地方, 放置的监控录像。 一个穿着黄色道衫, 戴着面具的人, 一直在看那监控。 等看到张凡他们几个 进大厅住宿的时候, 他移了一句, 那回放录像的人, 马上按下了暂停键。 把这几个人的录像找出来, 特别是这个人, 这个黄衣人直接指向张凡。 是,马上。 很快, 关于张凡的一些录像都被找出来了, 可惜, 他们连张凡的正脸录像都没有, 最清晰的一张, 就是在前台的一张半侧身的照片, 剩下的, 就是张凡进套房的照片, 再找, 几乎没有。 没离开过房间, 不可能, 再查, 停电的时候, 这人去了那里。 那人似乎不相信, 张凡只是一个普通客人, 让手下人继续查, 他的手下查了所有的监控录像, 都没有看到张凡的记录。 不过, 大火的时候, 有一辆房车被开走的录像, 虽然因为隔得远很不清楚, 但是依稀可以看到, 开车的有点像张凡。 只有这些资料了, 那就查和他一起来的几个人, 还有红二, 是不是和他们一起离开了。 这黄一人看不清楚脸色, 但是他的手下大气都不敢出, 因为他可以感受到黄一人的愤怒, 这要是换成谁, 努力建造的巢穴, 被人发现后, 功亏一篑, 估计都会不高兴。 很快, 关于荣乐成和许子军的录像, 还是被找到了一些, 其中有一二张相对清晰点的照片, 也被扒了出来。 就这两个人, 去找, 去找他们, 他们既然一起来, 肯定有联系, 无论用什么办法, 把这个些人给我找出来。 这黄一人, 敲定地不止许子军和荣乐成他们, 还有当天失踪的所有的客人, 趁着大火离开那个三届人间人会的所有客人, 他们统统都有嫌疑, 因为也不知道, 黑熊精会被谁救走了。 是, 我们马上去查。 那人的手下不住地点头哈腰, 而这个黄一人此时站在了窗户外面, 窗户外面呼呼地风吹着, 云雾几乎在房子的脚下, 屋子后面的悬崖是深不见底。 而这个黄一人却突然一跃从窗户上跳出去, 对于这一幕, 他的手下是见怪不怪。 别说这只是海拔上千米的地方, 就是在高的山峰, 只要他们的主人想去就没有去不成的地方, 而且, 主人本来就不是人间的人。 自然是不用用人间的眼光来衡量。 神界, 某一处山洞中, 黑熊精正泡在一个池子里, 闭上眼睛在疗伤, 他身上受伤的地方已经在开始结痂, 很多开始脱落了。 黑风山黑风洞, 这是在那里, 得先找到这个黑风山才行。 主人让我去, 那个黑风山肯定是有深意的, 所以啊, 等我养好了伤势, 什么也不用做了, 就去找黑风山, 然后找到黑风洞住下来。 这个黑熊精, 一想到自己的遭遇, 就恨恨不已。 幸好他这是被主人搭救了, 靠上了天地当铺, 才算是逃过一劫。 要不然, 那抓他来的人, 肯定不会只是要他破剑那么简单, 搞不好, 最后会被菩萨镇压得, 永世不得翻身, 或者直接绞杀。 只是, 他身上能有什么秘密, 和有价值的东西, 人家会盯上他。 想不明白啊, 想不明白, 还是自己太笨了, 老老实实地, 按照尊主的吩咐办事就好。 想到这里的黑熊精闭上眼睛, 准备好好养足精神, 等伤势一好, 马上去找那个黑风山。 只是他刚闭眼, 就感觉到, 这方圆一里内, 有人靠近了。 而且越走越近, 目标居然是向着他这个山洞。 黑熊精心比很不快, 自己在这边养伤了, 这居然有凡人打扰。 是把人赶走, 还是让他进来, 自己避开一下。 这倒是个难题啊。 黑熊精正在犹豫的时候, 就听到一阵声音传来, 那声音让他瞬间改变主意。 人生在世, 如身处荆棘之中, 心不动, 人不妄动, 不动则不伤, 如心动则人妄动, 伤其身痛其骨, 于是体会到, 世间诸般痛苦。 这鸣唱让黑熊精一下子打消所有念头, 来的是个小和尚, 而他崇拜佛法, 自然是不会杀生或者把人赶走。 等到那小和尚冲进这洞中用他泡过的水洗手, 准备休息喝点水的时候, 黑熊精这才走了出来, 冲着那和尚作医, 口中喊了一声, 无量受佛。 那小和尚看着约莫有二十来岁, 长得倒是清秀, 身后还背着一个被篓, 里面都是草药。 原来是百里外的和尚来到这里挖药, 正好碰到黑熊精。 那黑熊精此时幻化成人形, 而且非常有理, 这小和尚并不怕他, 两人居然在一起谈论起佛法来, 说的是津津有味, 相见恨晚。 那黑熊精一高兴, 就询问起这小和尚是从哪里来? 我是来自百里外的观音院中, 因为院中的金池长老病重, 坐下僧人都出来采药, 希望能密得一二种好药, 给长老救命。 观音院? 金池长老? 我略懂一些奇荒之术, 我可以给金池长老看一下病, 只是我现在要去寻找那黑风山, 怕是不能在那观音院中久住了。 黑熊精虽然自己也受伤胃后, 但是一听到这小和尚说到观音院主持, 金池长老病重的时候, 就动了恻隐之心, 想着顺便救人, 然后再去寻找那黑风山黑风洞。 谁知道他一说黑风山, 却听到那小和尚哈哈地笑起来。 这位施主呀, 那黑风山, 其实距离我们观音院并不远, 距离观音院正东南二十里, 那黑风山可是好地方, 万鹤争流, 千崖尽秀, 鸟蹄人不见, 花落树油香, 雨过天连轻碧润, 风来松卷脆平章, 风景优美无比, 是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好地方。 这一次我大师兄他们, 就去了黑风山采摘草药。 这小和尚居然知道那黑风山, 甚至还连连夸那黑风山上风景好, 说得黑熊惊喜不胜喜。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也太巧了。 这小和尚居然知道黑风山, 那么不知道他知不知道那黑风洞。 既然有黑风山, 不知道是否有黑风洞。 黑风洞? 那么大的山, 自然是有黑风洞的。 施主你说, 你擅长齐皇之术, 还望你能救移救我们的金池长老。 这小和尚惦记着金池长老, 不住地哀求着黑熊精。 他也是见他, 虽然长得丑陋不堪, 但却精通佛法, 而且斯文有理, 不像是个坏人, 更为关键的是, 他竟然肯主动提出来, 愿意救助长老。 小和尚自然是不肯放过这个机会。 去, 去, 马上去, 这是缘分呀。 知道这黑风山位置后的黑熊精, 此时不知道有多高兴, 所以也不顾自己身上的伤, 喜滋滋的, 就要往观音院中去。 他的红愿, 就是能败在观音大士的座下修炼。 而主人告诉他, 会满足他的这个愿望, 主人让人去寻找黑风山和黑风洞, 没想到那黑风山距离观音院不过二十里路。 真是缘分, 巧合, 主人真是能掐会算, 什么都知道。 果然不愧是天地当铺的主人, 此时的黑熊精对张凡佩服的五体投地, 只觉得自己投身天地当铺为奴, 真是再正确不过的选择了。 紧跟在主人的身后, 什么愿望都可以达成。 只是不知道, 当初暗算自己的人是谁, 要是自己稳定下来后, 一定要把人给找出来。 不过此时, 还是先去救治一下这个金池长老, 然后去黑风山, 去找那黑风洞。 这边的黑熊精安排好自己的行程, 赶紧和小和尚离开了。 人家的张凡美美地睡了一觉, 这一觉一直睡到中午, 他这才起床, 那边的花月影已经站在一边伺候了。 此时, 他脸上带着丝丝的笑意。 尊主, 你醒来了, 你知道吗? 那个红儿,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可是我们的一个熟人, 就是华丞辉我都认识。 花月影说到这里的时候, 跺了跺脚。 红儿是谁? 他是嫦娥, 他那张脸错不了, 只是把自己弄黑了一点, 没有那种白, 但是五官和容貌错不了。 因为当初他可是在天地当铺, 借到了一副绝世荣言一份, 当初这份荣言, 可是我亲手拿给他的。 花月影说到这里的时候, 张凡真的是有些惊讶。 但是一想到吴刚曾经说, 嫦娥离开后, 久久没有见他回广寒宫。 他是出去躲债,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他来到人间, 肯定没想到碰上了我们, 这才是阴错阳差, 只是他为什么变成哑巴了, 这倒是让人想不通。 这有什么想不通的? 尊主, 因为嫦娥的歌喉动听, 他的声音啊, 很特别, 所以索性就不说话了。 哈哈, 我说了, 哪有哑巴可以听得懂人说话? 很多哑巴, 都是又聋又哑听不到人说话, 才会哑巴的。 花月影这话说的, 张凡也忍不住笑了。 这个鬼机灵, 嫦娥在她的嘴里, 怎么就变得这样损? 不过想一想, 自己第一次去天庭收账, 就是想收嫦娥的欠债, 却被她出门躲债了。 后面花月影曾经提到过, 嫦娥用这招用了很多次了, 每次都被她避开了。 因为嫦娥不但割欧好漂亮, 还精通挂向天机, 她可以预测到天地当铺的人, 什么时候来。 但是自己却因为法力低微, 根本没办法瞒过天机, 无法和嫦娥正面杠。 这才追个债, 都被被人避开, 连人都看不到。 那个嫦娥, 不, 还是叫红儿吧, 她有没有搭爱? 什么时候能醒来? 张凡问了花月影一句, 嫦娥是天庭的这儿八经测封的神仙, 那法力也比较高, 那困仙网神奇的地方就在这里, 法力越高的, 受到的反噬之力则越强。 所以, 许子军被垫一下, 白乌长手被烧焦, 但是到了嫦娥这里, 直接就是晕倒, 到现在生死不知。 既然是自己的欠债人, 总不能让她就这么死了。 张凡觉得, 自己有必要关心一下她。 她性命是无忧, 但是至今昏迷不醒。 而且她在人间, 怕是都忘记了, 自己就是嫦娥。 花月影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们天地当铺的东西, 哪怕是一副绝世荣言, 也是可以收回的, 然后再给另外一个人, 谁拥有我们天地当铺的那副绝世荣言, 她就是天上的嫦娥仙子了, 谁都看不出来。 花月影轻描淡写的话语, 却透露出天地当铺的强大。 高高在上的嫦娥仙子这么样, 只要张凡一声令下, 他们就可以收回她的那副荣言, 甚至还可以随便换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新的嫦娥仙子, 顶着一张一模一样的脸, 哪怕是玉帝都看不出来, 这个嫦娥已经换了人。 嗯, 等嫦娥醒来吧, 真要取回属于我们天地当铺的东西, 我会直接告诉她, 当面取回。 张凡也不是君子, 虽然她可以成人之威, 趁着嫦娥昏迷的时候, 把这件事情做了, 但是没意思, 因为不屑, 哪怕嫦娥此时醒过来了, 他们想怎么收回自己的东西都可以, 犯不着自降身价, 去偷偷摸摸地做事。 要收回这副荣言, 就要当着嫦娥的面收回, 而不会担心她任何的打击暴腹, 或者留着的后手, 天地当铺就有这个底气。 嫦娥醒来后, 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这里, 就是一栋古香古色的木头房子, 里面有一股很淡的香味, 好像是从房子里的木头上传过来的, 那味道让人精神振奋。 她好奇地走出房门, 却看到有连郎的院子, 然后连接着一栋古香古色, 足有好几层高的楼阁, 而那楼阁精美威严, 可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没有月亮, 这里没有月亮。 嫦娥嘴里念了一句, 却一下子捂住了嘴巴。 自己能说话了? 随着她能开口说话, 一些记忆就像是潮水一般的涌来, 让嫦娥的眼神变得越来越奇怪。 她在抬头看那个楼阁, 眼神中露出一丝的惊慌, 天地当铺。 她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的记忆。 那个时候, 她在天庭之中, 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仙鹅, 没有高深的法力, 也没有后台和出众的容貌, 只有声音比最好听的黄鲤鸟还动听。 可是, 那又有什么用? 嫦娥依旧是天庭中最底层的存在。 默默无闻, 没有谁会记得她, 也没有谁会知道她。 而有一天, 欺负她的一个公鹅成为仙子, 被玉帝陛下赏测广寒宫。 那个仙子为了折磨她, 把她带到了广寒宫。 那就是她备受屈辱的开始, 干着最累的活, 晚上还得当职, 甚至在大雪天, 还被命令去打扫广寒宫所有的亭台楼阁。 那个晚上可真冷呀, 冷得她, 脸颊都冻得红肿, 像包子一样, 别的公鹅都笑话她是个丑八怪, 远远地疏离她, 不肯接近她。 当时, 不知道从哪里跑来一只小白兔, 成为她估计的夜晚的唯一的陪伴。 有一天, 那仙子接到了命令, 御帝宴请仲仙, 让广寒宫一众公鹅准备歌舞, 作为容颜敬毁, 被称作丑女的她, 自然是没有份的。 宴会的前一晚上, 她受尽了无数的讥讽和白眼, 被人取乐着, 被人笑话着, 是只癞蛤蟆, 自不量力, 就应该贬落人间去受苦, 不应该留在这天庭的广寒宫。 嫦娥跪下了求仙子, 不愿意去人间, 却被仙子当众让人责打一百棍杖。 被重责的嫦娥, 被人扔在柴房的角落里, 几乎奄奄一息。 而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嫦娥, 出现在天地当铺之中, 但是近乎绝望的她。 在知道天地当铺, 可以让她有一副绝世容颜后, 她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 就签下了当时的契约, 并且按下了手印, 并且咬破中指, 低下了心头血。 嫦娥欠天地当铺绝世容颜一副, 五千年内还本复兮, 赴给天地当铺二副绝世容颜, 余契为奴为毕任凭处置, 契约已成,生死勿论。 那份契约虽然已经过了几千年了, 但是她还一直记得清清楚楚, 因为她随后拥有了契约中的绝世容颜, 然后偷偷替换下另外一个公额后, 戴着面纱在玉帝宴请仲仙的宴会上, 一盏歌舞。 她那优美的身段, 惊人的歌喉, 还有风吹过, 让人众人无比惊艳的绝世容颜, 让整个天庭都沸腾了。 天庭上的仙子虽然多,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像嫦娥这样美。 美帝让人不敢亵渎, 美帝让人窒息。 嫦娥义武成名, 成为了广寒宫的主人, 那原本欺负她的仙子被贬下凡。 而她凭借着绝世的容颜, 和天庭众仙关系不错, 也得到不少仙丹和天才地宝。 利用这些东西, 嫦娥也开始修炼, 法力慢慢地变强, 虽然比不上那些天界Search战神, 但是却有了自保的能力。 何况, 由于嫦娥美的惊人, 可谓是天上人间第一美女, 而且, 她善于歌舞, 被王母和玉帝喜欢, 独居广寒宫内, 也算是扬眉吐气。 比起嫦娥以前当公娥的日子, 有天地之格。 这种日子, 她过几千年都不嫌腻, 可是没想到天地当铺的绝世容颜, 却是需要许多天才地宝, 然后才能炼制出来。 这几千年来, 嫦娥试过很多的办法, 一直都无法炼制出来, 甚至还求过不少人情, 也丝毫是没有办法。 所以, 每到天地当铺来要债的时候, 就是她最为头疼过的时候, 因为她没有东西可以还债, 只能央求着说尽了好话, 还会额外赠送一些礼物 给天地当铺的使者。 求她们宽限一些日子, 毕竟, 当初契约上写得很清楚, 期限是五千年内, 还本复兮。 这五千年的时间可不短, 她还能想想办法。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法力慢慢在增加的嫦娥, 突然就发现自己, 居然可以算出天地当铺的使者, 什么时候会到广寒宫中? 就是因为有这个能力, 嫦娥索性再一次算出天地当铺使者来的时间, 装作出门访友的模样, 直接离开了广寒宫。 而那一次, 天地当铺的使者并没有起疑心, 只当自己的运气不好, 很快就离开了。 让那使者万万没想到的是, 后面事情完全就超出了她的掌控。 从那次以后, 天地当铺的人去广寒宫, 没有一次见到了嫦娥。 而广寒宫中, 对她们倒来是客客气气, 但就是说不出嫦娥仙子去了那里。 等到天地当铺的人前脚刚走, 后脚嫦娥就会回来, 时间掐散得刚刚好。 天地当铺的使者也曾经想过办法, 比喻, 屏蔽天机, 让嫦娥算不出来自己去广寒宫的日子, 也曾突然袭击去广寒宫。 但是不管他们怎么弄, 一定是碰不到嫦娥仙子的。 而那个时候, 天地当铺很多账目都收不回来, 对于像嫦娥这样的欠债人, 也就只能睁一只眼睛, 闭一只眼睛, 来得越来越少了。 其实, 根本的原因就是天地当铺以前很多手下都被人暗算了。 甚至, 天地当铺的主人也从受伤到实力大减, 到最后神秘失踪, 生死不知。 而三界中欠着天地当铺债务的那些人, 一个个都放松起来, 心安理得地拿着从天地当铺借来的东西, 逍遥快活无比。 最近嫦娥又补算一挂后, 发现天地当铺已经有了新的主人, 只是没想到, 却是一个凡人。 而这个凡人, 会在不久后一天, 来广寒宫收债。 所以, 嫦娥就按照以前的习惯, 出门访友了。 只是这一次不巧, 刚出了南天门在云端之上, 就被人袭击了, 后面的情况就什么都忘记了。 而她的眉心中, 多了一颗红痣, 那红痣则封印了嫦娥以前的记忆, 让她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后面, 她就在一家三界人间的会所工作, 不过也有古怪的地方, 那就是, 有人会对她进行催眠, 然后在催眠中, 追问天庭玉帝佛祖的秘密, 以及她是不是接触过天地当铺等。 太多太多的事情, 她也记不得了。 她虽然不能言语, 但是却知道, 三界会所, 看似人间一家普通的会所, 但是里面藏着一个秘密。 那里的主人, 不但引诱抓捕着天上的各路的神仙, 不知道在筹划什么。 嫦娥不止一次想逃出去, 可她那个时候只是个弱女子, 直到遇到了张凡她们, 她看到在张凡的身上感受熟悉的气息, 很像多年来一直向她讨债的天地当铺的使者。 真是因为有这种气息, 最后, 嫦娥才敢跟着她们离开。 而最后, 自己主动去碰那困仙王, 不是为了救人, 是为了自救。 因为, 她法力被封印住了, 只能铤而走险。 万幸, 这一切都过去了, 嫦娥总算是醒来了, 也记起了一切, 却没想到最终就自己离开三界会所的是天地当铺的人。 而她此时面前这楼阁, 就是天地当铺。 你终于醒来了? 呵呵, 嫦娥, 天地当铺这副爵士容颜, 用着可好, 已经五千年了。 你看今天我们是收回容颜, 然后再取了你性命好一点, 还是, 你遵守契约。 花月影跟着张凡出现在嫦娥的面前, 她对嫦娥可没什么好感。 嫦娥是很美很美, 是三界中第一美人, 可是, 美人又怎么样? 因为长得美, 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嫦娥那么美, 还不是因为天地当铺的爵士容颜? 收回天地当铺的爵士容颜, 嫦娥什么都不是, 不过天宫中一个无人知晓的小宫鹅而已。 见过月影姑娘, 见过先尊。 此时的嫦娥也很忐忑, 听到花月影, 有些咄咄逼人的话语, 脑子里却是闪过无数的念头。 花月影这话, 让人心惊胆跳啊, 只是不知道, 这站在花月影面前的张凡是什么态度。 她可是还记得, 是张凡救下自己, 带她离开了三界人间会所。 嫦娥? 我上次可是兴冲冲地去了广寒宫, 但是却连人都没看到, 只是见到你家的玉兔, 你可知罪。 张凡的目光盯着嫦娥, 语气不善, 而且气势逼人, 丝毫没有去看嫦娥那张迷惑众生的脸。 嫦娥本来还心存侥幸, 想着这天地当铺的主人, 世人, 凡人的心肠总是软一些, 而且, 凡人肯定没见过像自己这样美貌的女人。 别的不说, 自己冲她温柔地哭哭啼啼求一下饶, 让她宽恕自己几千年, 说不定也行。 但是, 张凡这一声怒吓, 不但气势逼人, 而且让嫦娥心神一震, 她脑子里嗡的一声, 身影晃动脚一软, 差点就栽倒在地上。 她惊恐地看着张凡, 心底的惊讶, 是怎么也掩藏不住。 天啊, 这天地当铺的主人, 哪怕只是一句话, 居然法随言行, 让她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嫦娥这几千年来, 法力不低, 要不然, 她也不能每次都算出, 天地当铺的使者, 来管寒宫的时间。 可是这一次, 面对着张凡一声鹤, 她却双腿发软, 想强撑着站起来都不行, 扑通的一声, 就跪在了地上。 想抬起头向张凡求情, 可是, 她的头死活, 就抬不起来, 脖子上就像是有千斤重压制着, 怎么也没办法抬起来, 那种感觉, 让她心底之大哆嗦。 这么多年来, 她就是面对佛祖, 玉帝, 都没有这种恐惧的威压。 这, 谁说天地当铺主人是凡人, 不足为据, 给我滚出来。 此时的嫦娥, 真是急得要哭了, 可脸上却不敢有任何的不满, 只是低下头, 不住地向张凡哀求。 先尊, 先尊, 我不是不想完成契约, 还给天地当铺二父绝世容颜, 实在是我这些年来, 一直都在寻找各种的天地, 才递宝炼制容颜, 只是法力低微, 只是炼制出几幅低劣容颜, 根本就不好意思拿来抵仗呀。 我也是事出无奈, 才一直躲着天地当铺的使者, 我保证, 我, 给我一百年, 不, 十年, 我一定拿出一副绝世容颜, 先还给你们, 我有把握, 我, 此时嫦娥已经不负在广寒宫中的冷清高傲。 她此时说话, 都结巴起来, 因为心底真的是异常地着急, 要是这一次, 天地当铺不肯给她时间, 自己就得入天地当铺, 为奴为婢。 想她, 可是这三界中最美的仙子, 也是这广寒宫义公之主, 不管是走到那里去, 都是被人异常尊敬羡慕的对象。 她, 怎么能为奴为婢? 这, 这不可能啊, 十年? 你五千年都没有完成契约, 再给你十年, 有什么用? 何况, 你余契也不止十年了, 二个选择, 第一为奴为婢, 第二直接强行收回天地当铺的物品, 你所有人的私人物品, 全部被拿走, 作为利息。 张凡看了一眼, 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嫦娥, 心底并没有什么怜香惜玉, 她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来到了天地当铺, 要不是天地当铺, 她说不定早就被贬下凡尘之中, 遭受人生的酸甜苦辣, 也不知道会遭受多少事的轮回之苦, 而且世人谁也不会知道, 在广寒宫中, 还有一个受苦的小宫鹅名字叫嫦娥, 三界中第一美女也不会是嫦娥, 尊, 尊主, 难道没有第三个选择吗? 嫦娥还想抬头, 却发现, 无论是她用什么法子, 她都无法抬头直视张凡, 而在这天地当铺之中, 张凡就像是唯一的神底, 而所有人在她面前, 就像是手无寸铁的凡人, 在她的面前, 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 就这两个选择, 给你一分钟时间, 如果你不做选择, 我直接给你做选择, 张凡冷哼了一句, 在这里她的话, 是任何人不能反驳的, 不管是嫦娥还是别的神仙, 在这里只有一个神, 那就是她, 啊, 嫦娥一下子傻眼了, 一分钟, 一分钟就要决定她命运的时刻, 她刚想在张凡面前哭诉一番, 或者想办法让她改变主意, 可是这些招数, 还没有想出来, 一分钟, 一分钟啊, 我, 我愿意为奴为婢, 伺候尊主, 嫦娥跪在地上喊出这句话, 其实心底却是万分的懊悔, 早知道今日, 何必当初, 那五千年来, 自己就该多用点心思, 好好的炼制几幅容颜, 用来还给天地当铺, 自己天庭中一个堂堂的广寒宫的公主, 三界中最美的神仙, 居然要给一个凡人但奴婢, 这一瞬间, 嫦娥甚至有一种懊悔, 要是自己不碰上她们, 藏在三界人间会所, 也许, 也许还没这么糟糕, 后悔啊, 真是太后悔了, 嗯, 那就按照七月半吧, 还有你逾期了十年, 这十年你得拿出十件礼物, 来赔偿天地当铺, 张凡这话说的, 嫦娥心敌火冒三丈, 只觉得自己虽然有些无耻, 但是比起天地当铺的主人, 他已经特别好了, 谁见过像这样贪婪的人, 一副容颜, 就让自己成为天地当铺的奴婢, 不过逾期十年, 就要拿十件礼物赔偿, 这, 简直像吸血鬼啊, 太, 太狠了, 天地当铺的主人, 怎么是这样利于熏心, 尊主, 这惩罚太重了吧, 我都已经是你的奴婢了, 嫦娥声音都有些乌液了, 可这话还没有说完, 一直站在张凡身后的花月影, 忍不住来了一句, 重, 这算什么重, 我们天地当铺的使者, 来来回回那么多次去广寒宫, 你觉得车马费是不是也该报销一点, 你要是觉得重, 哼哼, 我们就好好地算算账, 花月影此时有张凡撑腰, 不知道有多高兴, 她对嫦娥真的一点都不感冒, 害自己跑了那么多趟, 最后她一句, 为奴为婢就算了, 没那么容易, 赶赖天地当铺的账, 一定要她付出一些代价才行, 要不然, 他们太吃亏了, 主人真棒, 就应该这样重罚他们, 要不然, 那些赖账不还的人, 太便宜他们了, 花月影让嫦娥再签订一份奴仆的契约, 然后再接收她送的十件礼物, 你可盯紧了, 那些破烂废品, 可不能都收回天地当铺, 是, 明白尊主, 谢谢, 花月影回答的声音十分地响亮, 而那嫦娥都要哭了, 真的是从来就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委屈, 太憋屈了, 自己怎么就成为了天地当铺的奴婢, 在花月影拿出新的契约时候, 嫦娥左看右看, 甚至想着要不要偷溜走, 可是她念头一起, 就感觉到一束目光紧紧地盯着自己, 在天地当铺之中, 没有张凡的允许, 她根本就没机会离开这里, 而那份奴婢的契约, 也在她万般不情愿的情况下, 按下了血手印, 而且浇出了心头血, 被张凡完全地控制住了, 你既然是我的奴婢, 就不要去想自己的身份, 在这里恪守规矩, 你可以天庭和天地当铺来回穿梭, 只要我在的时候, 你必须在这天地当铺之中, 剩余时间, 我不会限制你的自由, 张凡给嫦娥定下了规矩, 不限制她之忧, 这让本来心底无比委屈的嫦娥, 总算是生出一点点的希望, 只要自己能在天地当铺和天庭中穿梭自如, 以后, 说不定有离开的机会, 想到这里, 嫦娥的眼神一热, 顿时就低眉顺眼, 心底不再愤愤不平, 她的表情都落在了张凡的眼里, 她并没有放在心上, 一个嫦娥而已, 就算是开始给她做奴婢, 心有不甘, 那又怎么样, 说不定她以后, 会无比庆幸此时的正确选择, 一展查的功夫后, 嫦娥出现在天庭的广寒宫外, 有宫女发现了嫦娥, 忙恭敬地迎接上来, 见过仙子, 玉兔姐姐正在屋子里, 一直惦记着, 仙子还没回来, 我马上去通知她们, 来见过仙子, 广寒宫中可不止嫦娥和玉兔两个人, 在这个广寒宫中, 有大小的宫额上百人, 这些都是法力相对低位的宫额, 她们大多数是来伺候嫦娥仙子的, 也负责一些天庭中的歌舞宴会, 很多时候, 天庭中有盛大宴会举行, 嫦娥就会带着这一群公鹅们, 去给玉帝和众位神仙助兴, 所以, 在广寒宫中的公鹅, 不但容貌美丽, 而且大多是能歌善舞, 让人爱慕, 哼, 嫦娥此时的脸色并不好看, 但是心底却是松了一口气, 终于是回到了广寒宫自己的地盘上, 可是, 一想到自己堂堂广寒宫的公主, 却是给人做奴婢, 她心底就高兴不起来, 所以冷哼一声后, 静止去了政厅, 而那公鹅则忙着通知广寒宫上下的所有公鹅, 公主回来了, 得到消息的玉兔此时大喜过望, 见到嫦娥的时候, 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主子, 你可算是回来了, 这天庭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啊, 看到自己的丫鬟玉兔, 想到这些年玉兔跟在自己身边, 勤勤恳恳地, 不管自己在失意还是得意, 她都是不离不弃, 嫦娥的心就软了下来, 对她和颜悦色了几分, 神贵树倒塌了, 吴刚大哥成为了殿前大将军, 而那个以前总是骚扰我的秦天柱, 则被御帝, 惩罚在砍神贵树, 现在老奢不少, 主人一直不见回来, 可丑死我了, 天庭中很少有大事发生, 像神贵树被砍断, 吴刚被封, 秦天柱被罚这样的事情, 对于广寒宫上下来说, 还真的就是大事, 吴刚被封为殿前将军, 这么厉害, 嫦娥也吃了一惊, 殿前大将军可不是一个虚职, 那手底下可是有天兵天将的, 算是实权性人物, 这样的大将军那身份地位可不低, 没想到吴刚居然有这样的大造化, 自己作为他的邻居, 回来后倒是道恭喜一番, 这礼物也得精心准备, 正在嫦娥说话的时候, 外面小公鹅来禀告, 说是广寒宫上下公鹅都来了, 这回正在外面院子里, 等待着拜见嫦娥仙子, 嗯, 知道了, 嫦娥是广寒宫的公主, 她回来了, 大小仙鹅都要到她这里来报道, 拜见一番, 这是规矩也是荣耀, 所以, 嫦娥站起来, 在玉兔的伺候下, 换了一身雪白的云长, 头上的头发, 骑形如鸟, 震霜一壮, 金壮之鸟斩翅欲飞的样子, 让嫦娥整个人气质非凡, 她不言不语, 目光冷冷地扫过那院子里上百名的公鹅, 看到一名公鹅低头的时候, 发迹有些松散, 头上的发簪也心好心好歪了, 跪着向自己行礼的时候, 那发簪居然直接落到了地上, 我这才多久不在宫内, 你们居然如此大意, 衣衫都不整, 谈和尊重, 一点规矩都不懂, 一个个都给我好好地站着, 嫦娥本来心底就憋了一股子火气, 无处发现, 此时见到小公鹅这个模样, 不由勃然大怒, 她一发脾气, 吓得那些公鹅哗啦啦地跪倒了一大片, 一个个低垂着头, 跪在地上连大气都不敢出, 嫦娥仙子平时还好, 对她们倒是并不严厉, 但是一旦发脾气, 那怒火也不小, 有公鹅触犯她, 惹得她生气了, 曾经被重罚过, 像她们这些小仙鹅们, 也是历经千辛万苦后才上了天庭, 要是万一触怒了嫦娥仙子, 被贬下人间, 那可就惨得很, 所以, 这回都匍匐在地上, 谁也不敢抬头, 看嫦娥仙子, 一边伺候的玉兔, 心疼地看了一下嫦娥, 总觉得, 主人这一次出去, 肯定是在外面受了莫大的委屈, 要不然, 不会借题发挥, 上一次像这样发脾气, 还是三年前了, 那一次主人被人调戏后, 回来后, 也像今天这样大发脾气, 而后来玉帝降止, 把调戏仙子的神仙, 直接贬下凡尘, 主人这才心情大好, 这一次他出门, 怕也是受到巨大的委屈了, 仙子, 可真可怜, 玉兔刚有这年头, 就听到本来寂静无声的院子里, 突然有人说话声, 哎呀, 我说怎么一路走来都不见人, 原来一个个都在这儿了, 走进大门的居然是花月影, 玉兔一下子睁大了眼睛, 有些不知所措, 这广寒宫中, 只有他明白, 为什么嫦娥仙子会避开他出去躲债, 那是因为, 仙子好像和天地当铺做了什么交易, 被天地当铺追债, 只是玉兔在嫦娥仙子身边都快待了五千年了, 至今不知道, 嫦娥仙子到底和天地当铺做了什么交易, 本来高高在上的嫦娥, 第一眼看到花月影的时候, 脸一下子变红了, 想发怒, 却不敢, 这回甚至还得给他陪着笑脸, 根本就不敢怪罪花月影不请自来, 也不敢怪罪花月影连通报都没有, 直接闯进了广寒宫大厅外面, 这要是对别人, 那是一种挑衅, 但是这样的话, 嫦娥仙子不敢说, 花月影来了, 她连像以前端坐都不敢, 此时慌忙站起来迎接, 看得下面跪着的一众仙鹅, 一个个都惊讶地看着花月影, 不知道她什么来头, 有在广寒公呆的酒的公鹅, 则是敬畏地看着花月影, 因为他们似乎认识这个人, 好像是天地当铺的使者, 月影姑娘还请到大厅里用茶, 嫦娥成为天地当铺的奴仆后, 其实花月影就成为她的顶头上司, 就像广寒宫下面的小公鹅一样, 那些小公鹅被嫦娥训斥后, 都跪在地上, 不敢有别的意见, 那么, 嫦娥见到花月影, 其实也是一样的, 请她去大厅里, 只是让自己面子不是那么难看, 花月影大踏步了, 走进大厅之中, 嫦娥紧跟其后, 连在她前面都不敢, 那小心谨慎谦卑的模样, 让还跪在地上的那些公鹅, 集体实化了, 天啊, 她们的仙子, 原来在花月影面前, 和她们一样谦卑, 月影姑娘, 可是来取十件礼物的, 我这边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只能先拿几样, 让你看一下是否满意, 嫦娥这回有点吞吞吐吐的, 其实她也没想到, 花月影来得这么快, 自己前脚回来, 她后脚就跟着过来了, 自己礼物真没准备好, 毕竟几千年来, 作为天上的义公女之主的嫦娥, 肯定有点压箱底的宝贝, 那些东西她还没想好, 怎么处理? 对, 你可以把你的那些破烂玩意, 都拿出来给我看看, 花月影似笑非笑地看着嫦娥, 她以前可是在嫦娥面前没有少碰钉子, 呵呵, 每次来嫦娥都能借骨出门, 那么这一次逮个正招, 她可是很记仇的, 哪怕嫦娥已经还是天地当铺的奴仆, 她私藏的那些宝贝, 可是要拿出十件来赔偿天地当铺的, 因为逾期十年了, 一年一件, 公平得很, 月影姑娘, 还请在这里稍等, 我去去就来, 嫦娥陪笑着, 却不敢发脾气, 心底异常地委屈, 想她堂堂地天庭的广寒中的公主, 被花月影大咧咧地勒索, 却丝毫没有一点的办法, 真委屈啊, 那些礼物, 可都是要送给尊主过目的, 花月影这话说的, 嫦娥脚一软, 心头都在滴血啊, 花月影这意思很明白了, 太差的货色, 不要说尊主, 就是她都不定看得上眼, 自己几千年来收集的宝物, 这一次, 怕是要遭殃了, 嫦娥用手捂着胸口, 有点伤心欲绝, 可又无可奈何, 而且这种伤心, 还不能在花月影面前表露出来, 只能满心地委屈都憋在心底, 嫦娥临走时候心疼的模样, 看得花月影是心情大好, 花月影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 心底畅快了, 欠债不还的, 这会知道厉害了, 不管你是天上的仙子, 还是其他人, 在天地当铺面前, 只能乖乖地屈服, 嫦娥没磨蹭多久, 还是端着一盘子宝物出来了, 虽然心疼, 但是却还是陪笑着, 指着玉制托盘里一众宝物, 开始一一地介绍, 他指着三张薄如禅意的面罩, 有些心疼地说了一句, 这五千年来, 其实我也一直在练制绝世容颜的, 虽然以欲为肌肤打底, 又添加无数种的宝物, 但是还是没有能练制出一副绝世容颜, 倒是得到三副, 勉强可以成为美人的, 一等二等三等的容貌三副, 一副绝世容颜, 就像眼前的嫦娥, 在这三界之中, 都是独一无二的, 他炼制的三副容颜, 肯定是比不上他从天地当铺借出去的容颜, 但也是极美, 比起曾经天地当铺仅剩下的一三等劣质容颜, 还要强上许多, 女人爱容颜, 这样的好东西, 天地当铺十分需要, 花月影星底暗系, 脸色要舒展了一些, 他越是如此, 嫦娥越是心疼, 可是不舍得也不行呀, 十剑礼物这一时半会, 真是不好凑, 也只能拿这些东西来用, 这里, 还有一面镜子, 正面可以照出人的容颜, 让人越来越美, 但是用反面来照, 却是能立刻照出一些妖魔的原形, 让他们原形毕落, 嫦娥爱美, 又是美丽的女子, 所以, 她收集的宝物, 大多是和容颜和美貌有关系, 这还有美颜丹, 这种丹药, 不但可以让人受伤的脸恢复原状, 而且可以让人的容貌更甚从前, 嫦娥介绍自己献出来的这些宝贝, 心底在滴血, 可脸上依旧堆满着笑容, 只希望花月影能不嫌弃地收下就好, 十件礼物, 很快就介绍完了, 那花月影用手捂着打了一个哈欠, 嫦娥仙子, 你可真敷衍呀, 你看看你拿出的这些礼物, 连一个法宝级别的宝贝都没有, 真是让人失望得很呀, 花月影这话一说, 还咳术一声, 吓得那嫦娥心碰碰直跳, 慌忙地跪下, 月影姑娘, 真不是我不想献给尊主更好的宝贝, 实在是因为我虽然在天庭, 但是因这些年一直在炼制爵士容颜, 耗费了足足上百副的材料, 为了收集这些材料, 我的法宝都用来和别人交换材料了, 我实在是拿不出更好的东西呀, 嫦娥此时异常委屈, 在花月影面前哭哭啼啼地, 弄得花月影有些不耐烦, 好了, 好了, 我先把这些东西拿走, 看尊主怎么说, 你这边安排好了, 就去天地当铺伺候尊主, 别忘记了, 你现在的身份, 花月影的提点, 让嫦娥委屈地点点头, 眼睛红红的, 那边花月影的长袖一挥, 那些礼物都被她收到了袖子里, 她这才踩着轻快的脚步声, 离开了广寒宫, 她离开大厅, 玉兔才敢偷偷地进来, 有些同情地看了一眼, 还跪在地上, 眼睛红红的嫦娥, 忙把她搀扶起来了, 仙子, 外面那些公额, 可还都跪着了, 你看是让它们散开了, 还是, 继续跪着, 一个个都不懂规矩, 嫦娥此时心情可不好, 被玉兔搀扶着坐下后, 眼睛还是红的, 她想到自己失去的那些宝物, 心底就更疼了, 那些东西, 花月影嘴里说看不上, 可是, 可是, 都是好东西啊, 她得来都不容易的, 可惜了, 就这样一下子都送了出去, 嫦娥心底的火气无法发现, 此时听到玉兔提起那些小宫鹅, 她索性惩罚她们一番, 心里烦, 是, 仙子不要生气了, 要不, 明天我们去看看吴刚大哥, 她的宫殿盖得可好了, 玉兔看着嫦娥心情不好, 这会只能小心地劝说她, 提到吴刚的遭遇, 嫦娥倒是有点心动, 而她这边刚喝了几口茶水, 就听到外面有人来报, 说是殿前大将军, 求见嫦娥仙子, 快, 快请进来, 嫦娥大喜, 忙玉兔去请人进来, 她这边都想着明白去拜见, 没想到今天吴刚就来了, 这回刚刚好, 可以说说话, 趁机恭喜一下吴刚, 这吴刚和她做了几千年的邻居, 她也算是多有照拂, 两人关系还是不错的, 有几次她让玉兔给吴刚送过东西, 也算是结下过善缘, 所以, 吴刚成为殿前大将军, 对于嫦娥来说, 这是大喜事, 是自己人, 仙子, 外面的小公鹅们, 还是让他们先退下吧, 吴大哥来了, 看到这些肯定不好, 看着仙子高兴, 玉兔赶紧向城那个求情, 嗯, 你来安排, 嫦娥点点头, 而那边玉兔赶紧传令, 让那些小公鹅都退下, 院子里的那些公鹅们, 听到玉兔的命令, 长嘘了一口气, 都欢喜雀跃起来, 哎, 总算不用跪着了, 可以站起来了, 还有些小公鹅忍不住揉了揉腰枝, 这才一蹦一跳, 欢喜地离开了, 玉兔看着这一幕, 在心底叹了一口气, 嫦娥仙子, 怕是在天地当铺那个姑娘手里, 吃了大亏, 要不然, 素来宽厚的她, 绝对不会借题发挥如此愤怒, 希望吴大哥来了以后, 能让仙子心情好一点, 吴刚穿着便服, 但哪怕是便服, 身上的衣服也绣着金丝银丝的线, 看起来荧光闪闪, 这比起以前她在广寒宫外面砍伐神贵树, 穿着破烂的麻布衣服, 简直是天壤之别, 吴刚见过嫦娥仙子, 已经有许久没看到仙子, 仙子仙姿更甚从前了, 吴刚含笑地和嫦娥打着招呼, 并被嫦娥客气地迎接进了大厅, 只是进大厅的时候, 吴刚的鼻子动了一下, 脸上露出一种古怪式神色, 仙子, 刚才有客人来吗? 听闻仙子回宫了, 我这邻居马上就过来了, 没想到还有人比我来得更早, 吴刚这话说得轻快, 但是听到嫦娥的耳朵里, 却是长叹一声气, 憋屈啊, 偏偏也不敢对谁说, 被花月影敲诈, 真是打落牙齿, 往肚子里吞了, 哎, 是一个故人, 嫦娥这边吞吞吐吐的, 她和天地当铺做交易的事情, 玉兔也只是勉强知道, 但是不知道, 她们交易的是什么东西, 至于吴刚, 其实也知道一点点, 具体的却也不知道, 是花月影姑娘? 天地当铺? 吴刚突然喊了一句, 嫦娥惊讶地看着她, 表情已经出卖了自己的想法, 她没想到, 吴刚居然也知道天地当铺, 也知道花月影, 你也知道, 我以前无知和天地当铺做了一笔交易, 后来, 后来, 这花月影就不时地找我索要利息, 今天就拿走了好几样宝贝, 嫦娥试探性地向吴刚抱怨了二句, 并没有向她说实话, 说出自己的这副绝世容颜, 就是和天地当铺做的交易, 花月影代表着天地当铺, 那么多双眼睛看着, 嫦娥隐瞒也没什么用, 没看到吴刚进门来, 只是坐下, 闻着空气中花月影离开后留下的香味, 就判断出花月影曾经挨过, 这吴刚, 居然和天地当铺很熟悉, 你们约定的契约和利息, 你得主动给他们天地当铺的东西, 可不能拖欠, 你这运气还算好的, 花月影姑娘脾气不错, 要是换一个兄弟的, 搞不好把你的广寒宫都给拆了, 啊, 不可能吧, 嫦娥傻眼了, 这吴刚是在劝说自己吗, 天地当铺最近百年里, 似乎也没有这么强势了, 要不然, 他哪里敢一次又一次的拖延, 所以, 他对吴刚的话语不以为然, 嫦娥仙子, 其实你应该庆幸, 你还有交易的价值, 天地当铺还愿意和你交易, 而且, 不管是你们交易了什么, 你肯定得到你最想要的东西, 你性命还在, 人还在广寒宫, 只是失去几样宝贝而已, 已经非常好了, 以后这样抱怨的话语, 千万不要再说了, 因为你不知道, 在你最难的时候, 在你走投无路求告无门的时候, 说不定只有天地当铺能救你, 神仙也得知恩图报, 吴刚说话的时候, 口气很重, 说得嫦娥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他还真的想到了, 自己曾经只是一个小公鹅的时候, 差点就被贬下凡奸, 要不是天地当铺, 哪有今天他能坐在广寒宫中, 吴刚这人性子直, 当了殿前大将军后, 说话更是不用顾忌别人脸面了, 什么样的话都敢说, 但是嫦娥却不能说人家说错了, 他只能低着头, 听到吴刚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一顿后, 又告诉他, 以后千万不要背后嘀咕天地当铺, 一定要心存感激等等类似的话语, 吴刚走的时候, 还留下一件宝贝, 叫做香珠, 那珠子不但可以当作夜明珠用, 在黑夜中就比灯泡还亮, 关键是有一阵阵的幽香扑鼻, 让整个广寒宫大厅都香气缭绕, 这样的好东西, 嫦娥十分喜欢, 笑呵呵地收下了, 心底对于失去的那十件宝贝, 似乎就不是那么在意了, 而此时在灵山之中, 金光闪耀之处, 如来佛祖端坐在上方, 而有一个眉清目秀的和尚, 跪在了佛祖的面前, 倾听着佛祖的教诲, 这个和尚却也是大有来头, 他是如来佛祖的二弟子金铲子, 也是修行了实事的好人, 本座观天下苍生, 却见东土大堂杀虐颇重, 而且并无正宗的佛法教义, 今日传金铲子东渡, 带佛经前去东土大堂, 将佛教知识出发扬光大, 佛祖这一番话, 说的金铲子跪在地上临法旨, 只是继而表示, 自己一个人此去东土大堂, 山高路远, 他倒是不怕辛苦, 只是所带的佛经众多, 怕有所遗落, 毕竟这要挑选的佛经中, 可是有成仙成佛的经书, 也有让人不畏生死, 超过轮回的经书, 这些经书实在是太重要了, 金铲子求佛祖多派一些人手, 如来佛祖看了几眼, 自己这得意高徒, 心有成竹地换来几个人, 一个是长相有点怪异的 战斗圣佛孙悟空, 这孙悟空本来是一只 天生地养的石猴, 开了灵智之后, 败在异劳者门下修行, 后因为通天的神通, 皈依佛门, 被佛祖封为战斗圣佛, 另外一个是能行走四方, 但是吃得肥头大耳猪头猪脑的 靖坛使者诸悟静, 还有一个金身罗汉沙悟静, 最后还换来了天龙八部的小白龙, 这一行人, 一共五人, 在佛祖交代后, 金蝉子就领着这几人去灵山后取经书, 准备带到大堂去传佛经, 而且为了宣扬佛经, 让人一心向善, 金蝉子达到佛教东渡, 将佛教的知识发扬光大, 决定一路从西方灵山, 一路步行去往东土大堂, 而天龙八部的小白龙, 则化身一匹白马, 负责背负经书, 这一行人, 败别灵仙, 然后向东而行, 他们没想到的是, 他们败别灵山的这一幕, 其实已经被很多人暗中注视着, 因为他们身上带着的那些经书, 可有不少人暗中注意着, 甚至, 他们随身带着紫金波和锦兰袈裟, 都是至宝, 灵山向东土大堂派遣传经人的事情, 其实吴刚也很快知晓了, 他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 只是按照惯例, 在去天地当铺的时候, 顺口和张凡说了一句, 却没想到, 听到这话的张凡, 显得很关心, 你说斗战圣佛, 靖坛使者, 还有金身罗汉, 以及天龙八部, 护送传经人金产子, 去东土大堂传经, 是不是搞错了? 张凡听到这话的时候, 真是难掩心底的震惊, 因为他记忆中的西游,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不是说东头的唐僧从大堂出发, 前去西方求取真经吗? 甚至, 他还救过唐僧的父亲, 那个状元郎的性命, 当时那状元郎, 还曾经和天地当铺签订一份契约, 愿意答应天地当铺三件事情, 可是, 这唐僧还很小吧? 这取经人, 怎么就变成传经人? 而且, 这版本完全和记忆中的不一样, 记忆中取经人是唐僧, 他在三个徒弟孙悟空, 杀悟静, 诸悟能的保护下, 历经千辛万苦, 最后来到西方灵山, 求取真经, 然后回到东土大堂传教, 吴刚也没有必要骗自己, 而吴刚的话语, 和传说中的西游记, 还是有很多共同点, 那就是, 他们最终目的都是在东土大堂传教, 取经人是金蝉子, 和传说中的唐僧, 好像是一个人, 而三个徒弟, 其中最出名的孙悟空, 也对上号了, 至于剩下三个, 居然也没错, 那么这就说明, 西游记的故事是真的, 只是中间说不定有什么出入, 然后加上时空的原因, 有些混乱, 尊主, 这个不会弄错的, 我是听千里眼和顺风耳, 在灵霄宝殿, 向玉帝启奏的, 嗯, 知道了, 以后有类似的消息禀告一声, 因为那个孙悟空, 也是天地当铺的欠债人, 不过, 而且他和天当铺的契约还没到期, 只剩下不到一年的光景了, 张凡当初查看天地当铺的那些债务的时候, 就曾经发现, 孙悟空其实也和天地当铺签订过契约, 他从天地当铺拿走了一样宝贝, 而抵押物却是金箍棒, 还有一年就要到期了, 孙悟空的金箍棒, 就归天地当铺所有, 对于这些和天地当铺契约快要到期的客人, 张凡还是比较关注的, 是, 尊主, 吴刚难掩心底的震惊, 这孙悟空可是战斗圣佛, 他居然也是天地当铺的欠债人, 天地当铺果然是很厉害, 自己算是跟对了主人, 想到这里, 他想起那开天府, 看来天庭中欠天地当铺债务的人可不少, 没看到嫦娥仙子, 还有那孙悟空, 都是天地当铺的欠债人, 自己, 还是天地当铺的奴仆, 吴刚是一阵感叹, 因为惦记着天庭那边还有事情, 所以他很快就离开了, 而张凡也在查看花月影, 从嫦娥那边送来的宝物, 不管是那三副一等二等熔岩, 还有那美颜丹和镜子等, 也算是好东西, 张凡看了一下后, 就让花月影直接放到仓库里面去, 在天地当铺的仓库里, 各种的物品是越来越多, 原本空旷的仓库, 每个架子上都堆放着东西, 也算是恢复往日天地当铺中, 全剩十七十至一二的存货, 比起最开始空荡荡的天地当铺的, 已经是天上地下了, 从天地当铺出来后, 张凡长嘘一口气, 在雅居阁窗户边, 找了一个特别舒服的位置, 刷刷手机, 手机真是好东西, 没事拿出来刷一刷, 天文地理什么消息都有, 这不, 张凡刷到今天的新闻, 说是世界小姐选拔赛, 正在火热进行着, 已经进入决赛的几个家里, 都被新闻列出来了, 一一有介绍, 上面的图片, 几乎都是外国人的面孔, 不过有一个呼声很高的华裔小姐, 吸引了张凡的注意力, 那面孔带着几分混血, 脸型的轮廓分明, 一双黑眼珠, 像是会说话, 长长的睫毛弯弯, 翘起的嘴角, 非常的有亲和力, 张凡看了一下, 这个家里叫什么刘若彤, 哎呀, 张哥, 你也喜欢刘若彤呀, 要不要我给你推荐他的几个视频和微博, 他的钢琴弹得特别好, 徐子军像是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新大路, 看到张凡在翻看刘若彤的照片, 惊呼了一声, 弹钢琴, 他不是竞选世界小姐吗? 他这个世界小姐获选人, 可是才貌双全, 人家的弹奏的钢琴曲子, 获得过世界的大奖, 你看, 我给你放一段至爱丽丝的, 徐子军见张凡对这个刘若彤感兴趣, 马上给他手机里发了几个视频, 都是刘若彤的, 看得出来, 这徐少军也是刘若彤的粉丝, 好了, 好了, 我只是顺手刷手机看到的, 也就好奇多看了二眼, 你别啰嗦了, 赶紧的, 弄点好吃的, 这些天忙, 张凡都觉得自己像是没吃好一样, 有点馋了, 好嘞, 张哥, 我今天带你去一个地方吃点新花样, 换换口味怎么样? 徐子军带张凡出去吃过几次苍蝇馆, 他很是注重质量, 对于地点则不是特别在意, 而每次去, 张凡倒是吃得很满意, 毕竟徐子军的嘴巴也很毒, 食物好不好吃, 他比谁都清楚, 行, 行, 你就偷懒吧, 明天, 可得好好准备几个好菜, 张凡笑着开了一句玩笑, 很快那边徐子军就开始安排他们出去吃饭的地方, 这一次, 出乎张凡意料之外, 居然不是一个路边摊, 却是一个闹市区非常高档的中餐厅, 而他们选的包厢, 却是在这家中餐厅的十楼靠窗户的地方, 而这个地方, 视野非常好, 居高临下, 可以看到楼下穿梭的车流和人流, 也可以看到对面商场外面搞的大型投影, 此时那投影里, 正在现场直播一些综艺性的节目, 张凡他们一行人, 有容乐成和徐子军, 还有花月影, 看起来就像是一群年轻人, 出来开开心心地吃饭, 气氛倒是特别好, 服务员, 这里的招牌菜, 每样来一份, 然后再来点飞天茅台, 容乐成一上来就点菜, 徐子军那边, 则把这家的纯菜汤, 还有几个有特点的蒸菜, 都也都点了一份, 都来小份菜, 我们人少, 吃不了那么多, 张凡吩咐了一句, 他虽然喜欢吃美食, 但却不是那种浪费的人, 本来像容乐成这样的人, 就是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他觉得吃饱吃好就行了, 满足口腹之欲后, 没必要浪费, 张哥, 这家餐厅很多菜味道做得不错, 弄成小份菜, 正好多尝几份, 咦,张哥, 你看屏幕那边, 正在放世界小姐的选拔赛的直播呀, 徐子军像是突然发现了新大路一样, 惊喜异常地喊了一句, 用手指着对面的屏幕上, 坐在他们的位置上, 正好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 世界小姐选拔赛的直播, 而那个刘若彤出现了, 现场发出一阵阵的欢呼声, 他那天使的面孔, 魔鬼的身材, 引得场上欢呼声不断, 突然, 有人发出一阵尖叫声, 张凡本来坐在椅子上, 此时呼的一声就站起来了, 因为直播现场出事了, 那原本架起来的高台, 突然他陷下去了, 而正在走台的世界小姐刘若彤, 一下子砸进了替台上, 现场一片慌乱, 甚至有线路噼里啪啦地响起来, 现在一片惊慌, 本来好好的直播, 突然中断了, 应该是出了大事, 而后有主持人在一边焦急地报道着, 这一次世界小姐选拔赛出现了事故, 只能延期举行, 时间待定, 而且现场已经有人打了报警电话, 有人把伤者往医院里送, 有几个血淋漓的人被抬出来了, 其中还有那个, 本来穿着一袭洁白婚纱的刘若彤, 此时他身上的浑身, 已经被血染红了, 整个人躺在单架上, 记者没有拍摄下全景, 只能看到有东西把刘若彤的脸遮住了, 据说, 他受伤很重, 有没有伤到脸, 就是一个未知数, 怎么会这样, 这么大一个国际舞台, 怎么会出事故, 这, 简直不可思议, 众目睽睽之下,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徐子军这会是异常的激动, 挥动着手臂, 显得非常愤怒, 这什么舞台, 居然他掉了, 刘若彤还受伤, 这舞台设计者和建造者, 一定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简直, 简直打死他的心都有, 这一刻, 徐子军真是太愤怒了, 以至于酒楼上的韭菜, 在他眼里都显得没那么诱人了, 张哥, 你说刘若彤会不会有事, 会不会有性命危险, 别多想了, 吃饭吧, 说不定吉人自有天相, 张凡也看到这一幕, 不过这个世界每一天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不过这一次, 他们知道名字刘若彤, 说不定在不知名的地方, 还有很多他们不知道姓名的人, 也在有姓名危险, 所以担心也是没用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要走, 活在当下才是最好的, 真是可惜, 刘若彤那么美, 他弹琴弹得那么好, 真是可惜了, 徐子军, 张先生都说安心吃饭了, 你别再啰嗦了, 吃饭吃饭, 像这样的名人, 消息会满天飞的, 很快应该就有结果了, 花月引瞪了徐子军一眼, 赶紧帮着把菜, 往张凡桌前放置, 这个菜是主人喜欢吃的, 那个菜也是主人喜欢吃吃的, 都给他端放在他的跟前, 免得主人被这件小插曲弄坏了心情, 既然是被徐子军看中的酒楼, 这菜自然是非常有特点, 一个简单的蟹黄豆腐, 爽嫩鲜香, 味道十分正宗, 张凡品尝的时候连连点头, 最普通的菜都能让人觉得口齿生惊, 心情愉快, 这家店果然是不错, 张凡没有多想, 开始专心地吃菜, 只有那徐子军眼睛一直盯着那边的屏幕, 只是那边放了一下现场直播, 场面好像是被控制住了, 没有那么混乱了, 但是有三四个人受伤了, 其中就包括刘若彤, 他还因为当时在台上, 位置正中心的地方, 所以他伤得最重, 一直在急救式抢救, 而这条新闻很快在网上被刷屏了, 吃饭的时候, 徐子军随便翻看了一下手机, 就看到各大新闻平台都在推送这个消息, 一条条都是关于这个世界小姐决赛场地她调了, 一时间各种的指责声不绝, 这举办方承受巨大的压力, 网上什么议论声都有, 什么样的猜测都有, 很快, 这个消息被占据了头条头版, 而刘若彤的名字, 一下子被全世界的人都给记住了, 大家纷纷在同情这个有着华裔血脉的女孩子, 当地给她做手术的医院, 医院外面围满了人, 还有不少记者都在焦急地等待着, 唉, 希望刘若彤小姐能逢凶化吉, 吉人天相, 吃饭的时候, 许子军都是忧心忡忡, 实在是这个店是她重点向张凡推荐的, 也非常的符合她的口味, 每一道菜都是他们店里招牌菜, 即便这样, 许子军也吃不下去, 她心底此时都在惦记着, 那个可怜的刘若彤小姐, 人怎么这么倒霉, 世界上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 刘若彤在这么多人中脱颖而出, 从初赛到半决赛, 到最后决赛, 已经是突破层层地重围, 眼看就要成为最幸运的女孩子, 命运却和她开了这样一个大玩笑, 烧伤, 虽然媒体没有报道出来, 现场刘若彤烧伤有多么严重, 有没有伤到脸, 但是, 就算是她随便伤到身上脸上, 甚至脖子上任何一个部位, 这么重的伤势都会留下疤痕, 那么, 作为世界小姐最有实力的参赛人, 刘若彤几乎已经可以断定, 没有希望了, 没有哪一届的世界小姐, 身上脸上会出现那么明显的伤痕, 而医院里急救室里, 急救室大门紧闭着, 刘若彤的整个脸上和身上都缠着白色的纱布, 一层层包裹的就像是一个木乃衣一样, 而此时, 几个主治医生在小声议论着, 那声音传到麻醉药刚刚过的刘若彤的耳朵里, 就像是惊维在响, 烧伤太严重了, 病人那张脸全完了, 而且要做很多次的手术, 不要说他那张脸恢复到受伤前最美的时候, 就是像和正常人一样, 都很难, 是的, 我建议随后要安排是十多场整容手术才行, 这个要等病人清醒后, 再决定, 要不要整容, 这情况太糟糕了, 我觉得这个消息, 还是不要告诉病人, 这个对于病人来说, 实在是太残酷了, 病人现在最重要的, 不是恢复容貌, 是先保住性命, 脱离危险, 先活下去, 医生讨论的话语, 在刘若彤的耳朵里断断续续的, 麻药镜刚过没多久的他, 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的脸没旧了, 彻底地毁容了, 而且, 他此时都有性命的危险, 在容貌和性命之间, 能选择的只有生命了, 可是, 他情愿为了容貌放弃生命, 人若是一辈子都平凡普通, 还不如活得光鲜灿烂, 就像是蝴蝶, 虽然生命很短暂, 但是他的美丽, 却可以让人一直都记住, 若真的毁容了, 他情愿死, 一滴泪水, 从刘若彤的眼角滑落, 此时他已经觉得生无可恋了, 他尝试着去动自己的手指头, 因为麻药的缘故, 他的手指头并不是很灵活, 而这个时候, 他却在想着, 等着没有人的时候, 把呼吸机扯断, 哼, 也许就能如愿以偿了, 那几个医生, 此时谁也没有发现刘若彤的异常, 因为他们感觉, 病人的麻药分量那么重, 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能够醒来, 所以根本就没有想到, 他们的话语, 被刘若彤听了个清楚, 外面星光灿烂, 酒足饭饱, 吃得很开心的张凡, 准备回家, 打包吧, 给许子军带点食物, 他好像什么都没吃, 这许子军, 整个人晚上都是心事重重的, 人在有心事, 心底在着急, 这个时候, 还是不要委屈自己, 因为他许子军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事情的, 着急也是甘着急, 哎, 张哥, 你说着刘若彤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怎么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开车的时候, 荣乐成看到许子军情绪不对, 这回自己当了司机, 让许子军陪着房车后面的张凡说话, 而许子军又提到这事, 你能解决这事吗? 你能保证刘若彤没有生命危险吗? 你能保证刘若彤毫发无损吗? 这, 不能, 许子军有点痛苦地弄了一下头发, 这就对了, 你既然不能, 就不要自寻烦恼, 你看看, 这网上像你这样的人可真不少, 早点休息不好吗? 一个个都在这里当件盘侠了, 张凡扬了一下手机, 此时刘若彤的事情已经被顶上热搜第一名, 网上有上百万的网友都在关心着刘若彤的事情, 可是他们在着急, 此时连一点消息都没有, 而刚才有医生出了急救室, 对媒体表示刘若彤的情况不太好后, 几十万上百万的网友都沸腾了, 此时他们很多人, 心情就像现在的徐子军, 感觉到担心, 却又万分的无力, 谁也没有办法, 不能保证刘若彤能脱离危险, 至于他的容貌, 已经有医生表示, 除非出现奇迹, 不然, 只能按照最坏的来打算, 他能活着, 就已经不错了, 徐子军被张凡说了一下后, 回去的时候, 就去了雅居阁, 自己拖了一张桌子放在外面, 然后拿出一些啤酒, 一杯一杯地喝, 桌子上的啤酒, 开始只是三五瓶, 后面容乐成看不过去, 也去陪着喝酒, 那地上酒瓶子, 很快就放满了一桌子, 徐子军还没有收手, 他有买醉的迹象, 一边喝酒, 他一边和容乐成嚷嚷, 我心里难受呀, 我追星追了刘若彤那么久, 多好的一个华裔姑娘, 干净又漂亮, 本来是最近百年, 最有可能登上世界第一小姐的华裔姑娘, 我一直在看关于她的新闻, 视频, 我满怀着希望, 希望她能给我们长脸, 希望她的美, 可以让全世界人都看到, 什么是东方女神, 为什么就这么不公平, 为什么, 为什么, 徐子军第一次这样失态, 在容乐成的面前, 又吼又叫的, 其实就像张凡曾经问他的, 他有没有办法, 改变刘若彤此时命运, 他没有办法, 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和网上所有关心关注刘若彤的人一样, 他没有一点办法, 万分的无助, 哪怕心底再难过, 心底再希望刘若彤没事, 但是也没有办法, 改变现状, 再多的惋惜, 再多的遗憾, 只能化作一杯杯的苦酒咽下去, 因为普通人这个时候, 除掉心底郁闷伤心喝酒意外, 实在是想不明白, 还能为刘若彤做点什么, 雅巨阁的花月影, 一直靠在门边, 看着在那闹哄哄喝酒的许子军, 忍不住看了张凡一眼, 哎, 普通人啊, 就算是像许子军这样, 有很多套房子的人, 其实很多时候, 也是很无奈,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法地掌控别人的命运, 遇到刘若彤这样的事情, 不是你有多少钱, 有多少房子可以解决的, 普通人的凡人, 就是那么无奈, 其实许子军就是傻, 傻貌, 他根本就不知道, 与其这样哀怨喝闷酒伤心, 还不如求一下张凡来到靠谱, 反正也没有他解决不了的事情, 嘻嘻, 可惜啊, 许子军傻傻的, 什么都不知道, 想到这里, 花月影突然捂着嘴, 轻轻地笑了, 而那边醉眼朦胧的许子军抬头的时候, 居然看到了花月影在捂着嘴巴笑, 他不由气呼呼地和荣岳成说了一句话, 看, 花月影还在笑, 女人的心肠可真狠, 许子军说到这里, 还想再喝一口酒, 却是一下子爬在桌子上, 还醉熏熏地来了一句, 我没醉, 继续, 继续喝酒, 我们不醉不归, 许子军手里酒瓶子落在了地上, 然后就听到他发出呼呼的声音, 这家伙, 这回居然睡着了, 张凡此时已经回到了晨元, 他泡了一个热水澡, 躺在沙发上左右, 却是很无聊, 正想着是刷一会手机在睡觉, 还是看看书, 耳边就响起了阵阵的风铃声音, 天地当铺, 又有客人来了, 张凡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然后他起身索性去了天地当铺, 见过尊主, 阴柔柔今天没有像平时那样, 穿着特别的正式, 而且头发有点潮湿, 居然是刚洗头发的模样, 张凡瞥了他一眼, 只见他脖子特别的白, 他这情况, 应该是刚洗完早准备休息, 遇到天地当铺有事情, 也就过来了, 张凡也没多说, 再看一眼身后的花月影, 也跟着过来了, 那边的阴柔柔芒上前给花月影行礼, 又忙着给张凡倒茶去, 想着这阴柔肉本来是西凉女儿国的国王, 在天地当铺做仆役, 只是刚开始几天, 有些别扭不适应, 没想到很快就能做得不错, 人的适应能力真是惊人, 张凡心底这种念头一闪而过, 而那边大门口处有风铃声音再一次响起, 而这是有人进了天地当铺, 只是这一次进来的人, 不, 应该不能叫做人, 把他叫做木乃伊则更加确切一点, 因为这个人, 全身上下被包裹得严严实实, 只露出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 刘若彤, 张凡看到那像被包裹的木乃伊的时候, 心底闪过一个名字, 因为这个木乃伊的眼睛, 眼睛太熟悉了, 张凡在手机上刷视频的时候, 很多次都看到刘若彤这双黑色的眼睛, 而正是因为这双黑色的眼睛, 刘若彤才会被人们认为是最美的华裔, 也是最有机会获得世界小姐冠军的实力, 因为他这双黑眼睛实在是太漂亮, 太灵动了, 天地当铺, 我怎么会在这里, 我不是在医院里吗? 我不是想拔掉氧气瓶子吗? 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我已经死了? 刘若彤一副茫然的模样, 喃喃自语, 然后伸手摸自己的脸, 摸自己的身上, 这些地方都包裹着纱布, 医生说了, 他受了很严重的烧伤, 不但身上就连脸上都一块块的伤口, 就算是现在医学发达, 他也得整容几十次, 还不定能恢复他现在容貌的一半。 这一场灾难性的事故, 已经让他的人生充满了灰暗, 甚至余生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只是, 明明他在尝试着去拔掉自己的氧气瓶, 为什么最后, 最后却发现, 自己来到一个叫天地当铺的地方? 这, 又是什么地方? 你都有勇气拔掉氧气瓶子, 你连死都不怕了, 还有什么可畏惧的。 端过阴柔柔递过来的一杯茶, 张帆吹了一下茶叶, 尝了一口, 这茶叶喝下去口感清纯, 让人觉得回味无穷, 而且茶叶泡在杯子里, 也是特别的漂亮。 啊, 你们是什么人? 我怎么在这里? 刘若彤看着眼前这个, 自己怎么都看不清楚面如的男人, 只能感觉到他身形挺拔, 让人觉得有种想膜拜的感觉。 而他身边端茶的侍女, 长得可真美啊, 比自己全胜的时候都要美上几分, 这样的姑娘要是去选拔世界小姐, 估计最后一定会捧回一个冠军, 而就没有他什么事情了。 至于他旁边站着一个另一个姑娘, 真是以花为荣以月为影子, 皮肤白皙得近乎透明, 看着就让人羡慕不已, 皮肤这样好的状态, 什么样的化妆品也没用, 而且满脸的胶原蛋白, 真是一白遮白丑。 何况这个姑娘, 无论是身段还是模样, 都无比的俊俏, 有一种英姿飒爽的感觉。 这天底下的美女本来就不多, 这么怎么一下子有两个? 而且这个两个美女, 怎么看都比自己最美的时候, 还要美上几倍? 原本对容貌很在意, 也是特别自信的刘若彤, 此时一下子瞪大黑溜溜的眼睛, 诧异异常。 这到底是哪里? 人间仙境吗? 要不然, 哪里会来几个这样的人间仙子? 这么美? 这里是天地当铺, 你在这里, 可以当掉你的一切, 头发容貌寿命身体等等。 好好的, 我为什么要当掉我的寿命身体? 这个刘若彤忍不住开枪, 一边的花月影也看了他一眼, 这个客人真是奇怪, 身上都包裹成这样, 还有心情问东问西, 因为你肯定有想要的东西, 你想在天地当铺, 拿走想要的东西, 你就得当掉一些东西, 这是天地当铺的法则和规矩, 如果你想恢复健康, 增加寿命, 或者恢复自己的容貌, 恢复, 等等, 你说, 我可以恢复自己的容貌? 我, 这个, 这个我很需要, 我愿意, 我愿意当掉我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 包括寿命, 我只想恢复我的容貌, 你不知道, 我已经生不如死了, 现在几百万的粉丝都在关注着我, 我不想, 本来还在问东问西的刘若彤, 听到花月影能, 恢复容貌的时候, 他惊呼了一声, 一颗心砰砰直跳, 他连死都不害怕, 就是想恢复自己的容貌, 这里, 要是能满足他的愿望, 他, 他可以付出一切, 你的寿命并不是很长, 你还有四十年的寿命, 养颜丹很珍贵, 你的寿命不足以换取这件宝物, 张凡的目光落在了刘若彤的身上, 一般人的寿命最珍贵, 人的生命可以换到很多的好东西, 可是, 不包括这养颜丹, 这养颜丹是嫦娥尽献的, 虽然有点以次充厚, 但是仙界的神物, 对于人界的来说, 这东西实在是太珍贵的了, 他那点寿命, 根本就无法换取这么好的养颜丹, 天地当铺可不会去做亏本的买卖, 啊, 寿命都不行, 我, 我那还有什么可以, 自由灵魂, 身体吗, 这些所有的加起来, 可以换吗, 你觉得值得吗, 只是换一副容颜, 张凡并不着急, 能到这里的客人, 都已经是走途无路, 但凡有一点办法, 他们也不会来到天地当铺, 我都想死了, 还有什么值不值得, 能恢复我的容颜, 那么剩下的人生都是赚的, 有什么不值得的, 刘若彤的声音很冷淡, 他一直对于容颜特别在意的人, 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整容, 本来只有四分外形的他, 慢慢地在众人面前脱颖而出, 然后从一个丑小鸭, 慢慢地脱变成了天鹅, 别人只看到他能弹出优美动听的钢琴, 却不知道在他相貌普通的时候, 他弹的钢琴比现在还要动听, 功底扎实, 可是却没有人注意到, 这个世界, 几乎所有人都在追求外在的颜值, 只要长得漂亮, 什么都可以原谅, 只要长得漂亮, 优点就可以被无限放大, 当初钢琴大赛的时候, 他演奏的钢琴, 无论是从基本功手法来说, 都是最完美的, 可是有什么用, 他依旧是比不过那个最漂亮的, 但是钢琴去弹得很烂的那个美女, 因为那个美女, 人家长得好看, 所以最终冠军的奖杯落到他的身上, 而自己也仅仅是进入了决赛做陪衬, 最后什么名次都没拿到, 还被人安慰重在参与, 那一刻, 他什么都看穿了, 什么狗屁重在参与, 这就是一个看脸的社会, 谁漂亮, 谁有理由, 没看到他原本只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因为美, 参加了世界小姐选美大赛, 从以前的默默无闻, 一下子收获了几百万的粉丝, 要是他不漂亮, 那些人会关注他吗? 刘若彤觉得自己如果不美了, 变丑了, 那些粉丝估计会给他无尽地谩骂, 最后他活着比死了还难受, 还不如死掉, 把鲜活美丽的容颜, 一直留在所有粉丝的心目中, 哪怕没有得到世界小姐的桂冠, 他也是无冕之王,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 可以, 你用你生命自由灵魂, 包括身体等一切, 来换取一颗养颜丹, 月影, 准备契约吧, 张凡见这个刘若彤, 已经下定了决心, 他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让花月影去准备契约, 能用一颗养颜丹, 换取一个人完全的效忠, 也算是给天地当铺, 收了一个奴仆, 花月影在张凡说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准备契约, 此时把准备好的羊皮卷, 拿到了刘若彤的面前, 古朴的羊皮卷, 感发出古老的气息, 刘若彤此时还神思恍惚, 他看着眼前的羊皮卷上的内容, 眼睛一下子直了, 不停地看着眼前的张凡和花月影, 再看一边的阴柔柔, 契约上说的那些, 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但是眼前的两个姑娘, 长得这么美, 这让刘若彤的心底, 生出了无限的希望, 好,我签, 只要能让我恢复以前的容貌, 刘若彤马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并且按下手印, 张凡则拿出小金印, 马上盖在羊皮卷上, 这张契约就算是完成了, 月影, 你安排白无常和你一起去送这养颜单, 最快的速度把这件事情解决掉, 是, 尊主, 花月影答应着, 转身去楼上拿养颜单, 刘若彤却发现, 眼前的男人一挥手, 已经让自己退下去, 躺在医院里, 还在迷迷糊糊间的刘若彤, 觉得自己做了一个梦, 那个梦实在是太真实了, 要不是自己躺在床上, 几乎不能动, 他都要相信, 自己真的去过那个叫天地当铺的地方, 在记忆中, 那个地方一点一滴, 似乎都能记得得清清楚楚, 甚至他还和人签订了一个羊皮卷契约, 真是好笑, 是不是就是说,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为什么自己会做这样荒诞的梦, 都是想死的人了, 还会去做梦, 刘若彤想笑, 可是他病房的门被打开了, 有人站在他的面前, 不过他躺在床上似乎不能动, 不过他可以听得到周围的声音, 也可以知道别人在说什么, 这人怕是活不成了吧, 就算是侥幸留下一命, 这辈子都完蛋了, 世界小姐, 哈哈, 下辈子他都没机会争夺什么世界小姐了, 去死吧, 自不量力的东西, 没有视力, 只想凭着美貌和我站在一起的小丑, 这尖锐而熟悉的声音, 让躺在床上的刘若彤突然响起, 这不是安娜吗, 那个和他一起进入决赛, 和他一样, 最有可能性拿到世界小姐冠军的姑娘, 他们还曾经一起出去吃过饭, 还一起为一些活动站台, 他曾经听说过安娜的父亲, 好像是某个财团的巨头, 被人称为珠宝大王, 这个女人出手阔绰, 为人跋扈, 因为参加比赛的时候, 有一个选手好像得罪了他, 然后半决赛被删掉了, 有人说是他背后动的手, 而刘若彤以前还觉得应该不会, 因为这个安娜不过一个负伤的女儿, 哪有那么大的权力, 太夸张了, 可是今天, 当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突然后背发凉, 本来一心想死, 却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巧合, 这么大的舞台, 居然就塌掉了, 还刚好是在他走秀的时候, 简直, 巧得让人觉得后背发凉, 刘若彤想动, 想发出声音, 却发现自己好像不能动, 然后又听到安娜在那边嘲讽, 都快成植物人了, 还想和我斗, 还想抢夺我世界小姐的名头, 佩佩, 穷鬼, 你以为这世界小姐, 真的是你可以想象的吗? 想和我斗的人, 不是失踪就是死, 这就是你应得的下场, 安娜哼哼几声, 说话更是肆无忌惮, 因为他已经从医生那里知道了, 这个刘若彤, 其实已经像植物人一样, 没有什么知觉, 也不能动, 甚至麻药的药效也没有过, 这种情况下, 不管自己说些什么过分的事情, 他都听不到, 所以哈哈, 这个藏在心底的秘密, 安娜根本就藏不住, 哈哈哈哈, 实在是太痛快了, 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刘若彤此时心底, 像是有团火在燃烧, 真想站起来, 把安娜的嘴巴撕裂开, 可是根本就没有办法, 他只有脑子是清晰的, 整个人还无法行动, 这让他原本想死的心, 一下子就变了, 不能死, 他还不能死, 哪怕就是死, 也得先把这个仇给爆了, 不能让他的仇人, 站在位置比他还高的地方, 享受着万丈光芒, 而他则变成一个过去式, 人还没有死, 已经被人遗忘了, 他就是毁容了, 不想活了, 也得报仇了再说, 就算是报不了大仇, 临死的时候, 也要把仇人的肉咬一口下来, 可恨他现在知道, 是谁把自己弄成这样, 但是却根本就不能动, 只能像植物人一样, 等死, 这种绝望, 让刘若彤真正地体会到, 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外面天高气爽, 有风吹过来, 树叶花花地响起来, 让人觉得十分地舒服, 刚起床的张凡心情各外好, 但是许子军哀声叹气地, 坐在酒吧的柜台边, 哀声叹气, 时不时地看一下手机, 满脸的愁容, 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 似乎这个时候, 什么东西, 都无法提起他的兴趣了, 哎, 张哥, 我的偶像刘若彤, 怕是不行了, 我一大早刷到他在医院, 躺着的照片, 媒体上报道, 说他估计会变成植物人, 哎, 我, 我觉得, 生活真的没意思啊, 张哥, 花月影怎么没看到, 要不, 他要是在, 我想请假, 许子军这回说话, 都提不起精神来, 四处张望看花月影在那里, 要是花月影在雅居阁照看, 他都想飞到国外去看看刘若彤, 多好的一个女孩子, 此时孤零零地躺在医院里, 生死未卜, 实在是太可怜了, 他, 他觉得心里放心不下, 请假, 请假干什么, 张凡还是第一次听到许子军说, 这样的话语, 惊讶地忍不住问了一句, 我想去见刘若彤最后一面, 好歹是华裔, 好歹是我的偶像, 我觉得, 他怕是活不成了, 一个女孩子孤零零地在国外, 没有朋友和亲人, 多可怜, 作为他的粉丝, 我想去送他最后一程, 许子军开始有点不好意思, 觉得自己年纪也不小了, 为了追粉丝, 要追到国外去, 可越说越觉得刘若彤可怜, 这是他最后一面, 一定要去看看, 自己不差钱, 只要张凡同意, 自己完全可以去送他最后一程, 最后一程, 你确定刘若彤会死, 他还会参加世界小姐选拔大赛的, 他会没事的, 你不用去见他, 用不了多久, 他会到这里来, 你应该可以见得到, 张凡笑笑, 这个许子军以前不熟悉的时候, 多冷清的一个人, 谁会想到, 他也会追星, 自己穿上女装, 还追谁啊, 自己就够漂亮的, 不会死, 张哥, 你不会是安慰我, 和我开玩笑吧, 刘若彤的伤势那么重, 医生都说他以后可能会是植物人, 说不定随时停止呼吸, 那是国外最权威的医生, 他还会来这里, 他都成那样了, 说不定随时就会没有了呼吸, 许子军虽然一直很相信张凡, 但是说起这个刘若彤, 因为真是他的偶像, 他一直在关注着刘若彤的事情进展, 所以这回说什么, 也不肯相信张凡的话语, 也许张凡在江城, 非常的厉害, 但是刘若彤那是在万里之遥的国外, 国外, 而且医生已经出了诊断结果, 所以刘若彤的情况, 绝对不会像张凡说的那样, 死不了, 还会来见他, 这做梦吧, 许子军直摇头, 那模样一点都不相信张凡, 不但不相信, 还一副我根本就不信你, 不管你说什么的模样, 看得张凡忍不住哼了一声, 花月影不在, 雅巨哥很忙, 暂时也离不开你, 你就在这里待三天再说吧, 我要吃珍珠园子, 红薯丸子, 还有新鲜的各种味道的粽子, 还有, 张凡看许子军这样, 故意气他, 不但不让他请假, 还故意要吃一些很麻烦的食物, 这让许子军黑着脸, 气呼呼的模样, 一副敢怒不敢言, 气不过, 却不敢说什么的, 只能把厨房的声音弄得很大, 一副发脾气的模样, 听到厨房里, 过碗瓢盆比平时声音大了许多, 想着, 许子军在厨房的模样, 张凡忍不住笑了, 哈哈哈哈, 他就喜欢这种, 你看我不顺眼, 但是却拿我一点办法, 都没有的感觉, 而且, 花月影去处理刘若彤的事情, 回头让他把刘若彤带回来, 让许子军见见, 免得他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 看着就心烦没有食欲, 花月影和白无常一起去的国外, 他们打扮时尚, 走进那所医院的时候, 刚好是早晨, 一身白衣的白无常, 走过医院大门的时候, 看了一眼高挂在头顶的监控, 突然那监控似乎出现故障, 一闪一闪地, 让监控室的人, 还以为监控坏掉了, 刚想打电话通知维修的人, 就看到那监控似乎又好了, 但是走廊那边的监控也坏到了, 然后一路有监控, 似乎出现故障, 负责监控的人傻眼了, 眼睛一直盯着几十个监控画面, 然后发现, 不少监控画面似乎都出故障了, 他慌了, 一下子这么多故障, 上面就会怀疑, 是不是他能力不行, 或者没工作不到位, 好在这种状况持续了二三分钟后, 所有的监控似乎全部恢复正常了, 那监控员这才长须一口气, 觉得有时间应该好好查一下这些监控的摄像头, 免得到时候全坏了, 其实, 白无常和花月影经过的地方, 摄像头都没办法照出来他们的身影, 特别是白无常, 他本来就有这种能力, 一路走过来, 一直到刘若彤的病房里, 还有一个护士刚进来, 准备给他测量各项指标, 突然神情恍惚了一下, 整个人就站在那里, 直挺挺的, 什么都不知道了, 月影姑娘, 动作快点, 嗯, 等一下, 我看看尊主好像有消息过来, 花月影身上带着养颜丹, 还有还魂汤, 刘若彤的情况, 对于别人来说, 是无药可救是死症,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一切都不是问题, 哪怕掉气了, 人都能救活, 何况像刘若彤这样, 还有呼吸的, 只是这个时候, 张凡的信息来了, 花月影有点惊讶, 赶紧拿起手机看了, 一眼, 面色古怪, 不过却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站在了这刘若彤的身边, 然后也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个小玉瓶子, 把里面的一滴还魂汤, 往刘若彤的嘴里倒, 他们进门的时候, 刘若彤其实什么都可以感觉到, 可是他不能动, 也不能说话, 但是他的眼睛看到花月影给他喂东西的时候, 一边的心电图, 明显地有了异常变化, 因为刘若彤此时很激动, 这个姑娘他认识, 他做梦的时候, 就是这个姑娘站在旁边, 给他一张羊皮卷, 让他签字按上写手印的, 这个姑娘, 这个姑娘, 居然不是梦, 他, 做的不是梦吗? 刘若彤, 我是天地当铺的人, 我们签订了契约, 以后你的命就是尊主的, 不再属于你自己, 而你的容貌你的一切, 都属于尊主, 你得明白, 等你醒来后, 去一个地方, 去见尊主, 花月影似乎知道, 刘若彤并没有变成植物人, 什么都不知道, 他在喂还魂汤的时候, 一字一顿地叮嘱着刘若彤, 而刘若彤的手动了动, 真的能动了, 我, 我知道, 有声音从刘若彤的喉咙里发出来, 花月影似乎见怪不怪, 顺手再从身上拿出一颗养颜丹, 看了一下, 有些不舍得的往刘若彤的嘴里塞, 吃吧, 吃了这东西, 你估计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了, 嘻嘻, 当然, 除了那个人, 花月影说的那个人, 刘若彤不知道是谁, 但是他心底此事是惊涛骇浪, 因为他可以感觉到, 自己有浓浓的生机, 他的身体似乎不一样了, 花月影他们走的时候, 和来的时候一样, 悄无声息, 哪怕有无数人, 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 不, 就像是根本就看不到他们一样, 监控室那些监控器, 似乎又坏掉了, 一个个画面都出了故障, 一下子是几个画面都出现模糊不清, 看不清楚的状态, 有的甚至黑屏, 不行, 这些监控器都该检查一遍了, 居然都坏掉了, 监控室里的监控员, 忍不住抱怨起来, 这一批监控器的质量, 实在是太差了, 这么短的时间内, 居然就出问题了, 真是让人沮丧, 那边那个本来直挺挺的护士,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自己醒来了, 他醒来后, 感觉有点疲惫, 用手揉了一下太阳穴, 摸了一下脑袋, 似乎觉得有点晕, 然后看了一下周围, 还是空荡荡的, 没有第三个人, 他觉得自己是, 最近太累了, 等忙完这阵子, 就应该休息放松一下, 要不然人会出毛病的, 还是先给病人检查吧, 这护士走过去, 给刘若彤检查身体, 不过等到他看见刘若彤身边遗弃的时候, 突然尖叫起来, 然后按下刘若彤床前的急救灵, 三分钟后, 有几个医生和护士走了进来, 就看到那护士脸色都变了, 不停地比划, 天啊, 上帝, 我是不是眼睛花了, 你们看, 他的一切指标都正常, 正常, 这怎么可能, 他此时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天啊, 我应该休息了, 我是不是太累了, 那护士发出一阵阵的惊叹声, 一个植物人, 几乎连生还机会都没有的病人, 居然身体所有的指标都是正常的, 他此时的身体状况, 就像是正常人睡着了一样, 主治医生也忙来检查刘若彤的一切指标, 突然床上的刘若彤在动, 他睁开了眼睛, 看着所有人, 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刘若彤身体恢复这么迅速, 让这家医院从上到下都当成了奇迹, 不, 都大肆宣传, 表明他们医院的医生技术是多么的精湛, 受伤那么重的刘若彤, 不用三天就可以出院了, 出院? 而这个消息发出去后, 这家医院迅速被全世界各家媒体报纸, 争先报道, 而医院的病人比平时多了一倍不止, 各种的疑难病人已经求助无门, 没有希望的病人纷纷地往这家医院送, 而刘若彤这三个字再一次登上热搜榜单, 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包括这二天心底一直不舒服的徐子军, 徐子军这二天心底一直在和张凡赌气, 他根本就不相信张凡的话语, 心底一直很悲伤, 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粉丝就应该去送刘若彤最后一程, 这个美丽的华裔姑娘客死他乡的时候, 没有亲人, 身边连一些粉丝都没有的话, 那实在是太可怜了, 可一厢大气待人很好的张哥, 这一次居然破天荒地不同意他去国外, 甚至还说什么, 刘若彤不会死, 甚至过些天他会过来, 自己也许有机会见到他一面, 这件事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怎么可能? 咦?外面这姑娘是谁? 长得可真好看, 一双灵动的大眼睛有几分熟悉, 白皙如玉的脸颊, 就像是被天使吻过的脸, 哪怕只是看了一眼, 许子军都有些失魂落魄, 他不是没见过美人, 就是他自己高兴的话穿上女装, 比一些明星都漂亮, 更不要说在这哑乐剧的花月影, 那也是性格分明, 让人印象深刻的英姿飒爽的美女, 还有那七姐妹, 哪怕只是在沉原打扫卫生, 那也是一等一的美女, 整个沉原随处可见的一个姑娘, 去参加选美, 估计都会是人们围观欢呼的对象, 可是, 她们虽然美, 和眼前这个姑娘一比, 都有些黯然失色, 传说中, 嫦娥最美, 许子军没见过, 她觉得自己曾经见过的美女红儿, 就算那上升凭景见, 但是那个红儿和眼前这姑娘一比, 都是平分秋色, 不分上下, 就连花月影和这姑娘站在一起, 除掉花月影气势, 单从外表上看, 都不一定比这姑娘更美, 你, 你是谁, 找谁, 许子军都有些结巴了, 这姑娘从那里冒出来的, 这么美, 偏偏一双眼睛, 还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怪了, 我是爱感谢张先生的, 我叫刘若彤, 刘若彤目光看向不远, 选出的花月影, 说话是恭恭敬敬的, 心底却是感叹万分, 这世界上, 真的有神仙吗? 要是没有发生在她身上的那些事情, 又怎么能解释得清楚? 医院里吹嘘, 现代医学发达, 他们医院用最好的医疗技术抢救自己, 让她不但没有了性命之忧, 一切正常后, 还能比以前更美, 这些都不是科学能解释的, 可是这么大的秘密, 谁也不敢说出来, 只能让刘若彤继续住在医院, 似乎她在医院待的时间越长, 才能让人越容易幸福, 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 比喻, 身体恢复正常, 可以说是医院医术精湛, 也可以说是, 原本她受的伤势不重。 她变得越来越美, 可以说是医院微整形, 甚至是化妆品美颜的功劳, 时间长一些, 也可以说是健身运动的功劳。 谁也不敢说, 在刘若彤身上, 发生过什么事情。 医院对外宣称, 为了让刘若彤更快地康复, 能赶上世界小姐决赛, 他们会把刘若彤保护起来, 让她接受医院一系列的治疗。 其实刘若彤, 已经乘坐做专机来到江城, 来拜见张先生。 而来见张先生的时候, 刘若彤心底激动无比, 当看到自己那张美丽无双的脸的时候, 她就确定一件事情, 自己曾经以为的梦境。 其实是真的, 在梦中她签订的那合同, 也是真的。 她的人身体, 灵魂自由和寿命, 以及所有的一切, 都是天地当铺的。 而这个张先生, 好像就是天地当铺的人。 他今天是来向张先生效忠的。 所以看到许子军, 他也是万分的恭敬, 因为不知道, 这人是张先生身边什么人, 对于他来说, 获得了一切, 获得了新生的自己。 今天来见的人, 那就是他的主人。 主人身边, 哪怕一条狗, 都比他尊贵。 刘若彤, 刘, 你是刘若彤, 不可能。 许子军觉得, 刘若彤这名字, 实在是太熟悉了, 念了一遍后突然惊呆了。 刘若彤此时, 不是应该在国外一家 特别有名气的医院里躺着, 接受治疗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还有他的脸, 难怪觉得那双眼睛很熟悉。 他整个一张脸, 除掉眼睛没有什么变化外, 其他的比起他以前的视频和照片, 看起来更美了。 虽然猛然许子军没想起来, 但是再仔细看过去, 就会发现, 眼前这个美貌的姑娘, 确实就是刘若彤。 天啊, 张德那天说的话, 是真的。 他能掐会算, 居然就算出来, 刘若彤没有死, 然后不让自己去国外。 因为刘若彤此时不在医院里, 他会回到江城来。 想到这里的许子军只觉得全身发热, 很快汗水, 就流出来了, 把自己衣衫都打湿掉了, 这让他又惊又喜, 却只觉得后背发凉。 刘若彤的事情, 可是发生在国外, 不是在江城。 而且, 张哥是怎么知道? 他死不了, 难道张哥出手了? 可是这些天, 他一直在亚聚阁窗户边刷手机玩, 不知道多舒服。 但张哥人没动, 花月影却是不见了。 难道? 徐子军一想到, 花月影会时不时地失踪几天, 那个时候, 总以为他出去办点私人事情, 此时看刘若彤一直跟在花月影身后的模样。 徐子军像是猛然醒悟了, 不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激动起来。 张哥实在是神鬼莫测, 江城的事情他能预测参与, 就连国外的事情他也能插手。 这, 这怎么就这么就厉害? 亏自己还像一个傻屌, 一尊大佛坐在眼前, 却想着去别的地方拜菩萨。 此时的徐子军又是羞愧, 又是激动, 恨不得给自己几个耳光, 亏他这二天对于张凡说的事情不以为然, 一想想就羞愧不已。 不行, 自己得想办法补救一下, 见过张先生, 大恩不言谢, 我以后就是你们的人。 刘若彤惊讶地看着眼前, 似乎只是普通人的张凡, 语气很恭敬, 而且丝毫不敢有别样的心思, 因为他知道, 曾经在自己身上发生过多么匪夷所思的事情, 有能力办成那件事情的人, 已经超过鬼神。 嗯, 你这张脸, 确实比视频中漂亮了一些, 记住, 你曾经签订的契约, 你的人, 你的生命和灵魂自由, 一切的一切, 都不再属于你。 是, 刘若彤轻咬了嘴唇, 看了张凡一眼后, 低眉顺眼地答应着, 心底却有些紧张, 自己被万里之遥叫到这里来, 就是为了见一见这个张先生。 然后了, 然后了, 想一想自己想来后, 这张迷惑众生的脸颊, 刘若彤再看看张先生, 是一个年轻的男人, 想着他刚才说的那些话语, 心底发颤。 慌, 但是已经没有用了, 自己的生命, 自由灵魂一切的一切, 都不属于他。 张先生, 我是被人算计的, 我想报仇, 对方势力很大, 是一个珠宝大亨的女儿, 我能借助你的力量吗? 刘若彤说, 这些话的时候, 其实在心底, 已经想了很久很久, 既然什么都没有, 自己得到美貌, 也能活下去, 那么, 他是一定要报仇的。 他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 恩情是记得, 仇也一定忘记不了。 安娜害他, 这个仇他一定要报, 但是想痛快地报仇, 就凭他一个人根本就不行。 安娜为什么敢向他下手, 不过是因为, 他没权没势力, 只有美丽的容颜, 既然这美丽的容颜, 就是他的资本, 那么, 为什么不找最强的这个人? 比喻张先生, 珠宝大亨? 谁? 花月营你调查一下, 本来张凡对于刘若彤的事情, 没什么兴趣, 因为他救人, 给了他美丽的容颜, 都是有代价的。 这个女人有用, 但是给他报仇, 就要看心情了。 这回听到刘若彤提到珠宝大亨, 张凡想起, 荣志康曾经向他说起过, 创建珠宝公司的事情, 而考虑到火焰山那边有进贡宝石等, 那些东西都是裸石, 放在手里, 也没什么用。 张凡仍给荣志康去解决, 而荣家在国内的实力, 已经越来越大, 可以考虑去国外和别人抢夺资源。 这个什么珠宝大亨, 可以拿来练练手。 这个得利珠宝大王的女儿叫安娜, 也在参加世界小姐大赛, 这个珠宝商是大赛的赞助商之一, 比赛的时候, 会用到一些珠宝, 都在帮他们公司宣传, 刘若彤出事, 就是安娜的人干的。 而且, 以前有世界小姐出事, 也是他们的手笔。 这点小事, 也难不倒花月影, 他很快就告诉张凡。 一些关于这个珠宝公司的事情, 毕竟在那边见过刘若彤的时候, 他曾经一再向自己哀求过, 求他帮忙报仇, 但是花月影没同意, 告诉刘若彤, 张先生要见他, 他的性命都不是自己的, 还是安分一些好。 花月影没想到, 刘若彤并没有放弃, 这回还在哀求尊主出手, 不过那个叫得利珠宝公司, 他倒是查清楚了。 这回张凡问起来, 自然是对答如流。 哦, 这样呀, 那就让容之康父子两人过来, 顺便安排刘若彤在这里休息一晚上, 明天送他离开就好。 张凡看了刘若彤一眼, 得利公司能赞助世界小姐的选拔赛, 这也算是很聪明的一个举动。 不但扩大了影响力, 还顺便推销了自己的产品。 如果容之康的珠宝公司, 想走出国门, 走到世界上去, 也必须得有这样形象大事。 这个刘若彤如今的模样, 虽然比不上月中的嫦娥, 但是在世界人眼里, 当上一个世界小姐, 都是屈才。 就用她了, 她华裔的身份和脸蛋, 就是新珠宝公司的给人第一印象了。 是, 刘若彤你随我来。 花月影看了一眼刘若彤, 就把她带进了成员。 她一听到张凡的吩咐, 心底那个隐隐的猜测, 此时几乎已经可以确定了。 是啊, 这世界上的男人, 又有哪个不喜欢美女? 特别是像自己这样的。 刘若彤觉得, 她现在在媒体上一露面, 估计世界上所有人的男人, 都会为之疯狂。 张先生要留她住一夜, 她心里有准备, 没有人只投入, 不求回报的。 张先生应该也不例外, 但这是她的命, 她根本就没办法反抗。 万幸的是, 张先生人看起来还很帅, 算是能小小地安慰她一下。 张凡并不知道, 刘若彤心底在想什么。 她一个电话, 荣志康和荣乐成父子两人, 马上就放下手里一切事情, 都赶过来了。 还是按照以前的习惯, 荣志康把车停到距离 雅乐区200米的地方, 然后快步走起过去。 她的那些保镖, 一个个距离很远, 不准靠近。 在这里, 她不需要保镖。 张凡还在窗户下刷手机玩, 一身的休闲装, 桌上放着咖啡和饮料, 还有小零食, 看起来心情不错。 这让荣志康心底, 长嘘一口气。 别看她现在已经是江城首富, 在江北这边, 盈盈也是领头人, 不管是走到那里去, 都是众人仰望的对象。 但是在年轻的张凡面前, 她只是个奴仆, 很担心做错事, 被人叫过来训化的奴仆。 见过张先生。 荣志康来了之后, 对着张凡呈90度弯腰下跪, 态度异常地恭敬。 要是此时有熟悉荣志康的人看到了, 非惊掉大牙不可。 因为荣志康可是从没向谁低过头, 就更不要说呈现90度弯腰了下跪了。 但是在张凡面前, 她是发自内心地向他跪拜。 起来说话, 上次你说要创办一个珠宝公司, 你知道国外的得利公司吗? 德利珠宝公司? 在珠宝界鼎鼎有名, 在世界上珠宝公司中排名前十的存在, 他们公司主打钻石和蓝宝石, 资金雄厚。 历届的世界小姐都是他们公司的代言人, 而这一届世界小姐, 据说很有可能是德利公司的小公主安娜。 没想到荣志康人在国内, 对于国外德利珠宝公司居然了如指掌。 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德利公司是相当的有名气。 你要想创办珠宝公司, 可以, 干掉这个德利珠宝, 取代它的位置就好了。 张凡这话, 一下子把荣志康惊呆了, 他心里有些慌, 这, 自己组建珠宝公司, 肯定规模各方面都不差, 特别是有张先生提供的那些珠宝。 加上他们荣家做后盾, 这家珠宝公司前景可期。 可是要想干掉德利珠宝, 取代它的位置, 那可真不容易。 要知道, 德利珠宝几乎已经家喻户晓, 不但在国内, 就是在国外, 都是赫赫有名的存在。 这样的庞然大物, 想干掉去那简直就是不可能的。 可是张先生的意思, 荣志康懂, 他略一思索后, 斩钉截铁地来了一句。 三年, 最多给我三年时间, 我一定会让我们的珠宝公司 取代德利珠宝, 成为世界上十大珠宝商。 三年, 就能有这样的成绩, 荣志康觉得自己压力很大。 不, 一个星期就足够了。 谁知道, 张帆却在摇头, 三年太长了, 一个跨世界的珠宝公司的而已, 还要三年? 那也太错了。 给他一个星期的时间, 就足够了。 听到这话的荣志康傻眼了, 膝盖一软, 一下子跪在了张帆的面前, 面露难色。 德利珠宝公司可不是一个小公司, 那是文明世界的十大珠宝公司, 就连国外一些王室和财团的继承人, 都是佩戴他们的首饰。 而且最出名过的是某国的王妃, 最喜欢的就是德利的珠宝。 在过生日的时候, 全身上下都是德利公司的珠宝品牌, 还有十几届世界小姐, 都是德利珠宝的代言人。 德利珠宝在国外上流社会, 名声很响亮的。 而且, 时不时就会传出, 赌王或者哪一个名流豪门 娶媳妇定情物, 就是德利定制的珠宝。 德利珠宝的品牌, 深入人心几十年了, 想三年取代, 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张先生说给一个星期的时间, 这就是要了他的老命都不行啊。 你别担心, 花月影和白奴会帮你的。 张凡笑笑, 荣志康终究是凡夫俗子, 胆子还是太小了。 一个世界十大珠宝公司而已, 还三年才行取代, 至于吗? 啊, 这,谢谢张先生, 我会尽自己一切的努力, 来办这件事情。 不方便的时候, 让花月影协助你就行, 他会找到让德利倒下的证据。 对了, 这一届的世界小姐, 让那个刘若彤上马, 他也是我的人。 张凡说到刘若彤, 荣志康愣了一下后, 却是突然反应过来了, 一脸的兴奋和八卦。 这个刘若彤, 可是最近占据头条头版的新闻人物。 因为大家都在说他, 说这个传奇般的人物, 说他要是不出事的话, 很有可能压倒德利的小公主, 成为这一届的世界小姐。 可是偏偏舞台倒塌了, 她出事了。 本来事情到这里, 已经让人惊掉大牙, 世界小姐选拔赛的舞台, 居然都会塌掉。 真是编故事的人都不敢这样写。 可偏偏就当着世界人的面, 真的倒塌了。 这还不算劲爆, 后面更劲爆的是, 当时伤势看起来很重的刘若彤, 在医院不过一二天后, 就被医生宣布, 说很快可以出院。 她还可以参加世界小姐的决赛。 虽然目前这个刘若彤还在医院里, 但是她的名字已经到处被人议论, 不少人充满好奇。 不知道她到时候脸上会不会有伤痕。 那么重的伤势, 短短的几天时间可以恢复过来吗? 这些本来荣志康因为关心德利珠宝的缘故, 也在关心世界小姐的选拔赛, 也在关心这个刘若彤。 可是, 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那个像传奇人物一般的刘若彤, 居然是张先生的人。 这样一来, 她们和德利公司的第一步争夺, 就是要想办法把让刘若彤彩下安娜小姐, 成为这一届的世界小姐。 张先生, 我会马上安排人和医院的刘小姐接触, 而且会派出最顶级的化妆师, 帮助刘小姐夺得这一次的世界小姐大赛的冠军。 弄明白自己指责的荣志康, 马上向张返表忠心。 不用, 刘若彤在成员, 明早天亮后, 你安排飞机送她去医院那边, 后面事情就交给你了。 张凡看看外面天色已晚, 打了一个哈欠, 她想早点休息了。 成员特别的大, 环境好得出奇, 这让见多识广, 经常出国的刘若彤, 十分的惊讶。 国内还有环境这样好的地方, 简直比一些风景区保护的都要好。 再想一想, 这个张先生的厉害。 刘若彤又觉得, 一切在情理之中, 这样厉害的张先生, 哪怕此时, 住在白云之巅, 都不让人觉得意外。 今晚, 自己怕是要伺候这个张先生啊。 对着镜子里左顾右盼的刘若彤, 不由在心底叹息一声, 自己此时的模样。 不要说是男人, 就是女人都会心生羡慕吧。 此时他的那张脸, 就像是被天使吻过一样。 他觉得, 印象中百年来, 国内外男友比自己更美的女人了。 这个张先生真厉害, 要是自己原本能参加世界小姐选美大赛的容貌十六成的话。 那么此时, 他现在的容貌就变成了十成。 不管刘若彤多么挑剔的眼光, 从那个方向看, 平心而论, 他那张脸和身材都完美地让人无法挑剔。 幸好自己回国的时候是专门的包机, 并且是遮盖了容颜。 不然就凭着他现在的模样, 不管是走到那里, 哪怕就是素颜, 也是所有人仰慕的中心, 因为他太美了。 可惜, 这么美的身体和脸, 都不是属于自己的, 都是属于那个张先生的。 想到这里, 刘若彤心底还是有点别扭, 再看外面已经天黑了。 他想了一会, 随意拿了一件浅紫色的外套, 就这样走出自己住宿的院落。 尘缘很大, 随便一处都是风景。 刘若彤不愿意采纳光滑的青石板, 而是去采纳轻轻软软的小草, 只是没走几步, 就看到许子军在朝着他打招呼。 许子军穿着白衬衫, 本来就俊美的脸颊, 此时看起来是玉树临风, 让人不由都会多看二眼。 刘若彤小姐, 我是你的粉丝, 没想到你身体真的没事, 还能在成员见到你, 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借不借意合影一张。 许子军有些紧张, 刘若彤是他的偶像, 他真是做梦都没想到, 可以在成员看到他。 以前都是在手机上, 在媒体上看到关于刘若彤的报道, 但是却万万没想到, 自己不用出国, 不用去买票, 就能在成员看到他。 欣喜啊, 可是因为太过于看中, 所以这回有些紧张, 说话都带着忐忑, 有种怕被拒绝的担心。 啊, 可以啊, 非常的乐意。 你贵姓啊, 在这里和张先生是什么关系? 许子军的接近, 让刘若彤也生出几分的好奇, 这回甚至向许子军打听张凡的消息, 得知许子军是张先生厨师, 兼职司机的时候, 他有些矜持地笑了。 张先生要见我, 留我在这里住一晚, 天已经黑了, 你还是请回吧, 我也要回去了。 虽然张先生没来, 刘若彤也不敢大意, 他的命运还掌控在张先生的手里。 而且, 那个男人估计都不会乐意 看到自己看中漂亮女人, 和别人男人说话。 自己那么美, 估计是一个男人都想着独占。 刘若彤心底这样想, 并没有告诉任何人, 而许子军见他都出口感人, 好在已经和自己的偶像合影了, 所以许子军倒是没有了什么遗憾。 他乐呵呵地赶紧回去, 进了屋子后, 还给容乐成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明天送一些食材来, 他得用心地做几样好菜, 来感谢张哥。 院子里起了雾, 刘若彤房门并没有关上, 他已经洗澡了, 换上一件吊带的睡衣, 外面披了一件纱衣, 在粉红色灯光的映衬下。 他的皮肤就像是婴儿般细腻, 还能隐约看到细细的绒毛。 刘若彤觉得自己这皮肤实在是太好了, 他忍不住笑了。 张先生钥匙来了, 看到他这模样肯定会把持不住的, 这天底下应该没有比他更美的人了。 突然外面有脚步声传来, 来了! 刘若彤心底闪过一丝的窃喜和激动, 他的脸开始微微有些发红, 心底还在想着, 自己一会主动一点好, 还是矜持一点好。 正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 有一阵冷风吹过, 就看到张凡走了进来。 这让刘若彤赶紧迎接上去, 还没出口招呼, 却一下子惊呆了。 因为在张凡的身边, 还站着一个穿着红色衣衫的女子。 那女子虽然穿着火红色, 整个人却让人感觉一阵的眩晕, 这姑娘生得一副好容貌, 简直, 简直让刘若彤如遭雷击。 天啊, 这世界上还有比她更美的女儿。 这, 这不可能。 尊主, 你看, 这养颜丹是不是很有效果, 我可没敢用西背货糊弄你。 这姑娘的容貌, 好歹还能看。 此时的嫦娥, 有些讨好的看着张凡。 她是天地当铺的奴仆, 处理完广寒宫的事情后, 她就得时不时地来这边伺候张凡。 而这一次来看刘若彤, 也是闻到了养颜丹的味道。 毕竟那东西, 是她一手炼制而成, 有种天然的清净感。 好歹还能看。 自认为貌若天仙的刘若彤, 再一次被重重地打击了。 可看着美貌无双的嫦娥, 还如此讨好张先生, 她这回才反应过来, 那还敢有什么别的心思, 盲恭敬地喊了一声张先生。 一般般吧, 你送来的东西, 我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好歹是你孝敬的一些小玩意, 让你看看, 也就心安了。 下回, 在炼制的时候, 用心一点, 免得弄出来东西质量不好, 影响效果。 张凡淡淡地敲打了嫦娥一句, 而一边的刘若彤, 此时整个人已经实话了。 他虽然搞不清楚来龙去脉, 但是听张先生的话语, 自己用过的那神物养颜单, 居然是眼前这绝美的女人弄出来的东西, 而且似乎并不让张先生满意。 他还是满满的嫌弃。 这一瞬间, 刘若彤简直泪流满面, 自己自认为绝美无双的容颜, 原来在张先生的眼里, 根本就没抱有太大的希望。 这, 这, 是, 是, 尊主, 我下回一定注意了, 你千万别生气。 好了, 咱们不让我那小玩意扫尊主的雅兴, 尊主还请那边去。 嫦娥偷看了张凡一眼, 发现她似乎有点不高兴, 想着自己进献的宝物, 是不是太差了? 这回心虚地赶紧伸出手臂, 拉扯着张凡就往院子外面走。 丝毫没有注意到, 这个刘若彤穿了一身沙衣, 在粉红色灯光下一脸的凌乱和沮丧。 太, 太打击人了。 这一夜, 刘若彤都没有休息, 因为怎么都睡不着。 她站在镜子中不停地看自己, 这么美, 这么美。 可是那个红衣女子, 居然比她还要漂亮, 那眼睛的美貌那脸颊, 简直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无法用词语来描述她的美。 真是寄生于何生亮。 刘若彤此时差点忘记了, 自己是怎么才能变得这么美的? 嫦娥的手很软, 而且身上有一阵阵的香气, 比桂花的香气更加纯正, 但是又淡雅许多。 这会和张凡靠得非常近, 因为拉扯间, 她身上鼓鼓的肉, 不小心就碰到了张凡的手臂, 这让张凡脚步停顿了一下, 而这细微的动作, 让嫦娥的脸刷了一下红了, 这会快速地松开了自己的手臂, 脸色有些飞红。 尊主, 天庭中最近很诡异, 好像, 好像在查什么东西, 连广寒宫中都在调查, 一共有多少人数, 都是什么登记, 我觉得有点怪, 而且, 天庭中似乎有人下凡了失踪了。 嫦娥想着, 自己回到广寒宫中, 听到一些消息。 此时, 他已经是天地当铺的奴仆, 已经没有了任何的选择, 只能忠于天地当铺和当铺捆绑在一起, 而且听吴刚说的意思, 他要是有机会靠上天地当铺, 千万别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天庭风云涌动, 说不定对于天地当铺来说, 是一次崛起的机会。 嗯, 知道了, 晚上把我的床上都换掉, 房间也打扫一下, 放上水, 我想泡澡。 张帆住的院落, 平日里也就花月隐晦来收拾, 但是自己让他去帮荣制康对付那个得力公司, 所以身边也确实需要一个丫鬟伺候。 嫦娥来得正是时候, 啊, 是, 嫦娥眼巴巴地看了张帆一眼, 这都是几千年了, 她还是当小宫女人的时候, 才会四处打扫, 伺候人, 等到成为广寒宫的公主后, 这些活她再也没有碰过, 因为自然有小宫女帮, 她把一切都做好了。 嫦娥是做梦都没想到, 有一天, 她会这样伺候一个男人, 铺床叠背, 还给放洗澡水, 甚至, 还得给张帆搭配睡衣。 嫦娥看着一柜子各种男士的衣服, 还有各种图案的睡衣睡裤等一些私密的衣服, 脸色通红。 广寒宫从上到下都是女人, 她这是多少年没接触过男人, 就更不要说接触男人的衣服, 还得把张帆的衣服一件件地搭配起来, 这对于嫦娥来说, 真是一件让她有些羞愧的事情。 至于铺床叠背, 干着活的时候, 嫦娥不住地在心底默念, 铺好就可以走了, 铺好就可以走了。 别看嫦娥长得花容月貌, 有着绝世的容颜, 但是做铺床叠背的活, 她却有点笨手笨脚地, 铺出来的床, 让准备去洗澡的张帆只看了一眼, 就皱眉。 换一床白色的床单, 铺整齐一点, 我不喜欢上面皱皱的。 张帆要求还挺高的, 她转身的时候, 气得嫦娥恨不得冲她做鬼脸, 什么床单不是睡, 还非要白色的。 开始又不说, 这会又要求整齐, 怎么这么挑剔男伺候? 自己几十人伺候, 都不会像她这样无理取闹, 气死了。 嫦娥在心底恨不得骂张帆一百次, 可是耳边传来水声的时候, 她却不敢再吭声了, 因为此时的她很担心, 担心御事的张帆突然喊她, 要她再送衣服, 或者送玉京之类的东西进去。 那, 那可就羞死人了。 这个混蛋主人, 真正是气死人。 嫦娥在心底再一次把张帆骂了一顿, 心底这才舒畅一点点。 其实, 不是迫于无奈, 实在是没有办法, 谁愿意给张帆当丫鬟, 她真是命苦呀。 想她堂堂一个广寒宫的公主, 天上有未分的仙子, 这回还得给张帆铺床叠背, 还被她嫌弃做不好, 委屈呀。 可是, 嫦娥此时却一点办法都都没有。 不但没办法, 脸上一点都不敢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表露出来。 因为, 不敢呀。 舒服泡着澡的张帆, 可不知道自己被嫦娥在心底骂了无数遍, 她眯着眼睛, 头靠着在一边, 伸手想喝一杯红酒, 却发现浴缸旁边居然没有放红酒。 这嫦娥做事, 伺候人, 还是太差了, 给我送点红酒进来。 张帆这声音落到本来就有些忐忑的嫦娥耳朵里, 让她心里一慌, 面红耳赤的。 立刻浑身都不好了。 张帆此时在洗澡, 泡在浴缸里, 肯定是什么衣服都没穿。 自己这样进去, 送红酒, 简直, 简直就是。 嫦娥此时无比的气氛, 可是却又不敢说出来, 只能压低声音, 故意装作平静地说了一句。 尊主, 我不知道红酒在那里, 明天, 我提前放好你看可以吗? 今天实在是找不到红酒了, 你就暂且委屈一下。 嫦娥尽可能地把声音说得异常委婉, 希望张帆因为她今天第一次做事, 而原谅她的疏忽, 答应她第二天在浴室里准备红酒。 亚聚阁那边多的是红酒, 你随便拿二瓶过来, 实在是找不到, 就去找徐子军好了, 办好这些, 就送进来好了。 嫦娥的小心思张帆没管, 她只是知道, 此时被热水一抛, 有点口干有点困, 就想喝点红酒。 而她就不是一个喜欢委屈自己的人, 她想干什么, 没有理由, 怎么舒服这么来,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所以她马上命令嫦娥去给她拿红酒。 嫦娥听到张帆这不容置疑的声音, 此时也不敢说什么了, 哪怕心底一百个不乐意, 一百个忐忑不安, 此时也只能打落牙齿, 往肚子里吞。 还不敢让张帆知道, 她赶紧放下手里还没有干完的活, 赶紧往雅阁居那边走。 虽然一边走心里, 一边抱怨张帆, 简直就像是故意惩罚自己, 可是, 走着走着她脚步突然慢下来, 因为她想到一个问题, 自己这么匆匆地把红酒送进去, 自古就是酒能乱性, 这, 这, 还是慢一点, 等到她的耐心耗尽了, 没有了兴致, 说不定自己能逃过一劫, 下次下次就选白天的时候来, 她总不会强迫自己。 抱着这样的想法, 嫦娥是慢吞吞地, 网雅居隔那边走去。 她的脚步越走越慢, 还不时地朝着张帆居住的院落看看, 算计着时间, 总想着要是半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后再赶回去。 张帆是不是旧? 红儿姑娘, 好久不见呀, 你怎么在这里? 那边正在散步的许子军, 这回突然看到了嫦娥, 因为嫦娥最开始, 大家都是称呼她红儿, 还以为她是个哑巴, 所以在见面的时候, 许子军还是喊她红儿。 我, 治病去了, 这不, 能说话? 红儿并不长在沉原, 时不时地就失踪, 这是嫦娥对于她们的借口。 她总不能告诉许子军, 她是月宫中的嫦娥仙子, 因为签订的卖身器, 没办法给张帆当丫鬟, 要是不是给她端茶, 倒水铺床叠背吧, 那多丢人呀。 所以, 她索性借口, 自己就是红儿, 只不过有时候需要治疗, 所以有时候不再沉原。 许子军最开始看到红儿的时候, 她确实不能说话, 所以, 这回嫦娥突然说话, 还说自己治病的事情, 许子军那是一点都没怀疑, 只是她看看, 红儿笑笑, 哎呀, 你这能说话, 人会打扮了, 也变漂亮了许多, 挺好的, 你这是有事情吗? 许子军这回见到嫦娥的时候, 只觉得, 她比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还要漂亮许多, 还以为红儿, 是因为现在能说话了, 整个人变得自信美丽了, 所以, 这回忍不住夸了嫦娥一句, 不过这见到的美女太多了, 许子军虽然觉得嫦娥美得惊人, 但是却夸得异常坦荡, 嫦娥本来就有些犹豫, 不想单独面对张凡, 见许子军问, 自然是喜出望外, 把张凡要红酒的事情说了出来, 许子军一直想着, 这些天怠慢了张凡, 心底愧疚不已, 这回听到张凡要喝红酒, 她赶紧毛遂自荐, 要给张凡配红酒去, 因为她知道这晚上喝什么样的红酒, 对于张凡来说, 是最好的, 好, 好, 多谢了, 嫦娥是喜出望外, 连连冲着许子军点头, 而那边刘若彤屋子里的灯, 还倔强地亮着, 虽然镜子里还是那个人, 那张脸, 但是此时刘若彤的心境全变了, 她不再觉得自己貌若天仙, 美女一直都有, 就刚才进来的那个姑娘, 就美得让她无地自容, 在世界小姐选拔赛中, 还算是首屈一指的美人, 但是跟刚才来的姑娘一比, 自己给她提鞋都不配的感觉, 好惭愧, 此时要是张凡肯过来, 刘若彤觉得自己一定二话不说, 乖乖地顺从, 还会百般地讨好, 她现在什么底气都没有了, 原本最引以为傲的容貌, 在见过嫦娥之后, 也被瞬间瓦解掉了, 此时的她, 卑微地就像是一颗灰尘, 越是盼望着张凡过来, 却越是看不到人影子, 最后一个人在屋子里失望地睡下, 却又反复地睡不着, 心底怎么也不踏实, 那边徐子军兴致勃勃地给张凡调酒, 然后端着好几种口味的鸡尾酒, 还有红酒, 想了想, 顺便弄了点吃的, 给张凡端了过去, 此时的张凡已经泡好澡, 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 看到是徐子军愣了一下, 但是看到她手上端的东西, 很快笑了, 来, 坐, 一泡澡, 张凡倒是真有点饿了, 遇到她端来这点凉菜和卤菜, 张凡也没有多说, 一口红酒再吃点凉菜, 倒是特别地痛快, 哎呀, 张哥, 你要是饿了, 打我电话, 我随时给你重新弄点, 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 张哥你别和我客气啊, 我这个人啊, 你多淡淡点, 徐子军这回看着张凡, 不知道说些什么, 才能表达此时心底的歉意, 他自己真是浑蛋, 张哥说的话, 他当初怎么就不相信, 一直到他看到那个刘若彤才惊觉, 张哥不管是说什么, 都是对的, 不让自己去国外, 就有不去国外的理由, 只是他不想说而已, 单待, 单待什么, 张凡吃了一口卤牛肉, 抬头看徐子军, 这话说得徐子军脸一红, 张哥, 那个, 那天我不是向你请假, 想去国外看刘若彤, 你让我别去, 谢谢你啊, 我今晚上终于看到刘若彤了, 比我想象中的更美, 更美, 徐子军这回越说越是高兴, 脸上的笑容, 怎么也掩饰不住, 那种喜悦, 让张凡笑笑, 他想起刘若彤的身份, 你喜欢他啊, 不, 不, 我就是欣赏好看到东西, 一个华裔女子, 能进入世界小姐的选拔赛, 我就关注, 我就开心, 喜欢, 不是那种喜欢, 比喻, 就像我喜欢做菜, 喜欢吃一样, 徐子军笑着解释一句, 他只是很敬佩, 很开心, 一个华裔女子, 能进入世界小姐的选拔赛, 对于他来说, 就是一个值得他开心的事情, 仅此而已, 哦, 他会成为这一届的世界小姐冠军, 成为东美珠宝公司的代言人, 东美珠宝公司, 我怎么没听说过, 徐子军愣住了, 这个珠宝公司, 好像不出名啊, 至少他在手机上搜了一下, 居然没有, 能请世界小姐做代言人的珠宝公司, 不会一点名气都没有吧, 我让荣家组建的珠宝公司, 东美, 是我刚才想的名字, 你自然是搜不到了, 这卤肉真不错, 明天继续, 我要吃卤肉面, 张帆笑呵呵地来了一句, 把那盘子卤牛肉一扫而光, 而珠宝公司的名字, 已经被他确定下来了, 以后就叫东美珠宝, 他吃饱喝足后准备睡下, 那边的嫦娥才松了一口气, 进来收拾桌子, 因为有许子军在那边, 嫦娥都不敢抬头看张帆, 因为怕张帆看破他的心思, 所以收拾桌子的时候, 全程都是低垂着头, 不过张帆可没想那么多, 他此时压根就没那心思, 只是让许子军给荣乐成打一个电话, 让通知他们新的珠宝公司, 就叫东美, 安排完这些, 他是打算去睡下, 但是本来就在开会的荣家人, 此时接到电话后, 算是彻底地认清楚一件事情, 那就是, 已经筹备的珠宝公司名字确定后, 就该想办法怎么取代得利公司了, 这是荣家的家庭会议, 主要是荣家的核心人物, 比喻和荣志康一辈的几个弟弟, 还有荣志康的几个叔叔, 以及叔叔的儿子, 积极一堂, 足足有十几个人, 这些人都是荣家的核心子弟, 也大多数在荣家任职, 在会议上, 一听荣志康提到, 要创办一个跨国珠宝公司, 荣家的子弟纷纷地赞同, 而且兴致特别高, 大伯, 这珠宝公司可赚钱了, 咱们荣家在江城, 也算是佼佼者, 要是海外发展得好, 全国首富怕, 就是我们荣家, 跨国珠宝公司, 好, 好, 有需要我们做事的, 大哥只管吩咐, 千万别客气, 大哥, 这珠宝公司让我来管吧, 我这方面朋友多, 我可以保证不出十年, 把这个珠宝公司, 做成国内十大品牌, 到国外去, 也可以和其他的珠宝公司, 一争长短, 我有管理方面的经验, 这个珠宝公司, 可以让我来练手, 我保证把公司管理好, 一定问题都没, 荣家人的兴致很高, 开新珠宝公司, 这可是一件大好事, 到时候就是利益分配, 看谁能把这家公司拿到手, 荣志康环顾四周, 看了一下大家的神情, 沉默了三秒钟, 得利珠宝公司谁知道, 谁要是有本事, 能在二三个星期解决得利公司, 谁就是新珠宝公司的总经理, 得利公司是世界十大珠宝公司, 这些荣家人还是知道的, 但是进步他这样一说, 荣家人眼睛直了, 直户不可能, 二三个星期, 取代国际十大珠宝公司的得利公司, 这就是国内首富都不可能做到呀, 更不要说像荣家这样的新贵, 这怎么可能, 当即, 荣家有几个人就对着荣志康皮笑若不笑, 大哥, 你说的倒是轻巧, 你可以让荣乐成锻炼一下, 接手这个珠宝公司啊, 别说三个星期, 就是三年, 要是大侄子, 能取代, 不, 就是挤进世界十大珠宝公司, 我这个做叔叔的, 以后会恭恭敬敬地听他调遣, 荣乐成被指定为荣家下一代的接班人, 其实很多人心底有意见, 都觉得荣乐成年纪轻轻的, 也没负责什么公司, 一副游手好闲的模样, 就因为有个好爹, 就能成为荣甲下一代的接班人, 很多荣家的子弟是不服气的, 他们大多数自己管理一个公司, 都是小有成就, 比起无所事事, 没有本事的荣乐成, 可就强多了, 特别是荣志康的一个弟弟荣志贵, 这会是故意把荣乐成给推出来, 这是想让他出丑, 呵呵呵, 荣家谁都没能力, 能让新开的珠宝公司, 三年内挤进去世界十大珠宝行列, 而荣志康的要求是, 几个星期取代世界十大品牌得力公司, 开什么玩笑, 荣志康晚上喝酒还没醒吗, 这样的话语也说了出来, 简直是不可能, 这样不可能的事情, 就让他自己的儿子给他兜底吧, 是啊, 让荣乐成来吧, 他年轻有为脑子灵活, 又是荣家下一任的继承人, 是该去锻炼一下了, 要是别人做, 肯定做不好, 小一辈的荣乐成就该给他们做一个表率, 让小一辈也知道, 都得做事管理公司, 包括下一任的组长继承人, 我记得荣乐成没做什么事情吧, 就让管这个公司得了, 能不能取代得力不管了, 能让公司挤进世界十大珠宝品牌, 那就是赢了, 是啊, 是啊, 荣乐成都这么大年纪了, 不能总是无所事事, 什么事情都不干, 各种的声音响起, 所有人都觉得, 荣乐成无所事事, 什么事情都没做, 所以, 这会不管是出于什么心理, 都想让荣乐成去负责新的珠宝公司, 当然这中间, 还有抱着看笑话的心理, 哼哼, 荣之康不是把目标定定得那么高吗, 那就让他的儿子自己去试试, 就知道, 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下次就不会再提出这样狂妄的目标了, 乐成, 你敢接手这个珠宝公司吗, 荣之康没想到, 他会开成这样一个局面, 其实他本来想自己来的, 虽然不一定能达到张先生的要求, 但是他可以感觉到, 这个珠宝公司以后前途无量, 加上有张先生的支持, 这个珠宝公司就像是杜金, 谁要是能接手, 以后成就绝对不低, 而且在荣家可以说会威望十足, 他原本想自己来, 在荣家子弟中挑选几个协助, 谁知道, 这回他们把荣乐成推出来, 而且脸上的神情让荣之康有些不爽, 他们这些人, 怎么感觉是想把荣乐成推出来当替死鬼, 父亲, 既然大家都这样说, 我刚好手里也没什么事情, 就让我来吧, 我保证让这个珠宝公司走入国际市场, 让它成为世界十大珠宝的品牌, 别人都不知道张先生的存在, 但是荣乐成知道, 这个珠宝公司是张先生答应创建的, 而且提出目标的时候, 曾经说过让花月影和白先生给他们帮忙, 有这一句话, 荣乐成就觉得, 这个珠宝公司前途绝对不可估量, 只要自己不犯大的错误, 肯定不会差的, 好好, 好, 大家看看, 还有谁愿意协助一下乐成, 可以在我这里报名, 荣之康这回压抑不住心底的喜悦, 乐成这孩子果然是不错, 不愧是张先生看中的, 他还想着把这个功劳再分一下, 让荣家其他的孩子也能镀金, 有点功劳, 可惜, 他此时说这话, 在座的人都笑了, 纷纷表示, 这个珠宝公司, 有荣乐成一个人负责就好, 至于安排其他人, 真的不需要了, 因为别人还害怕, 最后被夸下海口, 却不能完成那个任务, 荣乐成当成替死鬼了, 到时候给推出来, 到时候荣之康在包庇自己的儿子, 别人可就倒霉了, 看到自己的提议, 没有一个人响应, 荣之康有点小失望, 还想着再鼓励一番, 却见有人匆匆赶了进来, 在他的面前, 富耳低语几句, 却惊得荣之康一下子站起来, 真的, 你说的是真的, 快, 赶紧继续调查, 荣之康此时脸上的惊讶, 那时怎么也掩藏不住, 引得荣之康他们纷纷侧目, 询问, 却见他含笑不语,